有什么?怪什么? 没听说过? 袁将军请你们了吗?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何必要请你? 既然没请,就快快一去 城关内都是群英俱义 没你们的作息 走吧走吧,赶紧走 袁绍召集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 刘备闻讯第一时间前来会蒙 却没想到身为皇室后裔的他 如今落魄的连城门都进不去 小兵脸上写满了笔诗 这让张飞十分恼火 一拳便将其干翻在地 就在两边剑拔弩张之时 曹操及时赶来稳住了局面 刘备早就听说过曹操大名 在满是西梁军的洛阳城内 他仅凭一把七星刀就敢行刺动作 这样的胆量就连刘备都深感敬佩 可曹操从来没有在意过这些荣誉 反而把他当作耻辱 时刻提醒自己做事不能紧平一腔热血 你既没听过这三位壮士的大名 那你听说过我曹操了 曹工大名如雷贯耳 在我刺动之前和他们一样 你是无名之辈 你又怎么知道今天的无名之辈 来日会不会明镇天下 点如有一天 那么真的明镇天下 你又会不会为今天的所作所追悟 曹工说的是 曹工说的是 三位 随我入关吧 在曹操的引荐下 刘备终于得以进关 此时关内十八路诸侯齐聚一堂 各路人马加起来足足有五十六万 比董卓的西梁军还要多出两倍有欲 面对如此强大的实力 灭贼简直如同探囊取物 可眼下却有一个问题 各路诸侯虽然齐聚一堂 却群龙无首 孙坚当即站出来提议 应当推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盟主 袁绍为四十三宫汉象后裔 自然变成了他口中的不二人选 此话一出各路诸侯纷纷响应 只有袁树一人有些不乐意 但考虑到大局为重 他最终还是站起身来假装恭维 盟主之位已经确定 曹操才带着刘备黄黄打来 袁绍健壮赶紧起身迎接 一阵寒暄过后众人各自落位 只剩下刘备三人傻傻站在原地 你们没有看见我哥哥在这里吗 心里不可无可 奉德 这三位壮士 是你的人吧 当然也不是 我是在关前与他们相遇 当时守将正在为难他们 我顺便就把他们带着 都是末龙的英雄 说吧曹操便开始起身介绍二人 可就在他介绍完袁绍之后 却忘记了刘备的名字 领袁盟主在下刘备自宣夺 这位是我二弟官员自云长 这位是我三弟张飞自亿的 请问足下是何出身 我是汉室宗亲 景帝之子中山静王留胜之后 请问足下从何而来 县居和官爵 哟 以何事为业 刘备士居乡里并无爵位 以知习范吕为业 二弟官宇 河东谢良人士 以守门护院为业 三弟张飞 河北卓州人士 以卖酒屠猪为业 一个知习范吕 一个看门护院 还有一个屠猪卖酒的 可笑三个莽夫 竟然在此大言不惭 何谋以为 一个堂堂帝王之后 能在大庭广众之下 天下英雄面前 将知习范吕 卖酒屠猪说得如此 可见此人心胸不凡 曹操的一席话 让刘备动感欣慰 可袁绍却满脸比 不过看在对方是汉氏后裔 他还是赐了刘备 一个草席落 这时曹操拿出一道圣旨 称这是天子 亲自给他下的密罩 众人见状纷纷下跪 曹操则微微一笑 随后便大声将密罩 公之于众 不过很快袁术 便听出了不对 天子年幼 且又被董卓拘于深宫 再说他也没见过丞相 怎么会把此诏传给你呢 公路将军说得对 天子年方九岁 怎么能写出 如此雄壮的诏书 这诏书 乃是我草草 替天子你的 原来是狡道啊 请问公路将军 既然那董卓 能把天子拘于深宫之中 置如掌上玩物 我等 为什么就不能 视他如草剂 拿他来为我们所用 再说 曹某手中的诏书 哪一句 不是天子想说 而不敢说的话 死兆虽讲 却比真的 更真 曹操不愧是智势能臣 他风轻云淡说的几句话 就把十八路诸侯耍得团团乱转 随后他又拿出一道讨贼方略 还没等他开始讲述作战方案 华雄就带着一队人马前来叫嚣 听说是华雄前来讨伐 曹操不怒反笑缓缓说道 董卓麾下有四元大将 第一是吕布 第二是李绝 第三是波四 第四才是这个华雄 此话一出众人满脸高傲 区区第四他们自然不会放在眼中 可由于这是他们与董卓的首战 所以袁绍下令 此战不仅要赢得漂亮 还要斩下华雄的人头 给董卓一个下马威 关羽闻言想要领功 却被刘备拦下 这时袁束的上将军于射战了出来 扬言要三招之内斩下华雄首级 阿公守关羽 请战华雄 你一个小小的公手 竟敢口出狂言 你以为我们众诸侯没有大将军了吗 插出去 关羽长这么大第一次被人看不起 可此时华雄正在城外叫嚣 袁束上将于射交战 紧一回河边被斩于马下 袁绍听到这个消息满脸惊恶 董卓麾下的第四猛将都这么厉害 如果吕不来的起步直接无敌 眼看中人士气大爹 冀州刺史韩复当即说道 我有上将军攀放 手持一柄百斤重的开山斧 有万夫不挡之勇 此人必可斩杀华雄 攀将就可在 莫正在 你敢出战吗 有何不敢 我的大福早就饥渴难耐了 好 如果你把华雄斩于马下 省金白两 赐两马五十匹 领命 取笑来 为潘将军撞行 喝完撞行酒 潘凤变手拿巨符出门迎战 可华雄见到他却微微一笑 又是一招便轻松将潘凤击败 随后将其挑飞 直接将长刀插入腹中 连损两员大将让袁绍十分意外 为了重振士气 他将赏金提到了千两 可即便如此战营中仍然压去无声 攀送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 就连他都被一回合斩于马下 再去岂不是白白送死 就在袁绍苦恼之际 关羽缓缓缓站出身来 马攻守关羽 请战华雄 什么 你一个小小的攻守 竟敢口出狂言 你以为我们众诸侯没有大将军了吗 插出去 公主兄 息怒 你看 此人既敢于请战必有允略 为何不让他试试 是一个小小的攻守处战 岂不是让华雄使笑吗 公主兄 请看 此人生的 握眉凤幕满面英雄气 华雄又怎么会知道 张飞一语惊人 众人虽怒却也无话可说 关羽向袁绍保证 如果砍不下华雄的头就砍自己一表卸作 刘备文言也信誓旦旦地说道 刘关张三兄弟同生共死 如若关羽不胜 那他们三兄弟便一同赴死 曹操十分欣赏刘备 当即便命人道久要为关羽送信 可关羽却十分自信 不必 小小华雄 何须借酒 朱公稍后 关某去去便回 二弟小心 哥哥 放弃 关羽骑着战马走出城门 那威风的气势 再加上手中赠亮的长刀 华雄看了立马为之色变 就连胯下战马都忍不住向后退 可这等气势 却被城墙上的小兵说成了送死之图 又是一个人头 落地了 战鼓响彻云霄 军营内的袁绍却忧心忡忡 如果关羽也战死 那么接下来又该派谁去出战呢 还没等他来得及思考 关羽便用手中长刀替他做出了回答 仅仅只是一刀 华雄便被关羽斩于马下 号角声震耳欲聋 关羽手持华雄手机缓缓走入军营 众人皆是满脸惊恶 只有刘备一人淡定自若 仿佛关羽斩杀华雄是理所应当的事 曹操见状接过酒杯摸了一摸 温酒斩华雄的关羽从此一战成名 随后刘关张三兄弟和同各路诸侯 一路过五关斩六将直逼洛阳 可面对如此骁勇的三人 袁绍却不懂得稀采 一度想将他们置之度外 凉草堆在洛阳城哪想要啊自个打进洛阳城取去 小的和他争辩 和他手下就打了小的 三姓家奴 修大成王 连连扎彼得带此 你叫什么 嘿嘿 三姓家奴 我堂堂吕布 为何成了三姓家奴 哼 你小的姓吕是不 是 可你先拜了丁元将军做义父 那董卓用了一匹赤兔马 就把你给充满过来了 你竟然为了一匹马 就亲手杀了你义父丁元 后来任董卓做了义父 你不是三姓家奴 是什么呀 三姓家奴 快来操权 吕布被张飞骂得咬牙切齿 当即便骑着赤兔马向其杀去 可张飞也不是等闲之辈 两人交战第一回合就难分伯仲 张飞有些不甘 看着吕布轻跳的表情 他骑着战马再次杀去 吕布不愧是三国第一战胜 面对张飞的权力一击 他一个侧身便轻松化解 没给其反应的机会 吕布用力一起向张飞劈去 他只用了一半力量 张飞就显得有些吃不消 三姓家奴 张飞愤然起身 再次跟吕布牛打在一起 他这么拼命不是真的痛恨吕布 而是为了一个面子 前有二哥关羽温九掌化学 今天是他张飞第一次出展 他必须要斩下吕布头颅 来盖过二哥的风头 可吕布的头颅怎是说斩就斩 两人大战一百个回合后 张飞就因体力不支 手中长矛被鸡飞扎于城墙之上 眼看吕布起了杀心 关羽手持长刀为张飞挡下致命一击 趁着关羽跟吕布激战的间隙 张飞骑上战马取回长矛再次返回战场与吕布厮杀 虽然是以一敌二 可吕布却丝毫不落下风 但随着战斗愈演愈烈 吕布的体力明显有些透支 张飞见状用长矛抵住吕布方天化剂 关羽看准机会一刀劈下 危机关头 刘备手持两把短剑救下吕布 关羽有些不甘 可大哥出手相救他也不敢多说什么 吕布看准时机立即跟三人拉开距离 吕将军 你是个英雄豪杰 董卓是乱世奸贼 你为何要失神于贼 为何不归顺朝廷 为大汉建立万事功勋 此时我三兄弟要你性命如探囊取物 但是英雄相惜 我等不认杀你 天武一言 快快弃暗投明 哥哥 不必跟他啰嗦 三心家奴 看钱 张飞鸣闲打得有些上网 刘备想用攻心之术劝吕布归响 可由于张飞的鲁莽 四人再次刀剑相向 交战期间张飞几次想将吕布置之死地 最后都被刘备及时挡下 可即便是这样 吕布仍对刘备起了杀心 危急关头 关羽一刀救下刘备 吕布的方天化疾也随之被击飞 张飞趁机发起致命一击 却阴差阳错将吕布的战窥打飞 没了战窥的保护 心生胆怯的吕布已经力不从心 很快便被三人合力一击打于马下 三阴战吕布一战成名 刘备本想放过吕布一马 可张飞却心有不甘 狗贼弱蛋 见张飞单枪匹马的追取 刘夸二人只好紧随气候 这一切曹操都看在眼里 他当即向袁绍建议 吕布大败对方军心涣散 如若此时成胜追击 一定可以将西凉军杀的片甲不留 袁绍听了曹操的建议当即下令出兵 曹操见自己的目的达到 立即吩咐手下带上全部人马直逼洛阳城 这绝对是曹操最愤怒的场景 三阴战吕布之后董卓大败 十八路诸侯本有三次机会剿灭董卓 可他们却因为各怀鬼态 活生生放弃跑回了长安 曹操虽然气愤 但令他气愤的却不是放走董卓 而是自己处心积虑想要抢回天子 最后却被吕布埋伏差点丢了性命 而跟他一同攻入洛阳的孙坚 则捡了的大便宜得到了传国玉玺 孙坚甚是大喜 孙策则接过玉玺大声说道 恭喜爹可以成帝了 孙权的提醒并没有得到孙坚重视 他当即便传令各部 立刻收拾行装返回江东 就在此时袁绍突然带兵进场 孙坚以对方拒绝补给粮草 唯有想要抽身离开 可临走之际却被袁束叫住 他一语道破玄机 想走可以 但传国玉玺却要留下 见对方已经知晓一切 两边瞬间剑拔弩张 孙坚早就做好了准备 如若自己离不开 袁绍也难逃一死 请袁盟主讲清楚 我孙坚有没有藏匿传国玉玺 没有 没有 绝对没有 我孙坚是不是妄图称帝的国贼 不是 不是 绝对不是 好 那你以后如何对各路诸侯解释 我就说 孙将军战伤复发 引兵回江东养伤局呢 这场斗法两边本该势均力敌 可由于袁绍的粗心大意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孙坚走出皇宫 而这因讨伐董卓而集结的十八路诸侯 也在这一刻彻底土崩瓦解 离开洛阳之后 孙坚便心夜即时返回江东 可在半路 一个自称袁束密使的人挡住了他们去 他带来一封密信警告孙坚 袁绍已让刘表在锦州设向埋伏 如若他的人马路过锦州 那么必将遭到灭顶之灾 孙坚一眼便看破玄机 他知道袁氏二兄弟名为首席 其实心里都个怀鬼态 是返回江东的必经之地 如果绕过去最少要多走二十天的路程 皇带劝孙坚将玉玺赠予元术 这样便可保他们顺利返回江东 皇叔万万不可 这传国玉玺乃是上天授予我父亲 岂能让给他人 要我说 父亲 刘表现在已经老卖昏溃了 绝非我敌 只要我们集中五千金兵 由我来打先锋 我保证在三个时辰之内 擒下刘表 攻克金州 孙策的一番话给足了孙坚底气 他当即下令 在主力部队的两侧设下埋伏 如若一支部队遭到刘表围攻 那么其余两支便可与其形成鸡脚之势 这样便能顺利渡过锦州 可孙坚千算万算 最终还是低估了刘表的智商 见到孙坚带着兵马路过锦州 他没有选择正面出击 而是洋装不敌假装鸡蛋 甚至还亲自骑马前来迎接 你不要再追了 你冷静一点 滴滴雷中前重复过 让你一定要保住江洞 要不然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都不得安身了 哥 这绝对是孙策最痛苦的时刻 父亲因一时大意被刘表所杀 成了他心中永远挥不去的阴影 在路过锦州之前 孙坚本已将部队分为三支 以防受到暗算时形成鸡脚之势 可刘表却不按套路出牌 不仅亲自出城迎接 甚至还假装投降放任孙坚离开 可孙坚才刚刚坐上帆船 刘表埋伏在峡谷的弓箭手边倾巢而出 煞世间功如雨下 没有任何防备的孙坚当即重箭倒地 孙策剑装立马把父亲拉入船舱 可他已身中数箭不再具备战斗能力 只能下令让战士们用力划脚 尽快逃出对方的埋伏区 就在这时几块胶势挡住了他们航档 原来这一切都在刘表的计划之内 他既然已经下令埋伏 可就在孙权要扶孙坚下船时 他却缓缓说道 孙坚现在深知 如今他们最可怕的敌人并不是刘表 而是那个背信弃义的袁少 不久前孙坚还在为他出生入死履历战功 可一转眼 他就教唆刘表在锦州社会 直至此刻孙坚才意识到 原来那块传国玉玺真的是个祸端 与其为他争个你死我活 不如将那块玉玺交给袁叔 既可以挑拨袁氏二兄弟反目 也可保江东一方平安 交代完一切后 孙坚便下令让黄盖带走孙策 一代英雄就此陨落 可他培养的江东战士们却仍在激战 无尽的愤怒充斥着他们胸膛 很快便把对方打得仓皇逃窜 锦州上将皇族也被升起 可就在此时 刘表又撬动礁石 将承在孙坚失守的帆船拍走 孙策见状想要去追 却被黄盖等人拦下 见众人想拦却又拦不住 孙权只好跑到孙策面前朝着他大声喊道 孙策 你不要再追了 你冷静一点 弟弟雷中前重复过 让你一定要保住江东 要不然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 都不得安身了 哥 请主攻三四 你大局为重啊 请主攻三四 你大局为重 这或许是孙策最伤心的时刻 父亲在自己眼前被杀 就连尸体都被对方拢走 可面对如此场景 他却束手无策 见孙策欲发消沉 皇带提议可用锦州上将皇祖来换回孙坚失守 可此计需要一个使者 跟皇祖一同前去向刘表议和 孙策文言立马抽身 却被皇带拦下 因为他现在是江东之主 如果出现什么意外 江东便会成为一盘散沙 但如若派一个无名之人去又显得不够诚意 正当他们苦恼至极 孙权起身说道 我去 我也是父亲的儿子 我去跟刘表议和 他们总该相信我们的诚意了吧 不行 这种事怎么能让你一个小孩子去 公子 末将觉得 全公子的话有道理 首先他是主公之子 足见江东诚意 此外 只要大公子在 刘表断不敢加害二公子 因为他们既害怕公子你复仇 也担心 激起天下诸侯的共怒 所以 以全公子为时 反而会安全 可 可全只有九岁啊 九岁怎么了 刘表那个老头 见了我这个九岁的娃 难道不惊讶吗 难道不敢动吗 难道还把他杀了我不成 孙策虽然舍不得 但是已至此 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能够换回父亲失手 很快孙策带着皇祖来到了刘表率 刘表见状嘲笑他是个九岁小孩 可孙权却显得十分淡定 只见他缓缓说道 高祖皇帝九岁时 射死过一头金额猛虎 五弟爷九岁时 已经万公杀了 我孙权无用 九岁时只能向刘伯伯请和 请伯伯赐还我弟弟的失手 从今以后 江东永远不向荆州复仇 刘表被孙权的一番话说动了侧影之心 可手下军事却提醒刘表 如若不将孙氏家族斩草出根 来日等他们壮大起来死的就是他们 孙策年纪虽小 可他察言观色的能力却非比寻常 他心里清楚 如果自己再不说话就会死在这里 刘宝宝 我哥哥孙策已经继承复位 领长沙太守 现在他不在三境渡 早已返回江东 掌军御敌 我明白你的意思 孙权啊 我要问你 你父亲死在我的手里 你江东军为何不来杀我 报仇啊 反而要来求和 丙刘伯伯 爹爹临终前交代过我一句话 什么话 爹爹说 刘伯伯有皇室之风 忠义厚当 是袁绍逼着他们伏击我们的 要复仇应该找袁绍复仇 江东与袁绍势不两立 爹爹还说 为了江东的安慰 我们应该与刘伯伯画干戈为玉伯 两家修好 和睦相处 孙权的一番话句句诸心 刘伯也一直在自责他的背信气 听到孙坚并没有怪罪自己 他立马起身扶起孙权 不仅没有伤害孙权分好 还要在江边设计送别孙间的英灵 国贼董卓 卸渎朝纲 祸乱天下 赵忠勇之士 诛杀逆贼董卓 杀 杀 杀 奉仙何代 奉仙何代 奉旨杀贼 奉仙何代 人中吕布马中赤土 方天画几砖筒衣服 王允不愧是大智若鱼 仅用一个貂蝉就让吕布杀了董卓 而他在将貂蝉许配给吕布之后 又以赏花为由邀请董卓入府 仅仅只是一眼 董卓便爱上了美若天仙的貂蝉 这 这是 这是小女貂蝉 在得知对方是王允的义女之后 董卓喜笑颜开 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漂亮的美人 见董卓已经上钩 王允借机让貂蝉跳舞助行 那销魂的眼神 让董卓连眼睛都不愿眨 为了得到貂蝉 他当即提议要将其许配给天子 王允欣然答应 他心里十分清楚 董卓是想以献给天子 唯有将貂蝉独霸 几句承诺定下婚约 此时的董卓已经笑得合不拢阻 第二天吕布愤怒地找到王允 王允等的就是这一刻 为了激怒吕布 他将董卓的行为添油加醋一一到来 吕布听说是董卓猛然一惊 他当即下跪求王允再让自己见貂蝉一眼 卧榻之上 貂蝉一威在吕布怀中不断抽起 他只盼吕布能够早日谋逃 这样不仅能够保证自身清白 还能匡扶大汉完成一副心愿 但他不能明说 只能一点点暗示希望吕布能够明白 吕布乃一件莽夫 自然意会不到貂蝉的言外之意 第二天他便来到董卓府上 跪在地上久久不起 希望董卓能够将貂蝉许配给他 董卓得知吕布的心思后左右为难 经过一番斟酌后他开口说道 别说是一个小小貂蝉 你就是一百个貂蝉 义父也舍得 义父 答应儿臣了 只可惜啊 你来晚了 哥哥 咱家已经丧奏天子把貂蝉送去做贵妃娘娘了 朝中的百官都知道了 此话一出吕布自然无话可说 貂蝉出嫁当天 他站在旁边久久不能平静 而貂蝉也被董卓顺利带到了梅屋 见吕布始终被闷在谷野 王云找到他决定助力一把 将军 你还不知道 昨夜初更时分 貂蝉 就被抬起了梅屋 吕布大惊 原来董卓一直在欺骗自己 再加上王云的火上交友 他当即来到梅屋想要跟董卓要个说法 可不巧的是 他还没见到董卓 就碰巧撞见了正在梳妆的貂蝉 看着貂蝉委屈的眼神 吕布心中百感焦急 郑玉说话董卓却在此时出现 他警告吕布 以后没有允许不能进入自己的寝宫 吕布虽然心有不甘 可面对实力强大的董卓 他始终没有勇气与其争论 在离开梅屋时愤怒的他碰巧撞到军师 奉献 奉献 为何如此惊慌啊 不禁 慢慢说 想过他 拔占了貂蝉 那貂蝉与你有什么关系 在想 早就和貂蝉定情 向远白头到牢 生死于贡 以赴他去义 给天子丽妃为名 把貂蝉 皆都没误了 奉献啊奉献 你已经贵为公侯了 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 区区一个貂蝉之身啊 何至于此 伤感呢 不 但是我的命根子 我离不开头 父亲们 恕我都胆问一句 如果 你得不到貂蝉 你将不怎样 我绝不甘休 吕布一句绝不甘休 让君失顿感不妙 他立马找到董卓 劝其将貂蝉许配给吕布 因为为了一个女人 而失去一个大将军 实在得不偿失 董卓并非真的昏庸 他也深知其中的道理 于是便来到闺房 询问貂蝉意见 可谁料貂蝉心机颇深 他立马装作 楚楚可怜地说道 相国 奴婢没做错什么吧 昨天相国 还对奴婢宠爱有加 可是今天 却要将奴婢转送给别人 奴婢 奴婢还不如相国 喜欢的一个物价 本来理智的董卓 被貂蝉的一戏话彻底迷晕 当即便把吕布的事 忘在了脑后 殊不知他的种种行为 正在一步步逼自己走进死路 趁着董卓上朝之际 吕布来到后花园会见貂蝉 两人抱在一起情义浓浓 这一幕碰巧 被下朝回来的董卓撞见 逆子 逆子 你竟敢调戏咱家小妾 你 我饶不了你 你这个逆子 吕布见状当即跑路 貂蝉则趁机撕破衣角 装作自己是被调戏的样子 从梅乌离开的吕布立刻找到王允 求他为自己出个主意 王允筹备许久的计划等的就是这个 他请出成功向其说明 想要活命 必先铲除董卓 被逼到绝路的吕布别无堂 此季是他最后一条退 第二天上早朝时 王允协同文武百官请求董卓登基 董卓文言大喜 当即便纵身宣武门 可就在宣读圣旨时 王允终于不装了 国贼董卓 亵渎朝纲 霍乱天下 照忠勇之士 诛杀逆贼董卓 杀 杀 仅仅只是一击 董卓便当场毕命 董卓死后王允彻底飘了 洋洋得意的他认为自己无所不能 不再和大臣们推心致富交流正事 而是一意孤行独断专政 当收到李觉波斯的请祥书后 他当即表示 设谁都行就是不设此二人 陈公赶紧提醒王允 董卓虽然已死 但李觉波斯的手中仍有数十万西凉骑兵 如若将他们逼上绝路 必定会跟朝廷撕个鱼死网破 王允听后坦然一笑 此时的他根本听不进去任何谗言 我非但要将他们逼上绝路 我还要送他们上死路呢 王允的一番话让陈公更感不妙 于是他再次出言提醒 可王允已经彻底飘了 我有奋为将军吕布 李郭二贼乃带死蜀贝儿 话音刚落 王允就下令让吕布带领兵马 务必在三日之内将西凉残部全部揭秘 李觉波斯二人得到消息之后 认为坐以待毙肯定必死不已 所以他们集结所有人马 决定在吕布打来之前率先攻下洛阳 西凉骑兵各个都是汉匠 仅用三天便从边疆一路打到了京城 眼看城门马上就要被攻破 王允这才意识到大难临头 回不听贤帝剑言 一朝不慎满盘皆输 兄太此时再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处 我估计不出半个时辰 他们就会拿下皇宫 请拿天子 王允彻底慌了 他当即让陈公去情侣部 可梅乌与京城相隔二百多里 陈公立马反驳来不及 他建议让王允和天子出城地板 但王允仍坚持守城待员 不 你去呀 为了尽量拖住李绝郭四二人 王允带着天子来到城门上与其交涉 可对方的态度跟王允如出一辙 天子可以不杀 但王允必须得死 听闻此言 王允思考片刻后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要用自己的命 来换取大汉几百年的江山社稷 王允一头扎下城门 可即便这样李绝郭四仍不肯放弱他 快 给我把王允碎尸万段 王允死后城门大开 李绝郭四顺势占领了洛阳 陈公收到消息立即找到吕布 吕布想要领军营救天子 却被陈公安下 他认为此时李绝郭四二人的势力强盛 不能强攻只能智取 那该怎么办 将军啊 今日之火 只怪那王允他不听我言的 他拒绝离过二人的归乡 才导致今天贼军破城啊 先生有个借交 将军 如果你肯听我的计策 我愿扶助将军 共冲一番功名大业 请先生施下 将军 以我看 借此京城陷入之后 天下必定会再度打乱 群雄兵器 刀兵横行 只怕是几十年天下也不得太平 吕将军 你英雄过日 拥有数万兵家 我们不如暂离长安 南下京乡 战军以城池 作为立足根据 然后 我们再 招兵买马扩大实力 逐入中原 建功立业 吕不知道 自己空有一身武力 却没有匹配的头脑 如今有成功愿意辅佐他共创大业 他当然求之不得 唯一可惜的是 一身才华的成功没有好命 辅佐的君主都因他的精神洁癖而不欢而散 至于吕布 他才是真正的阿斗 我原本以为吕布已经天下无敌了 没想到有人比他还勇猛 这是谁的部将 周公 他们打的平安令的旗号 看来此人是刘备的部下 刘备 听到是刘备曹操心中猛然一惊 他不知道是谁给的刘备人气 净胆带着区区几千人马支援徐州 曹操本是个稀才之人 可陶谦与他有杀父之仇 所以他今天势必要拿下徐州 陶谦见曹操带着数十万人马前来讨债 自知不敌的他当即便大开城门 并披麻戴孝亲自出城道歉 曹操假装遮挡阳光的同时眼神向上望去 虽然城门上插满了将棋 但他发现没敢将棋的下面都暗藏强弓 为了将损失减到最小 曹操决定今日先饶陶谦一命 等他做好准备之后再来一举攻下徐州 见曹操已经撕破脸皮 陶谦立马换了一副肥脸 曹操得 我陶谦也是一方四十 身受皇命 身受活恩 其实我比你父亲还大一岁呢 我非公屈膝地向你起醉 都起到这个地步了 你还不放过我吗 曹操早就知道陶谦的虚伪 于是便嘱咐他回家洗干净脖子 两日之后再来取其手机 其实曹操为父报仇是假 贪图徐州是真 天下人皆知的徐州者得北方 他曹梦德也不例外 为了得到徐州 他不惜用自己的父亲作为幼儿 他这一步 正是在为统一天下而打基础 陶谦虽然年事已高 但并不糊涂 他知道景廷自己根本不是曹操对手 于是便向天下各路诸侯发去求助信 可天下大乱之时人人自危 谁都不想为了一个陶谦而得罪曹操 公孙赞虽然有心相助 但他兵少将若根本不是曹操对手 犹豫之际刘备突然赶来向他此行 他要前往徐州营救曹操 公孙赞十分疑惑 以区区几千人马怎敢去破曹操的五万大决 刘备不以为然 因为他的信念始终是匡扶大汉江山 所以宁可天下人负他 他也绝不负天下人 见刘备去义以绝 公孙赞决定借他精兵三千筑旗一臂之力 却没想到被刘备一口回绝 在下 不要将军任何回忆 只向将军 见一个人 见谁 常山赵子龙 听到是赵子龙公孙赞有些不舍 因为他手下一共有两人大将 一个是田玉 另一个便是赵云 但看在刘备是重情重义之人 他还是忍痛割爱将赵云借给的对方 走出军营后刘备紧紧握住赵云的手 这一握 便是一生的承诺 转眼两日期限已到 曹操带领五万人马直逼徐州城下 煞时间无数的弓箭和火药向着城内袭去 就在曹操准备一鼓作气攻下徐州之时 赵云带着一匹兵马直接从后方杀来 曹操大为正伍 他猜测应该是袁绍的兵马 可寻玉说不是 那便是袁鼠 寻玉又摇了摇头 曹操的好奇心被彻底激起 除了袁氏二兄弟以外 他想不到任何人敢跟自己作对 于是便起身向远处望去 只见在万军丛中 身穿一袭白衣的赵子龙如同天降神兵 所到之处无不适合便宜 这等阴才让曹操垂涎固执 上次给他这种感觉的人 还是温酒掌华雄的官宇 还没等他来得及问这是谁的部角 手持大刀而来的官宇便给了他答案 这是赵云投靠刘备后的手战 他仅仅只用一枪 便让曹操猛然起身 望着远处忍不住的感慨道 还没等寻玉来得及回答 几个熟悉的身影便映入眼帘 原来是平原向刘备的人马 陶千看到援军喜出望外 他实在没有想到 原是二兄弟拥有几十万大军都不敢惹曹操 而刘备区区几千人马 便敢当面与曹操为敌持援徐州 曹操虽然羡慕刘备 但此次战局已定 就算赵云有天大的本领也不可能逆天改命 为了将刘备等人斩草出根 曹操当即下令缓缓退兵 在对方深入后再将其包围一举歼灭 刘备暂时救下徐州 虽然知道这只是曹操的战术 但陶千却不以为然 因为他现在十分好奇 刘备只有区区几千人马 究竟有何底气敢于曹操作对 刘备听到后微微一笑 随后便慷慨地说道 如果连陶公主这样的人德之君 都无法生存的话 那么这个国家 还有什么指望 大汉何日才可中兴 刘备无尺寸功德 唯有忠勇二子 今日 我相救徐州 便是救 世道良心 救我大汉天下 刘备的一番话让陶千备受感动 他当即拿出掌印 要将徐州拱手相让 刘备闻言立马起身 他此次前来是为了救徐州 而不是图谋徐州 所以无论陶千如何劝解 刘备都不肯答应 为了尽快解决徐州之危 刘备趁休战之际 向曹操写了一封和解信 可曹操看了之后却十分生气 不仅扬言要在三日之内攻下徐州 还要杀光城内的所有百姓 他才话音刚落 徐州便带来了一个噩耗 原来是吕布趁着曹操出征之际 偷偷攻下了他的城池眼周 如今徐州还没攻下来 眼周又被吕布偷了假 无奈之下 曹操只好假装给刘备面子 撤兵回市眼周攻打吕布 消息传到徐州立马炸开了锅 他们都以为是刘备仅凭一纸书信 便让曹操退兵 为了感谢再造之恩 陶千再次请求刘备统领徐州 可刘备想都没想就立马拒绝 为了将其留住预防 曹操再次来袭 陶千只好让刘备赞助编程小配 以形成犄角之势可以相互应援 几日之后陶千大病 刘备闻言当即连夜打来 陶千在临死之前三让徐州 刘备本想再次拒绝 可见对方命以休矣 他只好答应赞领徐州 陶千只死给了刘备很大打击 本以为办完丧事曹操便会再次攻击 可没想到曹操没能等来 却等来了吕布 这绝对是曹操最愤怒的时刻 眼看马上就要攻下徐州 吕布却趁机偷了他的老家 曹操报梦 当即便下令班师回朝支援眼州 仅仅半个时辰 曹操便把眼州重新夺回 而吕布则被打得抱头鼠窜 直接来到徐州寻求刘备收留 刘备闻之大喜 自己正愁如若曹操来犯该如何应对 吕布就带领八千铁骑前来投朝 可关羽却认为吕布虽勇却肃无信誉 把他留在身边等于杨虎为患 就是就是 二哥说的是 吕布这丝 倒是有一处行 人长得漂亮 逃女人喜欢 其他的 一无是处 虽然关张二人都对吕布意见颇深 刘备却坚持认为 吕布虽然不讲信誉 但如果没有他偷袭眼中 曹操也不会从徐州撤兵 所以于情与理他都应该让吕布进城 刘备素以仁义为本 所以即便知道将吕布留在身边是个祸害 他还是大开城门亲自出城相应 吕布明显有点飘 他以为是刘备敬佩自己的勇猛 所以在宴席上一直吹嘘他的战绩 这让关羽十分不满 奉献将军 你既然如此英雄 为何在眼周城下 败于曹操呢 不是我败于曹操 是曹操败于我 吕布最痛恨别人接他的伤疤 听到关羽出言嘲讽自己 他当即便开始吹嘘当日在行阳大败曹操 成功见他越说越上头 连忙以敬酒为由阻止吕布 可吕布却直接把他无视 自顾自的开始吹嘘自己的战绩 刘备以为他贪图徐州 便起身拿起掌印 打算把徐州送给吕布 吕布欣喜若狂却被成功拦下 他心里十分清楚 如果吕布真的接下了此掌印 那么他们今天将必死无疑 在成功的事宜下 吕布这才清醒过来及时给刘备道歉 在外训兵的张飞听说此事之后 当即便拿着长矛来到宴会 吕布 吕布 我哥哥金之鱼业 你这次竟敢叫他做贤弟 你是什么东西啊 三姓家奴大灾心 临缘董卓王云 都是被你的家奴害死的 你现在又舔着脸来拔净我胳膊长 休死人了 呸 三爹 快快去口 吕布 你撑着 把张爷爷把你的手底带来了 赶快拿上你的兵器 过来跟张爷爷大仗三百回合 快快推下 吕布 你撑着 爷爷在关前挡着你 吕布气得咬牙切齿 郑玉发火被貂蝉拦下 刘备见状赶紧道歉 吕布就算再啥也看得清楚局势 他知道刘备根本不欢迎自己 于是便提出离开徐州 刘备虽然也想让吕布离开 但并不想让他与自己为敌 于是便答应吕布让他暂居小佩 带曹操来饭时两边可形成鸡脚之势 吕布见刘备已经做出让步 只好带领军队暂居小佩 同时也在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自从曹操与吕布交战 长安城内血流成河断水断崖 天子也沦落成为丧家之群 只能以腐肉为食 好不容易逃回洛阳 却发现城内早已变成废墟 天子留邪彻底绝望 而他出逃之势也被诸侯得知 曹操叫来寻遇想要将天子劫回 如此良机 千古难觅 难机 主公 这叫什么良机啊 主公 想起兵救驾 在天子到舍之后 就可以 就可以 协天子以令祝侯 长天下之饼 与此同时袁绍也在纠结 是否要救回天子 谋侍许优看出事情关键 他建议袁绍前去营救 一旦控制天子就等于控制住主动权 可袁绍并没有曹操的深谋怨虑 他认为天子只是个没用的傀儡 与其救回天子还不如回家睡觉 不只是袁绍 其他诸侯也相继放弃救驾 曹操一路无阻 不费一兵一族就抵达洛阳 一听曹操前来救驾 天子大臣感激替灵以为等来了救星 陛下 这真是 假贫贱修子 患难贱忠臣的陛下 而此时的曹操已经抵达皇宫入口 为了以表承意他还嘱咐手下 准备好鸡汤面饼 天子百官一路奔波早已饥饿难耐 而曹操的一点食物就能让他们唯命失踪 看着眼前的鸡汤 天子留邪再也顾不上你 拿起汤勺就往嘴里送 天子一边吃一边流泪 紧接着曹操大手一挥 几百个面饼白汤就送到了大臣面前 大臣一个个感恩戴德 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进入狼窝 吃饱喝足后 曹操带着太子捡掠自己军队 粮草充沛精兵无数 流血被眼前的阵掌惊呆了 他终于意识到此刻已经别无选择 他已经落入了曹操的控制 禀陛下 臣有本尽奏 爱情敬奖 东都洛阳 眼下已是残破不堪 宫廷庙里皆为乱军所废 而且洛阳距西凉贼军太监 臣为天子安危所寄 为忠心大汉宗室所享 恳请迁都许昌 重建朝廷 曹操的用意就是要将天子挟持 将总部许昌打造成新的朝廷 这样一来曹操的行动便有了皇权认可 其他诸侯则成了乱世枭雄 天子满脸无奈 前半生他被董卓控制 现如今又落入曹操手中 命运悲哀可他也无能为力 陛下好好看看吧 只有在许昌才能得到 这么多金兵猛将的保护 朝廷才能安然无忧 朕 准宗 迁都于 石窗 就这样天子成为曹操傀儡 邪天子已令诸侯 这也为曹操的春秋大夜 打下来监视基础 刘备离开徐州之前 再三叮嘱张飞不能喝酒 甚至还在房梁给他立下了三条军令 却没想到他前脚刚走 张飞就立马举行了一场宴会 他越喝越上头 完全把刘备的军令忘得一干二净 当遇见不会喝酒的士兵时 他是这样说的 为了讨张飞开心 小兵硬逼自己尝了一口 可张飞却认为对方瞧不起自己 扬言不喝下这碗酒就打一百军长 小兵见状连忙求饶 说看在他表哥的面子上 饶他一命 是何学人呐 我表哥就是上将军吕布啊 他跟你大哥刘备 亲如兄弟 放屁 将军 吕布 却能与我大哥做兄弟 曹布 曹布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本想搬吕布出来卖个面子 却被张飞一气之下打得皮开肉绽 曹布大喊求饶 可张飞却怒斥他说应该喊打得好 无奈之下 曹布只好边挨打边给张飞呐喊助威 曹布大喊求饶 就对了嘛 说 你还在打谁啊 将军在打 这叫曹布 放屁 你还在打贼吕布 说 再打吕布 再打贼吕布 说 错了 不是吕布 是贼吕布 贼吕布 你还在打贼吕布 贼吕布 这就对了 挨了一顿毒打之后 曹布便立马来到小兵 被向你不诉过 表哥 你要为我报仇啊 小兵 出什么事了 你那皮肤肠肺 借修法威把我打得死去回来 我求他说 看我表哥的面子上饶我一命 他问我表哥是谁 我说是少将军吕布 皮肤顿时大怒 那表哥你是贱贼 是三性家奴 还说 打我便是打贼吕布 只把我打得死去回来啊 吕布文言大怒 当即便喊人取来自己方天化己 陈公看出端倪出手将他拦下 然后扶起曹豹问张飞为何打他 曹豹将事情一一道来 就是这不经意间的几句话 让陈公发现了一个攻占徐州的天赐良机 我没有听明白 张飞为什么要逼你喝酒 因为刘备给张飞下了三道军令 同一条便是不能饮酒 你说什么 刘备给张飞下了禁酒令 嗯 为什么 因为刘备帅军军征讨元术 城里就剩下张飞 刘备怕张飞饮酒误事 所以才给他下了禁酒令 刘备帅军出征了 此事当真 千真万劝 昨天出发的 关与赵云同行 听到徐州城内只剩一个匹夫张飞 陈公当即向吕布敬言 这是夺取徐州的最佳时机 为了保证计划万无一失 陈公命令曹豹立刻返回徐州与他们离音外合 以火把为号 趁敌人酣睡之际打开徐州南门 下时间徐州城内火花四起 而张飞此时却还在踏上呼呼大水 当听到吕布已经率兵进城之后 张飞明显有些慌了 于是便让小兵取来自己兵器 边走边骂要跟吕布大战三百回合 就在这时曹豹骑马向他起来 仅仅只是一刀 张飞便将叛徒手刃 重将士剑撞赶紧拉着张飞撤退 吕布本来就痛恨张飞 如今又杀了他的表弟 如果真的被秦恐怕必死无敌 张飞也深知自己不是吕布对手 于是便在小兵的催促声中上马 连夜逃离了徐州 第二天张飞委屈地追上刘备 在赵云的引荐下这才敢见大哥 刘备得知后并没有责怪张飞 因为在他看来徐州本就不属于他们 但张飞却十分自责 当即便要拔剑自吻 刘备等人见状赶忙上前阻止 刘备 刘备 大哥 江山已清风 谁家不遭殃 我们三人桃源节一时 陛下我誓言 不求童年童月童日生 但求童年童月童日死 如果再有此等于局 为兄绝不毒伤 大哥 就在这时赵云带来消息 袁术已率十五万大军前来争讨 已经距此不到十里 前有袁术大军 后有叛将吕布 一番权衡之后 刘备决定返回徐州 因为在刘备看来 他从没有过任何对不起吕布的地方 反而吕布却对不住他 再加上他身边有陈公辅祖 廖祥也不会恩将仇报 然而事实正如刘备所料 当吕布得知刘备竟返回徐州之后 并没有对他们通下死守 而是像以前刘备对他那样 将小胚赐予他共鸣曹军来犯 敢问上将军 你要杀我吗 不杀 不杀 那么你要杀这大日贼吗 找死我 不杀 都不杀 既然都不杀 就请将军撤去救席 让我和纪将军来决战吧 袁术召集五万大军征讨刘备 刘备深知自己不是袁术对手 于是便向吕布写信请求增援 可吕布得知后不仅没有派兵 反而整日寻欢做了美女相陪 因为袁术为了一举歼灭刘备 已经用二十万弹军饷收买了吕布 成功深知纯王齿寒的道理 于是便跑来劝吕布将粮草退破 星夜急迟迟远小沛为刘备解围 吕布不以为然 他认为天无绝人之路 再加上徐州城坚持步 就算袁术真的打来他也能从容应对 哎呀 凤仙啊 正非就是因为贪非才丢失了徐州城啊 你难道要学他的样子 去重蹈覆辙吗 那匹夫怎么能跟我相提并论呢 我有赤兔马 有方天话喜 那好 我也送你两句唱词 军情如火 生死万疾 你 你赶快给我率军出城 吕布发兵之后刘备也随即出征 可这时赵子龙却带来消息 吕布已经率军止步五里坡 并邀请刘备前去赴宴 赴宴 什么意思 大战破代没结 生死绝于一刻 他怎么能有闲情意志喝酒 我也不解 吕布说了 此宴能退敌 大哥 我看 吕布这次早就被袁术给收买了 他设下这鸿门宴 是想取大哥的性命 哥哥 万万不能上战了 虽然关张二人出言相劝 但刘备还是打算一探究竟 因为如果他不去 袁术的五万大军来了 他们照样必死无疑 张飞文言想要护驾 可他与吕布一见面就会打架 刘备立马出言拒绝 俺非去不可 三弟 子龙 云长 你们见少城池 我去就来 大哥 千万小心啊 很快两人便到了吴里坡 可还没等他们走进军营 弘样接受邀请的纪灵也随之而来 两人瞬间剑拔弩张 却被吕布及时拦下 原来他想用一袭酒宴 劝两人握手言和 可两军交战想要议和并不简单 纪灵当即表示 如果不杀他 他便会去杀了刘备 杨问阁下 你可以开多少金弓 可说多少步 末将不才 可开着五百金硬弓 五十步内 箭头穿舍而过 请问张义德 你可以开多少金弓 可设多少波 俺可以开八百金弓 八十步内 箭头穿舍而过 好 好 好 听到二人都如此龙毛 吕布当即让人取来自己方天话几 插于原门之下 随后便信誓旦旦地说道 此去原门 不少一百二十 如果我一箭射中几上小枝 你们都罢兵言和 如果射不中 你们只管厮杀 施战施和 聚凭天意 你们看是如何 天下无人的摄政缘 更何况 摄中机上的小枝 不可能 万万不可能 事到如今 施战施和 尽凭天意 但愿天柱与波人 此间终地 贼鱼 吹牛皮 鱼部微微一笑 随后便拿起弓箭对准场景 轻描淡血便将己上的小枝射了下来 为了彻底将继灵震慑 鱼部扬言如若谁不遵守规矩 他就再射一发利剑将其穿凶而过 继灵剑状只好答应退兵 这招原门射击成功击退元数五万大军 大丈夫身为豪杰死为鬼雄 如不拔剑而起建功立业 岂不愧对先父天灵 自孙奸战死之后 孙策便一举不振 就连先父一手创建的东吴都被袁树收缴 而他也成为了袁树手下的一枚大将 这天孙策凯旋而归 袁树对他的道来十分不解 自己明明已经令他三十天之内夺取卢江城 现在已经是第十三天 怎么孙策还没出兵反而打来见他 孙策文言赶紧解释道 自己已经攻下了卢江 无疾之谈 卢江距此八百多里 一来一往最少也有二十天 更何况卢江太守陆康 佣军尚万 居城坚守 你孙策就是在善战 没有三十天的时间 你根本拿不下那个终枕 主公 这是卢江太守陆康的首席 真是陆康 孙策 你真把卢江城拿下来了 此时此刻 卢江两郡四县五座城池 已经全部归属住 众将皆满脸惊讶 就连袁树都感到十分意外 他赶紧让孙策讲讲自己是如何攻下的卢江 末将接到命后 当天就率领五千青旗 星夜兼城 奔赴卢江 三天内纵横八百里 连续攻城拔寨 陆康还没有来得及射法 就已经被我攻下城池 那 那我借你的三万精兵 你损失多少啊 主公借给我的三万精兵 我一概不用 只用了他们的战马 此次战役 战马损失四万余品 望主公见面 随后便接过兵福地给了袁树 袁树脸上写满了惊喜 他连忙扶起孙策感叹道 如果他有这样的子嗣简直死而无害 见孙策没有搭话 袁树便尴尬地表示要再率台设宴 可孙策却说今天是家父忌日 他想去坟前祭奠一番 袁树幡然醒悟 原来孙策十三日攻下炉江并不是为了立功 而是为了能在今日赶来祭奠孙建 走出军营后 黄盖急忙追上孙策 他向其提醒道 刚刚在军营内袁树说的一番话 其实是想收你为义子 孙策早就听出了袁树的言外之意 但他还是慷慨地说道 随后便转身离开来到了先父坟前 就在他向父亲自责家产凋零时 一个男人来到了他的身后 随后抽出剑一把插在了孙策旁边 孙策拔剑向周虞赐取 一番憨战之后 两人紧紧抱在了一起 原来周虞听说孙策家道中落 连夜兴尸八百里才赶来这里 他便卖了家中所有财产 要和孙策一起共创大业 不过在他看来袁树并非殷处 如若想要千古留名 他们的第一件事便是脱离袁树 第二天孙策以母亲被害为游向袁树辞离 见袁树有些为难 他当即拿出父亲留下的传国玉玺 想以他为之让袁树放自己离开 袁树见状吓了一跳 果然是传国玉玺 欣喜若狂的他已经完全被喜悦冲昏头脑 随后便开口说道 你说吧 你要多少将士 我只要四个人 城溥黄盖 韩当祖孟 其他人呢 一概不要 这四个人 不是令尊孙签的旧部吗 主公 他们不只是 先父的旧家 他们更是把孙策的殊部 城溥黄盖 韩当祖茂 在 你们 愿意随孙策前去吗 莫将愿随 见对方回答的铿锵有力 袁树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便将四人赐给了孙策 为了防止袁树反悔 走出军营后 孙策嘱咐各位将军 他们有半个时辰回家收拾物品 待上妻小后 在城门外及和立马离开江南 而军营内的袁树 还在望着玉玺久久不能停静 这时众大臣顺势敬言 劝袁树登基 只有杨红一语道破真相 哎 我看城大业 只怕是孙策 他不但不会回到你的身边 日后 还会成为主公的大敌 先生此话什么意思 孙策 用区区一块石头 就换走了我 皇城 韩祖 思源大将 而他们都是欺负孙签 昔日的萧将 孙策的用意 主公 难道就没有看出他的志向吗 他 背后有高人之点啊 可袁树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孙策有志向却没有实力 仅凭区区几千人马难成气候 杨红文严阳阳离去 直至此刻他才终于明白 孙策为何要离开袁树而返回江东 知道吗 袁树成帝了 差点没把我笑死 袁树成帝后曹操喜出望外 虽说他已拥有五十万精兵 但在曹操看来 在这个人人都想当皇帝的乱世之中 谁率先称帝谁就会遭受众诸侯的围剿 所以哪怕是袁树当上了皇帝 也没有几人会真正敬重于他 反而觉着这样的行为极其愚蠢 曹操本以为袁绍会率先称帝 却没想到袁树比其兄长有过之而无不及 天下诸侯当中只有袁氏二兄弟的实力在曹操之上 如今看透他们皆是草包 曹操高兴的同时又感觉十分生气 如今袁树已经称帝 他正好可以以汉帝之名发布西文 召集天下诸侯剿逆服汉 而汉县帝虽然只是曹操的掌中玩物 但他仍保留着一颗重新大汉的决心 所以袁树妄想改朝换代 他第一个不会答应 曹操接过天子剑 将其拔出高刀举过头顶 看着重将是振臂高呼 汉县帝心里很不是滋味 可即便这样他也不敢吭声 因为城内的数十万大军 已经在曹操的统领下率军出征 可在半路 一只鸭子突然惊扰了曹操马车 随后几匹马受到惊吓开始向田野奔去 好不容易才让马儿镇定下来 曹操却走出梁鹏喊来了随军主部 大军出发前他曾下过严令 现在正是卖赎之计 凡过麦田时不准践踏庄家 如有违反者斩首示众 现在曹操的马车进入了麦田 所以他现在要身先示作 见曹操是动真格 寻遇立即下跪替其解围 独公 春秋有大义 马不加一尊 独公 不要自强 春秋会来 我问你 如果法不加一尊 那么立法何用 可如今他们是奉赵讨贼 如果曹操身先士卒 那谁又能率领大军讨伐元首 曹操铺垫这么多 就是为了听这句话 随后他便用刀割下自己一缕头发 将曹操的首级 传世三军 曹操真不愧是一代枭雄 在部队发生意外时 他竟临危不乱紧用一缕头发 便令部队重振士气精神焕发 很快他们便来到了赵令讨贼王师集结的底部 天下诸侯一个没来在曹操意料之中 可令他做梦都没想到的是 只有几千人马的刘备竟然前来会蒙 这绝对是刘备下过最险的一盘棋 如果不是曹操现在看不起他 恐怕刘备三兄弟早已命丧皇权 公元197年元术正式称帝 曹操号令天下诸侯起兵讨伐 可到了集结地点他做梦都没想到 天下诸侯一个没来 只有刘备带着几千人马前来会蒙 曹操心里清楚刘备乃是自己日后大敌 可他一向以德服人受天下明示尊敬 如果杀了刘备定会遭到天下人的唾弃 左右为难的他当即喊来寻遇 开口便问其到底该用还是该杀 听了寻遇的意见曹操沉思片刻 随后又喊来了国家 可国家的意见却与寻遇相反 他认为刘备素以心意为名 此次又是主动奉召带兵驻斩 如果杀了他 恐怕天下的闲人意识都会裹足指 再也不敢为曹操笑语 国家的一番话让曹操感触颇深 随后他又让其退下喊来了承议 而承议的回答则是一针见血 主公先用一针 但用把之后 再杀之 移除后患 曹操一向多疑 他的谋士已将三种选择讲给他听 具体何去何从 就看曹操自己的选择了 经过一阵深思熟虑之后 最终曹操决定先不杀刘备 但他必须带头冲在队伍的最前方 刘备手中兵将虽少 却强而惊悍 很快他们便一路杀到了寿春城外 就连袁束手中唯一大将继灵 也被关于斩杀 此刻曹操大军已经兵临城下 袁束本想让张勋杨凤二人率军突破重围 到淮南去请各路诸侯前来助阵 却被杨红拦下 听闻此话袁束立马反应过来 曹操大军远道而来粮草不足 所以才急于攻下寿春 如果他们再坚守三十天曹操必定断养 到时候再举全军之力与其决战必定取胜 事实正如袁束所料 曹操这边只剩下了三天的粮食 战士们吃不饱饭开始砸锅卖铁 眼看军营马上就要乱做一团 曹操突然心生一计 他决定借粮食官的头颅一用 然后一举攻下寿春城 大哥策地 袁束 为何到此 昨晚曹操射雷密信 约我在此拒监履布 坏了 我们中了奸计了 定是成功誘我们出城 袁束 这绝对是刘备集团最危险的时刻 成功仅用一道密信 便将三兄弟引出围剿于峡谷之中 成功沾沾自喜 以为自己的智谋天下无敌 殊不知堂王补偿皇却在后 曹操以轻率数十万大军朝徐州赶来 在击败袁束之后 曹操的下一个目标便是吕布的徐州 可刘备与吕布所在的边城互为犄角之势 所以想要攻下徐州 就必须设法让吕布与刘备交恶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 曹操派陈归两父子假意投降 实则是为了挑拨吕布与陈公的关系 然后找准机会劝其攻打刘备 可陈公是何许人也 他一眼便识破了曹操滚迹 连忙劝说吕布将二人斩杀 吕布认为陈公是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成功 无端进产 想陷害好人吗 好人 他们是一队奸贼 绝对不是什么好人 这种世间我自有名产 用不着你说三道四 听闻此话 陈公当场愣在原地 他做梦都没想到吕布竞蠢到如此地位 敬畏了两个败军之将 与他撕破脸皮 陈公当即幸幸离开 却在拐角处遇到了陈归二人 为人臣者岂可对主公而提灭命啊 非但而提灭命还想将主公置于掌中 这可是不实实物啊 陈公愤然离取 随后便回到宫中借酒消愁 他想脱离吕布另寻民主 可患有精神洁癖的他不想被世人说成卖主求罗 纠结之际他决定去野外涉猎散心 却在半路遇到一个行进诡异之人 陈公立马喊人将其拿下 原来这是一封流被暗通曹操的密信 吕布大怒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陈氏两父子的诡计 他故意将密信让陈公结伙 然后激起两家矛盾引起内祸 最后由曹操到来坐收渔翁之力 吕布乃一介莽夫当即上当 立马下令清朝而出夜席下批 陈公想要阻拦却被吕布驳回 无奈之下他只好建议将陈氏二父子分开 一个留在城内 另一个则随军出征 吕布扭不过陈公只好将陈登带在身边 殊不知陈氏二父子早已做好准备 只要吕布一旦率军出城 那么陈龟便会立马关闭城门 陈登也会找机会逃跑直奔曹操大军 见吕布来袭刘备自知不是对手 于是便紧缩城门派弥方去向曹操求援 陈公见刘备不肯出城迎战 便用计假装曹操已经来源 刘备一看果然上当 当即便率军冲出下批 殊不知他刚一到就碰见了官女 阮长 为何到此 昨晚曹操射雷密信 约我在此拒监吕布 坏了 我们中了奸计 定是成功誘我们出城 阮长 快撤 可此时吕布已轻率大军从后方杀来 见双方已经开始厮杀 陈登立马率军返回徐州 刘备只有区区几千人马 自然不是吕布对手 很快便被打得落荒而逃 可一转眼 逃出峡谷的只有刘备自己 官将军张将军哪儿 他们现在冲围里了 主公 小的亲眼看见张将军被吕布 刺到马下 生死不明 杀回去 主公 不能回去 不能回去 主公不能回去 杀回去 我兄弟如果死了 我绝不足伤 主公 使不得啊 慢慢使不得啊 使不得啊主公 让开 千军一发之际 曹操带着人马及时赶到 而吕布得知消息后 当即返回徐州 可陈规却沉闻紧闭 并嚣张地说道 吕布 徐州城原本就不属于你 是你抢占刘备的 今天 我要把他献给朝廷 你这贱贼 卖主求荣 哼 这对贼父子 卖主求荣又不是第一回了 帝父 曹操大军将日 你赶快逃命吧 否则 将成瓮中之变 见徐州已被陈规所占 吕布只好带着人马去往下批 而接下来 吕布将会迎来人生中的最后一战 曹将军 我等已生起吕布 请将军入城 请将军快入城吧 身边的人 我一眼就识破了 这不过是成功部下的诡计 想转我进城 取我手机 如此把戏 岂能瞒得过我曹操 而等若是真的擒住了吕布 就将他的兵器置下我看 将军拿来 将军请看 吕布兵器在此 当看到落地的方天化解之后 曹操立马打消了心中顾虑 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与吕布熬战数 最后竟是以这样的方式收尾 曹操心里十分清楚 下批成坚持故粮食充足 如果不是对方内部出现矛盾 他或许真的奈何不了吕布 所以在攻下徐州后 他第一件事就是向吕布求和 天下诸侯当中 我谁都不怕 就怕你吕凤仙 天下诸侯当中 我谁都不敬 就敬你吕凤仙 一言一笔之 我对你是又敬又畏啊 吕布乃一介匹夫 曹操的几句赞美之词 便让他喜笑言开 见这种捧杀对吕布有效果 曹操立马加大力度 你祝董卓的时候 董卓就可以独霸惊师 你祝袁术的时候 袁术他就敢成帝 你祝刘备 甚至不须一刀一枪 只要圆门射几 就可以一键定太平 人中吕布 马中赤兔 死焉不虚啊 再加上你手中这杆 方天化己 真看天下无敌啊 那是 那是 由此可见 只要将军愿意助我 则曹操的大业必成 曹操的话句句说尽了吕布心看 不仅夸他骁勇好战 还要与其结盟共图大业 眼看吕布马上就要动心 成功及时出现打破了局面 曹安满 你还认得我吗 公太兄啊 多年不见你可想死我了 咱们还有一壶酒没有喝完呢 先把酒撂下 来 吃我一剑 封心啊 快快回城 快 成功的出现将曹操气的咬牙切齿 如果不是他及时提醒 自己便可不费一兵一族生请吕布 可是已至此 他也只好返回营地另讯他 转眼间雨季来临 成功猜测雨停之后 曹军便会大举攻城 于是便劝吕布趁着大雨 在城外高处闸翼迎战 他率步兵屯于城内为大战域做准备 雨停之后曹军若攻打山战 成功便可以带领兵马偷袭后方 若攻打下批 吕布也可率领军队从后方来援 如此一来曹军内外受敌 便可形成鸡脚之势 吕布文言后当即答应 可出发前貂蝉突然重病 这一病让吕布战役全无 兴乱如麻的他当即决定 推迟几日再去扎战 可雨季马上就要结束 成功立马出言相劝 奉献啊 大战在即 生死关头啊 你作为三军统帅 怎么能为一件女子而一物战绩呢 要战是我一生之爱 坑 万一谈不测 我活着没有任何意义 再说我并非不出城 只想延后几日 放心啊 既不可失 时不再来啊 你回头看看 三军将士已经后命多时了呀 我意已决 能飙产并好好出城 先生 滚去歇息吧 你 成功的一番话被吕不当成儿戏 此刻的他心如死灰 明明唯一的生机就在眼前 可吕不却为了一件女子错失了战绩 第二天下批变被大水淹没 原来是曹操掘开了护城河滴使河水到晚 吕不一脸惊恶 连忙问成功该怎么办 可成功却缓缓说道 兵律将军 你现在只有两种选择 一是坐水中鱼下 二是开城投降 吕不文言大惊 随即便反驳道 不 没完 我有赤兔马 我江河湖塔如鱼平地 我何惧逃贼 你有赤兔马 你有方天机 可将士们有吗 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不是吗 语步心中充满了傲呼 可突然挤发力箭将他吸引 原来是曹操为了杀人诛心设来的讨降书 手下不明所以将书信拆开 却被吕不认为他们想生情自己投靠曹贼 尽管几名士兵连忙下跪解释 称自己只是拿来看看并不想投靠曹军 可吕不已经被愤怒冲昏头脑 当即便下令打了他们武士军贵 被打之后几个士兵怀恨在心 便趁着吕不熟睡之际偷走了他的方天化剂 然后用绳子将其捆绑 虽然吕不及时发现正脱束缚 但双拳终究难敌四手 他最终还是被扑到压在了床上 次日曹操来犯 守城士兵放声大喊让曹操进城 可曹操向来生性多疑 直至看到吕不的方天化剂 他才放下心来让部队进城 而吕不则被五花大绑地带到了他的面前 孟德 上次帮到太极 松一下好吗 冯仙 你是一只猛虎啊 王虎 能不清吗 孟德兄 你记得你跟我说过的话吗 嗯 我说过的话有很多 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一句 你说 最怕的人是我 最近的人也是我 你给我做你的三军大元帅 为你横扫天下共创大业 冰草空 在下 愿意做你的三军大元帅 我确实说过的话 但我说这个话的时候 是你在城上 我在城下 我不能不跟你共创大业 但是现在 你看看吧 嗯 接下之求你怎么跟我共创大业 如此简单的道理 你都不懂吗 见曹操不为所动 吕布立马看向了刘备 他像抓到救命稻草一般疯狂 提及往事 想让他看在原门设计的面子上 替自己求情 可刘备闻言却缓缓起身 随后便落井下石地说道 凌曹公 在下有一事相求 哦 无论何事 但说无妨 吕布曾经败过三位义父 其一是丁元 其二是董卓 其三是王云 这三位义父 都托付吕布不前 今日恳请曹公 收吕布为义子 做他的第四位义父 曹操文言当即大笑 他听出了刘备的弦外之音 吕布乃忘恩负义之本 谁做了他的义父 谁就不得好死 吕布健壮当即破口大骂 刘备当然不是真的忘恩负义 他这么做其实还有另一层意思 刘备本就是汉桃宗士 如今家道中落天下大乱 他也想逐鹿中原称王称霸 如果曹操和吕布结合起来 想必天下雄起的局面很快就会结束 刘备逐鹿中原的梦想也随之破灭 所以刘备要想尽一切办法杀掉吕布 一来可以报徐州之仇 二来可以削弱曹操实力 至于陈公 曹操本不想杀他 因为当年曹操在逃亡是陈公曾救他一命 可陈公作为一个证人君子中君爱你 面对曹操这样不仁不义的绝世奸雄又怎会屈膝投降 在陈公心里他早已对曹操心如死灰 所以他宁愿选择头脑简单的吕布也不愿与曹操为吾 曹操本想说服陈公为己所用 可陈公心意已决 刀斧手何在 快送陈公上路 去网刑场的路上曹操试图再次劝说陈公 因为他实在不想失去这样一位既是朋友又是敌人的志愿 但陈公本身患有精神洁癖 找不到一个可以辅佐的门君与其助纣为虐 他不如将自己的正职贯彻到你 公太兄 我从来都不求人 但是今天 我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你来生梦几山高的 这个我知道 但是是我自己真正的要做 还请梦当 随我心愿吧 大好山河 大好山河 在断头刀落下的瞬间 一向冷血的曹操第一次流下了眼泪 凡人都有七情六欲 就连曹操也不例外 只因他是一个干大事的人 所以不要说是成功 就算是亲人阻止他他都会杀 我们不知道他的这滴眼泪是在惺惺作态还是真的落泪 但英雄总有意思 三国还在继续 刘备做梦 刘备做梦都没有想到 曹操为了达成邪天子以令诸侯的野心 竟连一丝颜面都不给汉县帝留 自从来到许昌之后 刘备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再遭受痛击 他见识了所谓朝廷的荒唐 更亲眼目睹了汉县帝的无奈 堂堂异国之君 只有在狭窄逼则的厕所里才能吐露心声 刘备十分心痛 此刻的他只想亲手攒了曹操 可对方汉将如云拥兵百万 自己又哪里是他的对手 而汉县帝就更惨了 自从出生起他就是董卓的掌中玩物 董卓死后自以为熬出了头 却因王羽一时大意被李国二贼挟持 好不容易在董国旧的谋划下逃回洛阳 又被曹操软禁在了许昌 此时的他如同一只龙中的鹦鹉 曹操让他说什么他就必须照办 虽然在这从没有遭受过虐待 可汉县帝却认为曹操比董卓狡诈百倍 他独把曹操当镇的家作镇的主 他真挂在这个金丝龙里 写天死令诸侯 而且只要是君子 他必然篡夺地位是君子弟啊 汉县帝说的每句话 都像刀子一样扎在刘备心口 他信誓旦旦地向流血保证 毕业所谓 请陛下放心 臣迟早 定要少认此贱贼 衷兴大汉 以报皇恩 汉县帝虽惨但并非真的无能 他知道刘备是自己唯一的救命稻草 所以尽管放弃所有颜面 他也要紧紧抓住刘备未及所用 汉县帝的一番话让刘备痛哭流涕 此刻的他一心只想匡扶大汉 可曹操是何等艰雄 敏锐的他早就察觉到了朝中的细微变化 为了检验大臣们谁是地挡谁忠诚于他 曹操邀请刘夕和文武百官去许田行列 途中他一剑便射中一只小鹿 大臣们拍手叫好的同时口上喊着万岁 这让巡御十分不怨 关于想要拔刀被刘备挡下 不少大臣更是敢怒不敢言 这一切曹操都看在眼里 于是便更加庆幸自己是邪天子而令诸侯 如果自己像袁术一样称敌 恐怕早就遭到了天下人的围剿 许田一辱虽让曹操看清了谁是地挡 但也给汉县帝敲响了警钟 他知道自己若继续坐以待死 那么等待他的便是死路一条 于是趁着夜色汉县帝写了一封血书 趁祭祖之际将其逢禁御带丢给了董国舅 两人虽然一句话都没说 但董国舅却心有灵气般的捡起立马迹与腰间 可即便是如此小心 曹操还是听到了风声 董国舅 曹丞相 我听闻陛下在此祭祀 可以赶来与他同祭 陛下还在吗 陛下刚刚祭霸 已经回宫 下官也正准备离去 你看我既已来此 你又正好还没走 不如请你陪陪我 咱们一同祭拜皇祖 这 下官遵御 曹操做事向来生性多疑 所以即使有一丝迹象 他也不会放过 他张口就问皇上给了他什么秘制 董国舅文言丝毫不慌 他知道自己越掩藏 曹操就越是怀疑 于是便直接把玉带拿出交给了曹操 曹操接过玉带寄于腰间 合适吗 合适 我也觉得合适 我看这根带子扎在我身上 比扎在国舅身上更合适 你说对不对啊 对 对 那么曹操某就厚着脸皮 请国舅把他转赠给你 这 可福 丞相拿去 国舅真的答应了 我答应了 真舍得 我舍得 曹操笑了 他从董国舅的眼神中没有看到一丝慌张 于是便解下玉带还给了国舅 从皇宫出来后 董国舅第一时间把血书交给了刘备 刘备读完后眼含热泪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首任曹操匡扶汗室 可此时的他身居许昌 想要逐入中原就必须想办法活着离开这里 就在他左右为难纠结之际 袁树的残布给了他一丝曙光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扯住 有八万精兵驻防徐州 八万啊 你就算是八万个馒头 刘备也得啃上半个月 怎么可能说丢就丢 这绝对是曹操最愤怒的时刻 为了阻止原氏二兄弟会合 他借给刘备五万精兵前去徐州狙击 可刘备却在拿到兵符后立马叛兵 不仅将曹操派去的两名随军将军全部赶回 还扣下他的所有兵马称要替其驻守徐州 此时的曹操恼怒至极 当即便下令让曹仁带兵三万支援车重 如果刘备胆胆攻城 即刻擒杀不用刘秦 他才话音刚落 门外就传来士兵战报 并撑下 举败兵回报 徐州已经被刘备占据 首相车重 也被关羽斩杀 徐州各郡 都已陷入刘备手中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曹操快被气疯了 因为车咒有八万精兵驻防徐州 就算是八万的馒头刘备也得砍上半个月 怎么可能说丢就丢 此时寻遇站出来提醒他 刘备奉命出师时手中有一枚兵符 他极有可能利用此兵符片开徐州城门 曹操文严厉马反应过来 随后便一头栽下当场气晕过去 而刘备在占领徐州之后并没有忘记截杀袁树 他将袁树人马逼进一座寺庙 张飞想要带人冲进去却被刘备阻拦 他认为袁树称帝固然可能 可他到底也算得上是一方诸侯 与其冲进去杀了他不如让其自杀 这样既可保留袁树最后一丝颜面 也能让他刘备落下一个仁义的好名声 此时奄奄一息的袁树仍抱着玉玺幻想自己是个皇帝 直至赵云带着刘备的文书走进寺庙 他才彻底认清事实 袁树看过文书后一脸绝望 随即便点了点头开口说道 刘备还是个忠厚人哪 一旦枭雄就此陨落 刘备看着那块玉玺忍不住感慨了 不往今来 有多少英雄豪杰 都被这块石头害死 称帝的袁树虽然死了 但天下仍然四分五裂 刘备心里十分清楚 当曹操得知自己占了徐州之后 立马就会来报仇 他自知不是对手 于是便让弥芳星夜急迟向袁绍求助 因为一旦曹操出兵讨伐徐州 那他的老家许昌便会成为一座空城 如果趁此机会攻下许昌 那么曹操将必败无疑 收到消息后的袁绍兴喜若狂 他早就有了一统天下的想法 可一直没有机会向曹操发兵 如今刘备给他创造了一个天赐良机 袁绍没有犹豫 第一时间便让陈琳妮写了一份讨贼西文招告天下 而曹操看了这篇西文之后不仅没有生起 反而夸着文章写得气如长虎 是治疗头痛病的灵丹妙药 随后便召集文武百官商讨是否迎战 虽然大多数人认为袁绍代价百万他们不是对手 可徐玉却一眼看穿了曹操心思 他知道曹操叫他们来是为了商讨该怎么打 而不是打不打 所以他便力排众一向曹操竞演此一战他们有十胜 曹操听了之后十分满意 随后便开口说道 你等回营速速整军 五日之后 我要亲自率二十万大军 迎战 兄弟离散 兵马丧尸 实话跟你说 我连配剑 都失落 这绝对是刘备一生最落寞的时刻 三弟丢失 二弟被擒 甚至就连他刚夺得的五万精兵都被曹操见灭 此刻的刘备如同丧家之犬 如果没有许优 及时出现恐怕他早已命丧黄权 而这一切的开端 还要从曹操讨伐徐州开始说起 见曹操亲率二十万大军以兵临徐州城下 自知不是对手的刘备立马派迷方去向袁绍求援 为了保证计划万无一失 他嘱咐弥方到了袁迎先去找徐优 说通徐优之后再由他去说服袁绍 刘备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他知道徐优是个聪明人 如今曹操为讨伐徐州以倾城而出 如果此刻袁绍向许昌用逼 便可不费吹灰之力偷掉曹操老家 而这其中的利比 徐优自然早就看出来了 实话跟你说吧 我这儿正等着他攻打徐州呢 他信誓旦旦地走进袁绍营帐 可此时袁绍的儿子刚好生病 正在为此时发愁的 他根本没有心思发辟 许优见状赶紧说明此战的利比 可即便是一统天下的机会 摆在袁绍面前 他仍听不进去一句谗言 许昌有多远啊 主公 你不会连许昌有多远都不记得了 才二百五十里 我儿现在一步都走不动 哪走得了二百多里呢 主公啊 我 我没说让少公子前去啊 我是恳请主公 你派兵齐齐许唱 主公 你就快快下令吧 我儿是我的掌上明珠 他儿有不测 我也就不活了 这兵法员既不可施时不再来啊 灭曹完全在此一举 时不我待 主公 在下恳求你快快发兵吧 我心乱如麻 我神魂颠倒 会打什么仗啊 我儿童又不算 我也就不活了 主公 你行行行吧 退下 主公 我 滚 这一声滚彻底含了曲忧者的心 他当即失望地走出军营 然后在屋外大声喊道 庸阳主 竟然为了一个儒子 遗误了这么好的战绩 真乃亘古奇门啊 庸阳主 袁绍听到许优在门外骂他 于是便下令仗打二十军棍 自从这一刻开始 许优已经逐渐对袁绍失望 而袁绍也为自己的昏庸埋下了祸根 在听说袁绍为了儒子而延误战绩之后 刘备当即便傻了眼 为了将曹操逼出许昌 他已经补上了自己全部身家 如今袁绍不肯出兵 那他们就如同瓮中之鳖 早晚会被曹操攻下 一想到这里刘备便满脸愁容 可突然他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曹操已经将徐州围了个水泄不通 弥方是如何进得城 刘备文言立马察觉到了不对 他猜测肯定是曹操连日攻城伤亡惨重 准备休息几日在一股坐气攻下徐州 刘备不想错过这次机会 于是便下令今夜五十全军出动 打曹操一个措手不及 刘备的计划看似天衣无缝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曹操故意卖给他的破绽 当天晚上刘备便率军出城 可到了曹操营地他们发现竟无一人巡逻 两个士兵正在门口憨憨大睡 刘备放下警惕以为曹军是真的疲劳过度 随即便下令杀进军营 冲进去后他们发现帐内空无一人 刘备这才意识到自己上了曹操的当 下时间火光冲天 无数弓箭朝着他们袭来 曹操站在山间 望着疯狂逃窜的蜀军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仿佛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想当中 而刘备在经历了一夜逃窜之后 最终将马累死才停下脚步 此刻或许是他最落寞的时刻 兄弟离散 兵马丧尸 空有一腔匡扶大汗的热血却始终斗不过曹操 感觉人生无望的他当即来到悬崖 正要跳下去时被许优及时拦下 刘备仲曹操监继被困于盲荡山 关羽得知后心急如粉 当即便轻率两千铁骑前去营救大哥 可曹操足足有二十万大军 即使都伸着脖子他也得砍个三天 看着有军满地的失手 关羽有些不知所措 大哥没有找到不说 自己还被曹操困在了盲荡山上 看着敌军举着盾牌向他一点点逼近 关羽明白他已退无可退 关羽决定输死一搏 可曹老板却不打算给他这个机会 早就想加关羽好友的他 当即便派张辽前去说服关羽投降 曹操看上的就是关羽这点 便让承煜给张辽出了个主意 假如关羽真要战死 哎 你就指责他说 你死了则有三项罪过 如果不死则有三种方便 张辽听了承煜的话来到盲荡山上 可关羽却对他充满敌 威远兄 你是来争斗的呢 还是来相助的 都不是 说罢便从马背上取下两壶烈酒 关羽正好有些口渴 接下酒壶直接一饮而进 好酒啊 酒虽然是好酒 但喝酒的代价却让关羽如坐针毡 原来他出城后曹操就立马收复了下屁 刘备和张飞更是活不见人死不见事 现在他唯一的出路 便是放下武器归降于曹操 可关羽素以忠义为本 他就算战死也不肯向曹操投降 张辽文言辩说他死有三罪 第一罪 刘关张桃源结义时曾立下誓言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刘备虽然兵败但生死未知 如果关羽先走一步便违背了当年誓言 第二罪 刘备的两位夫人已被曹军截活 如果关羽战死 谁又去保护嫂嫂的真操 你不是说 曹操有令 不能踏入刘府一步 为者斩吗 嘿 那是因为有你关羽长健在啊 丞相爱才敬 如果你死了 只怕没有人能管得住 你死 骄兵喊家 第三罪 刘关张三兄弟曾立下誓言匡扶大汗 如果关羽先走一步 九泉之下又有何颜面面见兄长 听完死后三罪的关羽内心有些动摇 张辽见状立马指出 如果归降于曹操则有三变 第一可以保证两位嫂夫人的安全 第二不负当年桃源之事 第三 刘德英雄之躯带来日匡扶大汗 听完这三变的关羽内心彻底动摇 他思索一阵之后向张辽提出了三约 如果曹操同意他立刻卸甲投降 如果不同意 那他宁可负三罪而死也绝不投降 第一 我只属汉帝不属曹操 第二 请承向善待我的二位嫂夫 第三 一旦有我兄长夏洛 无论天涯海角 我都要寻他而去 以上三约 缺了任何一条 我是万万不相 张辽听后若有所思 随即便将三约如实告诉了曹操 前两约曹操答应得十分痛快 可听完第三约的他显得有些为难 这时张辽立马开口说道 刘备对关羽无非是厚恩而已 如果我们对他恩典更厚 时间久了关羽必定会被感化 再说如今刘备生死不明 他们三兄弟日后不一定能再次重访 曹操觉得言之有理 便欣然答应了关羽的第三约 秉丞相 奴才一把鹿肉给关将军送去 关将军败谢成相 我刚想起来 食肉断断不可无酒 此酒香醇清烈 正好可以用来佐食鹿肉 快给云昌送去 务必要在 他吃完鹿肉之前送到 曹老板终于加上了关羽微信 为了维护这份关系 他开始往关羽身上框框砸钱 可关羽却表示自己心中只有大哥 东西就算了美女是万万食不的 见关羽不吃这套 曹操便又打起了感情牌 吃鹿肉时感觉味道鲜美无比 就吩咐手下赶紧给云昌送去 为了防止鹿肉再半到凉了 干脆让手下将炉子一块端走 当送完鹿肉又想起食肉断断不可无酒 便又吩咐手下给关羽送去一瓶美酒佐食鹿肉 务必要在 他吃完鹿肉之前送到 看着曹操即是送肉又是送酒 蔡阳说不羡慕那是假的 他从创业初期就一直跟着曹老板 从来没有受到过这种待遇 可这些令别人羡慕的待遇不仅没有让关羽高兴 反而让他如坐针毡 他知道自己投降乃是权宜之策 如今曹操对他百般呵护 日后若是敌人该如何取他向上人头 为此关羽十分发愁 愁得好啊 曹操对自己的伎俩十分自信 他认为关羽已经被他感化 如今只差一个契机便可成功收服 而这个契机便是赤兔马 自从吕不死后 赤兔就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主人 曹丕向曹操要了多次 都被以宝马配英雄为由拒绝 见曹操要将赤兔赠予自己 关羽开心地手舞足蹈 当即便骑上围着马路跑了一拳 本以为收下赤兔关羽便会臣服于他 可关羽却表示宝马没有兵器灵 如有兄长下落他 还是会第一时间前去追随 说罢便牵着赤兔开心地走了 只剩下曹操一脸懵逼地愣在原地 随后便头疼欲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承向 你对这关羽天高地厚之恩 可是他 还是忘不了留背啊 今日 如不杀关羽 日后将是我们的大敌啊 丞相 你曾经说过 宁我付天下人 休有天下人付我 可是关羽 他受丞相答恩 却知恩不报 贪恋救主 辜负丞相 丞相 你为何不杀 丞相 莫将请命张关羽 直接点头了 弟兄们 上马 见曹人向关羽杀去 张辽立马将曹操喊醒 曹操反应过来 赶紧叫住曹人 他看重的就是关羽忠义 如果轻易屈服 反而没了乐趣 很快曹军部队中出现虐忌 袁绍抓住机会 开始向许昌发兵 曹操派出 吕平胡超两位大将前去迎敌 可不足半日 皆被炎梁斩杀 见到自己的部队锋芒稍挫 曹操明白下一战 如果再败定会影响事情 就在曹操左右为难之际 承煦给他推荐一人 定能斩杀炎梁 你是说关羽吧 对 正是关羽 主公还记得 他曾经温久斩化熊吧 当然 可是我担心 把斩将立功之后 会离我而去 主公 我们前设下 刘备还活着 那么 此人在何处 他应该投奔谁 肯定是袁绍啊 主公 如果令关羽出战 斩了袁绍的大将 袁绍一怒之下 岂能不杀了刘备 主公你可以想一想 这刘备一旦被袁绍所杀过来 那关羽 就只有主公了 听到这里曹操欣喜若狂 连夜便将关羽招到了前线 山谷之间决战一触即发 双方都派出了自己战力的天花板 可关羽始终是五胜 仅仅只是一刀 炎梁便被轻松斩于马下 袁绍召集五十万大军攻打许长 第一战就派出了手中大将炎梁 可曹操却丝毫不慌 因为他有号称一刀斩的五胜银长 见关羽骑着赤兔马飞奔而来 炎梁不知天高地厚地问道 关羽从来不跟死人说话 只见他将手中大刀环绕一拳 仅仅只是一击 炎梁便没有了刚才的嚣张气焰 关羽的体验卡果然好用 不过比起这个 更让曹操欢喜的是刘备以生死堪忧 原来自徐州一败之后 刘备便投靠了袁绍 现如今他的二弟斩杀了炎梁 这让袁绍不得不怀疑他暗通曹操 说着便要砍了刘备为炎梁报仇 可刘备还想做殊死一搏 他说自己与曹操有不共戴天之仇 怎么能凭一个貌似关羽的人 就判定他与曹操暗通 袁绍闻言感觉颇有道理 险些让他又错杀无辜 可不管那人是否真的是关羽 但他确实斩杀了袁绍一员大将 所以这个仇袁绍一定要报 文丑的武功不在炎梁之下 就连袁绍都对他信心十足 去年剿灭公孙战的时候 文丑一人便可拥斗敌军七元战将 杀了三个伤了四个 自己却毫发无伤 三国中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所有武将战斗时都是以单挑为主 除了吕布 文丑是目前第一个以一敌二的战将 可即使是面对张良虚晃的围攻 文丑依旧能凭借手中大刀不落下方 就在三人打得难分伯仲之时 关羽冲进了战场 文丑终于有机会给兄弟报仇 可关羽只是纵身一怨 便一刀将文丑斩于马下 这一切都被不远处的袁绍看在眼里 那分明就是刘备的二弟关羽 为了给炎梁文丑报仇 袁绍将刘备五花大绑 可刘备却表示曹操向来诡计多端 定是他故意让关羽出马来挑拨我俩之间的关系 见袁绍有些迟疑 刘备当即表示他可以将二弟换来为他所拟 这才暂时保住了一条小命 刘备连夜给关羽写了一封信书 关羽收到后当即决定离开草影 可这里高手如云 他到底该如何脱身 孔袁绍 你虽奸诈 我却不想杀你 二党速速放我过关便是 你不杀我 我却要杀你建功 杀 杀 关羽收到刘备的文书之后 决定次日去找曹操辞行 可曹操早就收到了消息 故意避而不见堵着关羽 无奈他只好去找张辽 不料张辽也推辞有病再深不肯相见 关羽心想着是不想放他走 于是便当即返回府中 吩咐孙前赶紧收拾行李 留下一纸书信就要不辞而别 曹操得知消息后十分心痛 他生活中处处想着关羽 甚至连吕布的赤兔马都赐给了他 可即便是这样 关羽还是以一股行要寻流备而去 财富不能动其心 绝路不能改其志 春死不能阻其心 对于这样的人 别说我曹操 天乃情 秉着好人做到底的原则 曹操决定去送关羽最后一程 此时关羽已经跟两位嫂夫人走到半路 看到曹操带人向他追来 他当即脸色变得通红 人长 为何心色匆匆啊 连喝我一杯送行酒都等不及了吗 关羽自知里亏 于是便说起了当日约定 如果知道兄长下落 无论天涯海角都会前去追随 曹操知道关羽趋意已决 于是便拿出一件锦袍让关羽披上 关羽担心下马会被曹军击拿 就让曹操将锦袍挂在刀上 一声道谢之后 便骑着赤兔马扬长而去 可由于行色匆匆 关羽忘记了给曹操要通关文书 于是便有了过五关斩六将的佳话 第一关的守城将军叫孔秀 关羽本想跟他以理相商借到过关 可孔秀这司机于立功 说什么也要砍下关羽人头线给曹操 关羽见状不再留情 一刀便满足了孔秀的无理要求 不过是关羽砍他的头 将军都死了 小兵们自然不敢反抗 于是便让关羽通过了第一关 洛阳关太守韩服听说此事之后 急得团团乱转 因为他们便是阻挡关羽的第二关 将军孟坦提议打肯定是打不过 不如我们在城内设斧 待关羽进入埋伏圈再将他围杀 说干就干 当关羽来到洛阳关城口时 孟坦便骂骂咧咧地引起进城 关羽追进去后他们立马关闭城门 洛阳太守韩服嚣张地说道 关羽 我已设下重重埋伏 你赶快下马受降吧 看着四周伏兵突起 关羽冷哼一声便向韩服冲去 然后驾马一跃 一刀便送韩服去见了孔秀 过了洛阳关下一关是四水关 守将鸣教便骑善使流星锤 他自知不是关羽对手便假意迎接 又在郑国寺安排刀斧手刺激刺杀 幸好郑国寺老方丈普京故意将茶杯撞倒 这才让关羽察觉出阴谋 便骑将关羽引到法堂 小兵早已做好埋伏蠢蠢欲动 这是关羽说的 便骑 你法堂作业 就不怕血水玷污了圣殿吗 虽然便骑已经提前做好埋伏 可关羽硬是依靠自身实力 将这场以少打多的烈士局变成了碾压局 跟普京方丈告别之后 关羽便一路来到了最后一关黄河步口 可就在这时 夏侯敦带着一队人马追了上来 哼 原谅文丑算什么 齐齐鼠辈而已 你不杀他俩还好 你杀了他俩 闹得我心痒难熬啊 早就想和你一见高低了 屁股 竟敢出此狂言 关羽为了与刘备会合 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杀到了黄河渡口 可还没等他来得及过河 夏侯敦便带着人马追了上来 关羽不想杀他 便试图用自己斩杀炎良文丑的战绩将其喝退 夏侯敦从不杀无名之辈 这一说更加激起了他的斗志 关羽 你别害怕 我已经下令 我这些部将今天都不会动手 所以 只有你我 看懂 关羽最恨别人在他面前装逼 当即便提着大刀向夏侯敦杀去 怎料夏侯敦出了一身护甲 两人大战三百回合也没分出上下 关羽一刀劈下 却被夏侯敦用武器挡住 夏侯敦一枪向关羽刺去 也被关羽死死攥在手里 就在两人打得难解难分之时 一个姓氏骑马而来及时将他们拦下 原来是曹操想起来没有给关羽过路文书 便让人心夜急迟前来相送 关羽最恨别人瞧不起自己 夏侯敦一天就犯了他两次大戒 这次关羽没有在手下留情 一刀劈下差点要了夏侯敦的小命 幸好夏侯敦出的全肉比较烫走 但这样下去终究不是办法 关羽也可没有蓝条 危难之际 张辽带着曹操文书及时赶到 可夏侯敦却还在嘴里 丞相他知不知道 关羽在沿途过关斩将的事 丞相已经知道 丞相说 他忘了点关羽过路文凭 所以不愿关羽 在与张辽告别之后 关羽便带着两位嫂夫人来到了冀州 可半路他们却遇到了一群山贼 带头的号称天公将军张角 还没等关羽出手 一个人影就从天而降 张角也被他一刀砍死 小弟见状纷纷逃跑 原来这人名叫周苍 本是黄金救不得他 自黄金起义失败后便一直落山为王 可以听说对方是关羽 他立马化身小弥地 请求关羽将他收下 关羽见状受宠若惊 可眼下之急是保证两位嫂夫人的安全 于是便问嫂子是否能带上周苍 嫂夫人表示带上他可以 但要将山上的部族全部解散 关羽可能做梦都想不到 他在半路意外收的这名小弟 日后会跟他一起走完人生 甚至在败走麦城关羽死后 周苍放声大哭也随之自杀 关羽过五关斩六将追随刘备 却在古城遇到了同样失散的张飞 他开心地向着两百斤的孩子 怎料张飞不分青红皂白一毛朝他次举 关羽有些懵逼 这聪明的张飞明显已经失了指 关羽连忙叫停张飞 为何要杀我说清楚不及 好 我让你四个明白 我来问你 你是否投降了曹操 你是否被他拜见封猴了 你是否替他杀了炎良文仇 他说自己之所以归顺曹操 是为了保护扫夫人的安全寻找兄长下落 张飞一听立马来的精神 连忙问关羽扫夫人在哪 关羽说就在后面 可等张飞转过头去 却看见了带着人马赶来的菜样 好啊 你把头军都带来了 你还敢狡辩 废话少说 你先吃我一千 我斩了来将 你表忠心 张飞多少还是对关羽有些感情 便答应让他在三通谷之内斩杀菜样 关羽闻严守持大刀挡在城前 这让菜样十分恼火 关羽 是你杀了我外甥 齐齐骂 没错 是我关猫所杀 我要杀你地面 一通谷辣 菜样 我本不想杀 肯定屡次我今日 我要取你手机 洗我冤屈 说话间张飞已经敲到了二通 可关羽却丝毫不慌 见菜样嘶喊着向他杀来 他将手中大刀挥舞一拳 一刀便斩了菜样的战马 落地之后又一击中踢 直接给菜样来了的人手分离 曹军见状纷纷乱了阵脚 这是关羽才缓缓说道 张飞见状惊掉了手中骨锤 立马换了一副傲娇面孔巢 关羽跑去 失散已久的两兄弟终于在聚首 这让他们开心地像个两百斤的孩子 严少听说关羽和张飞已经相会 当即便下令让两人火速赶往济州 可关羽却因为斩杀了炎梁文丑 便一直在古城停留步前千言观望 袁绍听说此事后坦然一笑 表示自己的心胸可海纳百川 说罢就让刘备前去古城替他安抚官员 刘备闻言赶紧领命向其告辞 生怕袁绍反应过来后反悔不让他去 这时许优赶紧出言提醒 主公 这刘备此一去 恐怕再也 刘备乃正人君子 他既然答应了 必不失言 刘备走后直接去了古城 此时的关张二人已经在赶往济州的路上 这时前去探路的周苍带伤跑来 原来前方的谷口有个山寨 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一个将军 不仅引兵站住了山寨 还出手将周苍打伤 关羽听后当即要为小弟报仇 何等他们到了之后才发现 原来战山为王的将军是四弟子 他在徐州一战失败后 便各地召集兵马寻找刘备下落 此山寨的债主名叫关帝 他的儿子关平是关羽的小御弟 在听说关羽来到山寨之后 他说什么也要拜关羽为义父 在赵云的劝说下 关羽勉强答应了关羽的请求 但他却有三个规矩 第一是要讲义气 第二是要有胆气 第三要遵守军规 一旦从军法不留情 关羽收下关平后 便火同张飞赵云返回了古城 此时的刘备早已恭候多时 如今三兄弟在聚首 无数感慨涌上心头 这些天刘备早已看清了袁绍 返回冀州是不可能了 所以他们决定前去荆州投靠荆州刺史刘表 袁绍 我如果是你 就绝不同曹孟德一和 只会给他住一座青石大坟 因为 只要曹孟德一息尚存 他就战无不胜 袁绍率领七十万大军攻打许昌 曹操得之后非但没有害怕 反而力排众议要跟袁绍在关度决战 将士们瞬间乱作一团 他们只有区区二十万大军 对方人数可是他们的三倍勇余 如果选择正面对抗 无异于以卵姬士不自量力 但曹操却丝毫不慌 因为早在八年前他就料到了此战 八年前袁绍拥兵三十万 我想我怎么也得有二十万兵法 才能战胜他 三年前袁绍已经拥兵五十万了 我想我怎么也得有十万兵法 才能战胜他 现如今袁绍已经拥兵七十万了 天下周军他一个人独占了四个 可谓声势滔天了吧 可是我现在想 如要战胜袁绍 我只要精兵七万即可 原来曹操在八年前秘密历练了七万金甲 他们全部都是身经百战的模式 曹操把他们称之为剑手矛头 经过八年的秘密训练 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击刺穿袁绍三军的实力 而剩下的二十万人马只有一个任务 就是在援军溃败之时放手追杀 直到把对方斩尽杀绝 这场战役 实际上只有一战 就是首战 首战胜 人上兵败如山头 天下归武 首战不胜 我们丧家世俗 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 七万金甲 全部入首战 一战 定前回 很快到了决战之日 曹操看了一眼身后太阳新生一计 他让人在两军中间设立一座良艇 然后邀请袁绍前来喝茶相酒 袁绍有些犹豫 这是旁边的许优赶紧提醒的 那曹贼一向轨迹多端主公不必踩他 即刻传令令三军掩杀过去便是 不 今日之意 必为青史所在 传于后世 我君天为浩荡 胜券在握 我可以堂堂 正正取曹操的首集 又何必要偷袭呢 尽管许优出言相劝 严少还是决定去听听曹操死到临头有何话说 主公不可大议 看我如何戏 严少怀着戏弄曹操的心态来到良体 却没想到对方一见面就跟他一合 看着曹操毕恭毕敬的态度 和提及往事时伤感的表情 严少几乎被他说动了侧影之心 可他不知道的是 徐竹已趁两人说话的间隙绕到了他的后方 而严少还在这跟曹操讨价还价 丝毫没有意识到危机已悄然将至 直至许优一转身被太阳晃住了双眼 他才终于反应过来中了曹操的肩棘 曹操见计谋被识破所幸也不装了 他当即开始翻脸嘲讽袁少 那见兮兮的小表情让袁绍十分恼火 自己本事来调戏他的 却没想到一时大意中了曹操奸计 看着曹操一蹦一跳地跑回军营 袁绍恨不得把他碎尸万端 就在袁绍察觉到曹操的计谋的同时 先给大家推荐好玩的 如果你单身又喜欢玩的 试试左下角这个 带你体验日式女友的风情 韩式女友的魅力 东方女友的含蓄 西方女友的热情 你喜欢的类型全都有 百款女友任你挑 左下角入口线式开放 赶紧点击试试吧 原来曹操之所以请袁绍喝茶 一是为了让许主趁机绕到袁军后方 其次则是故意拖延时间等太阳落山 袁军被东朝西 这时黄昏的太阳便是曹操的秘密武器 刺眼的阳光让袁军看不清见识 很快便被曹军扎成了一个个马蜂窝 许优见他们以阵脚大乱 便劝袁绍赶紧撤退来日再战 袁绍丢不起这个人不愿意走 最后被许优驾着仓皇逃离了关东 曹操见状则赶紧喊道 袁绍逃了 袁绍败了 战杀袁绍 他若不死 必然不来 战杀袁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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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 你这个仗是怎么打的 这七十万大军 就是伸直了脖子 让曹军砍 那也得砍那几天几夜啊 三点 关渡之战袁绍大败而逃 却在路上遇到了前来增援的刘备 见到对方只有区区几千人马 袁绍不屑一顾的开口嘲讽他 我堂堂七十万大军都没打过曹操 你这不足五千人马又有何用 你七十万大军都败了 我的天哪 张飞向来心智口快 从没见过打了败仗还到处炫耀的人 简简单单的几句话 便让袁绍没有了刚才的嚣张气焰 当即便率领大军仓皇逃离了关渡 回去之后他痛定思痛 开始后悔当初没有听田锋所言 说着便要将田锋请回来为以重用 徐优建自己的地位马上就要不搞 就偷偷给袁绍打小报告 称田锋得知关渡战果后仰天长笑 并狂妄地骂袁绍是个臃主 哎呀 这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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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锋得知袁绍要斩他后心如死灰 反正横竖都是一死 不如在临死之前再将许优一军 他让老史替自己取来笔 在遗书中对其一阵挖苦之后 便在月下坦然挥剑自杀 袁绍踏了田锋的遗书后十分自责 再加上郭图在旁边删风点火 许优已经在他面前完全失去了信任 碰巧这时许优前来汇报 原来他刚刚在曹军大营截获了一封秘宝 上面显示曹操的良想已不足扮演 如果这时全军出击攻打曹营 那么曹军将必败无疑 还没等袁绍做出抉择 郭图便抢先说道 这必是曹贼的奸计 岂能瞒得过主公啊 郭图 你怎么能说这是奸计呢 那曹操分明是形同雷乱了 曹操 故意在你的眼皮下放出一个信使 好让你节得军力 诱骗我军去夜袭曹营 而曹操呢 早在那里张网涉符 等着我们去送死呢 见袁绍被郭图说得有些动靠 许优赶紧补充这是歼灭曹操最好的战绩 可袁绍心意已决 再加上田锋林死前的遗言 此时的许优已经彻底失去了威胁 许优 你律禁蟬岩害死颠峰 你这个套现在是继承在你这儿 等我灭了曹贼 我再明察言办 许优文言心如死灰 而袁绍更是犯下了军中大忌 大敌当前他把重臣逼上了绝路 许优自然不会白白等死 他连夜赶到曹营投降曹操 曹操听说后当即望与相迎 这把许优感动得一塌糊涂 当即便把袁绍的粮仓位置讲给了曹操 曹操正在为军中无粮的事情发愁 没想到许优一来就给他送了一份大路 他一刻都不敢耽误 立马带队夜袭了袁绍粮仓 由于事发突然又没有重兵把守 梁仓很快便被曹操攻陷 袁绍听说后连衣服都来不及穿 更是气愤的要绝了曹操阻伏 不过很快他便冷静下来 随后小脑袋瓜一转开始分析 梁仓有八千守军请客便化为乌有 想必曹操定是派出了全部金锐 如果他此时轻率大军攻下曹操大营 那岂不是将继就近一封翻盘吗 袁绍的想法虽然十分微妙 但这些都在曹操的计划之内 当他带兵冲进曹军大营后才发现 水血喷出跌落马下 一旦萧雄在经过这一战后 仅维持了几个月便彻底陨落 来 今天姓许的就把脖子给你伸到那儿 皮肤有本事你就砍了去 到你家丞相阿玛那儿去寝宫 砍 有种的砍吗 砍死了 砍呀 量你也没这个胆 高东西 关渡之战后袁绍实力大体 曹操不费吹灰之力便攻下了冀州 许优自以为这全是他的功劳 于是便在曹操进城时 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大声喊道 若是没有我许优 如等可进得了这冀州城湖 曹操虽然恨透了这丝 但碍于面子他也只能以笑相陪 毕竟许优说的全是实话 如果没有他 曹操这辈子都别想打败袁绍 许优聪明了一辈子 却在关键时刻泛了入土 进城之后他彻底飘了 不仅直呼曹操小米 还把他喜好人气的陋席 在街上大肆宣扬 这一幕碰巧被路过的许主撞见 他早就看许优这丝不爽了 便冲过去一边将气打落马下 可许优也不是好惹 皮肤 如是何人 豪生大胆 胆敢经了我的坐骑 你可知道我是谁 我乃丞相故交 徐自远是 许主可不管你这个狗东西是谁 开口便让许优嘴巴放干净了 可许优却表示 就算曹阿满来了 也得尽他三分 你算什么东西 说着便伸出头来让许主砍 许主从没有见过这种要求 手起刀落便满足了许优的愿望 狗东西 许主来到曹操面前请罪 当曹操得知许优被砍后 大发雷霆 你把许优砍了 曹操见状赶紧替许主求情 可曹操正在气头上 说什么也要砍了许主为许优报仇 见场面逐渐失控 徐玉赶紧站出来缓和气氛 他说许主虽然有罪 但许优确实太过狂妄死有余辜 不如表奏天子追风为当阳猴 在罚许主在许优坟前叩首认罪 曹操见徐玉给自己台阶便索性不装了 许优确实是他多年好友 大败袁绍也确实是许优立的头工 但他屡屡出言辱骂曹操 曹操心里早就想杀了他 可刚打胜仗就斩功成会引起天下人功分 所以曹操一直在忍耐 如今徐主替他杀了许优 曹操开心的同时还不忘做喜 于是便罚许主降维不足 三个月之内不准喝酒 可徐主是个猪脑袋不理解曹操用的 便请徐玉为自己说情 降维不足他可以接受 但三个月不能饮酒他实在受不了 可徐玉却说 徐主文言恍然大悟 当即便给徐玉磕了一个小头 刘备牵着狄鲁马走在路上 却被一将胡树式拦下 他说此马虽然是神居 但眼下却有一道泪草 如果再用它作为城汽会引来血光之灾 刘备闻言赶紧请教此灾是否弄病 毕业不难 尊将只需将此马送给任何一位仇家 待狄鲁马伤害那位仇家之后 尊家再取回 自用称喜 这样 就 避害两遍了 刘备自诩清高 这种损人利己的事情他当然不干 于是便辞别术士赶到了荆州 此时的荆州正值中秋佳节 刘备应刘表的邀请来到府上小聚 可蔡茂却为了争夺荆州刺史之位 暗中集结了大量士兵要将刘备斩杀 刘夕听说此事后让刘备赶紧从侧门逃走 可刘备却表示自己逃了大半辈子 先是从徐州逃到冀州 又从冀州逃往荆州 他今天不想逃了 要杀要寡随蔡茂处置 刘备虽然不是刘夕的亲叔 但如果刘备一死他便没了依靠 所以无论如何他也不能让刘备死在这 在刘夕的坚持下 刘备只好骑着狄卢从侧门逃出来 蔡茂等人得知后立马前去追杀 此时的刘备已走投无路 前方是数十米的长河 后面有敌方追兵 他骑上狄卢一头扎进河中 企图跨越对岸 可狄却在河中央搁浅 刘备见此情景仰天长叹 今日真如那江湖术士所说 被狄卢所无 就在敌军准备搭攻射箭时 狄卢突然一跃而起跨到了对岸 刘备死里逃生后来到一片树林 碰巧被一阵美妙的琴声蜥蜴 他随着声音来到一处草屋 在这里遇到了隐居在此的水晶先生 水晶先生一眼便看穿了刘备的窘迫 他说刚当那条小溪名叫谭溪 想当年项羽曾在那里屠杀了三十万青国乡兵 而刘备能在那谭溪中腾空而起 说明他被上天眷顾命不该绝 两人一直从白天聊到深夜 可当刘备准备入睡时 却在门外听到了有人来访 刘备赶紧出门相迎 却发现此人正是白天的江湖术士 先生 是你 嘎浪阁下 是卧龙还是风楚 吴吴在下 虽然徐树表现得十分谦虚 可刘备始终觉得此人不简单 三人入席而坐 徐树也终于道出了事情真相 原来当日他说敌鲁马会到来血光之灾 是故意试探刘备 听到刘备宁愿自己受灾也不害别人之后 他从心底里佩服刘备的为人 而刘备也从此事中看出了徐树的才能 于是便斗胆请他出山当自己的军师 其实徐树早有此意 但容易得到的永远不会被珍惜 于是他再三推辞 最终答应刘备成为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位军师 刘备昨天才拜了徐树为军师 曹仁今天就来到新野城下挑战 看着对方如此雄伟的阵法 刘备正好可以借机试试徐树的才华 可徐树却表示先让曹仁叫几个小时 待到阵五叫不动了他才设法破阵 刘备对徐树十分信任 当即便下令全军整装待发 可他的两个弟弟却看不起这次 他们认为徐树根本拾不得曹仁阵法 还故意拖延时间不去厮杀 说着便来到率影响看徐树的笑话 见两个莽夫已经迫不及待 徐树便用手中棋子摆下了八门金锁阵 他说此阵法看似很强 但曹仁只是学到了一点皮毛 只需一员虎将带五百金甲 从东南生门杀入正西井门杀出便可破阵 关张二人闻言都抢着去当虎将 可徐树却指名道姓让赵云前去 张飞一看立马不乐意了 徐树 徐树怎么敢气满腹张飞 他之所以让赵云去 是因为破此阵法不仅需要武功高强 还要在战场中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 在赵云破了阵法 张飞和关羽便可带兵杀出成群 话音刚落 赵云就已经带人冲进了曹仁阵营 曹仁剑状立刻挥舞手中战骑 八门金锁阵变化莫测 即使徐树已经说明了破阵之法 可赵云仍在里面显得十分吃力 见对方用盾牌竖起一道墙 赵云当即插入盾牌下方将其挑飞 然后用长枪作为支点 一个铃波微步便踢破了盾墙 可下一秒敌人就再次补弃 赵云意识到后方挥骑的小兵才是关键 于是便纵身一跃跳入了盾牌之上 敌人趁机刺杀他就一一打回 然后一枪刺死了挥骑小兵 阵眼一死敌军方寸大乱 赵云也趁机从生门杀出 张飞官与剑撞立马冲出城门 曹仁的阵法也随之不攻自破 赵云一枪刺伤曹仁手臂 见大势一去 曹仁只好下令退兵 这一仗让徐树在军中的威心大仗 别人都在为此战庆功 只有他站在门外满脸愁容 刘备看出端倪赶紧问道 先生 曹仁虽然折了一阵 但并没有完败 接下来我们该当如何 我料曹仁今夜必来绝业 这是曹仁惯用的手法 败而不退 反而出其不意再次进攻 曹仁平生就喜欢效仿曹仁 只可惜 他学曹仁 就像学八阵法一样 只学了个皮毛二年 徐树料到曹仁今晚会来袭击大营 于是他便让张飞和赵云 带一万人埋伏于蛇口两端 然后又命关羽带人 直接进攻曹仁的老窝反场 徐树真可谓料事如神 曹仁的每一步行动 都在他的预料之内 赵云张飞在蛇口遇到曹仁后 将其打了抱头数出来 返回凡城后 却发现这里已经被关羽占领 虽然十分恼火 但曹仁只剩下几千人马 只能退兵 回到许昌后 他赴京请罪 曹仁得知后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让他看到了一丝 彻底剿灭刘备的机会 曹仁亲率五万大军攻打心眼 还布下了号称天下无敌的金锁镇 本以为胜券在握的他 却被刘备新败的军师徐树一招破了阵盘 曹仁大败而归赴京请罪 可曹仁根本不在乎这点小打小闹 他更在乎的是 徐树是什么人 丞相 此人我认识 他叫徐元直 襄阳名士 精通兵法 身名套略 他的才华比你如何 剩我数倍 不可能 数倍乃至数十倍 这是曹仁最不愿意听到的话 因为刘备过去只有关羽张飞等武将 现在又添了个军师 这岂不是要龙升双翼了吗 所以曹仑一定要将徐树拉到自己身边 宁愿毁掉也不让对方得到 而徐树是个出了名的大孝子 曹仑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把握 祝公 我小弟徐康去世了 母亲一年过六旬 无人公养 正好出门乞讨 此时被曹仑知道 曹仑派人把我母亲抓紧了徐昌 下了大牢 祝公 这是我母亲在牢里的手术 说我如不归向曹仑 曹仑就要把我母亲 架到火炉上 活生生烤死 说我无力 我要前往徐昌 一身熟母 见徐树要走 刘备赶紧将他喊撞 他说这或许是曹仑的奸计 等他一看叙事之后 再想办法营救家门 可徐树却说自己已经想好了 就算是曹仑的奸计 他也要回去 因为他的母亲一直生活在北方 而冀州早就被曹仑收复 曹仑如果想要抓他母亲 简直一如反掌 刘备闻言当场瘫在地上 他好不容易请来一个军师 现在却又要亲手把他送给敌人 可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的道理刘备都懂 他也只能任由徐树前去救命 来人 被马 刘备向来以人意为本 所以即便徐树此一去会变成曹操的谋士 他还是亲自处成相送 徐树被他的这一行为彻底感动 他向刘备保证 自己进了曹仑之后 终生不为曹操献仪祭出一策 只求侍奉母亲以敬天年 说罢便骑上快马离开的心灵 看着徐树驾马而归 刘备的心里如同小鹿乱撞 他以为徐树改变了想法不去草影 可徐树却说自己因心乱如麻忘了一个天大的事 襄阳城外三十里有一片山野 那里住着一位当代器材 刘备如果可以得到他 无异于周公得旅望汉王得张良 徐树说此人姓诸葛自孔明 因为住在卧龙岛上 所以又号称卧龙先生 刘备一听立马来的精神 因为水晶先生曾经说过 卧龙奉处的一者便可安天下 但想要请他出山却十分不义 说吧徐树便又骑上快马离开了心眼 从此以后他便开始身在曹银心在寒 没有给曹操出过一次计谋 刘备带着两个弟弟请诸葛亮出山 没想到第一次来连面都没看见 书童说诸葛亮知道最近有贵客到访 所以便出门远游了 刘备闻言愣了一下 这孔明是摆明了不想见他呀 但为了装作自己求贤似可的模样 他还是拜托书童禀告孔明 数日之后他们三兄弟还会再来拜访 虽然刘备觉得这样卑躬屈膝的没什么 但他的两个弟弟却看不下去 大哥乃堂堂大汉皇叔 专程来看这次他却避而不见 这把张飞气得咬牙切齿 当即便开口大骂起来 那个王听着啊 还是张飞 等中国俩回来了 立刻叫他到西野城拜见我大哥 听好了 不可 否则大军到处 放手 走 哥哥 无法 我捂他一胡 吓我呀 保证他是乖乖的 老老实实的来拜见哥哥 自从听了水晶先生的那句话后 刘备现在看谁都像卧龙 每遇到一个人他就参拜 生怕与诸葛亮失之交臂 久仰将军 但我并非孔明 我乃孔明学生 柏林崔周平 虽然不是诸葛亮 但这人却是诸葛亮的徒弟 刘备抓住机会赶紧派他的马屁 成大使者往往不拘小节 关张二人就没有这个境界 看着大哥与崔周平聊得甚是开心 张飞无奈地感叹道 只光说 管个屁用啊 这不定吃不定喝的 这连个鸡腿都不值 哼 管甚用啊 唉 转眼秋去东来 刘备心想这卧龙也该回来了 不然在外面就该冻成冰雕了 于是便又带着两个弟弟前去龙中探望 张飞心里不平衡一路边走边骂 直至在不远处撞见了一座酒寺 刘备听见有人在里面迎试作对 以为是诸葛亮回来的他决定去拜访一下 可这一次他依旧碰病 对方并非诸葛亮而是他的两位好友 没有办法 他只好替两人付了酒钱之后信心离去 这次他直接来到龙中 书童说诸葛先生正在家中读书 刘备闻言赶紧前去拜访 可对方却表示自己虽然也信诸葛 却不是诸葛亮 而是他的弟弟诸葛君 那么 慕龙先生何在 将军来得不巧 家兄外出游玩 至今未归 在下 也是昨日晚些时候 才回龙中的 刘备有些懵逼 心想这诸葛亮是真不好情 但来都来了肯定不能白来 他只好借来笔墨留下一纸书信 两次来龙中都没见到诸葛亮 这让关章二人十分恼火 他们说这次或许是个孤名钓鱼之徒 根本没有真才实学 与其天天在这里等他 不如回家想想怎么营救徐树的老妈 可刘备却坚持认为卧龙是巨蟹 回去之后刘备每日都在捕挂 直至一天捕到上上千 他赶紧叫上两个弟弟三去龙中 这次诸葛亮终于云游回来 可此时却正在卧房酣睡 刘备不敢将其惊醒便一直在书房等候 却一等就是两个时辰 张飞越想越起 直接一把火烧了诸葛亮的毛屋 等火势烧弱之后 诸葛亮才终于睡醒缓缓起身 张飞见状终于忍不住了 诸葛亮 你听着啊 我哥哥那是何等人物啊 三三两次的来看你 你却到处游玩不归的 今日总算是回来了 要死猪一般的睡 害得我哥哥走得到了三个多时辰 是我忍不住 放了一把火 为你出租驾 放肆 刘备好不容易才见到诸葛亮 没想到一上来就被张飞骂了一顿 诸葛亮没有跟他计较 反而拿出一张地图 原来他前段时间四处游历 就是为了这张地图 从这一刻起历史将发生巨变 孔明未出茅庐就已定三分天下 孙策正在野外打练 被一发力剑直接穿过脸颊 看着仇家手持武器向他杀来 孙策强忍疼痛开始与其厮杀 可因为是身负重伤又一勺打破 孙策最终还是被仇家重伤 孙策得知后立马赶来 可此时的孙策已经躺在床上奄奄一息 他趁清醒之际打算将兵符交给孙策 可孙权却表示自己担不起这等大人 江东文物 大多都是我的前辈叔伯 大可英雄该世 与他们有生死之情 他们定然负大 可他们怎么会服我呢 我在十八岁 在他们眼里 我太直呢 我甚至 比他们的儿子还小许多 孙策文言坦然一笑 权帝能看到这点说明你有见识 但臣是权主是主 主子的旨意当臣的永远不能违背 他让孙权当政后不仅要保善恩赐 更要对他们好 临此前他给孙权留下最后一句遗言 外事不觉问周瑜 内事不觉就问张昭 孙权无奈只好领利 走出房门后 众将士也都默认了他这个新主公 可由于孙权年幼稚嫩资历上前 大臣们一开口便说错了话 承普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立马改口说让周瑜回来 辅佐少主公主持江东大计 孙权虽然假装不在意 但心里却清楚地跟明镜一样 他知道江东的大臣们不服他 便故意在周瑜来奔丧时交出手中掌印 恭敬将军 请你接下兵符 提令江东 继承我父兄大业 周瑜虽然在江东的地位仅次于孙策 但他却始终没有过窜逆的想法 所以这个掌印他无论如何都不能说 为了打探孙策死后的遗言 周瑜立马来到了太夫人府上 太夫人虽不是周瑜的亲生母亲 但也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掌印 所以太夫人说的任何话周瑜都不会怀疑 太夫人告诉周瑜 孙策死前确实是让孙权提领江东 但他却英年幼稚嫩在朝中没有威望 与其将来被旁人夺走 不如现在就将权力交给值得信任的人 所以孙权才会选择交出掌印 周瑜得知孙权的心事后当即叩首谢罪 然后带领朝廷文武百官 当着孙策的临位正式承认了孙权的帝位 自从刘备请来了诸葛亮后 就每日如胶似漆地粘在一起 用他的话说就是鱼得到了水 两个弟弟说不羡慕那是假的 二哥 让我收拾他一下 不可 你何必照大哥发怒呢 那咱们就这么忍着 莫及 太平时光 看不出真本事 大敌当前 还是要靠你我兄弟 大敌说道就到 夏侯敦亲率大军朝新叶城沙来 刘备让关羽张飞上阵迎敌 可张飞却说他有一既定可退敌 刘备一听来了兴趣 没想到平时傻乎乎的张飞也当上了谋士 谁料张飞却说 他的计谋是让诸葛亮出警 哎呦 大哥 哥 大哥 哎呀 刘备可没功夫跟张飞开玩笑 大敌当前最重要的是整军御敌 为了让诸葛亮在两个弟弟面前树立威信 刘备将配件跟兵符都借给了他 而诸葛亮拿到兵符后便立马开始部署 通过表情可以看得出来 此时的关羽和张飞明显还是不服他 但诸葛亮接下来的一番操作 将直接让他们俯首称臣 刘备在出军的路上刚好遇见刘夕 他一上来就哭 原来他的父亲刘表已经病入膏肓 但他几次探望都被蔡氏挡架 他害怕父亲死后蔡茂会顺势夺取荆州 所以特意来求刘备给自己出谋划策 刘备建议刘夕去找诸葛亮问问 刘夕说他已经找过了 诸葛亮说自己是客居荆州 绝不介入荆州内部之争 刘备文言小脑一转 趴在刘夕耳边给他出了个主意 次日诸葛亮受刘夕所邀来到府上做客 他说自己最近得到一本习书 就藏于高楼的威格之中 诸葛亮一听立马来了精神 便想都没想就跟着刘夕来到了楼上 不料两人刚刚上楼 刘夕就让人撤走了云梯 然后扑通一下跪在了诸葛亮面前 公子 你这是 在某于姬姆和谋下害我 请先生设法救我 诸葛亮来之前有言在先 如果谈及荆州内部之事 他会立即离去 可来到楼梯口 却发现云梯早已被刘夕搬走 先生如不敢设计相救 我只有死路一条了 公子 你听我言 我主公呈刘鼎声后闻 方能赞助心里 我若干涉荆州敌树之争 不是给我主公惹祸 不敢 断断不敢 此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有话 出先生之口入刘夕之耳 世上再无一人知道 非也 人世间没有任何事能够永久弃满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刘夕几乎快要绝望 他向诸葛亮赌事 如果不设计相救 他就跳楼坠死 他死后诸葛亮也别想下去 诸葛亮文言有些无奈 于是便破例给他出了个主意 离开荆州请命驻守江夏 我 我岂能做事才谋窜逆啊 公子留在荆州 对大局毫无相助 只会是束手待毙 江夏是京香的重镇 那里驻军八万 粮草军械更是多得不以胜计 你驻守江夏 反可以虎视荆州 蔡茂若敢妄动 他便要有所顾忌 这便是 遥相辉映 以远致敬之策 尤其这边的事情处理完之后 刘夕这边的战事也打得差不多了 关羽和张飞再见诸葛亮立马换年 原来他们此次出战 草兵的一举一动都跟诸葛亮所料的一模一样 而诸葛亮也终于在关张二人面前树立起了威胁 曹操亲率五十万大军攻打荆州 此时的荆州刺史刘表已经并入膏肓 自知不是对手的他们 当即便大开城门向曹操投降 荆州距离心也不过两百多里 这让曹操抓住刘备不得扒了他的皮 所以当刘备听说此事后 当即便决定放弃新也一句江夏 不过临走之前 刘备突然想到新也的二十万百姓还无处容身 诸葛亮本想把粮草和金钱全部发给百姓 让他们迁到别的郡县里去 可百姓们却不愿意 他们铁了心的要跟随刘备而去 刘备闻言鼻头一酸 得明星者得天下这句话他说了一辈子 如今他要将这句话贯彻到底 但诸葛亮却劝解他 此一去江夏两百多里 如果带着百姓前行每天只能走三十里 假如曹军派出铁骑追杀 那他们和百姓都会遇事俱焚 可刘备却坚持要带上百姓 很快到了第二日 曹仁果然不出诸葛亮所料顺利重击 他当即返回荆州 然后向曹操赴京请罪 张辽见曹操有些恼火 赶紧说刘备走时带上了新野城的所有百姓 他可以带兵前去追杀 这千载难逢的际遇曹操当然要亲自出马 这一次他一定要杀了刘备斩草除根 反观刘备这边 第一天走了二十八里 第二天才走了不到十余里 诸葛亮劝他赶紧弃百姓而去逃往江夏 可刘备却坚持认为 只要万民归新江山早晚会有 如果他今天弃百姓而去 那他刘备便会从此身败名裂 所以他宁愿跟百姓一块战死 也绝不会弃百姓而去 军师 关羽这辈子只敬三十 其一是天 其二是地 其三是我大哥刘全德 我大哥的仁义之心 与天同高 与地同果 我现在才明白 为何你们三兄弟 饱受磨难 却能够百战不倒 敬畏 诸葛亮虽然佩服刘备的为人 但如此前进终究不是办法 他让关羽其赤兔马飞升赶往江夏 然后请刘其发兵到江京度接应 关羽领命离开后 赵云便手持单枪往后方赶去 他听说嫂夫人还在后面 就打算孤身一人前去营救夫人 眼看夫人跌倒 曹军将要一刀砍下 赵云一枪直插对方胸膛将其斩落马下 虽然成功救下了嫂夫人 但弥方和阿斗却跟他们走失 无奈之下 赵云只好深入敌军前去寻找阿斗 曹操都蒙圈了 那桥上的黑猫大汉究竟是谁 竟敢以一人之力对抗他的百万大军 曹仁说那是张义德 曹操立马想起来关羽曾对他说过 他三弟义德能在百万军中取上将手机如探囊取物 此人的名字他还记在袍顶 瞧后尘土满天 却又好奇闪斗 刘备毕安排了抚兵啊 张 尘能鼠斑 快快下巴受死 与我张飞决一心斩 会 张飞一人喝退了曹操百万大军 高兴的他赶紧找到大哥炫耀 他让人在长板桥后激起漫天尘土 曹操以为桥后有伏兵便不敢进军了 听到张飞都会用计谋啊 诸葛亮忍不住赞美道 蒙将军也有勇有志 今日起在下刮目相看 那是 张飞还没得意两秒 便接着说在曹操退军后他立马拆断了桥板 诸葛亮一听立马感到大事不妙 因为曹操向来生性多疑 他看见尘土飞扬才会怀疑桥后有伏兵 他若再派哨兵回来 看见桥断了便会立刻醒悟重新杀来 彼得 我又要对你刮目相看了 事已至此他们只能快点赶路 祈求曹操发现的晚些 可当他们赶到将军度后却发现 关羽并没有带人及时来这里接应 恰逢这时曹操又率大军杀来 刘备知道自己已退无可退 于是便把剑向战士们说道 列位弟兄 随我接战 战至最后一刻 自吻归天 不求童年童月童日生 但求童年童月童日死 不求童年童月童日死 就在众人决心以死报国之时 关羽和刘奇驾船而来 等曹操带人赶到将军度 刘备早已率领大军离开了这里 曹操可能做梦都不会想到 这是他距离刘备最近的一次 在往后的几十年里 他与刘备孙权将三分天下 至此也没分出个胜负 可恨 可恨哪 刘备一行人顺利赶到了江下 但他们却不能有丝毫停歇 因为曹操大军很快就会杀人 他们要抓紧时间联合动物共聚曹操 恰逢这时江东派来使者前来 为刘表吊丧 刘奇感到十分奇怪 因为当年孙权的父亲孙坚 就是刘表所杀 今日他们为何会来吊丧 诸葛亮一听立马明白 鲁肃前来并不是为了刘表 而是借吊丧之名打探曹操的实力 事实正如诸葛亮所料 鲁肃此次前来正是为了打探曹操虚实 而他也有孙刘联盟共同抗曹的想法 但想要说服孙权 刘备需要派出一名代表跟他一起去江东 我随你过江 好 甚好 禀将军 江东有使者前来 为先主公刘表吊丧 真是华天下之大击 刘表是孙权杀父仇人 如今刘表忌天他却派来使者前来吊丧 刘奇还在原地蒙圈 诸葛亮一眼就看破了玄机 孙权是借吊丧之名来打探曹操的虚实 而他派来的使者也不简单 是江东第二谋士鲁肃 鲁肃开门见山 他要请一个人跟他去东吴说服孙权 而那个人便是诸葛亮 果然聪明人之间从来不用多费口舌 去东吴劝孙权一和也正是诸葛亮的想法 他们即日启程 第二天便到达了江东 但此时江东内部的意见仍未统一 以张昭为首的部分文臣认为他们应该归降曹操 因为自孙间创业52年以来 他们经历过最大的一场战争只是与刘表交战 且不分胜负 而此次刘表的部将根本不敢与曹军交战 就已经开诚投降 所以在他看来 江东并非曹军的对手 孙权被张昭的一番话说得无地自容 还没开打大臣们就劝他投降 于是便叫他们全都退下指流鲁肃 鲁肃虽然是主战派 但他却在朝中没有足够的话语权 他说从张昭等人的角度去看自然是该想的 因为即使是曹操占领了江东 他们依旧可以治理周正管理农丧 甚至连鲁肃也可以投降 他降了以后可以器官不作卸甲归铁 在他眼里江东文武人人可降 只有孙权一人万万不能投降 鲁肃一语道破了孙权的心病 他当然不能投降 所以他要用诸葛亮来说服朝中的文武百官 诸葛亮才一进屋 就立马感受到了来自文武百官的压迫 张昭率先出言发难 他说刘备未得诸葛亮前尚能割据城池自保佑 得了诸葛亮后反而被曹操打得暴投手 半年不到就弃心也施凡成败当阳走下口 创皇南北陆陆东西进无一寸立身之地 诸葛亮文言立马反驳道 他们确实败于汝南托付于刘表 那是因为他们的兵力不足一万 将士也只有官张照三人 然而当曹操亲率五十万大军杀来时 他们仍可于伯望火攻白河用水 致使曹人里点下侯敦十万兵马骗甲乌龟 当阳路上后有追兵前有大将 二十万百姓扶老邪幼日行失礼 刘备宁愿与百姓同死也绝不丢弃百姓 如此仁义之君百年罕见 然而却有夸夸气谈之辈 闭目色听视而不见 诸葛亮的每一句话都在暗讽张照 这让张照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当即便站在一旁不再开口 而接下来诸葛亮面对江东数十位谋士的刁难 仍可不落下风一字一句地反击回去 这让门内的孙权听了甚是欢喜 他让诸葛亮到里面一整 进去之前鲁肃再三叮嘱诸葛亮 千万不能在孙权的面前说曹操兵多将果 诸葛亮欣然答应 然而真当孙权问起曹操的战力时 诸葛亮却突然改口说曹操有百万大军 孙权一听脸色立马沉了下来 然后一句话不说直接离开了现场 鲁肃见状赶紧追上 他说诸葛亮是聪明人 这么说肯定有他自己的道理 孙权听后只好再次面见诸葛亮 让他说出自己的计谋 诸葛亮说曹操虽然有百万大军 但其都是北方士兵 到达南方后须折去两三成实力 曹军长途跋涉已是强弩之末 其战力又要减去两成 曹军大胜之后都是交兵 而新增的军队多是金香将士 他们愤恨曹操是其救主毁其家园 这些将士人虽然想了曹操但心却不服 又须折去两三成实力 如此算来 曹操的百万大军不过只剩十万 这当然是孙权喜欢听的话 但想要统一朝内思想还需要一人开口 那人便是江东的水军大都督周瑜 这曹操有意识 他历来是少女为残花伴侣 而把别人家的妻子看为是妙夫 比如张继之妻邹氏 元树之妾吴氏 吕布之妾貂蝉 都被曹操强占 曹操这些丑事和他的怪异癖好 天下人人皆知 将军 要小心啊 曹操 世不量力 不共戴天 曹操亲率百万大军徽师南下 江东文武大臣自知不是对手 便纷纷劝孙权开城投降 可大丈夫身为豪杰死为鬼胸 如果孙权选择投降 根本无法面对死去的先父 但如果他选择不投降就简单了 那就只需要周瑜开口便可 于是孙权下令让周瑜连夜返回江东 可周瑜前脚才回到家 张召便带领众人找上了门 原来他早就料到的孙权会在今夜召回周瑜 也知道明日上朝时孙权定会问周瑜是战事小 所以他们才连夜赶来 希望周瑜能跟他们一样劝孙权投降 周瑜能当上大都督自然不是白痴 他说自己也赞同归降曹操 一直在等主公问他 列位请先回 明日我见主公 自有帝 张召等人文言终于放心 这才信心满满地告别周瑜 可他们前脚才刚走 城普皇带等几元老将便接踵了志 原来他们听说张召带人来劝周瑜投降 于是变祖团来一探虚实 他们开口就说自己宁死不详 要周瑜明天极力劝阻主公举兵抗曹 几位将军 都与德谋将军同此处得吗 我将冬 断头将军 绝无降曹将军 我等宁死不详 在下早就想与曹贼一战 绝不投降 列位将军请回 明日我见主公 自有帝 送走成普皇带等人之后 诸葛锦又带人前来拜访 他们和张召的主张一样 希望周瑜劝主公向曹操投降 而周瑜给出的回答则还是一样 明日同见主公 自有定义 今晚注定是个不明夜 一波又一波的人往周瑜府上来往不断 诸葛锦等人走后 吕蒙又带人来表达异想 他们和成普皇带一样死战不下 周瑜还是那个回答 明日见到主公自有定义 等众人都离开后 诸葛亮和鲁肃才最后来找周瑜 周瑜一听立马让人在书房被查 鲁肃开门见山 上来就问周瑜准备降曹还是战曹 周瑜本来的想法是战曹 但他却为了调侃诸葛亮硬是说成了降曹 鲁肃是个老实人没能听出周瑜的弦外之音 但周瑜就不一样了 他说自己也同意降曹 而且江东只需用一夜天舟 把两人送给曹操便可把手言和 周瑜文言立马问是谁 诸葛亮说曹操每攻下一座城池 都要把此周的爵士美女揽入怀中 而他最盼望得到的 便是江东乔伯老家中的两个女儿 大乔和小乔 周瑜一听立马变脸 诸葛亮见状立马问周瑜为何生气 鲁肃文言终于开口说话 原来大乔是孙策的夫人 小乔正是周瑜之妻 诸葛亮赶紧下跪道歉 说自己不知道大乔和小乔已经嫁人 然后他话风一转脸色开始难堪 他说曹操那似有个怪癖 就是喜欢睡别人的老婆 如果让他听说大乔和小乔已经嫁人 不但不会嫌弃法会更加喜欢 诸葛亮简简单单的几句话 让周瑜和曹操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在第二天的早朝上 他力排众一支时孙权抗曹 而孙权也拔劲而起等的就是这句话 这绝对是赵子龙的风神之战 阿斗和弥夫人被困于长板坡 赵云紧带一枪一马便杀入重围 虽然成功救下阿斗 但弥夫人却不想拖累二人投合自己 赵云强忍悲痛看着手中的阿斗 找来碎步将其寄予怀中 在给弥夫人深深居下一宫之后 便骑上白马开启了这场逃亡之路 曹军发现赵云立马在后面追击 穷途陌路的他最终被赶上了山坡 前面是曹操的百万雄狮 后有要夺他性命的骁勇追兵 赵云看了一眼怀中的阿斗 然后纵身一跃闯入了曹操的百万大军 很多人都认为赵云只不过是带着个婴儿 仗着马快枪力欺负一些武力值并不高的曹兵 从曹军的包围圈中冲出来难度并不是很大 然而这次战斗对于赵云来说却是相当困难 在此一战中赵云七进七出长板坡 第一进斩杀了曹仁部将淳于岛 第二进杀了夏侯恩 第三进杀曹洪部将燕明 第四进杀退曹军大将张和 第五进杀退马炎张南四将 第六进杀死五十多名曹将 第七进杀死夏侯部将中进和中身 杀的是血流成和视横便宇 就连曹操看见他都忍不住的感慨 曹操的一句生情 曹操下达杀了赵云的指令之后 他手下的各路将军纷纷纷杀向赵云 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大将 面对数人的围攻赵云根本不是对手 小兵趁机将武器插入赵云后背 然后一起用力将其挑向了空中 眼看赵云将要被万箭穿星 危急关头他的白马突然起身 直接纵身一跃驮着赵云冲出了战场 赵云自知不是曹军对手 于是便驾马往刘备的方向追去 张飞听说此事后早已在江边等候 赵云见到他大声喊道 这绝对是赵云的风神之战 当他把阿斗成功带出长板坡后 刘备看他的眼神都变了 赵云颤抖着双手将阿斗交给刘备 谁料刘备接到后立马扔到了地上 赵云虽成功回到大营 可曹操的追兵还在紧随其后 张飞一人一马站在桥边 硬是挡下了曹操的百万大军 都说周瑜是小肚鸡肠 我看一点没错 诸葛亮略施小计就将他气得浑身发抖 而他为了整死诸葛亮也是煞费苦心 听说曹操的粮草大营在巨铁山 周瑜便让诸葛亮率军前去偷袭 为了让诸葛亮安心去送死 周瑜答应汇祝他两万铁骑 诸葛亮知道这是周瑜的阴谋 但为了维护孙流联盟 他还是硬着头皮硬了下来 碰巧鲁素在这时走入军营 周瑜信誓旦旦的对他说道 鲁素大吃一惊 他吃惊的不是诸葛亮竟敢领命 而是周瑜的气量竟如此狭小 就因为别人比他聪明就要将旗帜于死地 周瑜一边开心一边吩咐鲁素 待会儿替他去看看孔明何时用兵 鲁素领命当即来到诸葛亮军营 此时的他正在排兵不振 鲁素不愿让诸葛亮去白白送死 便问他有何破敌之策 诸葛亮说自己的外号可是沃沃 周瑜这点小级他早就看穿了 自己陆战水战车战马战日战夜战战战精通 在周瑜眼里他此一去可能必死无疑 但诸葛亮却不以为人 你听说过江南小儿的歌谣吗 俘禄把关饶此境 临江水战有周郎 听听 连江南小儿都知道 周公井只会驾船水战 其他战法 他不成了 周瑜要气死了 他孔明静敢欺我不能陆战 气急败坏的他当即表示不用诸葛亮去 他周瑜轻率一万大军前去 看我能也不能 这周瑜小肚鸡肠真是人人皆知 就连小乔都看出来 他说周郎哪里都好 就是有一点让他隐隐不安 那便是哦 周瑜自是雄才傲视天下 却容不得别人强于自己一点 他要杀诸葛亮 并不全是因为他日后会成为江东大欢 而是嫉妒诸葛亮的才华 周瑜文言当即大怒 他的高傲容不得别人半点点评 甚至就连最心爱的小乔都不行 而鲁肃也趁机找到诸葛亮 因为他十分好奇如果周瑜不上他 诸葛亮是否真的敢去偷袭曹一 诸葛亮说自己肯定会奉命前去 但他到了之后会原地不动 让周瑜送去的两千铁器打先锋 待铁器被曹操全歼之后 他在领着几十个残兵侥幸逃生 此一季不仅没有违抗周瑜的命令 还没损伤自己一兵一组 鲁肃听到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好一个刁钻的诸葛亮 可诸葛亮千算万算 始终没有算到这个鲁肃是个大嘴巴 他一回军营 就立马把诸葛亮的话原封不动告诉了周瑜 曹操有错但从不认错 从错杀蔡茂这点就能看得出来 曹操亲率百万大军攻打江东 虽然人数占据天然优势 但孙刘联手的反击却让他极为头痛 特别是周瑜的水战 用一句话形容那便是一次都没赢过 蒋干听闻曹操烦恼后立马请命 他说他跟周瑜是从小光着屁股长大的 他愿意前去说服周瑜归顺朝廷 曹操文言当即大喜 说你若能说服周瑜来想 那便是我大胜东吴的第一功臣 蒋干像个傻子一样吃着曹操话的大饼 殊不知上一个第一功臣许优 前脚刚教会曹操乌朝杰 赢下一秒就被徐楚砍了脑袋 听说蒋干来访 周瑜决定将计就计 让小乔配合自己演一场戏 他假装见到蒋干十分开心 一见面就戳破了对方来意 君不必风浪跨江而来 是为了 如主曹操做说客吧 看到周瑜直接戳穿了自己计划 蒋干只好转移话题打起了感情牌 他说自己今日来访 仅是为了好友情分 绝对对南北战争之事闭口不谈 周瑜听后高兴地拉着蒋干走进了营帐 为了欢迎这位昔日好友 他邀请了各位将军前来作陪 甚至还让小乔亲自来跳舞住行 蒋干看得眼都直了 几段舞蹈过后便喝得鸣顶大醉 酒席结束已经深夜 周瑜非得拉着蒋干同床共勉 可蒋干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 毕竟自己今天是来干大事的 如果让丞相知道他不仅没能劝动周瑜 还在这里喝得鸣顶大醉 非得砍了他的脑袋做板凳不可 于是蒋干起身开始在桌子上翻找 终于让他找到了有力的情报 将其藏进袖子里后 又赶紧返回床上继续装睡 没过一会旅蒙前来汇报敌情 周瑜起身看了一眼蒋干 示意他不要在这里说 然后起身来到了不远处营帐外 隐约中蒋干听到了菜帽 要联合周瑜捕杀曹操 这一听更加证实了他刚才找到的情报 于是第二天天还没亮 蒋干就赶紧起身逃离江东 可还没走两步就被小乔叫住 先生上哪去啊 所以小乔此时的劝阻显得极为重要 蒋干都快急死了 最终在他的再三请求之下 小乔这才让他离开江东 蒋干走后周瑜缓缓走出军营 这场斗法还是他更胜一筹 蒋干回去当即便把消息告诉了曹操 曹操得知后勃然大怒 当即便喊蔡帽张允前来对峙 蔡帽 我让你调炼水军 你调炼的如何了 并丞相 各营上下正在日夜恐炼 旗号 功能 巨贤熟 但船阵之间的互相协调 及其水面战法 还不熟练 仍需时日 等你熟练了 我的头颅也就挂到江东了吧 蔡帽当想解释 可气在头上的曹操根本不听 当即便让人把他俩拉出去砍了 砍到落下去的那一刻 曹操这才反应过来自己中了周瑜奸戒 可是已至此他绝不能认错 只好让于静和毛介代替两人位置 至于蒋干 半夜拉出去偷偷埋了 这是历史上有名的草船借鉴 为了整死诸葛亮 周瑜命他在十日之内造出十万之鉴 造不出来就军阀处置 诸葛亮文言丝毫不慌 当即表示这点破玩意儿用不了十日 只要三日便可 众人文言皆是大惊 周瑜更是让他不要吹牛 实行军阀的他可不会手下留情 诸葛亮愿当众立下军令状 如三日之后造不出十万之鉴 军法受除 周瑜文言赶紧让人拿来军令状 话为压你小子肯定难逃一死 诸葛亮坦然一笑 因为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当中 诸葛亮让鲁肃给他安排二十条快船 每条船上三十个军士 以青补为曼各素草人 千余各利于船险两侧 其中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那便是当日一定要大物弥漫 诸葛亮和鲁肃坐在船舱里面 在快船距离曹军只有一不知遥时 在抛下船锚将船一字排台 面向曹军大营肋骨挑战 曹操向来生性多疑 如此场面断断不敢运战 诸葛亮把曹操的心思乱捡设置即可 遵命 因为 在从孤军营里掉三千功能手 到汉边一起放箭 诸葛亮把曹操的心思拿捏得死死 由于大物弥漫 曹军只敢下令放箭不肯迎战 而这一放正中了诸葛亮的计谋 煞时间功如雨下 很快就将草船扎成了马蜂窝 诸葛亮赶紧下令掉转船头 让另一面受箭 直至此刻鲁肃才恍然大物 原来诸葛亮并不是要自己造箭 而是早就打算了要向曹操来接 短短半天就搅获了敌军十三万只弓箭 这让鲁肃不得不重新审视眼前这个男人 因为那个年代明明没有天气预报 诸葛亮却可以精确地算出今日大物 周瑜看到这一幕也是心中一惊 他说物中古生一想他便猜出端详 诸葛亮神机妙算 周瑜第一次承认自己既不如人 但经此一事 却让他更加坚定了要杀诸葛亮的想法 周瑜 我的小儿 我死了也不服你 什么东西 岂是盗明之徒 黄盖为了让曹操上当可谓是做足了戏份 年仅六十的他被脱去外衣 在众目睽睽之下打得皮开肉战 鲁肃健壮赶紧找到诸葛亮 希望他能够替黄老将军求求情 诸葛亮一语道破玄机 说周瑜跟黄盖是一个怨打一个怨来 这只不过是欺骗曹操的苦肉计 很快黄盖派来使者向曹操归降 可曹操向来多疑 当然不会仅凭一纸书信就相信黄盖的话 就这样小哥丢了姓名 就在这时于静正好回来 手里还拿着菜中菜和送来的书信 信中表示黄盖欲夺周瑜军权 失败后被绑在外面打得皮开肉战 众大臣为黄盖赶到不公 都在跃跃欲视密谋造反 可因为没有曹操的指示 二人不敢轻举妄动 所以特地写信来问曹操的下一步计划 曹操闻言呵呵一笑 心想自己又多疑了 周瑜少年得知骄狂不可一世 孙间就不反他是早晚的事 于是便让菜中菜和暗中联系他们 待大战发起时代众人一起来想 很快到了检验水军的日子 于静将所有战船都连在了一起 曹操站在战舰上感觉如履平地 又对此战的胜利多了一份信心 晚上他大白酒席宴请三聚 喝多之后便开始回忆往事 想当年他破黄金情侣布 灭袁术之后又败袁绍 如今只剩下这最后一战便能一统天下 曹操越说越上头 后来干脆端着酒杯急性凝湿一手 对酒 当歌 神圣 集合 去如朝露 去日 无多 还当 一抗 又死 难忘 何以 解忧 唯有 杜康 这首诗便是我们小学学过的等歌曲 随着一声声诗句脱口而出 曹军浑然不知他们的死期已经将至 因为在江的另一段 周瑜已经为他们准备了一连串的惊喜 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何有三天三夜 只要能给我借来一夜毒风 我就能灭曹 我急着等风 我急着等用风了 周瑜想送曹操一个火烧连营 可赤壁大战的前夜他突然发现 空中令旗竟在随着西北风飘动 怒火攻心的他一口大气没喘上来 当场便晕了过去 众人都以为周瑜得了疟疾 就连鲁肃也是这样认为 可当诸葛亮听说了之后 当即就表示周瑜根本没有生病 他只要一句话就能让其痊愈 鲁肃文言赶紧将他拉到周瑜营帐 诸葛亮开门见山 说自己有一个方子能解宫颈的病 只见他让人拿来笔墨 然后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后便交给了周瑜 周瑜一看情绪立马激动起来 随后小乔将药方读了出来 诸葛亮几句话便道出了周瑜心病 他想送曹操一个火烧连营 可长江上只有西北风 如果此时用火攻攻曹 火势一起反而会烧了东吴的战船 所以周瑜才会如此的懊恼 诸葛亮说他曾跟一位艺人学过 奇门遁甲之术 一旦施起法术来便可呼风唤你 区区东风 他只需略施小法就能借来三天三夜 朋友三天三夜 只要能给我借来一夜东风 我就能灭草 我急着等风 我急着等用风了 见周瑜等风心切 诸葛亮当即便设法起坛 只见他一身黑衣坐在七星坛上 周围仙童围着他不停旋转 就这样整整摆弄了三天 迟迟不见有起东风的迹象 吕蒙见状有些质疑 便问周瑜这诸葛亮到底靠不靠不 周瑜说如果甲子时辰道仍不见东南风起 你就率兵赶往七星坛一刀杀了诸葛亮 吕蒙问如果他刚到七星坛就起了东风该怎么办 那更要斩他 当场斩杀 东南风一起留着诸葛亮已经没用了 此人有鬼神不测之属 留他 日后必成了江东大海 吕蒙领命后立马往七星坛赶去 诸葛亮也正好在此时借来了东风 见风起后他立马跑路 正好遇到前来接应他的小乔 在小乔的帮助下 诸葛亮顺利逃过了吕蒙的追捕 赵云早已在燕子鸡等候多时 待吕蒙赶到江边时 诸葛亮早就坐船离开了江东 吕蒙 回去告诉大都督 让他好生用兵 这是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 黄盖带着几十艘战船来想 曹操见对方战船的吃水不对 便立即下令不准他们靠近 黄盖可不管那么多 他今天的任务是将火引到曹操的战船之上 看着燃着熊熊烈火的船只一点点向自己靠近 曹操的内心要崩溃了 一统天下的机会明明就在眼前 他却因为一时疏忽葬送了全部 无数火球向曹操这边袭来 一点点击碎着曹操的美梦 煞时间赤壁之上火光冲天 由于于静把所有船只都连在了一起 所以曹操现在想退都退不了 只好丢盔卸甲仓皇而逃 黄带趁机带领士兵上岸 一举攻进了曹操大营 曹操见状只好带着小量人马从侧门逃跑 剑小兵把手中战旗都丢了 他立马开口骂他 可骂完之后曹操就笑了 他边笑边说周瑜无谋诸葛愚蠢 因为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山势险峻 如果能在此处埋伏一只伏兵的话 他们将插翅难逃 他才话音刚落赵云便率军杀了过来 曹操见状立马逃跑 而赵云也只是喊而不追 很快曹操便又逃到了一处险地 带来的百万大军也只剩下了27人 在此之前先给兄弟们推荐的好东西 如果你单身又想脱单 可到评论区牵手 可爱萝莉温柔女神清纯学妹 百款女友挑花眼 轻松找到理想型 头像必须经过真人认证 根本没有照片女 不仅有正经工作 还主动热情 离其他那些半天不回的好多了 用过的兄弟都在一周内脱单了 兄弟们我就提醒到这里了 赶紧到评论区试试吧 曹操没有悲伤 反而又哈哈大笑 他说周瑜果然无谋诸葛仍然短志 因为他们现在正身处一个胡入口 如果他是诸葛亮的话 必定会在此处埋下一只伏兵 由此看来 周瑜 朱格亮 不过是 皮肤而已 也不足成大事 张卫风君是 你 在此当中 是 曹操 快下马手 曹操才化音刚落张飞便率兵杀来 可他仍是只喊不追 让其一路逃到了天亮 直至此刻曹操才终于明白 周瑜想把他赶到刘备的地盘 借刘备之手杀他 这样刘备变成了曹军复仇的大敌 而刘备也想把曹操赶到东吴地盘中去 孙刘联盟看似相互合作 实则个怀鬼胎 所以曹操断定孙刘联盟长不了 他曹操也死不掉 而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三叉口 左边是大道 道路平坦却远五十里 右边是华荣道 道路崎岖却近五十里 曹操既然已经断定了刘备不敢杀他 便大胆地提出要走华荣道 曹操从没想过要杀关羽 反倒是关羽三番两次的不负曹操 自赤壁战败之后 他带领仅存的兵马一路向北逃窜 路过华荣道时突然停下脚步 张辽问他为何不走 怎料曹操长嘘一声之后便紧闭双眼 随后便缓缓说道 他来了 承鱼问谁来了 曹操说近日孙刘的猛将军已现身 唯有一人迟迟不见此人是谁 关羽 说关羽关羽立马就到 众人都被他的出现吓了一条 只有曹操仍表现的淡定自如 仿佛早就已经想好了对策 可关羽已经立下了军令状 这次擒拿曹操他势在必得 怎料曹操不按套路出牌 一开口就跟他打起了感情牌 军长 隔着树里 我都能感觉到你长刀上的寒意 自虚长一别 我常在梦中见到将军 总是盼望着 何年何月 能与你八九言欢 没有想到啊 相逢却是在这 穷途末路之中 关羽说你少废话 今天就算说破脑袋 我也要抓你回去 怎料这句话 直接逼出曹操大招 云长 你忘了我们昔日的交情了吗 丞相昔日之恩 关某永不敢忘 只是 展颜良朱文丑 已经报答过丞相 今日相遇 怎敢以私废功 那么过五关斩六将的事 你也忘了吗 啊 你杀了我那么多的守将 我就传令 让你过将不要为难你 让你兄弟三人团圆 曹操太了解关羽了 他知道关羽是个重情重义之人 也是一个有恩必报的人 所以他先用过五关斩六将的事情 让其愧疚 然后再拔出长剑翻身下马 说自己生当豪杰死义鬼胸 就算战死也不堪忍受处求之辱 说罢便举起长剑 让关羽斩下他的头颅 承玉等人见状放声大喊 如果丞相死了而等绝不独生 关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他从未想过曹操还有如此忠义的一面 在他的印象中 曹操一直都是奸诈的代表 他更是说出过 宁可我赴天下人 修教天下人赴我的名言 可此时此刻关羽竟有些犹豫 曹操见状立马开口说道 冰长 我知道你心里不想杀我 但是军命不可为 你杀我 我不怪你 九泉之下 含笑相望 等着 与你马九年会 既然做戏就要把戏份做足 曹操双手举剑请关羽杀他 关羽知道这又是曹操的诡计 可曹操确实有恩于他 而关羽又是一个有恩必报的人 他闭上眼睛深思片刻 随后无奈地表示 散开 让他们走 父亲 你遛过军令状呢 散开 为了维护心中的忠义二子 关羽宁愿违抗军令状也要放曹操离开 可曹操却并没有走 他让身后的将士们先行离开 自己则继续跪在地上向关羽请罪 看到这一幕后关羽彻底破防 他翻身下马缓缓走到曹操面前 然后将其扶起扔掉手中长剑 曹操说他不能走 如果他走了刘备和孔明肯定会心事问罪 就算他俩饶了你 江东的周瑜和孙权也不会饶你 不用你费心了 走吧 我不能走 后来走 诺 我不能走啊 云长 关羽自知没有脸再去见大哥 便掏出长剑准备自吻 要不是关亭和周苍拦着恐怕二爷早就已经命丧皇权 但他转念一想 大丈夫犯了错要敢于担当 于是便放下长剑决定由军师处置 曹操一路逃了三天三夜 身心疲惫的他来到一处河边 这是他这辈子打过最惨的一仗 但他却并没有因此灰心 他让将士们把军旗扔了 只要能顺利回到南郡此战就算胜利 刘备让关羽阵手滑容道 他却自作主张放走了曹操 自知里亏得他没脸再去见大哥 当即便拔出长剑准备自吻 幸好周苍关平及时将他拦下 他说大丈夫应该说话算话 既然已经立下军令状就应该由军师处罚 关羽觉得很有道理 便丢掉长剑准备去找诸葛亮请罪 关平周苍见状松了一口大气 因为关羽毕竟是刘备的二弟 就算借给诸葛亮十个胆子也不敢杀他 可周瑜也想到了这点 他让鲁肃去留营打探情报 顺便问问是谁在把手滑容道 我们费尽千辛万苦将他逼到那里 可千万不能让曹操给跑了 在场的各位都是明白人 只有张飞还傻乎乎地认为二哥势在必得 见关羽站在门口迟迟不肯进来 他赶紧起身将二哥拉入营帐 诸葛亮见状也端起酒杯 然后假模假样向关羽祝贺 见关羽红着脸迟迟不肯说话 诸葛亮如细精附体一般各种猜测 直至关羽说他未能情得曹操 众人才假装露出诧异的表情 兄弟们说累了咱暂停下休息会儿 我女朋友做好饭等我呢 一米五六的舞蹈老师 漂亮吧 我俩是哥千手APP认识的 从聊天见面在一起也就一个来月吧 这千手APP的女生好看不高冷 会主动分享自拍 都是想认真恋爱的 我身边那些收入万把左右的哥们都强烈推荐 快点击评论区试试吧 鲁肃愤怒至极 他咆哮着质问关羽 你胯下有千里吃土吗 手中有青龙眼月刀 怎会拿不下一个穷途陌路的曹操呢 才将其放走 关羽无言以对 大方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张飞吃了一惊 诸葛亮也假装无奈 只有鲁肃表现得十分愤怒 刘皇叔 我诸与你联手抗操 可谓是费尽心 几利尽艰辛 刺伤了那么多的将士 可关羽现在 在一己之情 私自放走了曹操 将独树盘浴血奋战的将士 如何能答应 请问 这该当何罪 剑刘备迟迟迟不肯说话 诸葛亮只好让人拿来军令庄 鲁肃在这 他必须给东卢一个交代 左右 将关羽推向 斩 见诸葛亮真的要斩关羽 张飞立马拔剑将其拦下 光明 恕我不攻 给你鸡毛 当令剑了 可知道他是谁吗 二哥 关羽 三兄弟 投缘结义 立誓生死与共 谁若杀他 我先杀了谁 放肆 刘备终于忍不住 他一把夺过张飞手中的剑 然后信誓旦旦地说道 我既拜孔明为军师 军中士 就一凭他决断 你如对军师不敬 就是对我不敬 说罢便转过身去 请诸葛亮依法处置关羽 大哥 大哥 你妈妈不能杀云城啊 你不能杀二哥啊 刘备文严厉马跪了下来 他说军中无父子法令大于天 二弟既然违反了军令就要依法处置 但他们兄弟三人桃源结义时曾立下誓言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所以如果关羽死了他也绝不毒生 说罢便达剑准备自吻 关羽剑状赶紧将其拦下 可为了演好这出苦肉计刘备不能犹豫 先军一发之际鲁肃终于开口 他说留皇叔乃万斤之躯 眼下曹操未死早晚还会来烦 如果你这会死了 他们东吴跟谁去联合抗曹 可刘备心意已决 吉静 你不必劝 我军师杀云长 我必死无疑 你要劝就劝军师吧 我三兄弟的生死全凭你一眼而绝 鲁肃虽然知道这是一出苦肉计 但为了孙刘联盟 他还是选择了配合众人演出 诸葛亮文言先是假装勉强 随后也只能作罢 鲁肃虽看透了一切 但一句话也没说 因为孙刘联盟不能没有刘备 我认得这笔记 你根本就不叫什么马恒 你的真名叫 司马仪 自重答 赤壁一战后曹操大败而归 他躺在床上痛定思痛 自己明明坐拥百万大军 为何会败给一无所有的孙刘联盟 思索之际门外传来一阵哭声 承玉说这是残兵陆续从乌林归来 他们都经历过九死一生 见了面难免会忍不住抱头痛往 这句话瞬间点醒了曹操 他此时最重要的不是反思自己 而是出面稳定军心 他穿上鞋子来到门外 徐主正坐在台阶上失声痛哭 曹操见状立马安慰道 胜败乃兵家常事 死了三千个兵算什么 大不了我再给你三万 只要你还活着我做梦都能孝心 说罢便让徐主击捕声帐 把众将士都喊来他要好好演讲一番 他正说的起劲是 一声呼噜突然将他打断 曹操见状连忙问道 这是何人啊 曹人说此人名叫马衡 正在他的帐下坐墓兵 说着便让人将其拉了出去 算了算了 不去理他了 我们在讨论军政大事 此人却滥睡如泥 由此可见 他是个酒囊饭带 愚蠢如珠 不可救援 曹操嘴上说着马衡愚蠢如珠 演讲结束后 却又在第一时间来到大楼 马衡说他早已恭候多时 恭候 我非你猜到 我会前来 是 曹操问他是怎么猜到的自己会来 马衡不紧不慢地解释道 刚刚你正在跟战士们谈论兵戟 诸将听得津津有味 我却在一旁滥睡如泥 所以他断定曹操定会来问的究竟 此话一出曹操被彻底折服 他问马衡自己为何会在赤壁战败 马衡说赤壁之败并不是丞相兵交将带 而是天道所致 因为曹操虽然坐拥百万大军 但人心仍然像汉不像曹 所以想要一统天下至少还要十年 真没想到 我真没想到许长城中还有第二个人要此见识 那一人是谁 我 马衡的一番话让曹操意识到此人绝对不是一个无名之辈 于是他便诈问马衡 我认得这笔记 根本就不叫什么马衡 你这真名叫 司马衣 自重答 司马衣见自己被拆穿 只好向曹操挑明身份谢罪 曹操早就听说过司马衣 他曾三次让人上门拜访 都被司马衣以各种理由拒绝 如今他主动送上门来 曹操自然要唯一重用 可此时巡遇却传来消息 瓦腾正准备偷袭许长 曹操一生有25个儿子 其中最为聪明的便是曹操 当文武百官都在南门迎接曹操时 他早就在西门见到的父亲 曹操十分欣慰 便问曹操怎么知道他会从西门进城 说不定自己也会从东门或者北门进来 仪仗在南门列阵三天 全许长的人都知道了 西凉的贼人们还能不知道吗 如果父亲再从南门进城 贼子们定会行刺 父亲足智多谋 肯定不会从南门进城了 那你又怎么知道 我会从西门进来呢 须知我也可能走东门或者是北门呢 而猜想 西凉军如果攻许长 必从西门来 因为西门面山 城墙损坏的多些 父亲不是一直担心西门的城防吗 父亲进城八城会走西门 因为这样可以顺道 巡视西门的城防 曹操心慰极了 他二十五个儿子当中最聪明的是曹冲 最喜欢的也是曹冲 所以他才请来司马懿做曹冲的老师 可曹操不知道的是 真正聪明的人往往大致若愚 根本不会让别人看出他很聪明 比如司马懿 或比如曹丕 他们的聪明往往很难让人发现 听说父亲已从西门进城 曹丕和两位兄弟赶紧来向曹操请安 曹操见他的四个儿子都在这里 便突发奇想决定出个问题考考他们 眼下 刺客肯定还在许长城中 你们说说 我该如何应对这些刺客 曹璋认为应该马上封锁城门 然后挨家挨户去搜查 天黑之前定能把刺客碎尸万段 曹只认为应该发布告示悬赏千金 动员全城百姓一起拿贼 这样才能使贼子们无处可逃 三弟四弟说的是 曹冲一语惊人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眼光 他认为刺客们已经行刺是败杀了也没用 反可以让他们把父亲回城的消息带给马头 让他胆战心惊 曹冲的一戏话正是曹操心中的标准答案 于是便当着众人的面可着劲夸 殊不知他的溺爱 将会直接变成害死曹冲的导火索 因为曹冲的一系列操作已经让曹丕感受到了危机 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 曹冲极有可能被父亲立为储君 而到那时他便是曹冲称地路上的第一个绊脚石 所以曹丕想要活命曹冲就必须死 曹冲被毒鼠咬伤 曹操请便了全程御医都不见成效 看着儿子命在旦夕自己却无能为力 曹操气得咬牙切齿 可他为何偏偏就咬冲儿 为何 寻语说少公子腿上的毒痕不是毒鼠咬的 而是毒蛇所咬 曹操当然不信 他说向府地势甚高 冲儿的屋子也十分干燥 怎么可能会有蛇在这里冲没 此话一出曹操心中一惊 他让寻语猜一下是谁干的 可寻语却不敢说 身为臣子 他绝对不敢参与皇族的世子之争 曹操见寻语下的直哆嗦 只好拔出佩剑逼他说话 少公子要是死了 冲相只能立曹丕为世子 其实曹操早就知道是曹丕干的 他只是不愿意相信 如今寻语将他的猜想说出 就更加证实了他心中所想 可就在他准备去找曹丕算账时 小兵却传来消息说曹丕也中了毒 曹操做梦都没想到 他最喜欢的儿子曹冲净会被毒蛇咬死 看着儿子床榻下的心血 无尽的悲伤瞬间涌进曹操心头 他发誓一定要找到杀人凶手 可最有嫌疑的曹丕也中了毒 曹操只好对剩下的几个儿子里逐一排查 三公子外出涉猎不在府上 四公子昨夜和文友们复事饮酒 此时大罪不行 出生 八倍 这次曹操是真的生气了 他可以接受自己打败仗 也能忍受别人骂他八倍祖宗 可唯独亲人自相残杀他忍不了 他让曹张和曹植在灵堂罚贵 并打了他们每人一个耳光 曹操这么做不是为了惩罚二人 而是在为找凶手而做铺垫 虽然结果可能会令他伤心 但找不到凶手他睡不着 你们要为冲儿守灵三日 我会想想自个儿的罪过 曹丕挂着虚弱的身子来送冲地最后一程 他一上来就嚎啕大哭 生怕曹操听不见 可只有曹操心里明白 他现在最怀疑的人就是曹丕 但为了晚上的计划 他还是拍了拍曹丕的肩膀 让他别哭了 讲到这里小编先给兄弟们推荐个好东西 如果你单身想脱单 可到评论区牵手 可爱罗莉温柔女神清纯学妹 头像必须经过真人认证 根本没有照片 都是本科以上 有证经工作的好女孩 用过的兄弟都在一周内脱单了 兄弟们我就提醒到这里了 赶紧到评论区试试吧 很快三天已经过去两天 这两天里曹操一直没有睡觉 因为今晚凶手就会浮出水面 他喊来寻玉对其说道 寻玉闻言立马下跪 他说自己不想知道谁是凶手 永远都不想知道 无奈之下曹操只好亲自去看 只见他悄悄来到灵堂后面 看见曹张和曹直睡得像死猪一样 曹丕则左顾右盼如坐针毡 甚至就连一声小小的鸟叫都能吓他一跳 曹操的心凉了半解 或许他早就料到了这个结局 但当亲眼看到后他还是有些无法接受 他想立马冲出去杀了曹丕 可眼下剩余的儿子中 只剩下了曹丕有能力继承父业 所以为了大局着想曹操忍了 回去后他告诉寻遇 曹丕之死或许是曹操心中永远的遗憾 他本想将其培养成储君 却没想到因为自己的过分历暗 而给曹丕带来了杀身之火 也可以说曹丕并非真正聪明的死 因为真正聪明的人 往往让人看不出他的聪明 赤壁之战后曹操大败而归 只给曹仁留下两万兵马驻守南郡 孙权和刘备心里都十分清楚 得到南郡就相当于占领了荆州 所以两人都对这块肥养虎视眈眈 僵持之际周瑜率先打破局面 他说曹仁虽然只有两万兵马 但南郡却呈坚持过 想要攻下他至少需要六万精兵 而刘备只有区区一万 所以他现在最期盼的便是孙曹开战 最后由他坐收渔翁之力 所以周瑜建议送给刘备三千弹军粮 让他们不得不去进攻南郡 周瑜的计谋看似天衣无缝 却被诸葛亮算计得明明白白 听说东吴免费给他们送来军粮 诸葛亮立即便猜到了周瑜计划 他让张飞赶紧将攻城的云梯藏起来 张飞一脸疑惑 哎 你不是说过 咱们倒这些云梯就是给东吴看的吗 现在人家来了 为何又要收起来呢 没法子 周瑜比我想的聪明 你给他真东西看 他会以为是假的 你把这些假东西藏起来 他反而以为是真的 人家是聪明人 不明白 不明白 咱怎么越听越不明白呢 张飞当然听不明白 周瑜可是个聪明人 越掩饰他往往越深信不明 诸葛亮正是抓住了周瑜的这个特点 才让刘备跟吕蒙说话时故意说错话 再让他不经意间听到刘奇以率军前来跟他合比 周瑜听说后果然上当 他之前支持刘备攻打南郡 是因为他知道刘备没有那个实力 但如果刘奇来了就不一样了 因为刘奇在江夏有五万人马 再加上刘备的一万刚好六万 这样的实力足以攻下南郡 为了确认刘奇是否真的到了游江口 周瑜亲自带人来到了刘营 他没有跟刘备说废话 上来就表示今天是来看刘奇的 刘备说刘奇生了重病不宜接客 那我就更应该来拜访刘将军了 皇叔请看 我把他江东名医都给带来了 见周瑜有备而来 刘备只好假装为难的领他去见刘奇 令人意外的是刘奇真的在这里 而且也真的生了重病 此时此刻周瑜更加确信了刘备是真的要攻打南郡 于是便突然反悔 说南郡要由他东吴自己去取 三十日之内 我如取不下南郡 那时便任凭你去取 攻击此话当真吗 借用皇叔刚才一句话 自自取 诸葛亮费尽心思就是为了听这句话 这周瑜小儿终于上当了 很快东吴大将甘宁便攻到了南郡城下 他虽然只带了五千人马 但变化莫测的阵法却让他信心十足 曹军健壮都劝曹仁必其锋芒 等敌军人困马乏了再出门迎战 可曹仁却不以为然 他一眼便看出了此战关键 于是他力排众命 决定让大将牛精率五百人前去迎战 东吴上将甘宁清代五千人马攻打南郡 南郡的守军都劝曹仁必其锋芒 紧闭城门养金蓄锐固守待人 可只有曹仁知道 曹操根本不会派兵支援南郡 而这也是一座必丢的城池 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 便是让这座城池丢的有价值 所以曹仁力排众议 决定在周瑜的大部队到来之前重创甘宁 众将士都十分不解 城下甘宁有五千人马 曹仁却让牛将军带五百营底 这一去岂不是有去无回 曹仁当然知道对方有五千人马 他也知道牛精这一去肯定必死无疑 但他就是要这么做 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用最少的人牵制敌军 在对方五千人马类的精疲力尽时 他们便可不费吹灰之力歼灭无君 见时机已到 曹仁将所有人马都召集到了城下 这一次他准备清朝而出 在曹仁果断的指挥下 甘宁率领的五千人马被瞬间团灭 讲到这里小编先给兄弟们推荐个好东西 如果你单身想脱单 可到评论区牵手 可爱罗莉温柔女神清纯学妹 头像必须经过真人认证 根本没有照片 都是本科以上 有证经工作的好女孩 用过的兄弟都在一周内脱单了 兄弟们我就提醒到这里了 赶紧到评论区试试吧 当周瑜带着大部队赶到时 南郡城下已是失衡便宜 为了给江东弟兄报仇 周瑜当即下令举全军之力攻打南郡 煞事件一颗颗火球向城内砸去 曹军面对如此凶猛的火力只能被动挨打 面对如此悬殊的差距 明眼人都知道南郡丢失是早晚的事 南郡是何等吊害之地 失了南郡连荆州都难保 我如何向丞相交代 不 我宁死不弃南郡 自己不想弃城 曹操又发不出旧兵 危急关头曹仁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夜幕降临后他让将士甲装逃跑 周瑜闻讯立马赶到 见曹军正在弃城北逃 吕蒙建议他赶紧占领南郡然后派兵追杀 可周瑜却说不及 因为曹仁还没出现 下一秒曹仁就驾马现身 周瑜健壮立马带人杀去 曹仁则带着兵马一路北逃 看着空荡荡的南郡城 周瑜的内心竟有些窃喜 随后便下令让战士们缓缓进城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只是曹仁的奸戒 此时的南郡城墙上正埋伏着大量曹军 而进去之后的周瑜也感觉到了不对 因为周围实在是太安静了 虽然已经看穿曹仁阴谋 但对方却没给他后悔的时间 煞时间扶兵全体出动 一支支带火的弓箭向吴军袭来 而刚刚逃走的曹仁也在此时突然赶来 慌乱中的周瑜被一发利剑射中 吕蒙为了护其周拳 只好带着周瑜先行撤退 而那些跟他们一起进城的江东将士 则又成了曹仁的刀下亡魂 曹仁设计将周瑜射成重伤 随后又来到吴军的营前叫骂 诚苦为了稳定周瑜病情 只好谎称这是军中在操练士兵 可周瑜听得清清楚楚 那曹仁分明在问候他的母亲 这可是他的逆铃 周瑜说什么也要出门迎战 见周瑜被自己骂出迎战 曹仁便让战士们在大点声 问候别人母亲就算了 曹仁这丝还扯上了小乔 周瑜从没受过这种气 当即便要把剑砍了曹仁 可下一秒他突然口吐鲜血 直接从马背上吊了下来 曹仁本来还有些怀疑 心想着周瑜小儿就算气量再小 也不会被几句话给气死了 可当他看到成普等人的哭声后 才确认周瑜已经被他气死 可事实却是 周瑜在摔倒后其实并无大碍 而是故意让成普等人放声大碰 曹仁见此情景果然上岛 毕竟周瑜都被他气死了 这东吴的鼠辈还能翻了天不成 很快消息就传到了刘备的堆 诸葛亮听后立马判断出周瑜定是炸死 因为如果周瑜真的死了 成普定会遣人前来跟他们求和 防止曹仁追击避免全军覆没 可是现在既不见有人来报丧 也不见有人来求救 所以诸葛亮断定这是周瑜演的一出戏 刘备问他该怎么办 诸葛亮说我们应该派一只惊奇 日夜星驰赶到南郡以东 待曹仁出城之后趁虚夺下城池 诸葛亮认为跟周瑜不能讲灵 因为乱世之中最珍贵的就是土地 如果我们一直处于弱小状态的话 东吴消灭我们是早晚的事 刘备听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说自己头疼想要休息 军中的一切事物你就看着办吧 反正这个锅我肯定不备 刘备走后诸葛亮立刻喊来赵子龙 命他带一只人马连夜取下南郡 而另一边的曹仁已经率军出城 当他率军来到东吴帐前 发现里面仅有几人巡逻 他以为周瑜死后无军兵无斗志 当即便率军杀入了吴军大营 可当他冲进去后才发现帐内都是空的 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中计 发现中计后曹仁一路向西逃窜 周瑜并没有下令追杀 因为曹仁在他眼中不过一见莽夫 这样的酒囊饭带留给曹仑往后有的是败仗事 他眼下最要紧的是南郡跟荆州 可当周瑜赶到南郡后才发现 这里早就被赵云占了 大都督 你还健在啊 末将恭喜了 赵云 我家军士得到消息 说是贵军中了埋伏 损失惨重 连都督都阵亡了 为防曹贼进军 派在下取了南郡 以拒曹贼啊 我血战越狱 而等却背心弃义 按时手脚夺我城池 都督言中了 你可是有言在先的 若是你娶不下南郡 便由我家主公来娶 大都督 周瑜炸死大败曹人 却被诸葛亮趁机夺了南郡 周瑜肺都要气炸了 他见过小人 但没见过如此道貌 岸然的小人 诸葛亮嘴上说着仁义 背地里却竟干些 偷鸡摸狗的事情 为了找诸葛亮算长 周瑜给孙权写了一封请愿书 希望他能够增掉三万兵马前来驻战 可孙权也很为难 作为江东之主 他不仅要看着荆州 还要时刻提防着曹操来袭 就算周瑜把城池给夺回来 那他跟刘备也是两败俱伤 所以孙权不打算复仇 但兵权在周瑜手里 他只好派鲁素去说服周瑜收兵 可鲁素也没有把握说动周瑜 只好谎称曹操突然进攻了合肥 要他先把南郡的事情放一放 等打退了曹操再来处理此事 可周瑜是个愣头青 他表示孙权可以先撤离合肥 把军队调给他用 等他率兵打败了刘备再转过头去打曹操 说白了就是他咽不下这口气 就算倾家荡产也要活泼了诸葛亮 鲁素坚硬的不行 只好换一种说法 你不就想替主力征回荆州吗 如果你同意 周瑜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便答应了鲁素的要求 次日他便找上了门 可当张飞听说鲁素的来意之后 当即便开口说道 鲁素没有跟张飞一般见识 反而利用他的话将了刘备一句 他说张飞刚刚那句话说得好 因为他说了如果借就应该还 而刘备和张飞以前都是商人 虽然如今都成了气候 但做过商人的都应该知道 谁投的本钱大谁的利润就应该更高 他们将东卫抗拒曹操 借给了刘备五万大军 同时又借给了他八千三百位将士的性命 现在仗打完了 东吴不仅寸力未得 京湘各郡反而被刘备趁虚占下 请你们扪心自奔 这何乎生意规矩 这何乎天理人情吗 这何乎皇叔一贯标榜的 什么意义 见刘备背对的哑口无言 诸葛亮当即开口反驳道 荆州是大汉天子封给刘表的属地 刘表的儿子刘七求刘备帮他夺回左叶 他们这才不计生死从曹人手中夺回荆香 东吴不仅导 就算你们夺取荆州 真的是为了还会军者复兴 但你为何又要摆下戒兵之机 又我东吴出兵处理击败曹人 自己却趁虚夺成 你们这样做 是不是太不把我们江东当盟友了 敢问紫禁 江东就把我们当成盟友了吗 此话何一啊 当初邹渔攻打曹人时 口口声声说只待三万人 可是江上梁船上运的 却是五万人用作的梁草 他为什么带那么多人 他的本意分明是取荆州后 乘胜攻打江下 拿下我主臣等 跟诸葛亮斗嘴徒劳无益 鲁肃只好答应暂时让刘七掌管荆州 但刘七死后要立刻还给他们 刘备自知李窥只好答应 这让他不得不早点规划下一步计划 足下何人 说出五名 下入一票 我乃是 零零尚将军 行道容 诸葛亮奉刘备之命 攻取零零 三国第一猛将行道容健壮 紧急参见太守刘渡 刘渡闻言慌的一批 不知如何是好 主公 尽可放心 平墨将手中 这把梨花开山斧 定能叫什么张飞 赵云之流 有来无回 行道容立下豪言 说谈手之间便可将诸葛亮生情 刘渡也是喝高了 竟然信了行道容的鬼话 当即便派他出门迎战 反贼 暗敢亲我政见 诸葛亮坐着四轮车缓缓登场 随后便开口问道 足下何人 说出五名 下辱一跳 我乃是 零零尚将军 行道容 诸葛亮闻言呵呵一笑 接着便讲出了自己赤壁之战的攻击 希望行道容听后能够及时投降 吹牛 赤壁熬兵 赤人皆知 乃周瑜之谋 甘如何是 还敢夸狗 待无 屈是招头 说着便举着大斧朝诸葛亮杀来 诸葛亮轻咬与善退于阵中 将士们健壮也迅速组成阵形 刘渡知道诸葛亮最擅长齐门顿法 当即便下令阻止行道容进入阵中 估计已经来不及了 正如公子流显所言 行道容冲入阵中之后立马迷了方向 正当他迷茫之际 诸葛亮再次乘坐四轮车出现 甚至还给他做了一个挑衅的手势 行道容健壮立马绷不住 当场立下豪言要活泼了诸葛妖道 可他还没冲出阵形 就在转角遇到了张飞 行道容全身上下就嘴醉意 跟张飞交手紧一回合 武器便被奇异击打飞 健壮不妙想要逃跑 却又看见后方冲来的赵云 看着赵云逐渐逼近 行道容一时慌了手脚 接着便因战马受惊 直接从马背上跌了下来 行道容被五花大绑送到刘备面前 为了活命他赶紧向张飞求饶 说自己以前也是一个屠夫 只不过在刘渡那里 烂鱼冲术做了个将军 行道容一听要谈了自己立马认罪 他说自己上有八十岁的高桃 下有寒妻如子 希望刘备能够饶他一命 诸葛亮文言当即说道 饶你一命可以 但你要将功赎罪做我们的内衣 行道容立马答应下来 就这样又回到了林林 可回去后他立马换了一副肥脸 说自己是故意被赵云给劫取 其目的就是为了进入刘英一探究竟 刘备见了我 亲自为末将松绑 并许末将高官后路 刺金风诀 更无耻的是 刘备想说末将为女婿 硬要把女儿嫁于末将 刘渡可能是昨晚没有睡醒 竟对行道容的话没有丝毫怀疑 行道容见状立马扬言 自己已经答应做刘备的内衣 今夜五时他必带兵来返 那时便是他的继日 深夜刘备和张飞果然带兵前来 行道容见状让手下打开城门 待刘军进入埋伏圈后 他突然蹦出 将刘备和张飞打得卸甲而逃 如此天赐良机 行道容自然不会放牢 当即便带着人马追了出去 可他做梦都没想到 这一切都是诸葛亮的计中计 他早就料到行道容会叛变 所以让他故意截获了假刘备 回头一看 张飞已率大军朝这边杀来 无奈之际行道容只好再次投降 而刘贤是刘渡的独子 为了保住儿子性命 刘渡只好乖乖交出零零 你先使叉又使刀 现在又使双锤 陈映啊 你这个校位还真是有意思 赵云 本将命死不辱 来啊 赵云仅待两千人马攻取贵阳 贵阳守军陈映没有丝毫慌张 只因他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根本不惧这个常山赵子龙 我等指负曹丞相 岂能顺从你家知己伴侣的长二贼啊 赵云闻言当即驾马杀犬 陈映也丝毫不索 举着份叉就要取了儿等狗头 可两人交手紧一回合 他的武器就被赵云砍断 战士们剑撞阵臂高呼 陈映则望着断掉的武器有些出神 听说个青钢剑的威名吗 什么 这就是青钢剑 刚才我若杀你的话 你断了头颅都不知道他 赶紧换件坚实的兵器吧 我等你 陈映哪受过这种气 当即便让小弟取来了一把三十米的长刀 赵云 来啊 你我再战三百回头 陈映 我这一辈子就没跟人战过三十回合 何谈三百啊 说罢便用力将长枪处在地上 小杨 打你根本用不到这玩意儿 陈映感觉自己受到侮辱 当即便驾马向赵云杀来 可他的权力一回 竟被赵云轻松赏过 随后单手握住地上的长枪 又是一剑斩断了陈映大刀 众将士都惊呆了 这是妥妥的装备压制 难道你们贵阳城 都是破铜烂铁吗 你再去换件结实的兵器来 我还等你 看来你也没什么真本领 只是你手中的青钢剑里 好 那我收起青钢剑 让你看看真本事 你可要看好 赵云本不想装逼 可陈映飞说是他手中的剑厉害 所以他只好收起不擅长的长剑 而陈映也趁机换了一把双锤 你先使叉又使刀 现在又使双锤 陈映啊 你这个校尉还真是有意思 赵云 本将命死不如 来啊 赵云见状只好重新打起长枪 看来这个逼他今天是飞装不可 陈映手持双锤向他冲来 然后像悠悠球一样将其甩出 赵云挥舞长枪用力一推 挖回大锤的同时枪出如龙 直接将陈映手中的大锤挑飞 少了一只武器的陈映还想再战 却被赵云轻松躲过致命一击 没有办法他只好逃跑 赵云见状赶紧追上前去 两人一前一后紧追不舍 一直从城前跑到一处密林 赵云觉得是时候 便纵马一跃从陈映的头顶飞过 直接拦在了前面 陈映剑跑不掉了 只好拔剑准备输死一波 可他的权力一击还没发出 竟被赵云一枪打落马下 陈映已经做好了复死准备 可当他闭上眼后却发现赵云并没有杀他 你为什么不杀我 我不杀好汉 你走吧 回去告诉赵凡 让他早早归向我主公 说罢赵云便驾马而去 赵云带领两千人马攻占贵阳 贵阳守军陈映使出浑身解数 也没能在赵云手中过上三招 当手中战垂落地之后 陈映才发现自己远远不是赵云对手 他三十六计走为上级 可赵云怎么会轻易放过手下败将 两人一直追到一处密林 赵云纵身一跃从陈映头顶框 然后直接挡住了他的去路 陈映拔出长剑想做殊死一搏 不料还没冲到对方身边 战马就被赵云一枪打倒 如此场景陈映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不料赵云却没有杀他 你为什么不杀我 我不杀好汉 你走吧 回去告诉赵范 让他早早归向我主攻 说罢便驾马离去 赵云这招杀人朱星果然厉害 陈映被他彻底折服 回去后不仅各种吹嘘赵云的厉害 甚至还劝赵范向刘备投降 出口 投降 亏你说的出口 贵阳君 说赵范浴血拼杀 争下他 其他弓手送给刘备 为将者 宁死不详 赵范明显是见过世面的 仅凭陈映的三言两语 他肯定不会投降 可当他打算再次出战赵云时 下面的将军竟无一人敢率军出战 因为陈映已经是他们的战力天花板 如果连他都抵挡不住赵云 这些歪瓜裂藻又岂是对手 所以他们也主张投降 看来 你们都铁了心归降了 如果 我不想他 那可 休怪我等了 赵范文言慌的一批 他从来都没想过陈映会带头谋反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时 狗头军师及时缓和了局面 他知道说不动陈映等人 所以只好劝赵范答应投降 赵范没有办法 只能假装答应 第二天他请赵云进城喝酒 两人越喝越高兴 最后赵云一醉倒地不起 狗头军师见状 赶紧让人关闭城门断掉后路 当赵云再次醒来 发现屋内竟有一个不认识的女人 他赶紧查看自己有没有尸身 在确定对方的身份之后 即刻就要离开 就在这时赵范推门而入 他说此女乃是他的嫂嫂 自兄长去世后就一直守广 他曾得嫂嫂介绍过人家 可嫂嫂却非英雄不嫁 他说自己必须嫁给一位姓赵的将军 而且还要七进七出过长板破 好家伙就差点名赵云了 赵云本没有拒绝 可赵范却让他去许昌成婚 许昌是曹操老巢 赵云这才意识到 这是赵范的一出美人计 随后便转身离开 可当他打开房门 才发现这里早已被狗头军师包围 将赵云拿下 这些小卡拉米哪里是赵云对手 仅仅几招赵云便把他们全部打倒 很快赵范又派出了大量追兵 就在赵云被逼近绝境之时 陈英及时打开了城门 赵范得到消息后立马慌了 他赶紧回家收拾东西准备逃跑 却正好撞见领兵回来的赵云 自此贵阳归属刘备 荆州四郡只剩下了长沙 你就是黄忠 既知我名怎敢犯境 回去吧 你太老了 关某的大刀不斩老幽 关羽带领五百小弟攻打长沙 长沙太守韩玄率兵迎战 他本人虽碌碌无为 可手下却有两名骁勇战将 上将军未言气宇轩昂 老将军黄忠老当义壮 韩玄早就听说过关羽大名 所以此时的他慌得一批 黄忠本想率先出战 可韩玄却派出了一名小将 小将不知天高地厚 当即便手持长枪向关羽杀来 韩玄让魏妍击辅助威 魏妍却说不用了 因为那小将已经怒送了一血 韩玄见状彻底慌了 当即便要下令撤军 这是黄忠跟关羽的第一次交手 因为他们都曾听说过彼此大名 所以在交战时并没有手下留情 可黄忠毕竟善用弓箭 近战肉搏根本不是关羽对手 见对方一刀劈来 黄忠手按马背 一个托马斯回旋轻松躲过 第一次交手两人不愤伯众 很快两人拉开距离 展开了第二次交锋 第二次交锋依旧不愤伯众 可当第三次交锋时他们都双双坠马 黄忠抓住机会一招横扫 被赤兔马及时躲过 幸亏关羽骑的是赤兔马 不然这次他必死无疑 两人在马背上打得有来有回 随后双双往远处跑去 就在未言察觉到不对的同时 先给大家推荐好玩的 如果你单身 又想要一个听话的女友 试试左下角这个 上线让你体验跟不同美女约会的感觉 无论是青春学妹 娇羞罗莉还是高涌欲姐 你喜欢的类型全都有 超过百款女友任你挑 左下角入口现实开放 抓紧点击左下角试试吧 未言猜的没错 关羽正是故意将黄忠拟到别处 为的就是让韩玄起一分裂长沙内政 见时机一刀 关羽立马转身一刀劈下 黄忠虽及时抵挡 可关羽的连环打击却让他有些吃不消 最后被直接打落马下 你上了 我这颗人头 你拿去吧 我说 我从不杀老幽 这是关羽的离剑戟 他故意将黄忠引到韩玄看不见的地方 然后将其击败又放他一条生路 韩玄问他为什么不用攻减 你的剑术百步穿扬剑无需法 为何只跟他一位斗刀 明日在战时 我定射死那关羽 好 来人 将我的宝马赠予黄忠 祝你再战关羽 谢大人 韩玄虽然暂时没起义心 但他的狗头军师却送来了助攻 他说两人杀出战阵 有士兵亲眼看到关羽将黄忠砍落马 下去不杀 而且他还亲耳听到关羽放了他一马 所以狗头军师怀疑黄忠投敌 就如贵阳的陈鹰一样 离音外合夺走长沙 韩玄觉得十分有礼 于是他便暗下决心 如果明日之战黄忠不设杀关羽 他就亲手杀了黄忠 关羽率五百精兵攻打长沙 长沙太守韩玄本想撤退 可上将黄忠却丝毫不惧 大笑一声便拔刀冲向关羽 黄忠擅长骑射 贴身肉搏自然不是关羽对手 激战中他明明有三次机会射杀关羽 可黄忠却虚拽弓弦故意射偏 这一切都被韩玄看在眼里 回去后韩玄立即下令逮捕黄忠 反将无罪啊 北州奸你 你以为我瞎了吗 昨日战关羽 你马是前提 我与不忍杀戎 这期间就必有关通了 韩玄认为昨日一战 黄忠败于关羽 可关羽却并没有将他斩杀 今日黄忠又顾射虚剑 想必已经和关羽串通 想要被主求罗 黄忠闻言满腹委屈 他对韩玄忠心耿耿 今日放走关羽 只为报答关羽昨日不杀之恩 黄忠很想解释 可韩玄却大手一挥要把他杀击紧红 刑场之上 主部大肆叫嚣黄忠背主弃义 眼看刽子手的屠刀就要落下 危急时刻 魏严一箭致出将刽子手钉死 随后辩命手下救回黄忠 黄忠通敌 太守下令斩首 魏严 你 你敢抗命 连你一兵斩首 韩玄算什么东西 残暴不仁 清闲卖士 祸害成杀 我早就想为民除害了 魏严早就对韩玄心存不满 自己为他卖命多年 却还只是个偏军校尾 如今京香九郡已被刘备夺去大阪 与其跟着韩玄受苦 还不如早早投奔刘备 魏严不顾黄忠劝 一刀斩杀主部 随后率众人杀入长沙府 韩玄见状当场吓尿 魏严 我奈你不保 你为何要判我 我屡历战功 但你却有功不杀 无罪缺乏 让我做一个偏军校尾 这还叫不薄吗 说吧魏严便一刀将韩玄斩首 等到黄忠赶来 魏严已经安排军事准备投降刘备 他劝黄忠跟自己一起 可黄忠却冷喝一声直接拒绝 在他看来 哪怕韩玄再无耻他也是众人的主公 身为将领就应该对主公忠诚 黄忠怒骂众人卖主求龙背信弃 要杀要寡随刘备处置 反正他黄忠绝不会投降 说吧黄忠便转身离去 随着韩玄身死 长沙轻易便被刘备所占 可他进城后的第一件事 却是询问黄忠下落 在得知黄忠仍在府邸 刘备立刻前去亲身拜访 他早就听说黄忠武艺高强中干一胆 能让傲慢的关羽都为之钦佩 刘备想让黄忠跟随自己匡复汉事 如若不能他也不会强求 刘备的话里行间处处透露诚恳 黄忠也终于被欺打 可他还有一个要求 韩玄毕竟是他的救主 他想要回韩玄施首为其安葬 多谢 就这样黄忠投靠了刘备 而在另一边的魏延 却即将要面临杀身之祸 长沙一战魏延杀了韩玄 主动投靠刘备 可他万万没想到 刚一见面诸葛亮就要斩杀自己 诸葛亮早已将魏延看穿 为了关绝俸禄他不惜是主求容 在诸葛亮看来 留下魏延早晚会成大海 魏延听后急忙求饶 一口一个主公 听得刘备十分心愿 他劝诸葛亮暂且饶顾魏延 如果将他斩杀 以后谁还敢向他们投降 诸葛亮听后也只能作罢 他警告魏延不准打歪主意 若是日后赶出而反而 他必要让魏延挫骨扬灰 随后诸葛亮请求刘备封关加剧 并拜魏延为前军副将 魏延走后 孙前传来急报 原来刘奇的病情突然加重 已经危在旦夕 刘备听后急忙率兵返回荆州 可当他赶回去时 刘奇已经驾鹤戏群 悲伤至于新的问题接踵而来 刘奇死后 东吴肯定会派人收复荆州 如若交还刘备等人将会失去根基 可若不交怕是会与东吴决裂 诸葛亮提议先将全部兵力召回 等待东吴动作后再做下一步进化 与此同时 刘奇病逝的消息已经被孙权得知 孙权很清楚刘奇虽然死了 可荆州依然不会轻易要回来 此时的东吴经历合肥大败元气大伤 而刘备却大肆扩兵攻城掠地 要论实力 孙刘双方已经不相上下 可即便如此 孙权依旧命令鲁肃前去讨要荆州 绝不能让刘备小瞧东吴 这时前线将领蒋青前来觐见 蒋青受周瑜之命回程补充军械粮草 任谁都能看出来 周瑜是想和刘备开战 强行攻打荆州 预感不妙的孙权立刻命令鲁肃 此时的周瑜已经做好备战 看见鲁肃前来 周瑜立刻猜出对方的心意 他劝鲁肃不必多言 周瑜自认为已经将诸葛亮看头 他已经派出三路兵马进军荆州 一旦开战 诸葛亮必败无疑 鲁肃听后当场傻眼 他明白一旦开战必然是两败俱伤 到时候北方曹操必定会趁虚而入 鲁肃怒斥周瑜为命抗主 可周瑜却根本不在乎 别忘了 我是大都督 可战和大计不是由你来决定的 这必须听主攻的决断 别忘了 我这个大都督屡屡屡视群傲上 有时候偏偏就不听出来 攻击 你 见鲁肃气急败坏 周瑜竟大笑起来 原来他并不是真的要开战 进军荆州只不过是虚张声势 如此一来 既能为鲁肃讨要荆州造势 也能警告诸葛亮 东吴不会善罢甘休 刘齐死后 鲁肃奉命前来讨要药药荆州 可刘备却在这时耍起无赖 要么达非所问要么闪烁其词 一旁的诸葛亮更是无耻 他责怪鲁肃不该在刘齐林前讨论 再说了荆州本就归属于朝廷 现如今乱贼当道 刘氏皇族应该担当起设计重任 我主刘备乃是中山晋王第十八代玄孙 是根正苗红的皇室血脉 取荆州立足乃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鲁肃文言目瞪口呆 他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鲁肃虽然生气 可爱于刘备的兵力已经今非昔比 他也只能强压怒 但鲁肃还是撂下狠话 如果今天你们不给个说法 他回去就让周瑜率军进攻 大不了就是同归于境 诸葛亮听罢也只能做出让步 孙刘两家若真是开战 比方的曹操一定会趁虚而入 到时候对谁都不会有好下场 思索在三后 诸葛亮说出了他的方案 诸葛亮所说的周郡 正是西川各郡 只要将西川占领他们就交还荆州 鲁肃听后也只能做出妥协 临走时 诸葛亮再次劝鲁肃要认清局势 现如今曹操对南方虎视眈眈 孙刘两家一旦开战 结局必然是两败俱伤 而这也正是曹操想要看到的结果 可若是东吴执意夺回京州 到时候也别怪他们苟迹跳墙 鲁肃走后 孙前立刻传来急报 原来是甘夫人突然病重撒手人寰 周瑜得知后当场乐开花 他告诉鲁肃自己已经想到了计划 既然甘夫人死了 刘备必定会再娶新的夫人 正好孙权小妹孙上香也到了吉吉之年 不如趁机招刘备入坠东吴 到时候再把刘备扣下 逼迫诸葛亮用荆州坏人 卢素将周瑜的计划告知孙权 孙权听后很是无语 刘备已经年近五十 自己的妹妹才十九岁 说好听点叫君子配淑女 说难听点就是老牛吃嫩草 可是已至此孙权也别无他法 孙权为了讨回荆州 竟要将十九岁的妹妹 嫁给五十岁的刘备 此等老牛吃嫩草的好事 刘备自然答应 打发走失者后 刘备立即派孙权前往东吴询问婚期 可一到地方孙权又当场变卦 他非要让刘备到健康举办婚礼 孙权听后满脸困惑 我主为何要来健康啊 小姐不是要出嫁荆州吗 我主可以在江边迎亲 孙权的心思任谁都能看出来 一旦刘备入坠东吴 孙权便可挟持刘备为止 逼迫诸葛亮交还荆州 张飞劝大哥千万不要上榜 老牛吃嫩草不然快哉 可一旦入坠东吴 到时候想跑都没得机会 再说孙权暗辈分应该是刘备的职子 这一旦成亲 孙权起步成了刘备的大舅哥 传出去必被曹操笑掉大牙 诸葛亮也认同张飞的看法 一旦刘备出世 荆州大业也将群龙无首 几十年的努力都将白费 可刘备已经心意已决 人家刚刚准备我们借荆州为本 我们要是回绝了这门心事 那岂不是让人家恼羞成 那大局机会 也必须的 为了孙刘联盟长久 也为了荆州大业 刘备决定前往东吴 迎娶19岁的孙小妹 考虑到此次前去不知何时能归 刘备再三嘱咐关张二人 自己走后一定要听孔明的话 二人嘴上虽是答应 可心底却是万分不愿 关羽更是认为诸葛亮不靠谱 此人智谋超雄善于笼络人心 赵云皇忠未言无不对他言听计从 关羽担心 刘备走后孔明会趁机篡围 大哥你心怀坦荡 我等兄弟不必多言 只是你这一走 不知何日了 时间长了 人心都负了他 恐怕这荆州之主 就不幸刘了 关张二人想要刘备提防孔 这本是好意提醒 可刘备听来却是无比刺耳 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掏出笔手 刘备起兵二十年可谓是一路坎坷 从开始的屡战与败 到如今的兵多将广称霸荡荆州 这一切都离不开孔明的辅佐 没有孔明就没有刘备的今天 同样也不会有关张二人的今天 我今天话说到这儿 私事 我们是兄弟 公事 我们是主臣 既然说了把京香之士 全部投放军事 我们就必须照办 如有什么违抗 无论我在东 还是回到京香 我一定用这把刀 截过了我自己的心里 大哥 大哥 我们兄弟 听你的就是了 我们都听你的 为了让孔明安心执政 刘备将军中大权全部托出 若是关张二人不听话 孔明也必须用军阀处置二人 在复兴大汉面前 所谓的兄弟情义都是次有 孔明听后泪流满面 他发誓会为军中鞠躬尽瘁 刘备活着就永远是荆州之主 若是刘备回不来 他就尽心辅佐刘善指掌大政 有了孔明承诺 刘备终于可以放心离去 攻击 我觉得这个事情 不能这么办 我身为无好 你怎能擅自有兵 这江东到底你是主 还是我是主 孙权为了讨要荆州 不惜以亲妹妹为诱尔招刘备入坠江东 这无疑是要让刘备洋入虎口 可为了荆州大业 刘备还是决定舍身入险 临走时诸葛亮赐予赵云三只锦囊 嘱咐他到达江东时打开第一只锦囊 年底时打开第二个 第三个锦囊则在危机关头打开 与此同时 周瑜也收到了刘备过江的消息 他本以为刘备不敢前来 到时候他便有理由向荆州用兵 可他没想到这丝镜真敢过来 刘备与孙上香相差三十多岁 要是真被刘备老牛吃嫩草 东吴怕会被天下人笑掉大牙 想到这周瑜立刻命令吕蒙前去阻击 与此同时 赵云等人已经抵达卢江 按照孔明嘱咐 他打开了第一只锦囊 赵云看完立刻禀报刘备 说是走得太急忘了准备彩礼 前面就是卢江镇 不如停船靠岸让将士们到镇里买些聘礼 刘备听后欣然答应 画面一转 赵云带着士兵张扬上街 凡是布料凉电 通通被扫当一空 见人就说我家主公要迎娶孙权小妹 没多久孙刘成亲的消息就闹得满城风雨 孙权得知后差点没被气死 他本想用妹妹引诱刘备上宫 再用刘备逼迫孔明交还荆州 可如今生米竟被刘备煮成熟饭 刘备大肆购买聘礼 闹得满城风雨 这件事必然会传到母亲的耳朵 万一他老人家生起气来 该如何是好 这件事情 他可是一无所知啊 起料二人的谈话 刚好被吴老太听见 老人家当场火冒三丈 难道东吴的男人都死光了吗 要用我这个女儿来做抵押 去换取与刘备的联盟 我记得那刘备 和你父亲是一辈人 如今得多大岁数了 你把自己的亲妹妹嫁给他 你忍得下这个心吗 孙权被骂得狗血临头 他连忙解释这一切都是周瑜的主意 吴老太一听更加来气 当场就要找来周瑜骂他的三天三夜 与此同时刘备等人已经抵达健康 吕蒙本想先斩后纵 可等他赶到时 卢素已经将刘备接走 虽然铺了空弹好在刘备已经插池难逃 周瑜建议孙权立马将刘备扣下 他已经派重兵奔赴荆州 有刘备当人质 一旦开战荆州唾手可得 周瑜见孙权不说话 以为他是担心会惹来天下人非议 周瑜自信表示 事成之后他愿意顶替一切罪过 哪怕是砍掉脑袋他也无怨无悔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举动已经触及孙权逆临 一场信任危机也将就此展开 孙权允许周瑜领兵 可凡事总有底线 周瑜对正式的干预显然已经越解 周瑜自然也明白孙权的想法 他没有过多解释 只是默默交出兵符转身回府带罪 我当了十年的武侯了 这东吴到底是姓孙还是姓周 查我的令 让他们苏怀营 敢有不尊者 杀 周瑜私自调动六万大军攻打荆州 如此要是他却没有告知孙权 孙权听后当场大怒 我身为武侯 你怎能擅自由兵 这江东到底你是主 还是我是主 周瑜的跃及行为 显然触碰到了孙权逆临 身为江东之主 他绝不允许有人逆拳而上 孙权一怒之下缴了周瑜兵符 此时鲁肃正好赶来汇报正情 当看到岸上的兵符时 鲁肃立马明白了一切 鲁肃认为孙权的做法完全正确 彼时的天下依旧是曹操最强 只有孙刘联盟才能与之抗衡 得到鲁肃认可 孙权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命令鲁肃立刻携兵符召回前线部队 无论如何也要组织孙刘开战 主公啊 我料想兵符到后停止行军可 可是让那些军队回营恐怕也难了 废后八令将士只听令于攻击 只凭主公的一声之力 恐怕是吊不动了 此话一出孙权当场暴怒 他命令鲁肃立即传话 谁不听令他就砍谁人头 可事实确实 江东将领的确只听周瑜的话 孙权的命令竟没有一人愿意遵从 你持我建议立刻传令 将他们全部发明 你以为你是曹操啊 家大业大 我东吴有多少战将 让你来免 吴老太年纪虽大可脑子并不糊涂 身为江东之主 若只会意气用事 江东早晚会被曹操吞帝 吴老太劝孙权把兵符还给周瑜 周瑜虽然有十月级 可他相信周瑜始终忠于江东 同样也忠于孙权 多日以来吴老太也下定决心 同意把孙上香嫁于刘备 孙留两家联姻 周瑜也就不能再去攻打荆州 吴老太的一息话令孙权豁然开朗 他立刻找到周瑜 亲自交付兵符并且攻身道歉 周瑜见状哪还有半点怒气 他答应孙权会重新领兵 可荆州他必须要攻打 鲁肃听后差点爆粗口 孙权听后立刻让鲁肃闭嘴 他一边维护周瑜 一边骂刘备无耻 其态度转变让众人瞠目结舌 鲁肃还想继续劝说 可孙权却大手一挥 竟直接将他的官职罢免 一旁的周瑜吓了一跳 主公息怒 此境虽然言辞激励 但到底是一片忠心 请主公收回成命 可孙权铁了心要罢免鲁肃 无论周瑜怎么劝说孙权都不肯收手 显然孙权是在拿鲁肃杀鸡紧头 而这一招也的确有了 自从鲁肃罢官回家 周瑜是整日坐立不安 考虑到鲁肃是因为自己被捕 周瑜决定亲自上门道歉 孙权为铲除刘备特意在提亲时摆下鸿门宴 可谁知刘备丝毫不怕 还伸直脖子表示有种你们就看 在此之前 我先吃点从抖音商城买的各种零食 有猪肉腐牛肉面和粥黑鸭 抖音商城618好物截入的 各种食用新奇好物补贴力度大到离谱 很多大牌价格直接拦腰砍 点评论区或左滑进商城 全场满150-25 满减再叠券满300-80 快充 吕蒙从未听过如此要求 提起刀便想要送刘备上路 起料至食杖后的孙上香突然吹起笛声 这也代表着孙上香愿意嫁给刘备 但吕蒙可管不了这些 挥起刀便打算强杀刘备 关键时刻赵云及时出手 吕蒙的刀瞬间被踢落 此时再想杀刘备已经绝无可能 吕蒙只能撩下狠话信心离去 刘备从寺院走出 刚刚的劫后余生让他不免地感慨万千 他拿出配件来到石头旁 刘备一剑挥下石头瞬间炸开 而这一幕正好被孙权目的 刘备谎称自己是在向天问卦 批时是为了验证能否打败曹操 孙权听后也来了兴致 孙权嘴上这么说 可心里想的却是收复荆州成就地业 一剑挥下石头应声而开 或许是命中注定 两人的意愿竟都在日后得到了印证 几天后刘备与孙上香举行拜婚仪式 孙上香自小学武 年龄不大性格却十分刚烈 可在刘备的英雄气概下 不可一世的大小姐还是被轻松拿捏 既然婚礼已成 刘备便打算十日之后带着孙上香返回荆州 周瑜得知后差点没被气死 刘备这老小子不仅霸占荆州 就连孙上香也被他老牛吃嫩草 周瑜自然不肯让这次轻易离去 他找到吴老太 请他劝刘备能在江东多住些时日 这也正符合吴老太的想法 他就孙上香一个女儿 自然不想让他远嫁荆州 于是吴老太答应了周瑜提议 刘备得知后顿感不妙 虽说已经和孙上香澄清 但周瑜显然不会放自己轻易离去 如若不走自己早晚会有危险 可如果强行离开 周瑜必然会以不尊为忧向荆州发难 现如今刘备也只能干等 我们多留一天 军师就会多一天整顿荆州的时间 周瑜就会多一分懈怠 加一时日 我们一定能等到回去的机会 另一边周瑜已经想好对策 既然无法杀刘备 那就赐给他豪宅美女锦衣室 时间一久 刘备必然会沉迷想了不愿回荆州 届时诸葛亮一人难挑大气 荆州也将唾手可得 那么面对周瑜的阴谋 刘备是否会中计呢 混账 我打了一辈子仗 就不能享受享受吗 届时周瑜 接着我 这一定是刘备最快乐的时光 先是娶孙上香为妻 后又享受周瑜送来的美女豪宅 每天不是喝82年的拉菲 就是和美女研究昆自 荆州之事早已被他抛之脑后 这时孙前跑进来禀报 说是周瑜又送来六万块生活费 放在以前刘备肯定不要 可如今他却嫌六万太少让周瑜再加两万 周瑜听后差点笑掉大牙 这也证明他的计划的确起效 只要刘备继续沉沦 荆州早晚会被东吴占领 想到这周瑜大手一挥 又给刘备送去四万大洋 眼看自家主公日渐颓废 孙前也是毫无办法 他只能找赵云想让他想想办法 赵云这才意识到 他们已经来到江东整整夜 出发前诸葛亮曾给过他三只锦囊妙计 其中一只便是要等一年后打开 想到这赵云立刻打开锦囊 看过纸上内容后 赵云直接回到银杖砸碎乐器 他大骂刘备贪图享乐不问正事 与其跟着你醉生梦死 还不如趁早跟着孙权 刘备听后彻底破防 放肆 你在教训我吗 我打了一辈子仗 就不能享受享受吗 赵云还想解释 可刘备却大手一挥直接将他架走 就这样赵云被赶回荆州 而诸葛亮也是毫不留情 直接以被主之名痛打赵云三十军棍 张飞关于健壮急忙询问刘备情况如何 他已陷入温柔相助 整天已酒色自语 我见缺了几句 便把我赶了回来 赵云还说自己回来时 看见东吴已经向巴林运兵 周瑜随时都有可能发动攻击 张飞一听顿时坐不住 他请求诸葛亮派自己领兵救回刘备 可诸葛亮听后 却以备战为由直接拒绝 这让救人心切的关张二人大为不满 甚至怀疑诸葛亮是故意而为 诸葛亮听后满脸委屈 可面对这两个大聪明 他自知解释了也没用 赵云见气氛紧张 只能劝众人要团结一致 说罢他便拖着伤可朝门外走去 另一边的周瑜得知赵云返回 他以为是赵云忠义 所以并没有怀疑 如今张飞关羽已经和诸葛亮有矛盾 就连荆州内部也是谣言四起 周瑜决定继续加大力度 他嘱咐吕蒙让他以诸葛亮叛变为由制造舆论 彻底分裂荆州内部关系 与此同时赵云也回到江东 刘备也是一改常态 原来刘备的颓废是故意演给东吴凯 为的就是麻痹周瑜让他放松剑 赵云带来了诸葛亮秘血 原来在这一年之内 诸葛亮招兵买马广纳闲事 如今他们兵甲七万两草副组 已经有了和东吴般守万的能力 刘备终于决定返回荆州 鲁公啊 军师备下邻居告别词 要我传给周瑜听 传话吧 周瓣将军看天下 别的夫人就说明 时鲁一年刘备终于找到机会逃往荆州 其料他刚一出门 迎面就碰到东吴追兵 眼看无路可走 赵云忽然想起诸葛亮 曾留给他的三只锦桃 其中最后一只便是要在危难之际打开 那还不打开看看 赵云打开锦盲递给刘备 信上只写着三个大字吃软饭 刘备看后立马瞄懂 诸葛亮是想让他请孙上香出面帮忙 这时东吴追兵也已杀到眼前 孙上香一把扯开帘子 质问众人是不是想造反 徐胜英凤 你们想造反吗 夫人 末将岂敢造反 现有大都的将领 前来捉拿刘备 我等不能不追 你们怕周瑜 就不怕我 周瑜杀得了你 我就杀不了你吗 此话一出徐胜丁凤当场下妙 二人虽是周瑜不暇 但终究也是东吴将 有了孙上香发话 徐胜等人也只能乖乖让路 而此时的荆州城内 诸葛亮却察觉到一丝一场 自从他阻止张飞解救刘备 张飞就整日饮酒 每天都来诸葛亮门前叫骂 可今天门外却安静一场 张飞这次也不知所踪 想到这诸葛亮猛然大惊 这显然是张飞关羽 即将兵舰的前兆 若是兵符被关章二人夺走 孙刘两家必然血流成河 诸葛亮命令马素 让他带上兵符去找黄中 他要与时间下一场生死躲住 而另一边刘备等人终于逃到岸边 可周瑜也在这时率兵杀倒 此时的刘备已经无路可走 他问赵云还有没有第四只紧张 赵云表示都死到临头了 你就不能自己想想办法 就在众人绝望之际 两岸山谷突然杀生震天 原来是黄中为炎引兵杀倒 孔明料定刘备会渡江而走 所以才让马素传令给黄中 周瑜文言当场暴怒 一口气血喷涌而出 此时的他已经彻底疯狂 不顾一切命令士兵砍死刘备 魏延剑撞直接下令放箭 满天剑雨骑射而出 无军士兵瞬间倒下一片 看着满地尸体 周瑜终于意识到大势已去 他只能落寞地目送刘备离开 等到船只走远 黄中一脸嬰笑地说 诸葛亮要他给周瑜传一句话 周瑜见状彻底破防 他机关算尽却次次都被诸葛亮截火 越想越气的他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紧接着两眼一黑摔到马下 这是一代名将周瑜的落幕之战 理事的他已经重病缠身 可为了夺回荆州 他依然不顾伤痛挂帅出征 在周瑜的带领下 五万江东士兵直逼荆州城外 据少奇来报 此时的荆州城兵防空虚 只要大军猛攻 荆州城唾手可得 可周瑜不会想到 自己的一举一动早已被诸葛亮看穿 随着进攻信号发出 五万士兵嘶吼着朝荆州攻去 可这时城墙上竟突然冒出大量弓箭手 弓箭秘如雨珠 吴军的攻城云梯瞬间失效 见情况不妙 吕蒙急忙下令强行攻城 可这时吴军两侧却突然响起厮杀声 关于赵云竟不知何时已经引兵杀来 眨眼间 吴军的五万兵马乱作一团 吕蒙明白如果继续强攻 所有人都要被团灭 眼看大势已去他也只能下令撤军 此次战斗吴军损失近一万兵马 攻城气泄也被刘备搅破 周瑜夺取荆州的梦想彻底破碎了 然而更糟糕的是 诸葛亮已经派兵将吴军营地团团包围 听闻此言周瑜彻底破防 诸葛亮将他们包围却只是围而不攻 很明显是想把他们活活困死 想到这周瑜急忙问吕蒙军中还有多少粮草 周瑜闻言彻底绝望 他明白东吴不可能再派来援军 如今他们能做的只有等死 就在这时少奇带来了诸葛亮书写 诸葛亮指责周瑜背信弃义在先 他们为了自保 才被迫与吴军交恶 但考虑到孙刘两家已经联姻 诸葛亮并不想赶尽杀绝 他已经令人在吴军东侧放开缺口 只要周瑜乖乖撤退 诸葛亮绝不会引兵攻杀 周瑜也明白诸葛亮是在可怜他 可是到如今 继续攻打也只是徒增伤亡 一声叹息后 周瑜决定引兵撤退 临走时他深情地注视着荆州 眼神中满是遗憾与不舍 回到东吴后周瑜已经游进灯孔 他的一生有太多遗憾 恨不能夺回荆州 恨不能胜过孔明 但在临死之际他还是选择了世人 他向孙权推荐鲁肃为新的大都督 比起他的专横 或许理智的鲁肃才适合引领江东 交代完一切 周瑜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这是周瑜最成功的离间戟 为彻底分裂荆州 周瑜派人四处散播诸葛亮想要造反的谣言 谣言已经传开 我先吃点从抖音商城买的各种零食 有猪肉腐牛肉面和粥黑鸭 抖音商城618好物节入的 各种食用新奇好物补贴力度大到离谱 很多大牌价格直接拦腰砍 点评论区或左华进商城 全场满150-2数 满减再叠券满300-80 快冲 大聪明张飞直接信以为真 在他看来诸葛亮不肯发兵救刘备 为的就是想让大哥死在东吴 自己好图谋自立 想到这怒不可遏的张飞 指着诸葛亮就是一通臭骂 张飞越说越冲动 甚至一把掀翻诸葛亮的帅案 眼看这丝已经失了志 马素急忙以醉酒为名 想让士兵把他拉走 可这张飞凶神恶煞 几名士兵完全不敢上前 要不是马素好言相劝 诸葛亮今天怕是要被活活骂死 张飞走后 马素刚想捡起地上散落的文书 起料诸葛亮突然暴露 你使用他作战 你今天捡起来 他明天还要来撒野的 马素被这一声怒吼吓得不知所措 他从未见过诸葛亮如此生气 自从刘备离开 荆州军务政务权由他一人打理 可自己的付出 却被张飞关羽当成另有所处 想当初自己功耕蓝阳不为权钱出事 也算得上是高雅之人 可如今他却要忍受匹夫之气 一年三百多天 天天都要挨张飞辱骂 这哥谁身上谁都得崩溃 可还没等他冷静 张飞竟带着关羽又一次来闹腾 二人决定发动兵舰 逼迫诸葛亮向东吴发兵 请军师下令 出兵伐武 这支兵马 已经不是从前主公和二位拉起来的几百人的小队伍 而是一支几万人的大局 什么时候打仗 该怎么打 都得按规矩 张飞可不管所谓的规矩 他现在铁了心弓打东吴就回刘备 我瞧出来了 你呀 是想他永远不会回来 你想战友京州 诸葛亮背对的哑口无言 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在张飞面前完全失效 眼看气氛越来越紧张 马速急忙解释说 诸葛亮已经派出黄中卫言去接应刘备 面对如此解释 一根筋的关张二人完全不相信 说罢二人便要亲自出兵讨伐东吴 诸葛亮 带的京州兵不可靠 要靠 只能靠我这一万个老兄弟 把大哥救出来 走 走 我们走 走 欺负二将军 三将军 主公回来了 主公回来了 是吗 是真的 是真的 就在门口 一听大哥回来 关张二人立马跑出去迎接 唯由诸葛亮双眼含泪愣在原地 他没有辜负刘备主播 可他自己却心碎一地 刘备刚一回迎 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拜见诸葛亮 可等他走进府内 诸葛亮已经挂印封金不见了踪影 怎么回事 啊 定是你们气走了军事 定是你们气走了军事 尤其是易得宁 我不在是 你们竟让军事饱受屈辱 是也不是 时隔一年刘备终于逃回荆州 关张二人见大哥归来 屁颠屁颠跑去迎接 在此之前 我先吃点从抖音商城买的各种零食 有猪肉腹牛肉面和粥黑鸭 抖音商城618好物介入的 各种食用新奇好物补贴力度大到离谱 很多大牌价格直接拦腰砍 点评论区或左滑进商城 全场满150-25 满减再叠券满300-80 快冲 可刘备环视一拳 却唯独没有看到军事诸葛亮 他这次能活着回来 靠的就是诸葛亮的计谋 想到这刘备立马奔进府邸 可当众人走进大堂 却发现诸葛亮已经挂印封金辞职离去 刘备立马猜出 军师的离去与这两个傻弟弟有关 见大哥发火 关张二人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他们终于意识到 长久以来二人一直错怪了军师 张飞自治理亏 他当即表示要把诸葛亮追回来 关羽见状也只能低着头跟在后面 而此时诸葛亮已经来到码头 剑官张二人追来 诸葛亮头也不回就要上船离开 关羽见状急忙一箭射出定住懒声 二人翻身下马 急忙拉着诸葛亮道歉 军师 你万万不能走啊 都是按张飞鲁马 开罪了你 按张飞 在这里给你赔罪了 先生 关羽 向先生请罪 见诸葛亮不说话 张飞拉着关羽又是下跪又是磕头 之前骂得有多嚣张 现在道歉就得有多卑微 可无论二人如何劝解 诸葛亮依旧铁了心要辞职回家 剑软的步行二人只能来应 张飞给了关羽一个眼神 二人一不做二不休 抬起诸葛亮就往回赶 自从被刘备逃回荆州 周瑜可谓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没没想到诸葛亮 周瑜总是会被气得大口吐血 孙权得知后 立马带着鲁肃前来探望 孙权明白周瑜放不下荆州 而他此次拜访也正是为了荆州之事 这些年刘备霸占荆州 杀害江东将士 就连孙权亲妹妹也被刘备取走 吃了这么多亏 若是再不挽回颜面 整个江东怕是要成了天下效果 周瑜文言轻蔑一笑 以前我打荆州你孙权拦着不让我打 现在我不打了你又求着我打 周瑜思索片刻 他终于想到了一出两拳之策 周瑜请求孙权你写一道奏书 让朝廷册封刘备为荆州目 如此一来 既能让曹操看到孙刘联盟稳步 也能让刘备对东吴放下戒心 时间一久刘备必然会露出破绽 届时在攻取荆州将会轻而易举 几天后朝廷果然下达诏书 可曹操这个老油条显然没那么好评 他不但封刘备为荆州目 还将周瑜封为南郡太守 而南郡地处荆州 曹操的用意显而易减 他就是想激起孙刘两家激战 自己则坐收余力 面对曹操诡计 孙刘两方又该如何抉择 我庞同斩翼 可比千里的九天之分 母后如此狭窄的心胸 怎么可能容得下我 哼 在下告辞了 鲁肃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的好心竟会办成坏事 周瑜死后 他本想将庞统引荐给孙权 其料庞统竟在周瑜葬礼上大耍酒疯 还说赤壁之战都是他的功劳 吴老太得之后怒不可恶 当即就要把庞统逐出江东 攻击是东吴的熏臣 姓庞的羞辱他 不就是羞辱东吴吗 任他有才 不用也罢 鲁肃文言心里直骂娘 庞统的智谋和诸葛亮齐名 要是把他赶走 无疑是东吴的一大损失 鲁肃找到庞统 希望他能给自己一些时间 他保证会说服吴老太 庞统在周瑜葬礼上耍酒疯 为的就是想试探东吴 可没想到东吴却毫不给面子 庞统越说越气起身就要离开 鲁肃本想阻拦 可庞统去义诀 根本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鲁肃怎么也想不明白 庞统辱骂周瑜 为何会被吴老太得知 于是鲁肃叫来手下 询问他今天都有谁拜访过太夫人 鲁肃文言立马反应过来 这一切定是那诸葛亮的轨迹 为的就是将庞统逼出东吴 另一边庞统一路来到江岸 找了艘快船便动身去往荆州 而此时的刘备正在荆州招贤纳使 庞统在看到墙上的招聘信息后 立马化身龙广提交简历 刘备看过简历后 顿时觉得这庞统是个人才 可当他看到庞统的长相时 刘备差点没把隔夜饭给吐出来 他从未见过有人能长得如此丑 虽说庞统国学多事 可长得太丑着实有违汉官威仪 刘备思索再三 决定只授予他一份县令工作 就这样庞统成功当上了公务员 可自从他上任以来 每日除了喝酒就只剩下睡大觉 权献正物那是一件没干 张飞听后气愤不已 哪有人领着钱想却不工作 张飞说什么也要去查一查庞统这丝 画面一转 张飞孙前便来到了磊阳衙门 见庞统还在睡觉 暴脾气的张飞直接泪骨声唐 强行将这丝唤醒 见庞统现身 张飞立马质问他为何要荒废正物 你是何人 我来张飞事业 你就是那个长板坡一声断色 下退八十万曹军的张飞呀 张飞可没工夫跟他扯皮 身为县令却只知道睡觉喝酒 他今天必须要让庞统给个说法 面对张飞的责问 庞统满脸不屑 还说磊阳这把长大的地方 他根本不屑答应 说着庞统接下来的举动 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这百日公文 半日你就批完了 这又何难 就连曹操孙权等呗 我都视为掌上玩物 区区百里小县 有何难忍的事 张飞打死也想不到 眼前之人竟是与诸葛亮齐名的奉处庞统 庞统自出任县令以来 每日除了喝酒就是睡大觉 张飞本想好好教训一番这次 其料庞统压根不锁 区区百里小县 有多少公事 将军稍作 带我发落就是 说罢庞统便让主部端来 所有积押公文 只见他一边审批 一边核算百日以来全线粮税 一共 需征多少 各驴加起来 一共是一万两千七百四十六 错了 一共是 一万两千七百五十三 七斗 不是吧 不是 那你们就拿算头 好好算算 算算 说罢庞统继续审批公文 几百字的文章 庞统只需扫上一眼 就能准确做出批准 不到半天时间 百日公文便被他全部批完 如此神速 一旁的孙前张飞看的是目瞪口呆 这时主部也核算出征收粮税 一共是一万两千七百五十三十七斗 与庞统说的丝毫不差 张飞闻言瞬间震惊 权限税收众人足足算了半日 可庞统只是扫上一眼便能心算无 张飞立马意识到 眼前之人绝非凡夫俗子 他当即邀请庞统随自己回荆州面见刘备 张飞可不管他那么多 直接令手下看住庞统 随后便连夜赶往荆州面见刘备 刘备得知后也是大为震惊 如此闲才他怎能放过 当即便拉着众人赶往磊阳 等刘备赶到是庞统刚刚睡醒 只见他一把扔出酒壶正要招呼吓人打酒 刘备一看机会来了 他立即上前便要亲自为庞统打酒 先生 你喜欢喝什么酒 姓花村 好 我手机给你打来 这时士兵来报说 刘夕得了重病 孙夫人要刘备即可返回 可刘备却直接拒绝 孩子没了可以再生 但庞统要是走了他上哪里去找 刘备此言让庞统大为震撼 漂泊多年他从未见过如此爱才的统帅 不久后刘备打酒归来 庞统接过酒服思索片刻后 他还是决定离开 刘备闻言虽然不舍但他也不再抢救 想到庞统腿脚不好 刘备又将自己的敌鲁马一并送重 庞统倒也不客气 骑上敌鲁马扭头就走 这可把张飞气坏了 这又是打酒又是送马 可庞统这丝却毫不领情 张飞当即拔剑便要斩杀庞统 好在刘备及时阻拦 他认为庞统不会辜负于他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走远的庞统果然掉头返回 祖宫 你还愣着干什么 回荆州啊 你叫我什么主公 叫我主公 哎 零主公 文广这一辈子 就想找一个 真正能施千里马的英主 今天终于找到 庞统终于认可了刘备 自此卧龙奉处权规刘备所有 有着如此一手好牌 刘备的目标终于可以描向西川 如果现在天下没有我曹操 不只有几人称帝 几人称王呢 我今天就告诉你们 你们想错了 我曹操 绝非 他们才记得那种人 曹操为彰显自己的野心 沐熙号是三年建造出一座 宏伟的铜雀台 完工当天他召集群臣们 共同赴宴 而在当时只有帝王 才可以铸造高台 曹操此举无疑是想表明 帝王之志 同时也想趁机试探群臣们的心思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宴会当天 许多宫廷大臣纷纷缺席 就连巡狱也是因病请假 从这就能看出 依然有许多大臣还在拥护大汉 曹操见状也不再多言 直接令承玉开始宴会 宴会第一劫便是武将骑射 各路武将花式整活 三公子曹张更是超群出众 只见他一攻打两剑 两剑射出同时中把 如此高超引得周围 将士纷纷叫好 就连曹操也是大为夸赞 武将骑射曹张摘夺冠军 曹操亲自授予他锦断红袍 而接下来便是整场宴会的重头戏 曹操令现场所有文臣共同写 副的主题便是这同阙之台 曹植文言当即下落 本就才华满库的他 不一会儿就写下了一篇百字诗文 文章雄伟霸气 既称赞了曹操功名盖世 同时也拥护了曹操帝王之心 曹操看后大为欢喜 可当他看到曹操的文章后 曹操的脸色顿时阴沉 司马懿 在 你把这两篇符给诸位念你 司马懿先念出曹操诗词 此早华丽字句优美 大臣们各个听得点头称赞 可当他念出曹操作品时 词不达意驴唇不对马嘴 大臣听得是哀声哉道 毫无疑问这场师傅比赛曹操轻松获胜 作为奖品曹操还赐予他为平原后 在场群臣也是纷纷祝贺 同时借着曹操师傅 大臣们都想劝曹操废帝自立 曹操当然也有帝王之心 可思索片刻他还是婉言俱绝 散会后百官们纷纷来到曹操府上到写 却唯独司马懿找到了曹丽 曹丽听得一脸懵逼 司马懿泄士道 曹操的诗词虽然写得好 可他也会因此失去世子之位 宴会当天所来的群臣大都官决底下 曹操的劝禁之词虽得到了他们的拥护 却会引来寻遇等汉朝大臣的反感 光是这一点曹操已经输了 更何况同阙台之词已经流传天下 曹操文章虽然优美 但他的反汉之心却受到了天下人谴责 而曹丽的文章虽然拉垮 但主体上却是拥护大汉 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 曹丽在这点已经完胜曹操 这也暗示着二人日后的命运将会大为不同 聪明 真聪明 聪明到这个地步的人 命也不长了 这天曹操在花园散布时 在门框上写下一个活字 活字写完曹操扭头就走 众人一脸懵逼 谁也不知道曹操想要干嘛 只有杨修看到后道出了缘由 随后众人走进屋内 只见曹操的桌案上放着一盒糕点 糕点上写着三个大字一盒酥 众人都不敢动这盒糕点 但投铁的杨修竟直接打开 要佣人们一人吃上一口 而曹操这时却恰巧回来 杨修一脸得意地说 糕点上的一盒酥 正是一元一口酥的意思 曹操文言对他的聪明赞不绝口 可杨修却不知道 自己的聪明也会在日后 给他招来杀身之火 杨修走后曹操叫来寻御 寻御见到桌子上的糕点 拿起一块就往嘴里开旋 听闻此言 寻御大为震惊 北梁马腾速来与曹操不和 可为何会在今日送来一盒糕点 曹操说这是马腾给朝廷送来的中秋贺礼 他给天子送去黄金万两 可他曹操身为丞相却只分得了一盒典型 这显然是在对曹操羞辱 自从曹操兵败赤壁 北梁马腾就三番五次攻打许昌 寻御认为想要平定江南 就必须要先清除马腾这个祸害 曹操闻言急忙问他有没有计划 寻御立刻想到了一条妙计 他建议曹操上表天子 封马腾为真男将军 让他出兵讨伐孙权 等两方人马打得你死我活时 曹操在出兵将其一网打尽 几天后天子果然下达诏书 马腾看着纸上内容 他立刻就猜到这是曹操的奸计 可圣旨下达他不得不遵守 马腾思索片刻决定将计就计 既然要讨伐东吴 他们的兵马就必定要路过雪昌 必能杀的曹操猝不及防 曹操用天子召令令马腾攻伐东吴 马腾自然不是傻子 他一眼就看出这是曹操的奸计 于是他决定将计就计 对外就说自己和北梁军闹反 然后轻率五千骑兵假意投降 再让马超等人在许昌城外设府 双军理应外合定能斩杀曹操 为了万无一失 马腾还派出手下密件曹操大臣黄奎 黄奎本就对曹操恨之辱 一听马腾要灭曹 黄奎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 而另一边 巡域也给曹操带来了紧急要口 西梁军不知为何突然内乱 含遂与马超率兵攻打马腾 马腾军死伤惨重 现在只能带领五千残兵投奔曹操 这个事我怎么听上去觉得这么蹊跷 曹操的怀疑并无道理 马腾作为西梁军统帅 其为人比狐狸都要狡猾 怎可能会被马超含碎打得落花流水 正在曹操犹豫之际 马腾的兵马已经到达雪昌 事已至此曹操也只能先让马腾进城 双方一见面 马腾就开始大肆卖惨 直呼儿子马超坑爹 竟会为了兵权不惜与含碎狼狈为奸 要不是他的款 怕是早就被这二人乱刀砍死 马腾说得一把鼻涕一把肋 可曹操还是有些怀疑 他表面承诺会帮助马腾 背地里却安排曹张 调查马腾带来的五千兵马 曹张领命后立刻前往马腾军营 可他视察了一拳 却发现这五千人马残的残伤的伤 显然就是一只残军若远 要打败他们 你需要多少人马 而只需五百精兵 便可以把他们斩尽杀绝 五百人马就够了 足够 听闻此言 曹操这才放心下来 与此同时马腾秘密会见黄奎 他表示刺杀行动就在今晚展开 可现在的问题是 自己的兵马在城外 想要攻进城就得有人在晚上把城门打开 黄奎闻言表示这好吧 他的小舅子苗泽正好就是城门关联 只要晚上马腾军举起火把 他立刻就让苗泽打开城门 可谈话间 黄奎的头顶竟突然冒起绿光 原来此时的苗泽正与他的老婆翻云妇女 完事后苗泽刚走出 迎面就撞到了回家的黄奎 他刚想解释 黄奎却把他叫进屋内 随后黄奎又抽出四十米的大刀 苗泽以为偷情仪式被发现 急忙跪下求饶 我要你为我做一件事 姐夫 姐夫请示下 无论何事 我必遵命 今夜三更 你看见城外两处三只火把 就打开许昌南门 开城干什么 迎马腾军进城 脚落 曹操 马腾 我把你当兄弟看 你又是怎么带我的 退 曹贼 我乃世代忠良 你乃篡汉之坚力 我恨我的尸尔的肉 不尔的皮 拿出去斩了 马腾率五千骑兵夜袭雪长 可他没想到 自己的计划早已被曹操看破 夜半三更 马腾准时在城外举起火把 守城官立看到火把后立刻打开城门 见城门已开 马腾火速下令攻进许昌城 冲进去 冲啊 马腾大军一拥而入 可这时暗中埋伏的曹军突然发动攻击 马腾这才意识到 自己中了曹操埋伏 可他毕竟是北梁第一狠人 字典里从来没有撤退二子 马腾令马带为自己拖延时间 他和马铁则直奔曹府活捉曹操 而这时曹操的大将都以外出迎敌 见马腾率兵杀来 所有人都劝曹操撤到后院躲避 你说什么 这是我的都城 我还要逃到后院去 西梁有萧綦 难道我没有吗 我而曹操 冤生西梁萧綦 话音未落 浑身浴血的曹操便跑进屋内 手里还拽着马铁的人头 浑身是血的马腾被押入大堂 见儿子已被斩杀 马腾的脸上写满绝望 他大骂曹操是祸国殃民的奸贼 要不是马超没来 他不可能败在曹操手里 曹操文言也不愿与他废话 当即下令将马腾斩杀 事实上若不是马腾被叛徒出卖 曹操或许真的难逃一死 而这个叛徒不是别人 正是黄奎的小舅子苗泽 苗泽本就对黄奎怀恨在心 当黄奎告知他要刺杀曹操时 他表面上装作答应 可被逼里却将此事告知曹操 这才导致马腾兵败解而被杀 黄奎也被曹操抓进大牢 为了逼他供出同伙 黄奎每天都被打得死去活来 终于黄奎实在撑不下去 只能供出同伙名单 随后他趁看守不注意 一头撞在刀刃上文景自杀 随着黄奎交代 荡晚参与刺杀的宫中大臣 全部被曹操斩首 原本事情应该告一段落 可循玉却在这时 爆出了一个惊天大挂 曹操文言顿时大惊 他没想到自己的亲儿子 竟然会谋害自己 当即便要让徐楚把曹丕抓来 循玉劝曹操不要冲动 现如今黄奎已死 他很有可能是想 故意拉曹丕下水 循玉建议等查明真相后 再做决定 可曹操管不了这些 当初曹冲的死 就与曹丕有关 现如今马腾刺杀他 竟也有曹丕的身影 你且想想 祝公子之间 谁的党领最大 根基最深 如果我一旦遭遇不幸 谁最有可能 继承我的党 批公子 立刻拿他 你是黄奎的后台吗 你是马腾的内应吗 你想借马腾之手杀死丞相吗 绝对你 万万不是啊 曹丕你听着 如果你想借马腾之手杀死丞相的话 谁也帮不了你 包括我 黄奎临死时将曹丕共为同伙 曹操不敢相信 自己的亲儿子居然也要谋害自己 他当即命令徐楚把曹丕抓来 一听亲爹要抓自己 曹丕顿时下酿 他深知曹操的为人 要是被他认定自己勾结黄奎 曹丕就算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看 无助的他只能请求司马懿能帮帮自己 可是发突然 司马懿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他只能叮嘱曹丕死不认证 然后将所有罪行都推给曹丕 如此一来就算洗不清嫌疑 至少也能保住性命 就这样 曹丕战战兢兢跟着徐楚去面见曹操 一见面曹操就扔给他一份名单 这正是黄奎交代出的党女 而曹丕的名字赫然就在其中 你为什么要勾结黄奎 迎马腾入手杀 曹丕闻言吓得魂飞魄散 他立刻表示自己毫不知情 一定是黄奎这次在诬陷自己 面对他的解释曹操当然不信 他指着隔壁房间说 黄奎正在受刑要使曹丕不老实交代 等到黄奎招供时 保准要让曹丕吃不了兜着走 曹丕听着隔壁的惨叫 吓得大气都不敢喘 可他不知道黄奎其实已经凉凉 惨叫声不过是曹操安排的表演 见曹丕还不愿交代 曹操只能劝他好自为之 曹操劝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只要曹丕承认 他就不会杀他 这种骗小孩的把戏曹丕当然相信 他表示自己完全无辜 黄奎内斯是四弟曹操的门客 有啥问题你应该问曹操才对 曹操闻言当场暴怒 拿起长剑一剑便朝曹丕展来 好在曹丕躲闪即使只是斩断了法杂 但从中可见曹操却拾动了杀星 曹丕虽然恐惧 但他始终咬定自己并无二心 见自己的儿子如此姻缘 就连曹操都感到震惊不已 但他还是想做出最后事态 于是他拿起一把棋子 若是曹丕还不交代 他就要用手中棋子决定曹丕生死 如果是单数曹丕可以活 反之双数他就要斩杀曹丕 见儿子依然不承认 曹操开始将棋子摆下棋盘 随着棋子落下 曹丕紧张到双指都被扣出鲜血 最终棋子的数量为双数 可曹操却在这时将其中一枚棋子抽走 曹操 看来你没有骗父亲 贝尔 不尽委屈你了 曹丕的隐忍最终还是打动了曹操 也正是从这时开始 曹操终于下定决心将世子之位传给曹丕 随后徐楚也传来激情 原来自马腾死后 马超与寒碎一直想为其报仇 如今已经集结二十万大军朝许昌公安 一场生死大战就此拉开为目 曹操直言告诉马超 你小子和你爹一个德行 除了会骂人就只剩会装闭 今天我曹操把话撂下 如果你能把我打跑 我曹操从此跟你一个信 听闻此言 马超彻底破防 见马超重来 大将于静率先出击 眨眼间两位猛将打得不可开交 可马超毕竟是西凉战神 手中的冷灰枪枪出如龙朝朝致命 围过多久于静便落入下风 随着一招横扫 于静的头绳瞬间被切断 可还没等他回过神 马超的枪劲直接刺中于静战马 紧接着一个托马斯回旋梯 于静直接跌入马下 见于静战败一旁的张和急忙上前支援 张和的手中大刀飞速旋转 其勇猛之势颇有关二爷些许风范 二人一时间打得难舍难分 随着战斗持续 张和的体力显然有些下降 可反观马超确实越战越勇 终于马超瞅准时机一枪刺中张和战马 张和瞬间倒地无法再战 见马超大军冲来 曹操急忙摆开防御军阵 可曹军的防御在北梁霄旗面前完全不起效果 眨眼间马超的骑兵就撕开了曹军防线 见马超杀到眼前 曹操直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骑上战马扭头就跑 见老板都提同跑路 士兵们哪还有半点战役 一时间整个山野到处都是逃命的曹军 马超见状赶紧下达通缉令 听到马超认出自己 曹操赶紧解下红袍丢在地上 喜料这马超竟自在追踪功能 他又下令让士兵追杀有胡子的骑兵 曹操文言心头大惊 立马抽出匕首将胡子剃掉 可他不知道 自己的动作已经被马超看得一清二楚 见马超依然能认出自己 曹操紧紧抓起一块黑布缠在头上 趁着士兵与马超纠缠 曹操立刻选了一条小路逃跑 不知跑了多久 身后的厮杀声终于停歇 可就在他准备下马歇息时 阴魂不散的马超竟又一次杀到 曹操大惊失色 调转马头就一逃走 马超剑撞直接掏出冷灰枪朝曹操刺去 关键时刻徐楚及时赶到救下曹操 剑主熟的鸭子被抢走 马超气急败坏拿起配件就要和徐楚拼命 徐楚自知马超难产 短暂交手后就撤军回营 此番大战最终以曹操的大败落下为命 首战势力曹军损伤惨重 而面对马超的第二次进攻 曹操又该做出如何抉择 丞相 回大让吧 天太冷了 滴水成冰啊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地水成冰啊 承越 你给了我一条妙计啊 同关首战曹操大败而归 马超率领的西凉骑兵所向披靡 一路将曹操打的割须气袍逃回魏河 此时的曹老板心里一万个委屈 面对马超他打又打不过骂也骂不过 现在能做的只能是修筑迎战 与西凉军继续僵持 可就在这时 曹仁又给他带来一个坏消息 听闻此言曹操顿时心如死灰 但为了抵御马超进攻 他还是硬着头皮让曹仁用泥土修筑迎战 可用泥土铸成说着简单做着难 曹仁领着士兵忙活一夜 等第二天睡醒 昨晚铸造的城墙早已被大风吹得东倒西歪 将士们一夜的努力全部白费 眼看马超大军随时都会攻来 承郁建议曹操先撤回许昌 等日后有机会再来找马超算账 可曹操认为现在撤退已经为时已晚 西凉军早已在军营四周布下服兵 一旦交战 西凉军必然会把他们杀的片脚不留 就在众人发愁之际 马超的大军已经杀到曹军阵前 为了鼓舞军心 曹操只能给曹仁下达死令 现在是性命攸关的时刻 第一必须出战 第二必须战胜 第三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里 给敌人最凶猛的攻杀 否则 马超就会知道我们没有立足之地 他就会率领所有的军队来攻杀 明白吗 明白了 曹操的一番话顿时让曹仁打满鸡血 当即立誓不败马超绝不回城 说罢曹仁便率领所有将士出城营底 将士们虽不怕死 可曹操心里明白 如果不能住好城墙 再多的努力也只是白白牺牲 见曹操如此忧愁 一旁的承玉建议他先回帐内休息 此时的关内气温寒冷 地上的水都被冻成坚固的冰块 听着承玉的话曹操顿时灵光一闪 承玉 你给了我一条妙计啊 曹操命令承玉将士兵分成两波 一波人去渭河台水 另一波人继续修筑城墙 等到城墙建成再用河水浇盖 如此一来城墙上的水就会因寒冷而结冰 等到第二天天亮 一座坚固的冰城拔地而起 把超剑撞也是无比震惊 他急忙命令士兵射减 可见羽射出却无法对冰墙造成丝毫伤害 曹操铸成成功 而也意味着他的反攻计划正式开始 同关之战终于迎来转折 见马超如此狂妄 一旁的徐楚忍无可忍 说着就要与马超大战三百回合 随着城门开启 徐楚提着大刀便朝马超杀来 二人同为两军的最强战力 一出手就拿出了各自的看家绝火 徐楚的大刀是大力尘 马超的冷挥枪力拔千军 二人一攻一挡打的南风高下 马超瞅准时间弹开徐楚大刀 二人护砍一击拉开距离 紧接着吊马再战 战斗一直从早晨打到中午 二人足足打满一百五十个回合 胯下的战马都快累到 可双方依旧胜负难分 二人回应相继换马 第二场战斗就此展开 双方打的你来我往 从马上打到马下 从中午打到傍晚 可两人依旧胜负未分 曹操健壮不免的心生忧虑 马超如此消远 现在不将其铲除 日后必定会成为第二个旅温 话语刚落只见西梁军后方亮闪起树面军起 原来就在徐楚与马超交战时 曹操秘密安排徐晃趁机绕后 如此一来西梁军便赴被受敌 曹操见时机成熟 立马召回徐楚下令全军进攻 西梁军顿时阵脚大乱 眼看曹军势如破竹 马超无奈只能下令撤兵 此战无疑是曹操获胜 西梁军折损两万兵马 梁草也被曹军夺走大阪 没有梁草即便西梁军占据人数优势 也将毫无意义 韩岁建议马超先和曹操一合 等到日后有机会再与曹操决战 可此时的马超早已被仇恨冲昏头脑 说什么也不愿和曹操讲和 好在其他将士还算理智 大家纷纷劝马超先行撤军 在众人的苦口劝说下 马超也只能被迫妥协 夜晚 韩岁给曹操送去了讲和信 看着信上内容 曹操顿时有了计划 次日两军约好八兵讲和 曹操故意表现得十分热情 与韩岁嘘寒问暖有说有笑 看着二人如此亲密 一旁的马超气得咬牙切齿 父亲马腾被曹操所杀 而叔父韩岁却与杀父仇人称兄道弟 从中便能看出 此时的马超已经对韩岁抱有戒心 曹操的离间计已然成功一半 而接下来一件事的发生 更是让马超对韩岁恨之入骨 这是曹老板最成功的离间计 为了分裂韩岁与马超 曹操故意给韩岁送去罢兵信 而信上内容被他用浓墨突然 韩岁看着满是墨水的心一脸猛逼 正当他疑惑之急 马超这时恰巧走来 看着信上的内容被墨水涂抹 大聪明马超立马心生怀疑 之前韩岁向曹操求和就让他心存不爽 如今这罢兵信又被墨水涂 他怀疑韩岁是在王婆卖瓜自导自言 马超越说越起 对着韩岁就是一顿臭骂 先父与你是生死之间 现在先父的大仇未报 竟然生出一心来 韩岁听后满脸委屈 他与马腾从小穿一个裤衩长大 怎可能会被信弃 再者曹操兼诈歹毒世人皆知 他怎可能会和曹操狼狈为奸 面对如此解释马超还是不幸 此一时彼一时 现在我们交战不胜 你就和曹操攀上亲了 梦歇 你 为了证明清白 韩岁让马超在明日刺杀曹操 是清是白自然能见分晓 可他不知道曹操的离间计有多么很 第二天韩岁准时来到曹营门前讲 可众人等了半天 却只等到一位曹操派来的姓氏 而姓氏接下来的话 更是让韩岁当场杀眼 韩将军 丞相正在会晤许昌来的天子使臣 暂不能出来相见 不过他让我转告将军 那封信收到了 将军的心意 丞相已经了然 丞相说 他一切都会按约定来 请将军那头切莫误事 千万 你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 韩岁肯定是听不懂 但马超可是听得一清二楚 韩岁 你这个吃地爬外的奸贼 莫喜 你这是说什么呢 勾结曹贼 想害我性命 剑马超已经中了离间戟 韩岁刚想解释 其料下一秒马超竟提着长枪就朝韩岁杀来 韩岁自知必死 索性双眼紧闭放弃抵抗 可这时曹操却下令士兵朝马超射击 马超急于躲闪不慎摔下战马 眼看侄子有危险 韩岁快速上前想要扶起马超 可此时的马超已经完全失智 看着韩岁双手扶来 马超手起刀落 一刀将韩岁的左臂斩断 见此情景曹老板笑得何不拢走 当即下令全军出击活捉马超韩岁 就这样在曹操的离间计划 西梁二十万大军群龙无首 几日不到便被曹军彻底击跑 同关战败后 马超带着少量残兵投奔汉中张武 而韩岁则被曹操逼退至枪足地盘 后在与夏侯渊交战中不幸病逝 自从西梁军威胁彻底铲除 关中四官被曹操牢牢把控 而另一边刘备也在忙着扩充西传 三国对立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敢问足下师 在下旁统自事员 浩凤厨 我给你介绍一下 那位呢 是荆州将军关云长 那位是南郡将军张义德 我等奉刘皇叔之命 在这已经等候张大人多时了 同关之战 曹操大败马超二十万大军 关中四弟静落于曹操之手 马超兵败后 带领五万残兵投奔汉中张武 天下局势进一步计划 张鲁自知不是曹操对手 于是就败马超为将派兵攻取西川 西川太守刘张昏庸无能 他以为马超就是个矛头小子 自己坐拥二十万大军 马超赶来必让他有来无回 见刘张做起了白日梦 一旁的法政张松急忙将他叫醒 主公知道礼部吧 当然 手中方天己跨下赤兔马 天下无人可敌 曹操说 马超之勇不下于五步 渭水之战中 马超把曹操杀得 隔绪蒙面而逃 陷陷丢了杏鸣 只因曹操吃了离间计 那马超才功亏以为 刘张文言差点没被吓尿 连忙让张松二人想想办法 只要能保住杏鸣 投降也不是不可以 见刘张如此怯懦 法政和张松私下密谈 二人一致认为西川早晚会断送到刘张手中 与其跟着他受贡 还不如早些把西川交给他人 说着张松拿出一张地图 地图所住乃是西川所有军事要的 可以说谁能得到这张地图 基本就等于得到半个西川 二人商议后决定把地图献给曹操 曹操兵多将果 由他来统领西川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可他们没想到 此时的曹老板并不愿出宫 同关一战虽然获胜 可这一战消耗过大 囤积八年的钱粮基本耗光 曹操决定修生养民为所发育 数年之内不再打仗 听到西川张松拜访 曹操想都没想就让他哪凉快哪呆着去 就这样张松一连等了六天 才有机会觐见曹操 可当他要进府时 门口的仆役却又将他拦下 说是要禀报曹操才能让他进去 可仆役说完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你在等什么 还不快去 在等 大人你的心命啊 什么 我是一周别价 千里迢迢来见丞相 你这奴才 还要收礼 不管大人从哪里来 不能坏了相府的规矩 张松文言差点气诈 可仍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交不好处费张松终于见到了曹操 一见面张松表明来意 并现出西川地图 其料曹操看后无动于衷 还怀疑张松其实别有用心 张松我视天下诸侯如同草剑 大军到处 战无不胜 攻无不取 顺我者生 逆我者死 这你知道吗 曹操的话无疑是在警告张松 只要他愿意随时都能攻下西川 用不着在他面前耍花样 见曹操如此装逼 张松也不再客气 昔日浦阳宫旅步之时 满城战章秀之 炽必宇周郎 华容逢官与鱼 隔须气袍于铜关 多传必见于渭水 恕如 如此放肆 左右腿去斩了 见曹操动怒 承郁杨修急忙上前劝说 两军交战不能斩杀来使 曹操文言这才稍作平息 恕如坐锦观天夜郎子堂 狂背可恨 如果不是看在他们俩的份上 定不着 左右 再 棍棒打出 诺 就这样张松被曹操扫地出门 而在回西川途中 张松却碰巧走进了刘碑地盘 他刚想逃跑 其料几位标形大汉突然冒出 所来之人正是庞统与关张三人 曹操不能近在主人一 我家主公 可是个好客的贤君呢 哈哈哈哈 永年兄 快快请吧 请学生上证 就这样张松被庞统三人带回荆州 而刘碑已经在此等候多时 夫人有些发火了 请主公回去一趟呢 夫人发火 我就不能发火吗 妻子无衣服 兄弟 这是三国中有名的张松县徒 张松本想以县徒为名 让曹操接管西川 其料曹老板看他长得丑 非但不对他接待 反而将张松乱棍打跑 张松心灰意冷只能回家 其料在路过荆州时 却被庞统关张三人拦住了去路 曹操不能近在主人仪 我家主公可是个好客的贤君呢 哈哈哈哈 永年兄 快快请吧 去学生上证 见对方是刘备的人马 张松这才放下心来 与此同时 荆州城外也是一片热闹 张松一下车 眼前的场景让他虎去一阵 只见刘备诸葛亮亲自迎接 三军将士齐声呼喊 为迎接张松到来 刘备搬出了最高招待规格 张松受宠若惊 连忙表示自己就是个小人物 哪能经受起这般灵 刘备很想说 要不是你拿着西川地图 老子才懒得搭领你 随后刘备邀请张松进屋落座 酒宴上众人轮流给张松敬酒 不多是张松便喝的小脸通火 而同样的宴会 刘备整整举办了三天 就连孙上相叫刘备回家 刘备也不管不顾 妻子无衣服 兄弟无首 何况是永年障的国事 更应该甘胆相掌 见刘备如此客气 张松终于被他的真诚所打断 趁着酒精 张松决定给刘备献上一份大礼 汉之谋贼 都持强凌弱 寝占大汉城池 皇叔是汉史宗亲 仁义之名 文于天下 却只能寄人理下 张松命 心有不平啊 说着张松便把众人拉到账后 拿出西川地图想要献给刘备 图上标注着西川一十二军 以及所有军事坐标 可以说得到此图就等于得到半个西川 庞统和诸葛亮看得两眼放光 可刘备却一把将地图扯走 接着又拿出自己的虚伪人意 说刘央和自己都是皇室宗亲 他不能占领自家人地盘 说罢刘备便转身离去 见此情景张松心灰意冷 若是刘备不娶西川 西川便只能拱手让给张武 庞统见状劝他不要着急 他已经想到了让刘备进军西川的方法 西川不是面临险境 只要你主公刘章 请我主公领兵渡川 议计张武 我家主公必去犹疑 刘皇叔刚才已经说了 他一决 不去 是在人为吗 在庞统的劝说下 张松次日便返回西川 劝刘章请刘备入川 可他的提议却遭到皇权李延的一致反对 二人认为刘备这次太过虚伪 帐下的诸葛亮庞统等人又诡计多端 放他们入川无异于隐隆入室 如果照他入手中 请问主公如何相待 主公 若以不取代之 刘备岂肯伏地作小 主公 若以克里相待 那么一国岂能拥二主 时间一长 刘备若反克为主 主公 又该当如何 二人的担心并无道理 可面对张武大军与马超恭喜 除了找刘备帮忙已经别无他了 刘章思索在三后决定采用张松一姐 并派出法证邀请刘备出兵 马超帅数万铁骑攻打西川 刘章自知不敌 便想邀请刘备入川结盟 可他的提议却遭到大臣们一致反对 刘备远得人心 尽得民望 更兼诸葛亮旁统之志 关张赵之勇 如果赵他入蜀中 请问主公如何相待 一国岂能拥二主 时间一长 刘备若反克为主 主公又该当如何 黄泉的担心并无道理 若是招刘备入川 以他的虚伪必然会反克为主 可此时的刘章完全不听权 他认定刘备是个好人不会害他 说着他便要起身迎刘备入城 黄泉见状立马跪顶 死死咬住刘章裤衩不让他离开 见黄泉如此畜生 刘章一脚将黄泉踹翻在地 他今是要接刘备入川 谁敢再阻拦他就要砍谁人头 岂料刘章刚走出屋外 王场上已经跪满了蜀中大臣 大臣们都抱着必死之心 劝刘章不要接刘备入川 现在阻止刘备还不晚 如果让刘备进入浮城 让他进入川树之地 那就是龙若海虎进山 川树之地尽尸啊主公 文听此言刘章顿时大怒 在他看来自己和刘备同为刘氏皇祖 自己人不会坑自己人 以刘备的仁义不可能加害于他 说着便命令士兵将大臣们乱棍打跑 刘章继续朝城门走去 可这时城门上却突然传来呼喊 只见大臣王类手持书建议于城门 他试图以性命为之唤醒刘章 王类声为俱下苦口劝说 可刘章根本不听劝 反而还指责王类霍乱军心 要把他关进大牢 剑好心被当作驴肝碎 王类心灰意冷直接拔剑割喉 看着王类衰落的尸体 刘章不仅没有同情 反而还率军从王类的尸体上踏步 而另一边 刘备的兵马已经抵达一周边界 法政建议刘备 待会儿刘章出城迎接 刘备可以趁机挟持刘章 逼迫他交出西川大权 庞统也在一旁附和 挟持刘章无疑是控制西川最快的方法 可刘备闻言缺一口回绝 他好歹也是证人君子 去人家地盘做客还想趁机偷家 这要是传出去不得被天下人骂死 说罢刘备便气愤离去 旁统斯兰想去决定先斩后奏 他令魏妍在刘章入宴时趁机刺杀 转眼间刘章已经率兵抵达 刘备热情地招他用宴 而魏妍此时也展开行动 他以助兴为有想跳上一段剑� 刘备见状没有说话 刘备见状没有说话 反而是一旁的刘章拍手叫好 好 好啊 我正想看看 荆州将士之勇啊 就这样魏妍拔出宝剑开始跳舞 只见他一边舞剑 一边将剑锋对准刘章 魏妍借献武之名想要刺杀刘章 他一边舞剑一边向刘章靠近 虽说样子滑稽 可令谁都能看出魏妍的剑武暗藏杀机 剑主子有危险 一旁的张刃当即拔剑就要与魏妍队伍 二人明面上舞剑助兴 实则已经打得不可开交 见此情景其他将领也纷纷加入战斗 一时间两军将士打得不可开交 好好的酒宴竟成了武林峰 眼看局势就要失控 刘备赶忙扔下酒杯叫停众人 魏妍 弃剑 荆州来的将领 如有不弃剑者 立斩 见刘备发话 荆州将领纷纷丢下武器 刘章闻言也命手下离开营帐 可看着刘备的满脸虚伪 大将张仁实在无法忍受 他扔掉配剑气冲冲就要离开 刘备见状急忙将他叫出 他表示自己绝无恶意 来到西川只是为了帮刘章对抗张武 如若自己真想图谋西川 他愿意让川军将士斩他手机 见刘备如此诚恳 刘章彻彻底放下戒心邀请刘备入军川水 刘备入川的消息很快传到东楼 城普建议孙权向荆州发兵 此时的荆州兵力必定空虚 一旦开战刘备必败 孙权当然也想夺回荆州 虽说此时的荆州兵力不足 可依然有诸葛亮坐镇 贸然攻取势为不妥 一旁的吕蒙也认同孙权观点 刘备走势特意将孙上香留在荆州 孙流两家一旦开战 诸葛亮必然会胁迫孙上香令东吴退兵 所以想要夺回荆州 就必须先让孙上香回到东吴 吕蒙的分析头头是等 就连孙权也大敢认同 看来周瑜死后 吕蒙终于再也不是无下阿蒙 为了谨慎起见 孙权又找到鲁肃想听听他的意见 此时的鲁肃已经重病缠身 每说几句话就要大口喘着粗气 孙权告诉他 刘备正在出兵西川 此时正是攻打荆州的最好时机 同时孙权也说出了自己的疑虑 荆州虽然没有刘备 可依旧有诸葛亮作战 双方战争一旦陷入僵持 北面曹操必定会顺势南下 到时候孙流两家都会有灭底之灾 所以此战必须要速战速决 鲁肃文言当即赞同孙权想法 可他现在并入高荒无法从军作战 考虑在三后 他推荐吕蒙为下一任大都督 孙权想派兵攻取荆州 可由于孙上香与刘备成亲 想要与诸葛亮开战 就必须先把孙上香接回东吴 于是孙权便派出周扇给孙上香送信 谎称吴老太病重 要孙上香火速返回东吴 得知母亲病危 孙上香立马收拾东西就要回家 可在离开之前 他还要找诸葛亮提前报备 文听此言周扇立马将他拦下 要是被诸葛亮得知 他肯定会认出这是孙权的寂寞 诸葛亮奸诈 他或许不敢应来 但却可以推说 此事他做不了主 要皇叔同意才行 而皇叔现在属中 信使来往一次 就要一个多月 那不是耽误了太夫人 周扇建议孙上香先斩后奏 等到了东吴再给诸葛亮回信告知 孙上香觉得有道理 于是就带着刘扇离开了荆州 可还没等他走远 庸人就将孙上香离开的消息通知给诸葛亮 诸葛亮文言顿时大惊 孙上香走也就算了 居然还要把刘扇一起带走 刘备要是知道自己出个差 老婆孩子都没了 自己还不得被刘备生吞火爆 而此时的孙上香已经抵达东吴边界 见赵云追来 周扇立刻下令让士兵阻击 可这些士兵怎可能会是赵云对手 只见他挥动龙胆英枪 枪过之处无军尽数倒地 眨眼间便杀到孙上香车前 此时的孙上香还一脸懵逼 见赵云杀来 他只好拉着刘扇乖乖下车 夫人 赵云 你想干什么 夫人为何不死而变 我母亲病在危堵 无暇刺行 夫人谈病 何故要带小主人去 阿斗是个没有娘亲的孩子 若留在京州 无人照看 赵云闻言甚是无语 那刘扇又不是你孙上香生的 你把刘扇带走还不得把刘备给气死 赵云当即撂下狠话 孙上香要是敢带走阿斗 他今天就要大开杀戒 见赵云如此无礼 孙上香当即下令要斩杀赵云 赵云剑撞只能拔出青钢剑还击 眨眼间护卫的武器便被赵云禁术斩断 紧接着赵云趁其不备 一把将刘扇抢入怀中 夫人 你知道青钢剑削铁如你 当者必死 请不要逼赵云 剑将不轻 见赵云动了杀心 孙上香只能妥协让他带走刘扇 可这时周扇却拦住了众人去 他奉孙权之命 必须要将刘扇带回东吾 说着周扇便下令拿下赵云 就在这时张飞带着援军及时赶到 只见他挥动长矛 一击便将周扇斩于马下 见此情景 孙上香顿时大怒 叔叔 你咋干这般无礼 见张飞不肯放自己离开 孙上香当即拿出断剑底在驳梗 以此来要挟张飞赵云让路 见孙上香以死相逼 赵云急忙劝张飞放行 要是逼死孙上香 他们也没法向刘备交代 嫂嫂 既然你去欲已决 我也就不拦着你了 俺哥哥是大汉黄叔 如果你还念着我哥哥的情意 就紧早早回来了 说罢张飞便带着刘善转身离去 而在另一边 刘备与刘章成功击退张吾 可两人的矛盾却在渐渐显现 我恨自己 我恨自己啊 这 我恨我 既想以仁义为本 又想取西川成功名大义 可是这两者 水火难容啊 刘备若要取得天下 第一步先是占据荆州 而这第二步便是夺取川水 可他刘备素以仁义自居 要是没有好的借口 他实在不好意思向西川进去 闻听此言 庞统甚是无语 都啥时候了还放不下自己那点面子 庞统思索片刻后想出了一条妙计 此计既能让刘备师出有名 还能保住刘备的面子 说罢他便叫来谓言 庞统要让他送一封信给刘章 信上谎称张松投靠刘备 并且要联合刘备进攻川鼠 庞统要做的正是要让刘章与刘备反目成仇 如此一来 刘备便能顺理成章的向川鼠进攻 不出所料刘章看到信后果真上了 我万未想到 你帝张松 竟然会投靠刘备冲担内应 此贼 我绝不处 见刘章恼羞成怒 一旁的黄拳趁机搏 他建议刘章斩杀张松 并把张松首级送到刘备大营 如此一来既能彰显川鼠军威 也能让刘备心生忌惮 刘章闻言当即答应 我不其然 次日刘备就收到张松人头 见张松被砍刘备大为震惊 可还没等他回过神庞统就说 刘章已经在川鼠严密不防 上将张任更是率领12万大军 要与刘备开战 现在当务之急 必须要攻取洛城建立防线 闻听此言刘备只能答应 而这也意味着 西蜀争夺战正式打响 可此时刘备的心思依旧飘忽不定 毕竟刘章与他同为刘氏皇族 一旦开战 他还是担心天下人会骂他不仁 庞统似乎猜到了刘备心思 碰巧此时他们已经行之洛城边界 前方的道路分成两条 一条是大路一条为小路 刘备认为小路必有福兵 他决定率领全军从大路行进 主公多累了 刘章胆小无谋 现在他担心的是我们攻取成都 所以小路定无埋伏 主公勿累 还是我领前军 主公居中而行 我们现在要赶快拿下洛城为上 庞统执意要从小路出发 他还主动请营要走到军前 为大部队探索 临走时庞统说自己的战马太老 他想借来刘备的敌鲁马一用 此时的刘备隐隐察觉出有些不对劲 可看着庞统满脸自信 刘备还是将敌鲁马乖乖送出 而他不会知道 此次一别将会是他与庞统见的最后一面 这一定是刘备最愤怒的时刻 庞统为逼迫刘备攻取川树 不惜一身视险充当前排炮灰 当庞统行至落凤坡时 他一眼就看到坡顶上的伏兵 可庞统丝毫不慌 他早已做好复死的准备 我道号凤徒 而此地偏偏叫落凤坡 看来这是上天赐我的葬身之地呀 庞统话音刚落 山坡上的伏兵猛然展开进攻 一时间天空落下漫天剑雨 庞统毫不躲闪身中四十余剑当场阵亡 他用自己的性命 维护刘备那所谓虚假的人意 一代英杰奉出庞统的结局 不可谓不让人唏嘘 很快魏严就将军师阵亡的消息传至刘备 看着庞统那欺满鲜血的遗书 刘备久久讲不出一句话 我怎么这么傻呀 连我都会想到 张人会设负 军师怎么会想不到 庞统用性命换回刘备师出有名 刘备饱含热泪拔出佩剑 他怒吼着要让刘章付出代价 随着进攻命令下达 入蜀之战彻底打响 与此同时 远在荆州的诸葛亮也察觉出不妙 看着夜空滑落的流星 他隐隐猜出刘备入蜀之行不会顺利 果不其然 几天后诸葛亮便收到庞统阵亡的消息 彼时的刘备大军陷入胶着 急需诸葛亮率兵援助 可一旦诸葛亮离开 荆州又该托付给谁来掌管 刘备让关平送信 自然是想让关羽镇守荆州 可以提到关羽诸葛亮就很是头疼 他将关羽喊来 问他如果曹操大军来犯该当如何 关羽回答提到应战 闻听此言诸葛亮又问他 如果曹操孙权同时来犯该怎么办 关羽捋着胡须指出四个大字 硬刚到底 果然我关二爷看谁都是小卡拉吗 可这也让诸葛亮听得哀声连连 他直言关羽的狂妄必定会导致荆州丢失 我送给将军八个字 将军牢记心中 便可报荆州无忧 请军师示下 北巨草草 东河孙权 请将军重复一遍 北巨草草 东河孙权 剑官宇答应诸葛亮这才放心离去 而另一边由于刘备攻势凶猛 川鼠多地皆已被刘备占据 此时的刘彰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东有刘备大军男友张鲁铁骑 继续僵持西川早晚要完蛋 黄泉这时说出了自己想法 试以至此 刘彰也别无他法 只能派出黄泉去找张鲁帮忙 这是张飞与马超的首次交战 面对马超的挑衅 张飞手持杖八蛇毛果断杀出 二人一见面 便拿出各自的看家绝火 张飞一击劈下 马超紧握长枪勘勘抵挡 瞅准时间一脚将张飞踹开 张飞见状拉起战马顺势在攻 马超急忙招架 二人护砍一击拉开距离 紧接着回马再战 两人打得你死我活 从马上打到马下 从白天打到夜晚 整整三百回合依旧难分胜负 就在这时诸葛亮也已率领援军打来会合 看着刘备一脸吃汗香 诸葛亮立即明白刘备爱上了马超 见刘备点头承认 诸葛亮说他有一既定能使马超降服 自从同关战败马超便投靠于张鲁 张鲁此人间炸昏庸 尤其是仗下杨松更是对马超处处刁难 杨松为人贪财好色 只要贿赂杨松定能将马超逼走 果不其然杨松在收到钱财后忘乎所以 当即便答应赶走马超 事实上当初黄泉去找张鲁求和 也是通过贿赂杨松才达成的合作 收到红包后张松立刻面见张鲁 一开口便把马超说的里外不是 马超为何投奔我汉中了 正因为他败于曹操 丢了西凉根据 无处安身 而这才暂记了一下 我担心啊 马超一旦拿下义中 天能不自立啊 文听此言张鲁大惊失色 连忙令官房不准让马超回城 收到命令后 马超也是一脸懵逼 昨天还一口一个兄弟 今天怎么就不让自己回家了 想不通的马超决定带兵强行回城 其料他刚来到城下 就遭到弓箭手乱箭射击 若不是马超急跑开得快 怕是要当场隐恨西北 经此一事马超算是彻底看农袋 这一切肯定是杨松背后搞不 此人阴阳怪气 速来提防我 你还记得吗 去年张鲁想把女儿嫁我 也是此人从中阻拦 现如今张鲁已经掐断粮草攻击 马超算是彻底被逼上绝路 就在这时士兵传来急报 说是诸葛亮前来拜法 出于好奇他还是将诸葛亮迎入仗位 一见面 诸葛亮就挑明马超处境 先前同关败于曹操 现在又被杨松设计驱赶 一代英雄竟被逼得走投无路 诸葛亮的话句句扎心 马超被说得哑口无言 见马超心灰意冷 诸葛亮立即抛出橄榄枝 说马超杀父之仇未报怎能坐以待毙 正好我主刘玄德乃是当今皇叔 素语曹操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不如跟我投靠我主刘备 既能接着奏乐接着武 还能顺手灭曹以报杀父之仇 马超闻言当即心动 马超愿意归顺刘皇叔 哦 快快请起 请起 我主又得以虎将 一周 指日可待 就这样马超归顺于刘备 五虎上将全部集齐 刘备夺取川叔指日可待 我已归向刘皇叔 今日奉命取你一周 阁下最好速度开诚 以免生灵涂炭 否则 万日之内 必将 城破人亡 玉石俱焚 听见马超投靠刘备 刘夹尖叫一声当场被吓晕 如今的川叔已被刘备夺去大阪 各地郡守也纷纷倒戈投降 刘夹自知无法再与刘备抗衡 思索在三后 他决定向刘备投降 可刘夹的想法却遭到皇权极力反对 诸公 城中尚有兵三万 钱薄粮草可知一年 何不坚守 以待十遍呢 见黄权如此头铁 刘夹表示你爱咋滴咋滴 要不是你小子劝我打刘备 今天也不至于丢了西川 说着刘夹便带着残存官员走出城门 亲手将西川大应交于刘备 自从刘备夺西川占荆州 天下三分以得其半 看着刘备满脸装逼 刘夹表面恭敬心里早已骂娘 去义中实在是迫不得已 请不要记恨你 记恨 我恨天 我恨地 恨自己呀 唯独不敢恨你 刘夹说我 交接仪式过后 刘备将黄权叫到面前 西川沦陷所有大臣都向刘备等哥 唯由黄权将自己锁在家里 不肯向刘备投降 一见面刘备就问他 当初斩杀法正是不是他的主 被主之贼 不斩戴河 刘备又问他 伏击庞统是否也是他的主 黄权毫不犹豫直接承认 还叫嚣到当时若是刘备在场 定将你俩一起射杀 闻听此言 刘备拍而起 他恨不得将黄权碎尸万短 可想到庞统临终时的遗言 刘备还是强压怒 劝黄权好自为之 说着刘备走到黄权身边 掏出了一封书信 黄权文言有些惊讶 待他打开书信 只见信上之词 竟是对黄权的赞美 黄权认定黄权是个忠义之人 川署之所以强大黄权功不可没 黄权劝刘备不要斩杀黄权 反而要在攻取西川后 将其重用 刘备斗胆相邀 请你胜任右将军 执掌川鼠所有名证 黄权剑撞彻底被刘备折服 当即下跪便就弃名投案 占领住西川 刘备的版图得到空前扩大 他与诸葛亮再次复盘起龙中三侧 荆州与西川已经近握其手 而这最后一步便是夺取天下 诸葛亮建议刘备修兵养名 同时对川鼠百姓宽行省法 等到日后再向天下扩张 刘备听后点头答应 可唯独对百姓宽行省法 让刘备无法认同 诸葛亮文言大为惊讶 可刘备的语气让他无法反驳 他意识到现在的刘备不同往昔 虚伪的仁义已经被他抛之脑后 刘备终于显现出他的帝王之心 在下兜胆 请主红旅行签约 把荆州 还给吴侯 不安 就是不安 哼 中国金 孙权要是杀了你全家 我这就率军杀入江中 也杀了孙权的全家 替你中国金报仇 退下 你快快退下 川鼠之战刘备大获全胜 西川各郡皆落于刘备之首 按照先前约定 刘备取回西川 就该把荆州归还给东吴 可如今的刘备早已经飞西比 东吴想要和平讨要荆州难于登天 想到这孙权立刻找来鲁肃商讨 刘备 已许了川树 你以为 我们去要荆州 能要的回来 鲁肃深知刘备与诸葛亮的为人 想要讨回荆州 东吴必须要派兵强行攻打 但在开战前 他们还是要派人去荆州走一遍行事 就算要不回也能先礼后兵 可此时的鲁肃已经病入高荒 别说初始荆州 就连上厕所也得让人搀扶 想到这鲁肃只能推荐他人担当使者 在下已经想好一人 诸葛亮的兄长 诸葛 孙权文言当即一会 为了防止诸葛锦叛逃 孙权下令将诸葛锦全家老小关进大牢 若是诸葛锦耍花样 孙权就要大意灭青 而这招也的确奏效 诸葛锦刚到成都 就对着诸葛亮一顿诉苦 诸葛亮文言大为震惊 他万没想到孙权这私信会如此绝情 面对兄长的哀求 诸葛亮无奈只能答应 可军中正是诸葛亮并不能全权决策 想要归还荆州 他必须要得到刘备点头 此时的刘备正幻想着统一大业 听见诸葛锦要讨回荆州 刘备的老脸差点没拉在地上 碰巧这时张飞也闻讯赶来 见到诸葛锦 张飞上来就是一通臭骂 说什么也不可能归还荆州 一边是张飞的谩骂 一边是刘备的坚口不言 见此情景诸葛亮只能双膝跪顶 见诸葛亮以命相逼 刘备只好点头答应 可如今他们刚入军西川 还需要一些时间整顿 刘备承诺先归还荆州三个军线 等到西川根基稳固 再把荆州全部归还 闻听此言诸葛锦欣喜万分 连忙让刘备写下手段 自己好去荆州找关羽交接 可关羽却在收到命令后 非但不执行 反而还把诸葛锦一顿臭骂 在他看来荆州是他们平准事件 岂能有归还的道理 诸葛锦闻言差点破防 刘皇叔军令在此 将军静敢不遵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我哥哥好说话我可不成 说吧 官二爷便将诸葛锦赶回东吴 面对关羽的赖仗 孙权得知后又该做出何种抉择 在下东吴水师副都督 吕蒙 你就是那位独侠阿蒙吧 你 刘备终于承诺归还荆州三郡 可等诸葛锦前来讨要时 傲慢的官二爷却当场翻脸 不仅对刘备的命令置若网闻 还将诸葛锦赶回了东吴 在关羽看来 所谓的孙权东吴 不过都是些差标卖手之徒 想从关羽手中拿回荆州三郡 无异于痴人说梦 见关羽赖仗 副都督吕蒙只好亲自前往荆州 找关羽面谈 可面对吕蒙的拜访 傲慢的官二爷甚至不愿正眼看他 在吕蒙自报家门后 关羽非但不施礼法 反而还将吕蒙贬低成无下阿蒙 你 官将军说的对 我为将之初 目不识钉 确实被称作无下阿蒙 见吕蒙如此姻缘 关羽终于问起他到此何事 吕蒙直言他希望关羽能履行刘备命令 将荆州三郡归还给东吴 起料还没等吕蒙说完 关羽就将他打断 你不配跟我谈 还是打道回复吧 东吴要想跟我谈是 让鲁肃起来见 见关羽如此装逼 吕蒙强压怒火表示鲁肃病重 已经无法远行 闻听此言关羽也不再为难 他表示可以亲自渡江会见鲁肃 而另一边得知消息的鲁肃亲身来到前线 此时的他已经游进灯窟 就连走路也需要有人搀扶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坚持要与关羽谈判 并在岸边设下盛大酒席 谈判当天关羽紧拜着周苍叶 赶往吴军军营 他是打心底瞧不起这些东吴鼠 看着关羽这般傲慢 东吴将领各个气得咬牙切齿 一阵寒暄后 吕蒙将关羽请进营帐 见关羽终于到来 鲁肃艰难地举起酒杯 让关羽不要客气 关二爷当然不会客气 自饮一杯后便大手一挥换成大碗 简直是把东吴当成了自己家 见关羽如此随意 鲁肃趁机询问起荆州事宜 自从刘备夺取西川 西川百余线皆落于刘备之手 暗土地面积已经比东吴还要大 既然如此为何关羽 还要站着区区三个郡县不肯归还 鲁肃希望关羽能给个说法 起料关二爷闻言却一问三不知 还表示荆州是他们从曹操手里抢来的 和你们东吴没有半毛钱关系 一旁的周仓也表示天下土地能者居置 你们东吴要是有种 可以来和我们开战 此话一出战内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将冬将士纷纷握剑 就等鲁肃下令将关羽斩杀 见此情景关二爷也不敢再装逼 连忙将周仓赶出战外 鲁肃深知如果继续谈下去 今天怕事都得见醒 他悄悄来到关羽身旁 告诉关羽吕蒙已经在战外设下徒兵 他可以假装被关羽挟持 让关羽安全离开 闻听此言关羽拉起鲁肃就朝帐外走去 火不其然帐外的确聚集着大量刀斧手 见鲁肃被挟持 吕蒙只能命令士兵给关羽开路 为何救我 我不是在救你 我是在救孙流连盟啊 即便如此 我也不会把长沙三军给你们 就算是这样 我仍然会救你 因为只要你的人头落在江都 就算东湖夺得尽重 我们两家还会大战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孙流两家 早晚会被草草所逼 关羽文言大为震撼 他一直以为东吴只是些乌合之众 却没想到竟还有鲁肃这般的豪杰意识 关羽成功登上船 看着鲁肃虚弱的身影 他长叹一声后还是做出了让步 自禁 长沙三军 绕草剑蔓延以后 你把人拿回去吧 你把人拿回去吧 多谢了 曹操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最中心的谋士寻遇 竟会与自己公开叫板 李时天下三分 孙曹刘三家已形成鼎立之势 朝内越来越多的大臣呼吁曹操进爵为王 既能朝鲜王威又能顺应名义 就连曹操自己也有称王之心 这天朝会上 文臣们集体向汉县帝建言 称曹操公垂天下名震四海 李应该被天子赐封为卫王 行天子之礼执地位卵宜 文听此言流邪是左右为难 他自然是不愿给曹操封王 可爱于曹操威严 他不敢有丝毫意见 就在众人集体逼迫流邪时 一旁的寻玉却发出了反对的声音 高祖皇帝在创立大汉时 便定下预 异性不可称免 寻玉之言无疑是在与曹操上反调 可爱于众人之面 曹操嘴上虽不说 但心里已经起了疑心 见寻玉如此投体 一旁的成玉急忙起身维护曹操 在他看来曹操称王乃是理所应当 任何人都不能出言劝子 就算是曹操本人拒绝 天子也应该加绝进风 此话译出所有大臣骑身贵头 见此情景流邪也只能做出让务 封曹操为魏王并行用天子之力 面对如此结局 寻玉彻底寒心 他怒斥众臣毫无古节 说罢便投也不回转身离去 朝会结束曹操滞心欢喜正玉回家 可当他行至白马门时 却被寻玉一把拦下 车上是谁啊 竟敢擅闯白马门 寻大人 见寻玉阻拦曹操之急忙下车相迎 原来许昌白马门乃是天子专用通道 其他人等一律不准通行 见寻玉如此不给面子 曹操表示自己爹刚被天子封王 他劝寻玉不要自找麻烦 不信不守规矩 儿子也不守规矩 这天下成何替寻大人 那你想让我怎么办 请公子给我退回去 见寻玉执意坚持 曹操本想继续理论 奇料曹操却在这事恰巧打来 曹操先是给了曹操一戒慌 随后又将直搬的门离尽数斩首 明丞相 坏规矩是公子 为什么要杀死门离 门离如果不开门 公子岂能坏规矩 这就是我的规矩 门离尚开白马门离 那朝廷上为丞相 大开锋芒之门的百官 该不该杀 闻听此言 曹操非但不生气反而还开怀大笑 只见他叫来徐楚 命令他将白马门直接拆除 没有门 寻玉所坚持的礼法又将从何弹起 见此情景寻玉怒火攻心晕倒在地 至此寻玉一并不起 几天后 承玉受曹操之托给寻玉送去糕点 见老友病重在床 承玉只能劝他好自为之 和曹操作对不会有好下场 承玉走后 寻玉打开糕点盒 只见盒子里除了空气别无他物 他跟随了曹操三十年 自然明白空盒子的用误 寻玉无奈只能放声大笑 随后拔出佩剑歌喉自吻 自此王左之才寻闻若光荣下险 曹操的一生经历过无数次杀 可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已经问鼎称王 居然还有人敢对他行刺 就在昨天 曹操一怒之下赐死大臣寻玉 寻玉的死让许昌宝皇派彻底愤怒 以耿激为首的中奖 打算在午夜趁机刺杀曹操 可刺杀之事绝非一事 为确保万无一失 耿激先在许昌城内四处放火 用火灾吸引城中守卫注意 而他则率领所有人马 只取曹操所在的五凤龙 随着大火蔓延 一场浩大的刺杀行动就此展开 此时的曹老板睡得正香 听着屋外的漫天厮杀 曹老板猛然惊醒 此时的五凤龙已经被叛军包围 贸然突击显然不可取 曹操只能下令让许楚拼死抗敌 与此同时 耿激围攻五凤龙的消息也被曹丕得知 见父亲有难 大孝子曹丕自然不会坐视不复 随即便带领家丁敢去支援曹操 路上曹丕正好与曹张会合 二人合并一处共同向五凤龙杀取 随着支援到位 耿激的兵马很快便被镇压 曹丕更是屡不附体 以一当时浴血奋战 三更失分 这场浩大的刺杀行动终于结束 耿激等人也被当场逮捕 耿激 你为何造反 曹操 造反的人不是我 是你 我是位大汉诸贼 口气不小啊 见耿激毫不畏惧 曹操表示会将他八匹抽骨灭九族 同时他会彻查宫内所有大臣 任何反对他的人 无论是谁他都不会留情 说着曹操便把耿激推出去斩首 事态了结 曹丕原以为自己英勇会受到曹操赞赏 起料司马懿得知后 却将曹丕一顿数落 原来司马懿深知曹操多意 昨夜耿激率兵围攻五凤楼 他断定宫内一定有耿激党务 而当晚前去营救的人中 很可能就会有耿激的同伙 尤其是曹丕 曹操定会怀疑他究竟是来帮忙 还是想助纣为虐 曹丕听得一脸懵逼 可还没等他反应 曹操就将宫内所有大臣召至广场 耿激 为皇等造反 与放火焚烧五凤楼 你们中间 有人曾经救火鸡贼 也有人闭门不出 救火鸡贼的 可立于红旗下 闭门不出的 可立于白旗下 闻听此言大臣们议论纷纷 可爱于曹操之威 所有人还是战成了两部队伍 大臣们都以为 曹操是要惩罚那些闭门不出的官员 可接下来 曹操的行动却让众人当场傻眼 未曾出门的官员被赏金刺绝 而参与营救的官员则被当场拿下 你们几位我不知道吗 而等文官守无负机之力 救什么火 救什么贼 你们跑到五凤楼 十柱贼眼 给我牵到张河边 一起斩了 就这样 数百名参与营救的官员当场被斩 地旁的曹操看得心惊肉跳 面对曹操的猜忌 曹操又该做出何种抉择 杰儿 你为何不安呢 父王刚刚 杀了三百多个官员 赫赫王威 令孩儿 惊心动魄 既知道如此 那你为何要去五凤楼下 父王 孩儿宁肯被父王怀疑 也许不能见贼害了父王 五凤楼事变 曹操一怒之下斩杀三百余名官员 整条张河都被鲜血染红 做完这一切曹老板依旧不放心 他怀疑许昌城内仍然有耿机党女 尤其是曹丕 当晚竟和曹张联手攻进五凤楼 曹操怀疑曹丕其实是别有用心 说着他便将曹丕照至眼前 看着亲爹一脸慈爱 曹丕被吓得浑身发抖 天儿 你为何不安呢 闻听此言曹丕差点吓呢 自己亲爹当当才斩杀三百多名大臣 要不是早上没喝水 这会儿非得尿裤子 可面对曹操质疑 曹丕颤巍巍还是做出了答复 他认为当日去往五凤楼的官员 全都是想趁火打劫的小人 而自己则是面积父亲安危 才会舍身前去 说着曹丕便双膝跪地 请求曹操开罪 看着儿子如此诚恳 曹操也长输了一口气 原来五凤楼叛乱当晚 曹丕的一举一动都被曹操看在眼中 虽然儿子剑法捉猎 但其英勇之态着实让曹操动 说着曹操便将曹丕叫到身前 曹丕文言久久讲不出一句话 他等着一天实在等了太久 曹操允诺传给他世子之位 若今后他不在家 曹丕可以独自决策军政要务 交代完曹丕 曹操又将司马懿叫到面前 告诉他已经将曹丕立为世子 同时要让司马懿好好辅佐 言外之意便是要重用司马懿 谁能想到曹丕的无心之举 竟会影响三国的最终走向 而这时承玉一脸焦急地走了进来 原来刘备站稳西川没多久 竟又开始攻伐汉中各地 若是汉中被刘备夺取 中原乃至许昌都将面临巨大威胁 承玉建议曹操立即向刘备开战 可他的提议却遭到了司马懿的反驳 司马懿认为比起汉中 另一个地方更为重要 此地便是荆州 刘备攻去汉中 荆州兵力必将空缺 司马懿建议先派出十万大军与刘备纠缠 然后再集中所有力量偷袭荆州 只要荆州在守刘备避乱 曹操文言也大为认同 但他还是想将此策略稍加修改 叫曹仁率十万军南下 进驻反场 择机攻去荆州 我亲率三十万军 往汉中 名战就会 你 随我出政 遵命 孟德如雾 今日我借军一言 请足下沐浴净手 与我会列汉中 刘备皮肤 如此猖狂 请我打一次 川鼠之战刘备大获全胜 不仅地盘大幅度扩张 兵马更是高达百万有余 此时的刘备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为了继续扩张 刘备又将目光描向汉中等地 妄图占据汉中与曹操一绝雌 必听要打仗 张飞自然是双手赞成 其他将领也是饥渴难耐 唯独诸葛亮隐隐有些不安 若是刘备举军攻伐汉中 那荆州就必将兵力空虚 他担心曹操与孙权会趁机向荆州发难 诸葛亮的忧虑并无道理 可此时的众人早已被胜利所蒙蔽 根本听不进诸葛亮的劝解 我决定了 徽军攻取汉中 曹操一绝刺兄 遵命 就这样汉中之战正式打响 过程也正如刘备所料 川鼠大军所过之处无人能敌 很快汉中曹军便被打得节节败吞 曹操爱将夏侯渊 更是被皇忠围死在了定军山 眼看皇忠就要攻破迎战 夏侯渊无奈只能下令拼死抵抗 而他唯一的希望便是能等到曹操的支援 可事于愿违 曹老板经历数次战败 汉中之地早已派不出多余人马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夏侯渊落难 事已至此曹老板也只能无奈叹气 自留被攻关以来 曹操已经连败四战 这也是曹操职业生涯的滑铁路 而另一边经过数次围攻 夏侯渊终究是抵挡不住 被皇忠取下首级 见曹操又损失一名大将 蜀军重将变得更加浮躁难安 纷纷建议刘备趁热打铁 与曹操一决雌雄 诸葛亮本想阻拦 可刘备这会儿已经完全失职 正是决战前 刘备差人给曹操送去战术 大致内容便是要让曹操洗好脖子 乖乖等着被砍 这可把曹老板彻底整破坊 曹老板自然不会忍气吞声 当即就下令要与刘备决一死战 众人走后 下人给曹操端来鸡汤 曹操看着碗里的顿鸡 索性便把今夜暗号定为鸡类二子 手下领命后立刻将暗号传至三军 杨修听后陷入了沉思 随后他禁令军中各将收拾行李 撤军回城 杨先生 哦 魏王正准备与敌决战 你怎么能让梁官们收拾行装呢 哦 我听魏王号令 已知他的心意了 杨修认为鸡类二子别有含义 身为鸡身存在感最低的部位 实之无畏弃之可惜 曹操一思定是想班师回朝 虽不知杨修是怎么得出的结论 但很显然这一次他猜错了 见军士们纷纷收拾行装 曹操立刻找来手下询问缘由 在得知这一切都是杨修自作主张后 曹老板怒发冲冠 杨修匹夫 王子猜测乱我军心 来人呐 赞 你可把他拿下 斩首之中 遵命 就这样你与人杨修从此凉凉 曹操与刘备的生死大战 就此拉开帷幕 来者何人呐 汉皇后裔 刘备自权的 你真敢与我交战 你以为我在虚张声势吗 这是赤壁之后最大的一场战役 为争夺汉中归属 刘备举全国之力与曹操决战 开战前 双方展开了最后一次对谈 曹操指责刘备忘恩负义 若不是他把刘备扶成诸侯 刘备现在或许还是个卖草鞋的大贼 面对曹操指责 刘备呵呵一笑毫不在意 此刻的他只在乎夺取天下 眼看谈判无果 双方只得回到军前 随着刘备拔出佩剑 汉中争夺战也将正式打响 终将停令 出奸脚贼 上 下时间战马斯明杀声震天 双方毫无保留 七十万大军全部投入战场 仅是首战 双方就整整熬战了三天三夜 整片战场几乎被尸体完全铺满 司马懿料定按照如此进展 天黑之前应该就能奋出高低 可突然司马懿觉查出有些不妙 连日以来 刘备的大将已经禁数现身 却还有一人始终不见踪影 曹操文言毫不在意 区区一个赵云他根本不放在眼中 见曹操如此自大 司马懿急忙劝他不要装逼 万一赵云这会儿杀来 所有人都得完蛋 其料司马懿的嘴似乎开过光 话音刚落士兵便传来急报 曹老板算尽一切 唯独没想到赵云会指导黄龙 情急之下 曹操头风再次发作当场昏厥 随着老板倒下 数十万万曹军群龙无首 不出多事便全线溃败 就这样 汉中之战以刘备的获胜落下为目 刘备的实力也自此到达巅峰 不知过去多久 曹操终于从昏迷中醒来 他急忙向司马懿询问战况 此番战败让曹军损伤20万兵马 两草军械全部被刘备俘获 司马懿见大势一切 只能联合曹张等人私自撤军 如今刘备兵峰正胜 贸然与之战定然不会有好结果 司马懿认为现在最好的方法 无疑是退守许昌以待试变 汉中之战刘备虽然获胜 但损失同样也不行 司马懿建议曹操 联合孙权向荆州发难 只有占据荆州 刘备才不敢轻举妄动 魏王大败而刘备大胜 对孙权而言 最可怕的敌人现在不是魏王 而是刘备 禀报主攻 刘峰孟达王平三将 一共取上庸中郡 汉中全境 尽归主攻了 好啊 兄长 你已经是坐庸半壁天下了 哥哥就别说是做王了 就是哥哥做了皇帝 又有何不可 汉中之战刘备大败曹操40万大军 川鼠之地他一人独占骑士 将领进千兵甲百万 此时的刘备正处于人生巅峰 法政趁机劝刘备禁卫成汉中王 只有刘备称王 其他文武才能随之晋升 张飞甚至认为王位太小 应该让大哥直接称帝 闻听此言刘备赶忙拒绝 虽说他也想称王 可凡是总要有个名正言顺 天子不刺风 他实在不敢武秘自检 刘备等的就是法政这句话 诸葛亮文言也十分认可 事业至此刘备也不再推脱 当场宣布自立为汉中王 刘备称王原本是件好事 可诸葛亮却忧心忡忡 年日大盛让军中风气浮躁不堪 众将领悟不变的目中无人 诸葛亮隐隐担心会有坏事发生 可他不会想到 自己的担心竟还真在不久后得到了一年 刘备称王的消息很快被关羽收到 此时的他正奉命镇守荆州 听到大哥称王 关羽开心地像得三岁孩子 关羽越说越得意 当下便想要挥使北上攻取凡场 一听关羽要打仗 马良急忙劝他不要乱来 军师入川前再三嘱咐我们 坚守荆州 不可轻动 再说 主公并没有令我们攻取凡场 关羽文言轻蔑一笑 如今我大哥刘备乃是汉中王 他诸葛亮算是个什么人物 汉中之战时关羽就被阔留守荆州 此时的他早已立功兴起 凡场 是曹操中原重镇 一直阻挡我们北上 岂能不拔持 以德和子龙在汉中已经立了大功 主要将军 难道你们就甘心坐在荆州 看着别人杀敌立功吗 在关羽的一番教唆下 将士们纷纷斗志昂扬 要与曹操决议死战 可就在开战前一晚 军中却突然找起大火 大将富士仁与弥方 竟在喝酒时不慎点燃营仗 这可把怪二爷气坏了 当即便要将二人拉出去斩首 好在马良及时劝队 关羽这才冷静下来 可弥方二人还是被免去大将职位 关羽分别令他们驻守南郡与公安 此时落罢 马良认为关羽的处置很是不同 南郡与公安可是荆州要点 他十分担心弥方二人会再出插座 听着马良的担心 关羽却显得毫不在意 虽说弥方二人有些蠢 但对付东吴鼠辈一定是绰绰勇 在下还请君侯散死 不必多点 此事就这么定了 关羽的迷之自信 让人看得是瞠目结舌 可他不会想到 自己的大义将会给他招来灭顶之灾 关羽亲率大军围攻反城 曹仁自知不敌及盲向曹操求援 可此时的曹军历经汉中大败 必拼要去打关羽 所有人都默不作声不敢应答 看来汉中小败几仗 列位都不愿意打仗 都怕了 是吗 就在曹操发怒之际 一位自称庞德的小将主动站出 庞德扬言关羽在他面前就是个弟弟 只要自己略微出手 就能把关羽打得满地找牙 闻听此言 曹操差点笑出声 那关羽威震天下 十多年未封对手 莫非你不拒他 那关羽是人 我也是人 那关羽有道 我也有道 曹操闻言直接起立 自徐楚之后 他就再也没听到过如此振奋之词 当即便将庞德升为先锋将军 同于进一起驻战返城 而另一边 关于北伐的消息也传至东吴 曹操想让东吴出兵 一起攻伐荆州 孙权当然也对荆州有想法 可在出兵前 他还是想听听群城们的意见 主公 刘备得川帝之后 声势训天迟早会攻灭许长 妄图一统天下 如今 我东吴最主要的敌人 是刘备 吕蒙建议孙权与曹操联合 等攻下荆州后再与曹操平分 吕蒙的提议十分有礼 可一旁的陆逊却并不认同 此时的荆州依然有大量兵马 贸然攻城必然会损伤惨重 主公啊 在下有一策 不知可否 孙权文言急忙让陆逊快说 原来陆逊的计划是要与关羽联姻 将关羽女儿嫁给孙权之子 只要关羽答应 孙权就能顺势讨要荆州 若是关羽不答应 也能让荆州对东吴放松警惕 如此一来 攻伐荆州也会变得轻而易举 孙权文言认为此计甚妙 于是便派诸葛景前去找关羽提亲 结果自然不用多想 关二也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 他本就高傲自大 所谓东吴在他眼中不过都是些鼠辈之徒 连英之士更是想都不用想 荒唐 我大哥 与孙权妹子时差点死亡非命 我鼓与其肯嫁权子 见关羽如此傲慢 诸葛景本想上前劝解 可还没等他开口 关羽就将他赶出帐门 这时马良也走了进来 见关羽满脸得意 于是便询问起发生了什么事 孙权 又要和我接亲近之好 他想让我女儿嫁给他儿子 这是在向我献媚 马良文言大为惊讶 此时的三军正与曹军交战 若是得罪了东吴 万一孙权向荆州用兵后果不堪设想 可关二爷毫不在意 他料定东吴鼠辈不敢放肆 说着还要马良调走荆州所用精锐 他要击中兵力与庞德决战 殊不知也正是他的大力 将会给荆州招来灭顶之灾 就 你若把荆州精锐全部调走 荆州怎么办 无法 东吴等兵者无非二人 一个周瑜 一个鲁宿 二人死后 东吴只剩一群鼠辈儿 岂敢犯我 关羽听着 吴奉卫王旨 特来取你首级 万牧仪为你准备好 你若是胆怯 就赶快下马受负吧 狂兔 天下英雄闻我命 无不散 可惜我这青龙咽月刀 竟斩你这鼠辈的手机 这是关二爷的风神之战 为夺取凡城 关羽仅率数万兵马 就与庞德十万大军展开决战 开战前 庞德特意在军前摆下棺材 还扬言今天就要让关羽有来无回 闻听此言官二爷表示 你小子除了会装逼就只剩吹牛 说罢便拿起青龙掩月刀向庞德杀去 双方战斗正式打响 关羽挥动大刀顺势上斩 仅是一击便将庞德武器差点砍碎 紧接着关羽又是一击下批 庞德双手开弓堪堪抵抗 但是手回合交战 庞德便已完全落入下风 果然在关羽面前耍大刀 谁来了也不好使 关羽瞅准时机又是一招托马斯回旋 庞德再也无力招架 当场便被关羽砍下战马 见此情景关羽本想乘胜追击 可他万没想到 庞德这丝镜突然翻出一把长弓 关羽躲闪不及左臂被利剑贯穿 见关羽负伤 一旁的周仓关平急忙上前支援 就这样双军守战 以关羽的负伤暂时停歇 回营后 傲慢的关二爷差点破防 他行走江湖数十年 还是第一次被人偷袭负伤 说着关羽便一把拔出案件扔在地上 见关羽伤势严重 马良建议暂且退兵 等关羽恢复后再战不迟 另外繁城此地一手难攻 若是长时间与庞德僵持 东吴或许会趁机向荆州发难 可此时的关羽早已被愤怒冲昏头脑 他发誓必须要斩杀庞德找个面子 说罢便带手下去前线视察地形 看着山谷里的敌军营地 关羽突然陷入沉思 按理说打仗时军营应该设在高处 可庞德却将军营设在低洼的山坡 这显然是犯了军法大几 此时的相反之地正值多余季节 关羽立刻命关平在曹军高处修筑大坝 他要借天之力上演一出水淹七军 彼时的庞德还毫不知情 正在他逐久庆功之际 只听剑杖外传来一声巨响 漫天洪水倾斜而下 曹军根本来不及躲闪 便被洪水彻底掩埋 眨眼间整片山谷化为一片汪洋 数万曹军死得死伤的伤 庞德于静也被官二爷轻松拂过 而这便是三国典故中著名的水淹七军 于静被俘后官与念及旧情 将他押送到荆州 而庞德则是不投降 即便被五花大绑 嘴里还骂天骂地 你哥哥在我哥哥手下为官 你雇主马超也在水中为将 不如你想了我 是人吗 知道你想了官与 不如 文听此言庞德冷赫当场回局 他虽是年轻将领 可他一心只忠于曹操 见庞德如此不整 官与也不再废话 当即下令将庞德斩杀 此次大胜也让官与变得更加傲慢 他决定一股作气向樊城发起总攻 可就在这时 官与突然捂着肩膀痛苦倒地 马良立刻查看官与伤口 只见伤口已经发自溃猛 众人这才得知 庞德射来的剑上徒有剧毒 我用尖刀割开军喉皮肉 直至入骨 然后用刀刃刮去骨上剑毒 以药复制 再用针线缝合伤臂 再复药 如此方可无恙 官与被庞德毒箭所伤 眼看毒箭就要发作 官萍只得去请神医华佗帮忙 在当时华佗代表着医术最高水平 可即便强如华佗 在看到官与伤势时 还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要气 你直透入骨髓 再如一致 非但这只胳膊要费了 只苦性命难保 官与文言急忙问他能不能治 华佗表示能治是能治 只是他的治疗手法有些特殊 需要先划开官与胳膊 然后用小刀将骨头上的毒素刮除 整个治疗过程异常痛苦 他建议让官与穿个尿不湿 以免呆会疼的尿裤子 何须这般反思 我就坐这下棋 一只管动刀就是 官二爷果然人狠话不多 时辰沙场二十年 什么风浪没见过 说罢便让华佗赶紧开始 华佗见状也不再多言 先是将手术刀高温消毒 随后再一点点割开官与皮肉 一旁的马良看得目瞪口呆 可官与却像没事人一般 自顾自的摆弄棋子 随着伤口扩大 白森森的骨头也渐渐显现 华佗拿起刮骨刀 悄悄打打一顿刀膜 如此害人知己 就连官萍也是看得眉头紧重 可即便如此 官与却是一声不吭 仿佛这点疼痛还不如他便秘痛苦 直到华佗缝好伤口 官与这才将目光移开棋盘 官与文言毫不在意 当下就甩开臂膀整上一出大回旋 完事还感谢华佗一数高超 此时的华佗已经彻底看上了 连忙表示自己就是小卡拉姆 你官二爷才是真狠人 我从一一生 从未见过军侯这样的人 军侯真爱天神也 官与被夸得洋洋自得 当下便给华佗搬来了二百两黄金打鞋 可华佗并没有接受 他行走江湖只为拯救生命 从来不会收钱 华佗再三叮嘱关与 庞德的毒箭十分剧毒 即便手术做完 受伤的胳膊也不能活动 他建议官与先退回荆州静养 等伤势痊愈再回前线也不迟 可官与闻言却毫不在意 回荆州必然不可能 他就算用一只手也能攻下反场 见官与如此执着 华佗也不再多言只得离去 临走时 华佗叮嘱马良一定要小心 官与割膊他能治好 可他的装逼之正他却无法医治 与此同时东吴方面也开始行动 自从官与围攻反场 荆州兵力就日渐衰亡 为了彻底麻痹官与 吕蒙索性在江边装作发病 孙权也很失配 直接以吕蒙生病为由让陆迅担任大都督 如此一来关羽果然上当 他根本没把陆迅放在眼里 当即就又命马良从荆州调取一万兵力 此时的荆州兵马已不足五千 关羽如何也想不到 吕蒙已经派兵向荆州攻打 父亲 庆州丢了 胡说什么 庆州拜兵来报 昨天夜里 东部吕蒙率军过江 袭击了庆州 父亲 教绝 将军 关羽的傲慢终于招来恶务 为击败曹操攻取樊城 关羽不断从荆州抽掉兵力 致使荆州兵力从五万人衰减到五千 所有人都劝关羽 提防东吴小心吕蒙偷家 可在关羽眼中 东吴不过只是一群鼠卫 根本掀不起风浪 但他不会想到 就在他围攻樊城之时 吕蒙已经率数万精兵向荆州发难 成我军令 全军扬方过江 直取荆州 诺 吕蒙一声令下 数万江东士兵发起猛攻 尽管荆州的五千守卫拼死抵抗 可在绝对的人数差距面前 任何反抗都是徒劳 就这样吕蒙不费吹灰之力将荆州攻下 而他入城后的第一箭矢 便是将荆州城门全部反锁 原来孙权曾在三主赴吕蒙 占据荆州后只需坚守即可 可吕蒙却管不了那么多 他不仅要夺回荆州 还要杀掉关羽以报当年被辱之仇 很快荆州失守的消息便传至前线 关羽闻言先是一惊 可随后他却不怒反笑 直至这时 关羽还天真的以为荆州不若金汤 东吴不敢冒犯 可很快现实就将他打脸 夜晚关平再次传来急报 荆州 关羽满脸震惊可他还是不敢相信 若是荆州有难 为何江边没有亮气火把 就连球员书信他也未曾收到 然而坏消息接踵而至 荆州守将富士人弥方 已经率领两万精兵向东吴倒戈 吕蒙正带领大批人马朝这里杀来 关羽闻言彻底破防 左臂的剑伤也重新复发 此时徐晃也已带兵杀到 关羽单手握刀上前迎敌 可此时的关羽重伤缠身 仅是一个回合关羽便被打退 见此情景周仓关羽急忙上前帮忙 众人拼尽全力掩护关羽撤退 就这样樊城之战 以关羽的兵败落下为目 曹璋健壮还想乘胜追击 可徐晃却以曹操军令为由 让曹璋原地等待 闻听此言曹璋当场急眼 回王下军令 以我必须遵守 回王的儿子 你管得着吗 你信不信我拼了你 说把曹璋便抽出佩剑 架在徐晃博格 就在这时曹操率军赶到 见儿子要砍徐晃 曹操二话没说就是一通训斥 你看见这他是谁了吗 是徐晃 徐晃是谁啊 是我的韩信 埃琪 周亚夫 他跟着我打天下的时候 你小子还没开花结果呢 闻听此言曹璋再也不敢嚣张 齐盲向徐晃下跪认错 见此情景曹操也不再隐瞒 他之所以不准追杀关羽 为的就是将祸水引去东吾 关羽身为刘备兄弟 他若死在曹军手中 刘备必然会举全军与曹操开战 可若是关羽死在东吾手里 刘备又会将矛头指向孙权 届时曹操便能坐收渔翁之力 海尔知道了 只准你 大正起步的追 不准你 靠近他白骨之内 海尔遵命 军马 我妈还有多少人呢 到万大一时的进场 一百多天 这是关二爷的陨落之战 只因一时疏忽 关羽大一师荆州兵败于凡城 此刻的他也被吴军重重围堵 看着仅剩的千余人马 关羽一夜之间双并斑白 可还没等他叹气 几位蜀军残兵突然窜出 残兵自告家门说是料化手下 他们本想请刘峰孟达发兵支援 可谁知这二人听见关羽兵败 竟都拒绝发兵 还将料化等人活生生打死 关羽文言彻底破防 怒火攻心下剑伤再次发阻 随着一口老血喷出 关二爷当场倒地昏迷 见此情景 周仓只能带着关羽先往麦城撤离 就在这时吕蒙也带着吴军杀倒 看着地上遗留的另起 吕蒙立马确定了关羽逃跑方向 而另一边 逃亡数天的关羽终于进入麦城 此刻他后悔不已 若是当初能听马良劝告 自己也不至于丢了荆州 成为丧家之犬 可就在关羽绝望之际 城外却又一次传来厮杀声 关羽料定是羽蒙带兵追来 说着便要拿起大刀出城迎战 父亲 麦城三里小郭 吴军都是生力军的 我们只剩几百兵了 是无论如何也挡不住的呀 我看 趁敌立足威吻 我得护着你撑出去 吃出马快 他们追不上你 哼哼 不想逃生 昨天我已经去了上游 你们迎战 见关羽如此执着 众人齐声高呼怨陪关羽生死与共 就这样将士们浴血奋战 一千人马近乎全部阵亡 直至最后 关羽的身边仅剩下十二人 众人连夜奔波 一路从麦城狂奔二百余里 直到追兵不见踪迹 关羽这才敢下马停歇 可还没等他屁股作弱 熟悉的厮杀声竟又一次传来 等众人回过神 吕蒙已将他们团团为主 此时的关羽已经在无逃生可能 关羽周苍大喊一声上前应战 直至二人战死 他们还惦记着关羽安危 见此情景 关羽的脸上并没有悲伤绝望 他平静地抚摸胡须 浑身散发出滔天杀气 周围的吴兵竟都不敢上前半年 终于关二爷缓缓起身 只见他拔出佩剑 没有丝毫犹豫便割喉自杀 一代英杰自此陨落 吕蒙来到关羽尸体旁 看着毅力的青龙掩跃刀 吕蒙身居一弓以表尊敬 随后便一刀斩下关羽头颅 而吕蒙不会知道 他的此般举动 也将在不久后 为自己引来猎地之灾 大都督 你告诉我 总有一天我会战胜关羽 我做到了 我要用关羽的人头 计定你的在天之灵 好 好 吕蒙为抗军令 私自斩杀关羽 他原以为会得到孙权夸奖 殊不知孙权已经对他起了杀性 彼时的天下川鼠最强 若是让刘备知道 自己二弟是被东吴所杀 刘备必然会举全国之力 向东吴复仇 这自然不是孙权想要看到的结果 他立刻令吕蒙 把关羽首级送给曹操 同时一脸奸笑地拉着吕蒙去喝庆功酒 一脸天真的吕蒙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等第二天睡醒 人们惊讶地发现吕蒙竟突然暴毙而亡 大都督过世 庆功宴上 吕蒙 忽然狂急大作 浑身抽搐 半个时间后 就刻然死去了 陆逊听得浑身打战 不用想这都是孙权搞的鬼 吕蒙为抗军令斩杀官员 这无疑已经给东吴惹来巨大麻烦 孙权表面上虽不生气 但背地里已经将吕蒙判处死刑 当初的周瑜尚可忍耐 可吕蒙终究不是周瑜 孙权自然不会留他 我再为十多年 一直受他们这些大都督 现在才能真正当初 闻听此言陆逊差点下秒 可现在吕蒙已死 江东必须要有新都督寄人 孙权想让陆逊担当 可陆逊哪还有半点心思 想到大都督一直谁当谁出事 陆逊索性向孙权提出辞职 表示等日后有机会再做考虑 与此同时 正在午睡的曹老板也收到惊喜 而这惊喜不是别的 正是关于首级 见此情景曹操立刻意识到 孙权这丝是想祸水公盈 可是已至此 人头总不能再退回去 曹操决定上表天子封关羽为金王 同时将其首级配以香怒之躯 葬于许昌郊外 未向刘备表达诚意 曹操还特意在下葬当天 叫上文武百官一起送行 看着昔日老友变成坟包 曹操的心里难免也有些失落 而另一边刘备正在挑灯攻 忽然间他直觉的有人从面前走来 带刘备抬头望去 所来之人正是死去的关羽 关羽文言确只告诉他 自己是来向大哥告别 刘备满脸不解 他听不懂此话含音 可还没等他发问 关羽的身影就变得模糊 刘备上前走去 却只见远处站着的是满脸愁容的鬼 而他最不愿听到的噩耗 也在这时传入耳中 那动物驴蒙 突然吸尽了镜中 关将军服备仇敌 阵亡了 中共 关将军确实冰天了 头颅被吴将斩下 冠兵周藏 一兵斩死 把他红住 不可能 我二弟天下无敌 只有他杀敌的份 怎么可能被敌人杀呢 这或许是刘备最不愿听到的噩耗 二弟关羽戎 戎马一声 却在最后被东吴鼠辈所害 刘备嘴上不愿相信 可内心早已破防 两腿一瘫便昏倒在地 这一夜刘备瞬间仓老十岁 而另一边 刚过完六五大寿的曹操同样难过 他与关羽本就相爱 如今逝者已逝生者自然被爱 曹操将关羽的遗手妥善保管 并将其后葬于许长 他一生爱财 却唯有关羽让他爱而不断 他痛惜关羽也痛惜着自己 如今的他已到了垂暮之年 曾经的敌友也渐渐逝去 想到这曹操的眼角泛起泪花 这或许也是他征战一生 最孤独无助的时刻 说话间曹操的头风再次发了 这次的头风比以往来的更重 宫内所有预意用尽一切办法 都未曾使曹操好准 眼前亲爹就要病死 曹操只能去请当时的最强医师华陀帮忙 经过一番诊断 华陀认为曹操的头风只能手术治疗 把头骨劈开后才能根除病症 其料曹操听后当场炸锚 华陀文言急忙解释道 当初关羽重见 就是他刮骨疗伤才得以治好 如今你的头风病入膏肓 再不做手术 过不了几天就得凉凉 可无论华陀如何劝解 曹操始终认为劈开头骨纯属不赖 他甚至怀疑华陀是想来谋害自己 于是曹操便将华陀关进大牢 而华陀在入狱后 整日遭受到毒打折磨 不久后这位爵士名匿便惨死在了狱中 随着华陀生死 得不到治疗的曹操已然游进灯口 想到这曹操艰难地从口挤出了几个字 徐楚健壮立刻来到公子府 必听老爹要见自己 曹操的心顿时紧张 可爱于徐楚之威 他也只能跟随前去 而情况也正如曹操所想 一见面曹操就大发雷霆 徐楚 在 把这个 不仁不仪的东西拖下去 斩烂 了不起 了不起 你不杀我了 我不禁不杀你 我还要把 今夜 传给你 我家的主子 曹操大爷 再延续下去 当曹操说出这句话时 不知多少人会为之心碎 他荣马一生纵横天下 却终究逃不过病痛疾牢 一代枭雄曹操走到了生命终点 临死前他叫来世子曹丕 常言道父子是冤家 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他还是想听听儿子的心里话 曹操直言是被毒鼠咬死 见儿子还在嘴里 曹操直接道出实情 他早就知道曹操是被他人所害 而害他之人正是曹操 此事过去已久 曹操并不打算追究 可他还是想在临死前 听儿子说一句实话 风过点天空虚 人仍经常被断拾左右 谁还助脚而阅我 君后的苏世 露王说不让我杀 你就杀吧 文婷此言曹操终于放心 身为君王即便有错误也不能承认 这是为王最重要的意义 他将曹丕叫到面前 表示自己死后有曹丕寄人 曹丕虽不如曹冲聪明 也不如曹章勇猛 但他却继承了曹操的残酷狡猾与姻缘 这也让曹丕成为了最合适的接班人 交代完一切 曹操又叫来全部将臣 他当众宣布 下一届为王由曹丕担当 同时他又令人在城外修建72座一种 曹操征战一生杀敌无数 他担心自己死后 会被仇家绝坟弩 是 昨日看错不见 昨日 说完曹操的生命也行至尽头 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指向南方 那里曾是他未完成的统一大意 公元220年3月 一代萧雄曹操抱汉儿中享年66岁 曹操死后有人悲痛有人欢喜 而这欢喜之人正是天子流血 他半辈子受尽压迫 现在曹操死了他终于能挺起腰板 可就在他得意之际 司马懿的一番话却让他当场傻眼 闻听此言流血彻底崩溃 可还没等他回过神 大臣们竟又要求流血下跪扣手 在他们看来 曹操的功绩早已威震天下 没有曹操 天子连个鸡毛都算不上 刘邪大为震惊 他身为当朝天子 今天能来吊宴已经算给足了面子 可现在他却被逼着向曹操下落 本以为会有人站出来替他说句话 可在场大臣却无一人理 刘邪彻底心寒 四百年大汉荣光被他丢得一干二几 流血走后曹丕作为难安 曹操已经去世多时 可曹之曹张二人却迟迟不来吊响 任谁都能看出 二人不服曹丕继承王权 一场新的王位争夺战也将正式打响 刘邪被曹操挟持了二十年 他原以为曹操死后会有好日子 起料他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世子曹丕继承王位 成为二代曹操 而他的手段要比曹操更为残忍 刚一上任 曹丕就着手巩固政权 先是将朝廷重臣洗牌重组 后又派司马懿搅收曹张兵符 不仅将亲兄弟逐出许昌 就连曹张的十万兵马也被曹丕所吞并 可做完这一切 曹丕依旧不放心 他又将矛头指向弟弟曹植 曹植虽不懂兵马 可他的诗词却在文臣之中威望极高 言外之意便是 曹丕要除掉曹植以绝后患 司马懿文严厉马秒懂 可要除掉曹植还缺少一个合适理 司马懿建议曹丕你写诏书 赵曹植进攻进攻 若是曹植不来 曹丕便有了问罪的理由 司马懿此即身是阴险 而结果也不出所料 曹植收到诏书后熟视无睹 还在领旨时将自己喝得鸣顶大醉 曹植此举无疑是在作死 曹丕剑状立刻已被逆之罪 派徐楚捉拿曹植 见徐楚到来 曹植也意识到自己大陷将至 可他非但不害怕 反而还闻人风骨尽数斩出 徐楚 我领域一剑穿心快 来呀 我是先王公子 要么杀我 要么就给我跪下 和我跪下再讲 见曹植如此疯癫 徐楚反而有些于心不忍 他听令下跪 向曹植传达了曹丕旨意 曹植自然也不傻 此去进程多半是有去无回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决定跟随徐楚离去 十多年来 我等天天在这个屏厅下 铅尸做出 他已经 饱然失忆了 我若回不来 烦请各位 把这个亭子拆了 为我 打口棺材吧 就这样曹植来到许昌面见曹丕 一见面曹丕便数落起曹植罪行 他本想将曹植当场处死 可念及二人本是兄弟 曹丕还是给了曹植一个活命的机会 今天 献你在大唐行欺捕路 便成诗一首 若能 则免你一死 而不能 则除悖逆之罪外 加则欺君之罪 曹丕要让曹植做出欺捕诗 而这诗的主题便是兄弟之情 说罢曹丕便开始计时 随着曹植步伐迈出 众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 曹植默不作声一连走出六步 直到第七步他才转身停下 主动 本事不停忍着看风火 任之战口 未必未敢忘过 哪怕无人知 我 终起 本事同根声 相见 随着七步是念完 在场所有人无不失声哭泣 就连曹丕也忍不住泪流满面 二人本就手足相连 如今却为了王位互相残杀 曹丕终究还是收起杀心 他不仅免除曹植死罪 还给了曹植峰的让他远离官场 自此曹丕彻底扫清威胁 牢牢坐稳魏王之位 曹丕死后曹丕继任为王 而他的野心缘比曹操更为庞大 扫清王权阻碍后 曹丕依旧不死心 他决定废除天子自立称帝 只有位居地位 他才能将天下之权尽过其手 次日朝堂之上文武百官全部到齐 天子流邪看到这般阵仗 心里已经隐隐有些不安 果不其然华西帅先开口 说大汉四百年历史已经行至尽头 如今天下三分兵荒马乱 百姓们活得生不如死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流邪无能 与其让流邪继续职位 还不如早些退休 让魏王曹丕改朝立国 此时臣等已经一决 请陛下准奏 你瞎吗 善让 流邪文言犹如晴天霹雳 他料定会有这么一天 却不曾想这天进回来的如此突然 想当初汉高祖不一崛起 历经无数艰辛才打下大汉江山 可如今这群当朝奸臣 却要逼自己交出大汉地位 流邪绝望之极 他多想有人能站出来替他说句话 可满朝文武无不冷眼旁观 更有甚者想要武力威胁 见此情景 流邪表示要与地祖商议后再做决定 说怕他便跌跌撞撞地跑向太子庙 或许当今天下 也只有这小小的庙宇才算得上大汉摩托 这小小小的庙宇才打下大汉江山 这小小的庙宇才能站出来 这小小的庙宇才能站出来 奇料流邪静一把将他推倒 反映过来的流邪及盲上前搀扶 他无心伤害皇后 他只是恨百官的不中 只恨自己无能 就在二人一危之际 曹洪曹修领兵上门 说是百官们已经在朝堂上等候多时 流邪必要在今天做出决定 见此情景 流邪只能跟着二人返回朝堂 只是他迈出的每一步都是那般低沉 似乎每一步 都像是踩在破碎的大汉国时 终于流邪回到朝堂 而眼前也正如他所料想的那般 曹丕坐在雍容的王座 群臣们对他步步相逼 流邪努力克制住情绪 他想最后一次恳求仲臣不要抛弃大汉 可还没等流邪说完 华西就粗暴地将他打断 若是陛下坚持不肯闪让 只怕获喜削强 谁敢扯 天下人都知道 陛下 一见雍爵 盘覆朝中 毫无人主之福 如果不是魏网坐在你的身边 想杀陛下者 何止成千上万 流邪闻言只觉得五雷轰顶 仅存的最后一丝尊严 也在此刻烟消云散 事已至此流邪也只能服从 说到他便叫来祖币准备交出玉席 其料祖币竟是为大汉忠臣 不仅拒绝交信 还将满朝文武骂了的拱血灵头 曹洪见状忍无可忍 一剑便将祖币当场斩杀 大汉的最后一位忠臣就此遇落 祖币死后 曹洪又将利剑对准流邪 下迟 否则 陛下也将血借丹毕 请陛下下迟 可可真是无耻 曹操死后 曹丕的称帝之心暴露无疑 曹操死后 曹丕的称帝之心暴露无疑 他不顾一切拔出匕首刺向曹丕 其料曹丕早有准备 提前穿上了金丝软甲 短剑穿过衣服却难以再刺进半分 曹皇后跌倒在地无助痛苦 见此情景曹丕也懒得再跟他掰扯 曹丕回到府中 流邪的退位诏书也正好送把 可看着手中玉席 曹丕却微微一笑将退位诏书驳回 他虽然渴求地位 可贸然称帝难免会遭百姓猜疑 另外他还要将流邪仅存的一丝体面彻底摧毁 看着被打回的诏书 流邪忍受屈辱只能重写 可等流邪写完 曹丕却再一次将诏书驳回 曹丕说完扭头便走 见此情景大臣们纷纷称赞有加 无有恐龙让离显尊卑 今有曹丕三词句地位 曹丕此般无疑是圣贤之举 听着众人对曹丕赞叹 流邪仅存的尊严也被彻底抹出 现在的他只想快点解脱 可华锡的一番话却让他当场傻眼 请陛下再授第三招 遇见天子之城 天 你杀朕两次还要杀朕第三次吗 此刻的流邪俨然成了行尸傀儡 他绝望地回到家中 有那么一刻 他甚至想拔出长剑割喉自吻 可最终他还是懦弱地放下长剑 就这样流邪写下了第三招 这一次曹丕不再拒绝 结果玉玺他高声宣布 废除大汉律法改汉为位 自此四百年大汉彻底消失 魏文帝曹丕开创了新时代 曹丕称帝后并没有对流邪赶进杀绝 反而赐予他土地封为山阳宫 临走时司马懿特意前来送殿 同时他还要传达曹丕旨意 只要流邪永不回许昌 曹丕就不会找他麻烦 就这样 流邪乘坐着破船落寞地离开渡城 流邪离开后并没有到山阳夫人 他自知成了王国之君 没有脸面在于世间巩活 于是他命人凿船船底 与曹夫人一起湖中殉情 纵观流邪一生 他于乱世中继位 受制于肖雄掌控 三十余年他历经全臣相征 看病了人间生死 或许直到死亡的那一刻 这位傀儡皇帝才真正得到了紧托 身为大哥的刘备 对于关羽的离世 觉得自己有很大的责任 懊悔自己过于放任关羽 如果云长 他能够不清智动物 能够善加地方 何知如此 何知与丢了性命 何知与失了荆州 此时诸葛亮看到桃源三坑之首刘备 终于有了一些觉悟 接着把哥哥诸葛锦奉孙权之命 向关羽提心 想让关羽把女儿嫁给孙权的儿子 这件事情 趁机也抱怨了起来 可诸葛知道云长是怎么回答的吗 他说 胡女 因能嫁给犬子 这 此话 无论任何王者听之 都有如一箭传心呢 看到诸葛亮也对关羽有意见 作为大哥的刘备 开启了互犊子模式 当即话锋一转 说关羽之所以死 是因为刘峰 孟达的见死不救 要是他们出兵相救 关羽还会有生计 也不至于伸手异助 对于刘峰这个意子 和背叛投敌的孟达 刘备更是三身神爆跳 七窍内声焰 这二人就算跑到天涯海角 我也要将之斩首始终 周葛亮看到刘备 还沉浸在为关羽复仇 赶紧把刘备按在了床边 于是眉头紧锁 将话题引到集团事业上 表示关羽虽然丢了荆州 但咱们的地盘还是最大的 作用川鼠四十一线 外加汉中之地 毫不夸张的说 现在已经是三国势力中的No.1 你得有更大的格局 现在龙中计划已经展开 不要为了关羽离世 忘了咱们创业的终极目标 消灭曹操 救出天子 成就大业 看到刘备没忘创业初心 于是诸葛亮想跟他讨论一下 下一步的工作部署 但在这时 已经头发花白的创业元老孙钱 急匆匆地闯了进来 一进门便是扑通一声 跪刀在你 曹平 逼田子善让 开国改元 自立位帝 田子 被废议后 被面出许度 途中 船 陈渝 张水 主公 四百年大汉 听到这一消息后 刘备也来一个普通鬼地 老泪纵横的直呼老天爷 让他一个白发人 刚刚送走关羽 现在又要送他这个皇家小老天 我刘备 我刘备毕生振战 只为辅助汉氏 而今 汉氏不存 天子疯难 我身为刘氏子孙 又有何用 虽然刘备痛断心肠 但还是为他的皇家好兄弟 汉县帝 留邪 铸剑高抬 一身诉稿 领着文武百贯 举办了一个盛大的追悼会 还不忘令人 写了一副 盲夜不偏暗 汉贼不两立的挑副 高高悬挂了起来 并开启了他 自我批评的常规套路 臣身为皇叔 奉陛下写照 讨贼心汉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 却没有完成陛下的心 臣有父皇恩 罪不可赦 更无言 见刘氏先祖 就在刘被自我批评过后 大汉皇叔随即当成一事 说天子虽然没了 可还有他刘备 他要继承汉氏为业 绞尽天下逆贼 再造一个大汉 可这话 让一旁的诸葛亮 听出了话为一 赶紧示意赵岳 出来天马火 于是听话的赵岳 一正言辞的道 天子已经变天了 可江山却不可一日无主 既然曹操逆子曹丕 都已建居地位了 那主公更应该继承大汉为业 进地位 号令天下 而看到赵云要抢风筒 不甘落后的魏妍 也要拱手宋伯主公 开口就说 刘备只有称帝 才能实现人生报复 这让随波逐流的重臣 那是齐声复合 但却把刘备给惹急眼了 接着站起身来 怒斥重臣 是要陷害他刘备 不忠不义 此时身负使命的赵云 还是不死心 当场反了刘备 连外星的曹丕都称帝了 你这个刘氏子孙 称帝怎么就成了不忠不义 子龙啊 我身为汉臣 岂能效仿逆贼所为 曹丕篡称帝 已遭天下忍辱 我虽为汉帝玄孙 可一无恩责 不失天下 二无尽 灭贼浮汉之功 如果我自立称帝 那岂不是成了曹丕第二 刘备这话 把文臣们说的那是 哑口无言 而身为武将的魏严 却什么话都敢说 开口就把大实话 说了出来 表示只有刘备称帝了 他们的官职 才能被世人所认可 但魏严这话让刘备正好逮到了一个初情 随即怒斥魏严道 好你个魏严 此话说的爽快 我一听便知何以 想让我称帝 无非是想让你们各自得到分封 若是这样 我就更加的不能称帝 称帝之事 我宁死不从 再言必发 随着刘备一词皇位过后 本事戏精的刘备 接着开启了大脑缺氧的神操作 吓得众人 赶紧上前把他搀扶了下去 而一言未发的诸葛亮 却这样说道 诸公生气了 看来此事有希望 就在诸葛亮话音未落之时 一名仆人就传来了刘备犯了头疯 让诸葛亮全权处理政务的任意 于是诸葛亮明白了刘备的用意 对着赵云说出了一句更加耐人寻微的话 看来主公真是生气了 就这样 身负使命的诸葛亮 找到了刘备不肯称帝的关键点 跟川署的地头蛇李延 聊起了如何能让刘备称帝的话题 顺道套了套 劝刘备称帝同样一言未发的李延 对此事的态度 而看到李延对刘备称帝一事 还有些不赞同意见 于是不愿得罪人的诸葛亮 便捂住胸口 不并深淫了起来 把李延这个过 甩给了刘备 而在刘备前来看望他时 诸葛亮更是直接点破了刘备 不称帝的原因 只是刘备有所担忧 那就是需要川署李延 等旧臣的支持 那这件事 需要刘备亲自去办 虽然他诸葛亮 能凭借三寸巧舌 说通了李延他们 那就怕他们心里不服 而这件事 刘备亲自出面做工作 那就不一样了 你要是亲自做通他们的工作 他们才会从内心认同你 才会支持你称帝 主公如果是名正言顺 有何可以 殊不知 天与福起 反受其酒 看到诸葛亮急的病都好了 刘备也不好再谎称投风 跟聪明的诸葛亮 说出了内心实话 那么面对川鼠旧臣 刘备是如何做通理研的工作 让他支持自己称帝的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长按点赞 东乐会一直与你相伴 这是刘备 这辈子的巅峰时刻 那四百年大汉王朝灭亡后 作为大汉皇叔的刘备 筑起高台 召集群臣 满怀信心的赵高天下 从即日起 他刘备要开元继位 建立蜀汉王朝 于是在众臣叩拜时 刘备颁布了一道诏书 而这一诏令 却让赵云紧张了起来 于是在大典结束后 赵云来到了刘备的卧房 想推心致富的 跟刘备聊聊兴师 讨伐东吴的事情 陛下说我直言 眼下国贼乃是曹丕 不是孙权 倘若陛下 一定要舍卫伐武 这大战一开 曹丕必将是成奸取利 但刘备此刻 还没走出二帝关羽去世的阴影 对东吴的孙十万 那是咬牙切齿 势不两立 于是格局更高的赵云 觉得汉贼之仇是公事 而兄弟之仇是私事 既然大哥已经登基皇位 就应该以天下为己任 这一话让刘备仍然没有触动 来到赵云的面前 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虽然我成绩了地位 但若不能为地报仇血痕 纵有万圣之尊 又有何用呢 随着刘备心意已决 赵云也不好反驳 但此时军师诸葛亮赶紧进来送出宫 表示他也赞同赵云的意见 提出了不伤和气的策略 那就是暂缓兴师法武 接着诸葛亮说出了四方面的反对意见 让刘备好好想想 其夜现在最大的对手是曹魏 而不是东吴 二是他们现在地处西南偏僻之地 利于防守不利于技工 三是法武路途遥远 军备物赦运输困难 而第四个原因是 孙刘两家若打起来 就算法武胜利了 也是两败俱伤 要是曹皮趁机出兵 一举灭掉我们 那是轻而易举 陛下 属无一旦交兵 最大的获利者 是曹皮 听诸葛亮这有理有据的分析 让刘备意识到了可怕性 要是法武处理不好 还会危及到自己的生命 刘备只好无奈地 做出了暂缓法武的决定 这让劝谦的二人 才长输一口气 但刘备却补充道 暂缓并非放弃法武 而是为了囤积两草军线 打造车船 待机法武 听刘备这么一说 诸葛亮和赵运 相识一眼后 眼中已是满满的担忧 而此时喜欢打骂军事的张飞 没有因大哥刘备 称帝为王而高兴 还依然沉浸在二哥离世的悲痛中 张飞说完就瞪着眼珠子 怒斥他的军师 手指着让他说出反对法武的人员名单来 而下破胆的军事 在张飞的逼迫下 最终把诸葛亮和赵运给供了出来 这让张飞对他们二人有了更多的偏见 于是决定亲自前去说服刘备 让他赶紧出兵为关羽报仇 当即连夜赶往了成都 怎料心有灵犀的刘备 同样是为了关羽报仇 让他深夜难眠 这时一个熟悉的脚步声 隔着三里之外 刘备就辨别出来了 于是喊来了服侍他的太监 张飞听到刘备呼唤自己 红着眼眶就冲进屋里 接着扑通一声跪在刘备脚下 伤心的哭了起来 刘备赶紧把张飞扶了起来 询问他为何放弃手地 跑来成都找自己 而张飞是个职人 当即竹筒捣豆子 把心中的不满都说了出来 早也盼 晚也盼 天天盼着做新疯啊 眼睛都快忘穿了 可就是等不到 这法虎的照例 大哥 难道你做了皇帝 忘了桃源之事了吗 这个反问让爱哭的刘备 瞬间老泪纵毁 赶紧指着一旁的官公画像 解释道 云长还在 还与我 石头戏 一头塔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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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呀 此时一旁的太监 也非常有眼力 健壮开口帮腔 说刘皇帝 每天晚上 都会对官二爷的画像 发誓 是要为他报仇 可就算这样 刘备的做法 还是让张飞不满意 于是数落刘备 只会动嘴皮子 做了皇帝 还出尔反尔 搞一个暂缓法无的赵令 想糊弄他张飞 气得张飞说 他可不是那么好糊涂 我一直 以为你是粗人 没想到你 心细如发 三弟啊 倾国出名 非同小可呀 丞相 一再全足 我不能不散似 看到大哥当了皇帝 还要受诸葛亮的摆布 这让张飞对刘备 很吃失望 接着质疑诸葛亮 不同意攻打东吴 是为估计他哥哥 诸葛锦衣家人的姓名 怕孙权斩了他们 让他们诸葛家族断了后 不要胡说 看到张飞对诸葛亮 意见如此之大 刘备赶紧开启了 霍西尼模式 直言没有诸葛亮 就没有他们兄弟三人的今天 但张飞却不这么认为 没有诸葛亮 哥哥就不能成就大业吗 哥哥就不能御价亲征了吗 哥哥就不能夺到天下了吗 在张飞的三连问逼迫之下 刘备还尚存一些理性 他知道张飞这个二愣子 没有高人的指点 这种三连问卷也造不出来 于是询问张飞 这话是谁教他的 随即张飞一捅为快道 二哥在世的时候 我们私下议论过 没想到两位弟弟 打心底里瞧不上诸葛亮 刘备也不好再获悉尼 于是刘备让张飞回去训练士兵 等以后有机会了 再为关羽报仇 可回到军营的张飞 每天都是饮酒卖醉 对于军中事务也是格外严格 要时刻准备着为关羽报仇 于是在命令半江张达 五天内制造三万套 白旗白甲到期之日时 二人还想让张飞宽限几日 不料打骂军事习惯的张飞 对于自己的军令 没有商量的余议 直接叫人把他们拖下去 重打一把鞭子 很显然 此刻的张飞 因关羽的离世 已经丧失了离世 二哥 二哥 来 我们喝了 在一名小将为二人求情时 张飞还觉得不够紧细 更是多赠送一把鞭子 打得范章两人 战都站不起来 被人拖到了营帐门前 此刻被酒精麻痹的张飞 脑子还不糊涂 下令再给他们三天使惊 把白旗白甲制作出来 以备为二哥报仇所用 但到了深夜 张达忍着疼痛 找到范江 商量起了 如何完成张飞 交给他们的任务 但范江觉得 他们跟着张飞 早晚必有一死时 小声的合计起了 怎么给自己找一条生路 于是他们怒从心中起 恶从枕边身 竟趁着夜色摸进了张飞的营帐 就要割头叛逃 谁知张飞睡觉 竟睁着眼的一个翻身 把俩人吓得裤子都尿了 直到张飞持续的呼噜声响起 俩人这才赶上前 趁着未发现前 砍下了张飞头颅 而张飞这一离世 也把刘备给惊醒了 那么面对三弟张飞的死 刘备又会做出什么决断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长按点赞 东乐会一直与你相伴 这个男人睡觉时睁着眼睛 可就算他虎目睁眼 把两个刺客吓得当场扭了裤子 但还是被自己的呼噜声 把刺激给出卖了 于是没被吓破胆的二人 在张飞还没发现他们时 直接扑上前去 砍下了张飞的脑袋 与此同时大哥刘备 忽然被噩梦惊醒 镇定过后 发现自己现在身处皇宫 本以为是恶梦一场 打算重新躺下 睡一个回笼教时 张飞的部将吴班军 就慌里慌张的跑了进来 再次让东乐产生了一个怀疑 难道蜀汉王朝 还有比牧牛刘马 更快的交通工具 对此刘老大也很是怀疑 听到这里 让刘备觉得刚刚那并不是猛 而是事实 随即即火攻信 真情表露 嘴里孤囊出了五个字 三 第一 凶 一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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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张飞的离世 刘备也彻底地放飞了自我 在张飞的追悼会上 一出场 就放出了不自量的话语 让开 朕没有你的辅助 就不能自立了吗 这话让诸葛亮和赵月 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劲 接着刘备晃晃悠悠地跪在张飞的灵堂前 老泪纵横地放声哭哭起了自己的兄弟 张口就说张飞死了冤枉 怪哥 没有听见我 如果我能早早把我 你何时早此毒手 死伤 当然要报 先前 云长 被无贼所害 今日 反将让他 有些 义得烧尽 投降动物 他孙权 折我两边 就这样刘备叫出秦密 命令他撰写法无息文 结果秦密的情商也不咋地 他非但当场拒绝了这项任务 反而还劝说刘备应该先罚曹魏 在干掉曹魏后 东沃自然会望风而降 可刘备听这些话早已听出了茧子 此时刘备心意已决 可忠臣秦密却仍不敢信 直言刘备法无 会重演曹操 赤必的护者 万不能意气有事 可刘备听了 直接勃然大怒 当机命令士兵 将秦密插出去 砍了 而看到势头不对的赵云 还想倚仗上将的军邪 替秦密求个情 奈何刘备 早就烧够了赵云 自动 不要再替此人说情 于是情商稍高的诸葛亮 打算接过秦密的工作来 说他可以帮刘备 拟写法无细文 但令刘备讨厌的人 还有他诸葛亮 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洗脑 让刘备做出了 暂缓法无的决定 这让刘备 也不敢烦恼诸葛亮的动力 直接表示 他自己还会撰写法无细文 你就先歇着吧 而此刻正有两个人 带着礼物 来给东吴的孙权送礼 想要孙权赏他们个一官半职 可在孙权看到他们送来的礼物后 让他为之以敬 随即也知道 是他们杀害了张飞 这俩二货的功劳可不小 但此时孙权 还有一个小疑过 你们二人杀了张飞 为什么不做曹丕 偏偏要偷我 就在叛军沾沾自喜 表示他们是孙权的铁粉时 却让孙权体会到了 人在家中做 过从天上来的感觉 当即没了君主风范 怒斥两人 没安好心 一个官宇 就让他跟刘备水火不容 现在更送来张飞 更是火上交友 来人 将这两个人打入囚牢 严加看管 随着没得知的两人离场 有苦说不出的孙权 赶紧让边境的将军 密切关注刘备部队的动向 但此时 怒火燃烧起来的刘备 已经迫不及待的 御驾寝 他要在没有诸葛亮的帮助下 为他的二弟三弟报仇 吓得老将成国 赶紧把这一消息 表报了上来 水火大军 共约七十万 七十万 刘备出倾国之兵啊 看来这回 他也是拼上老本 面对自家妹夫的讨伐 有了合肥之战的教训 不会带兵打仗的孙十万 随即派了一位使者 想采取制缓的战术 好让他找出一个 能对抗刘备的将领 于是让使者 带给了刘备两个礼物 分别是杀害张飞的凶手 范姜 张塔 先让刘备消消火 可刘备听了 觉得不解恨 为了张显他的与众不同 叫人把使者 跟杀害张飞的元凶 要给一同斩了 就算谋适马良 用两军相战 不斩来时 这一说辞 试图唤醒刘备 可以被愤怒冲昏头脑的刘备 哪管这些条条广谤 本着不按套路出台的他 要斩首侍卫 开闯心 接着站起身来 命令用杀父之仇的 张包和观星 直奔东吴的门户 紫归城 三日之内拿下城池 先给孙权来个下马威 就这样 刘备发武以来的第一战 开始了 面对东吴边境重镇 紫归城 张飞的儿子张包 指挥的那是有本有言 先是远程火力 狂轰乱炸 在东吴军队乱了阵脚后 这才带人选择了重逢 战车和护盾的掩护下 加上士兵们报仇心切 纷纷一往向前 战立十足 而深知关键的张包 更是指挥着士兵 撞起城门 没两下 就把紫归城的大门 给撞开 杀了几句 在张包一马当先的带领下 一时剑锐动他当 砍瓜切菜般的 打得吴军毫无招架 让把守城池的孙权侄子 孙恒 顿感大事不妙 等他过去支援时 已经看到城池丢失的迹象 拿出宝剑 就要比划着抹脖子 可这动作 却迟钝了片刻 周围的亲卫 立马反应过来 纷纷冲上来 把他给拦住了 拉着他 撤出了紫归城 很快小事刘备的孙权 收到了兵败士兵的消息 可笑的是 还在大唐之上 对着群臣发起了标 那么随着刘备 法武守战暴劫 孙权又会使出什么招式来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长按点赞 东勒会一直与你相伴 刘备焦慌起来会是什么样 在他法武守战胜利后 面对东吴的求和使者 刘备霸气地回队道 晚了 无论是小妹 还是荆州 朕不须他送 朕自己会去 这话怼的使者诸葛杰 只好把三国最大的boss 曹屁给搬了出来 用曹屁会称师用兵 将他们一并灭了 来吓唬一下刘备 怎料金飞锡笔的刘皇叔 也没把草皮放在眼里 淡定地说道 随即刘备背过身去 告诉诸葛锦 要不是他看在诸葛亮的面子上 他刘备要把诸葛锦的头颅取下来 告为二弟三弟的亡魂 回去告诉孙权 令他率领江东百官 来向我请下 就这样 老实的诸葛姐 把自己受到的憋屈 如实地告诉了东吴主子孙权 而此时出战失利的孙权 面对刘备的七十万打军 也没什么好的办法 于是逮着谁就问他 有什么办法对抗刘备 这下让不看好东吴的诸葛姐 直接又把吓唬刘备的大人物曹屁 又给推了出来 你要我投降曹丕 放弃祖业 主公 此乃拯救危局之策 如此一来 渴望得到曹丕出兵相援呢 听到诸葛锦这么没骨气的计策 孙权也剩下只有感慨的份 虽然嘴上一万个不愿意 但面对刘备如耿在喉的威胁 长大成人的孙权 脑子已经不好使了 表示他要三思一下 于是孤零零的来到老好人鲁肃的墓前 将征求一下故人的意见 而身为文臣领袖的张昭 知道孙权此刻已经是病急乱投意 目前最需要的只是一个台阶罢了 于是他不疼不痒的表示 如果现在不投降曹丕 东吴三代基案还真难保住 咱们就委屈一下吧 接着又给孙权做起了心理建设 人主的胸怀是被世间无数屈辱称大的 有了这个台阶 孙权总算是下定决心 安排了能言善变的赵姿 作为使者担忘了许昌 这是曹丕登记以来迎来的一次统一华夏的机会 面对东吴的求降使者 曹丕知道 东吴现在对于刘备率领七十万大军的征讨 已是危在旦夕 投降他曹丕也是为了保命 而非真正的称臣 但此刻孙刘两家打得热火朝天 让做官虎斗的曹丕 嗅到了消灭两家实现一统的良机 他现在率军无论选择攻击谁 都会势如破竹 坐收渔翁之力 于是在得知东吴的孙权 想站在他这一边后 谨慎的曹丕 只是把孙权封为了吴王 给他加了九夕的官纸 对于派兵相助 那是纸字为题 下朝后第一时间 找到了鬼境的司马懿 说出了自己 只给孙权加封 不派兵僧元的想法 这一既不公赎也不就吴 做官成败 向机而斗 陛下英明 英明啊 陛下臣以为 如吴君胜 陛下可乘势收取汉州 如刘备胜 陛下可乘势收取荆州 不管数无胜败如何 最后胜利定是陛下 司马懿说完高兴的当场笑出了声 却让曹丕对他谨慎了起来 而得知自己求降 只换来了两个空头鞋的孙权 也明白了曹丕的用意 指望曹丕派兵救援 是指望不上了 同时也明白了 靠山山会倒 靠人 人会跑 只有自己最可靠的道理 于是在收到自己的侄子孙桓 要血战刘备 一血耻辱的消息后 激发起了孙权自保的信心 当即要派韩当 周泰带着十万士兵 前去助他以臂之力 可作战丰富的陈浦 却觉得这样的排兵部阵 甚为不同 这其中恐怕有诈呀 经陈浦这么一提醒 合肥之战 名扬天下的孙十万 显然对自己的排兵部阵 不是那么有自信 于是来到地图前 看了一眼后 老将军多虑了 蜀国在我国土上作战 并非我军在蜀地作战 此时此刻 一灵不能再世了 否则会祸及南郡 那时候 曹丕就会以为我东吾大势已去 必须惊咒 更何况 即便决战 我也不惧刘备 就这样 嚣张起来的孙权 耿着脖子 就是要跟刘备 来个正面交锋 决一死战 于是这一消息 到了深夜 刘备就得知了 这是刘备 发舞以来的关键一战 面对东吴十万的野战军 老将黄中 说出了他的应对之策 这一片山蛙叫富之口 最适合服兵 若把吴军诱到此地 那他那十几万精锐 肯定是有来无回呀 这一计策 刘备也很是赞同 但如何引诱东吴军队上当 让刘备犯了难 对此 黄中也早有预案 他一拱手表示 黄中愿以身作儿 又吴军上钩 你 难道 我不行吗 看到自己的五虎上将 亲口提出要做诱饵 随即刘备虚伪了起来 表示黄中 已经七十五岁 本事一样偏年 现在让你跟随我发舞 就很惭愧了 如今再让你去做诱饵 可刘备实在恨不下这颗心 而听完刘备这段话 黄中很是感动 可越是感动 黄中越想执行自己的计策 为此 他再次开口宣说 东吴那些将领 谁不想用五虎将的手机 为自己扬名 这以身作儿的人 还有谁比我更适合呢 只有我亲身现有振钱 韩党他们 才会不顾一切的追杀我呀 面对黄中找死的计策 刘备再次给拒绝了 虽然他知道 老将不死只剩凋零 但重情重义的刘备 对他的兄弟们 还是肝胆相招 从内心不愿失去任何意味 可此时黄中就像领儿犯 陛下 黄中已经是老朽了 不想苟延残穿 只想在一场大战中 留此终身 以求无憾 黄中说完 就跪地恳求刘备的同意 让刘备也没了办法 只好走到黄中的面前 将他扶起来后 借着黄中的忠信 对着众人唱起了高调 听见了吧 75岁的老黄中 这番雄心壮语 告诉我们 怎样才能不负平生 怎样才能成为 名垂青史的梁家 就这样 套路深奥的刘备 采纳了黄中的计策 让他率军出征 引诱东吴的士兵 到时 他刘备要一举消灭 东吴的十万天队 但是 我更要你平安归来 安然无恙 我已经没了云长 你得二弟 我不想再失去你这位贤修 那么随着黄中甘愿 为刘备做垫脚时 刘备的伐无之旅 会如他所愿吗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长按点赞 东乐会一直与你相伴 在老将黄中的跪地 恳求之下 刘备终于同意了 黄中以身为耳的计策 于是三国后期 最大规模的一场会战 就这么上演了 而遇到民主的黄中 更是轻身负险 指挥军队在最前线 率先向东吴的营寨 发起了攻击 此刻东吴的周泰 看到是黄中的将棋后 那是无比兴奋 对于黄中五虎将的身份 嗤之以鼻 早就想跟黄中 比个高低了 在看到黄中的军队 攻打城府把守的营寨落败后 赶紧劝说寒当 打开寨门前去追击 别再犹豫了 我们居高临下 一旦冲杀 势不可挡 如果能拿下黄中 蜀军必然大败啊 就这样 白发花甲的韩当 也想在自己有生之年 生擒了黄中 为自己拔个高度 而黄中得知无军 已经出寨追来后 黄中当即下达了 撤军逃跑的命令 这让大后方的刘备 探知消息后 才开始战前的动员 东吴十万精锐 正向鬼门关迈进 身为将士 能够经历如此大战 是上天赐予我们的荣幸 也是上天赐予我们的机会 将士们 你们建功的时刻到了 让敌人的鲜血 浸透我们的征袍 随着刘备洗脑时的动员 蜀军也达到了兴奋 可作耳的黄中军队 跑得太快 气得黄中 大骂兔崽子 快传令 不要跑得太快 会把身后的吴军丢掉的 而吴军将领韩当 也是作战经验丰富 看到腹齿口地形险要 适合伏击 随即下达了停止追击的指令 就这样 作耳的黄中知道后 对韩当也是甚为佩服 韩当果然是名将 比狼还要诡诈 听命 大骑本将的大稻旗 跟我回去 继续冲杀 沈将军 几万无军在放剑 太危险了 传令 跟我回去 为令者斩 见老将黄中都不惧生死 首先的士兵 也不是胆怯之人 在黄中一马当先的带领下 面对东吴的万千剑鱼 黄中就是要做活靶子 随着冲锋的骑兵 纷纷倒下后 东吴下一波的剑鱼 让黄中难以抑挡 连人带马 中数剑 当场扳倒赛地 在将士们冲过来 架起盾牌 将黄中给护了起来后 可此时身负重伤的黄中 嘴倒是很硬 直言他自诱百步穿扬 从来都是他射别人 拿到别人射他的机会 面对东吴只放剑 不过来攻打他们 黄中当即不顾剑伤 推开盾牌兵 再次翻身上马 举着大刀 向东吴军队冲杀了过去 韩当周泰 看到黄中身中竖剑 还在那继续进攻 这让周泰嗅到了绝佳机会 没等韩当同意 就率先冲了出去 而韩当也不甘于落后 为了能斩杀黄中 获得一枚荣誉军章 在私域的操控下 两人率领着全部兵马 冲进了副驰口 也掉进了刘备的伏击圈 滚木向他们砸去 此时想要率军撤退 已是为时已晚 等候多时的蜀军 巨石和滚木在他们手中 很是轻松 一砸一个准 数万的东吴士兵 只有挨揍的份 随着刘备的大部队 眼杀过来 东吴的士兵 如砍瓜切菜一般 被蜀军给轻松了到 命丧于此 对此韩当 周泰也没什么好的办法 眼看着士兵们 纷纷离他们而去 韩当随之爆发出 男子气概 对周泰说 现在反正横竖都是死 还不如自闻 留个好名声 你公老哥 都是我害了你啊 不 黄庄不惜身重数剑 赢我们上钩 我们败在这位老将手里 也不冤枉 韩当说完 就要拔尽戏罪 却在这时 他们的身后 传来了新的韩沙声 是老将军成谷 率领着生意军 前来救援 只见须发揭白的成谷 挥舞着冰铁长枪 第一个杀入敌阵 一枪捅穿一名蜀兵后 让韩当周泰 看到了生还的希望 朝着成谷的方向 冲了过去 此时猛将成谷 老当义壮 冰铁长枪所到之处 必有一名蜀军而亡 可这时 一只冷剑直插他的胸口 当场 把他从马上射落 吓得韩当周泰 赶紧围了过去 将成谷给扶了起来 而此刻成谷 虽然只剩下一口气 仍吐血大喊 韩当周泰 快走 一脸不甘的 和数万东吴士兵 死在了腹之后 不过一下午的功夫 方圆十几里 已经血流成河 吃横便宜 这让一只 以仁义自诩的刘备 看着如此凄惨的场景 在得知东吴 只有不到万人 逃了出去 老将成谷 还被一箭射杀 当场毕命后 高兴的嘴上 直呼好 顿感自己发言可气 都觉得 没有诸葛亮的辅佐 自己也能一同天下 那重情重义的刘备知道 此次战役最大的功臣 是拿自己当诱饵的黄忠 随即叫人把黄忠请过来 他刘备要重赏黄忠 可惜黄忠为了引诱对手 已经被射成了刺猬 此刻躺在病塔之上 已经没有力气领上他 在刘备带人过来 看望他时 这位爱哭的黄朔 瞬间眼含泪珠 看着桌子上 摆放的七八个箭头 刘备蹲坐黄忠的塔边 告诉了黄忠一个好消息 韩生 我军大获全生 而不虚伪的黄忠 只是咪咪一笑 当场表示 功劳应该是领导您的 我就是挨了几个箭头罢了 不值得一提 当然黄忠老爷子也知道 留给自己的实践不多了 喘着粗气 就开始给自己的人生 做了个总结 臣这辈子 只打过两回败仗 上一回 长沙之战 臣输给了云长 那一张不该输啊 说是夸了 臣也不服云长啊 再就是这次败仗 臣虽然失败了 可陛下去大胜 臣败得高兴啊 九泉之下 遇到了云长 臣就有得说了 这要问问哪 陛下封为五湖上将 知不知 对不对 你服不服啊 随着黄忠标志性的孝顺结束 就这样 忠义无双的老将军 黄忠归天去见关羽张飞了 那么黄忠离世后 五湖上将 已失三位的刘备 法武之旅 是怎么演绎的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长按点赞 东勒会一直与你相伴 五湖上将 至今 一王三人 个个都死于孙权之手 真发誓 要杀尽建议 绝孙是 三代祖分 就这样 兴师伐武的刘备 打着为兄弟复仇的旗号 在老将黄忠去世后 彻底丧失了李治 痛心疾首的下达了 与东吴的全面开战的智力 这让东吴主子孙权很是无奈 只好请来了一个疯子 要任命他为新的东吴大都督 让他统领东吴所有兵马 跟刘备决一死战 而深知大都督 这一高维职业的陆训 没有对自己重新得到重用而高兴 反而质问起了孙权 主公囚禁陆训十三天 是在等前线的战报吧 这话让孙权有些恼怒 但此时他知道 大都督这一职位 对东吴甚为重要 于是孙权说话的语气 接着软了下来 表示此时 东吴需要陆训 随即走上前去 把陆训给搀扶了起来 主动承认自己确实没有带兵打仗的本事 其实这次派出十万大军对战刘备 是想用一场胜利 洗刷自己合肥孙十万的不光彩的历史 可惜这一战败 又要让看视频的人嘲笑我了 不过他孙权现在不在乎这些 因为他还有你陆训这个晴天之助 可以帮他扭转局势 看到孙权誓死要拜自己为大都督 陆训也不顾之一职位的危险性 就接任了东国第四任大都督的工作 可本事殊胜的陆训 一上来就让将军本刮起了战略撤退的策略 于是他来到作战前线 想要召开动员大会时 陆训刚坐到主座上 要开口讲两句 一个关系过就大摇大摆地走进来 对陆训这个三十岁不到的领导 一脸的不服气 但却给了陆训杀鸡敬猴 以树立军卫的机会 陆训二话不说 就要让人把他拉去打屁股 陆训 有能耐去和刘备打呀 在我身上耍何威风 本都督的威风无处不在 我先打你 再打刘备 四十军棍算个屁 说得好 陆训一武军机在先 口出不训在后 卓打八十军棍 看到陆训耍起了小脾气 老将韩当本想提醒一下陆训 却被陆训给制止了 于是陆训面无表情地表示 他知道陆训是孙权的小舅的 但他今天就是要立位 孙权来劝说也不好使 随即中将都明白了 感情这是终于打黄盖 愿打愿挨的故事情节 可周太对这些不感兴趣 直言老是战败撤退 也不是个办法 他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打仗了 看到有人质疑他的策略 陆训接着表示 让他们再撤退三十里 在那里把手 要是刘备攻打的猛烈 那你们就继续后撤 五十里外 我会为你们准备好第四道迎战 这下让周太憋不住了 当堂质问陆训 这一退再退 到底退到哪里是个头 对此陆训也不做极致 只是告诉他 到时候就知道了 很快退得无路可退的陆训 再次聚强开会 一上来 却问了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 你们有谁能够告诉我 自本都挂帅以来 我军败了多少阵 面对可能是个坑的提问 愿打的傅俊跳出来回答道 你已经连败四阵了 自你挂帅以来 末将打的败仗 比从军以来都多 听到傅俊怨气的说辞 陆训只是微微一笑 并没有再打傅俊的屁股 反而让傅俊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 正让傅俊带到了机会 直言他们作为孙氏的女婿 就得为孙氏舍身赴死 陆训 从没有听说过 陛下 陆训 简无好物 孙氏之旭 多大了 二十七岁 黄考人儿 十五孙子 面对刘备这个老女婿的反戈 咱们更得为东吴建功利益 保住孙氏打下来的江山 这一话让陆训本是满意 随即询问仲将 敢不敢和傅俊一样齿身赴死的 在得到异口同声的回复后 陆训这气氛烘托的差不多了 立马站起身来走到帅台前面 给大家打起了鸡血 指着不远处的山梁介绍道 那就是伊岭山脉最后一道山梁 越过它 就是一马平船直下金香 再无险关可守 从今日起 本都以下 所有将士 都必须和迎债共存亡 随后陆训拔出宝剑 立训为事 要和将军们喝碗红酒 应对一天发誓要击退刘备 这让一路高科猛进的刘备 很快从张包的口中 得知了他们进攻授锁的消息 而死时已经飘飘然的刘备 对兵法随不精通 但心理战却很是在行 当即开启了洗脑模式 说吴隽知道他们死期将近 现在是在那垂死挣扎而已 听令 各营组成干死队 由各营将军亲自率领 明天继续攻打 三天之内务必全部攻占 此刻军使马良实在看不下去 只好表示他们发屋已经两个月了 没白没黑的追着东吴大 现在将士们身心疲惫 能不能放个假休息几天再去攻打 可刘备却不这么认为 吴军比你们更疲惫 提兵占提兵 就看谁能刺出最后一枪 这个时候 谁要是敢停下来喘口气 那么对手的枪尖就会刺到你的胸膛上 就这样已经听不进去劝说的刘备 执意让将士们继续去攻打武军 他要翻过这座山脉 拿下京香 把东吴给灭了 诸不知他刘备 已经渐渐的掉进了陆逊 早就埋好的陷阱 那么心态浮躁 报仇心切的刘备 是怎么把自己给葬送的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长按点赞 东吶会一直与你相伴 等到孙权赶来时 首先看到的是高高挂起的小舅子的头颅 而在陆逊前来迎接他时 孙权抢颜欢笑的将陆逊给扶了起来后 一上来就说陆逊瘦了 他这次就是来犒赏大家的 对于高高挂起的头颅 孙权那是指自慰问 来到营战后 就叫人搬来三箱黄金后 话里带话的表示他没有用错陆逊 陆逊作为大都督太厉害了 两个月内没让刘备越过怡陵山脉 大错刘备骄狂之气 大斩我东吴之君威 不过文职之后岂不自禁啊 面对忍狠岂能忍的孙权 深知孙权喜欢秋后算账 陆逊哪敢要什么赏策 赶紧主动承认自己的过失 对于斩首孙权的小舅子 规定请求治他的罪 而情伤超过二百五的孙权 愣是没把自己的小舅子拿回事 直言陆逊长得漂亮 换成他也会那么做 不能因为傅权是他的小舅子 就把东吴给断送了 陆逊 你不是不要赏赐吗 好 我再交给你另外一些东西 来啊 抬下来 此刻孙权虽然内心恨透了陆逊 但他知道面对刘备的攻打 东吴需要上下其心 面对堆满了弹河 大都督陆逊的奏章 孙权转身就拿起一个 大家都知道的古董 当着陆逊的面 将这些奏章给烧了 这一礼物啊 让陆逊很是感动 顿感自己跟对了人 我陆逊发誓 一定会还主公一把火 一把天崩地裂的胜利之火 自此陆逊严守赢债 让千里而来的刘备 对此也没有了办法 即使派出自己的喷子部队 前去辱七竹 及其将 孙权二次 反过来变成全孙也不好使 人家东沃就是聚险而守 不与蜀军交锋 这让刘备意识到了不对劲 这刘夕 是在等待战机啊 正当刘备想不明白时 随行的谋士马良 并报了一个现实情况 那就是蜀军现在水土不服 加上天气炎热 一时间军营中疾病流行 大部分士兵没了战斗力 陈祥 可否 让三军 轮番退入紫规程中 让将士们休整计时日 等秋后 再继续出展 对此未经世面的关心 也表示赞同 而刘备 却不以为然 表示自己打了一辈子的仗 深知败军知道 打仗就是打的士气 在这乏无的关键时刻 若是退卷 士气就泄了 于是酒精沙场的刘备 否决了退军的建议 采取了 让部队迁入茂盛山林的地方 依稀半水驻扎 等到秋梁后再战 中将一听 黑夜吹 纷纷表示赞同 而马良却觉得不妥 奈何刘备 是个不听劝说的主子 马良只好请求刘备 能不能把这一策略 传达给诸葛亮 听听他的建议 就算说的这么委婉 还是让刘备很不高兴 莫非朕不值兵吗 刘备这一反问 还幸亏马良的情商超高 剑壮联盟 夸赞刘备 是个盛军 心胸宽广 硬能博彩中肠 这一骂骗 让刘备心中暗爽 随即准许了马良速信 给诸葛亮的请求 那么诸葛亮知道刘备 犯了兵家大忌后 是如何挽救刘备的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长按点赞 东乐与你一直相伴 你还是不是张立德的儿子 你还是不是我的侄儿 如果你没有毕生的把握 就直说 阵令换人 被刘备怒怼的张包 男性荷尔蒙飙升 当场要立下军令状 表示 会跟他爹爹张飞一样 奋勇杀敌 血战到底 好 那只笔 立军令状 而关羽的儿子关心 深知军令状的幕后故事 替铁哥们张包求起了情 直言张包三日内冲杀了东吴十二次 身上已经有五处辅伤 刘伯伯您真是往死里逼他呀 听到自己的侄儿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刘备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好叫停了对东吴的攻打 让士兵们撤下来休息调整一下 而等到重将撤走后 刘备也很是无奈 他知道这是伐吴的关键点 也知道一鼓作气的重要性 奈何五虎上将已是三位的他 对于这些小辈更多的是要爱惜 隋剑决定要换个战法 跟东吴一较高下 很快刘备这一策略 有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作为孙权小舅子的富眷 听了多然大怒 要带着士兵把这群喷子给灭了 而副将好心的提醒他 说陆逊下令不让出击 正让火气上来的傅决 本着人争一口气 爱要脸面的原则 直接没把陆逊的命令当回事 什么大肚子 闪开 打我这死 就这样血气方刚的傅决 带着士兵走出了影战 刚追上刘备的喷子部队 杀得正欢的时候 早就埋伏的蜀卷就把他们给包围了 可等他杀回去后 却发现迎战早已被另一拨蜀军给占领了 自己只好五花大榜的 被小兵押着 来到了大都督陆逊的营帐 想通过这种负罪的方式 让陆逊放过他 而陆逊这次的脾气可没那么好 直接叫人要把他迎钱正法 吓得老将寒当 赶忙用傅军是孙权的小舅子 这老说词为他求情 不错 我是主公内地 我也是为了主公不受那些畜生辱骂 我才出债杀敌的 陆逊 你能把我怎么样啊 面对嚣张起来的傅军 陆逊对他很是无奈 同样都是孙氏的亲戚 人家他陆逊却很是实物 只好成全傅军这种送人头的请求 但却在这时 传来了孙权正赶来探营的消息 又让傅军有了得瑟的资本 此刻认为自己的小命 已经是稳了的他 开怀大笑地嘲讽起了陆逊 而面对这个关系后 陆逊也不含糊 还是坚持自己的决定 叫人把傅军给赢钱挣罚了 至此为了让刘备吃火锅吃得更加开心 东吴的大都督陆穴 连忙召集各路江里 研讨起了为刘备吃火锅吃得更进行的戏子 六位将军 亲看眼前这片山里 他就像是一只堆满干柴的火炉子 只需要一把火 刘备和他的七十万大军 就将死无葬身之地 就这样 自东吴火烧赤壁 送给曹操一场大败后 输火命的东吴也要烧烧刘备 还要比赤壁之火烧得更加猛烈 随着夜幕降临 乌云遮盖了月亮 在陆迅的一声号令之下 一只火箭刺破云霄 东吴为刘备准备的火锅盛宴正式开始了 只见火把点燃了火锅的外围 无数只火箭火球奔着已入锅的蜀军射去 瞬间让刘备的使兵吃不消了 面对沸腾起来的火锅 东吴也不忘杀起锅中搅和一下 这让蜀军随之大乱 深陷火锅之中任由无军宰割 而做着美梦的刘备也被大火给热醒了 看着眼前的大火一脸的困惑 在关心冲进了禀报 东吴送了他们一顿火锅后 刘备才慢慢的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拿起自己的宝剑跌跌撞撞的走到营外 当场就傻眼了 看着士兵成了铁板烧 东吴还喊着生擒刘备抓回去做女婿的口号 而耳背的刘备还想上前听听 却什么声音也听不出来 就这样作为小辈分的关心 如实的把东吴的口号告诉了刘备 弃义的刘备就要上前要与他们单挑 还仰言火攻有什么了不起 有本事跟他们一对一单挑 撇开关心和众人 拔出宝剑就冲了过去 让一排忠于他的使兵 为了保护他白白丧命 至此愤怒的刘备使出最后的力气扔出宝剑 刺杀一名将领后 在关心等人拉着他要逃走时 只能过起了嘴瘾 杀死陆雪 杀光功夫 杀死孙杀 就这样 不知有多少士兵 丧送在了这场著名的夷灵之战之中 而侥幸活下来的刘备 再来到白丽城后 也一却不振 没了蹦迪的风采 躺在了床上 那么还能活一级的刘备 是怎么安排自己后事的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长按点赞 东勒与你一直相伴 接着奏乐 接着武 这个爱蹦迪的男人 在成都称帝后 喜欢上了吃火锅 随着他率军兴师伐武 战局陷入胶着之时 刘备也忘不了火锅的味道 于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三军断不可退 只需把营寨迁入山林茂盛处 依稀半水驻扎 待秋凉时 兵力尽兵 随着刘备也吹计策的颁布 让将士们很是高兴 但随军谋视马良 对刘备喜欢吃火锅这一行为 有些意见 于是不远千里找到了丞相诸葛亮 在他面前 打起了刘备的小报告 而诸葛亮听说后 差点开口骂娘 是何人啊 何人叫陛下如此下债啊 此人不是祸害便是奸贼 登力斩此人哪 看到诸葛亮说的这么严重 吓得马良赶紧表示 这都是刘备一意孤行的计策 他哪敢劝说刘备 至此诸葛亮有些懊悔 懊悔当初带着这样的队友打襄衫 就算他积攒再多的装备 也会让刘备给败光 为何 包园习祖处结营渣宅 自古乃兵家大忌 陆迅如用火功 如何解救啊 面对刘备要宴请部队吃火锅的安排 诸葛亮也是无可奈何 虽然刘备这样可以让士兵 有吃有喝 逍遥的野炊 但火锅的味道 他诸葛亮在成都都能闻到 要是现在有个电话就好了 实在不行 发个微信也可以 可惜现在是三国时期 只有飞马传输这种方式 于是诸葛亮 让马良赶紧返回刘备的身边 让他转移部队到空旷的地方 不要沉浸在火锅的美味之中 就这样 马良火急火燎的 骑着战马又返了回去 而此同时 司马懿也听说了 刘备要吃火锅的消息 可当他把这个消息 禀报给自己的主子曹丕时 走到门前 却看到了曹丕可雪的画面 这让他有了一些想法 可猜当皇帝没几年的曹丕也是个狠人 他知道这一病症是被自己的老弟吓成的 但为了曹氏的江山 他曹丕不能倒下 就这样 动了心思的司马懿 觉得时机要到了 面对短命的曹丕 司马懿退回台阶 装着什么都没看见的样子 请求曹丕的接见 虽然他此时内心窃喜 但还是一本正经的 看见装作没看见 告诉了曹丕 刘备将要宴请将士们吃火锅的消息 而曹丕听了后 却有些不明白 这是败兵之兆啊 冰陛下 刘备败亡在即了 为何啊 就这样 同样是三国里狐狸级别的谋士 司马懿说出了和诸葛亮相同的推测 还分析出了 刘备扎赢七百余礼 加上酷鼠当头 树目一燃 一旦陆续放拔火 刘备这种火锅必吃无益 就这样曹丕明白了刘备要宴请将士吃火锅的含义 司马懿赶紧跪地请示曹丕 赐予他二十万士兵 在刘备吃完了火锅后 陆续追杀刘备之时 他又带着部队过去捡漏 拿下京香两军 如不胜 臣甘当军阀 面对司马懿要掌兵的要求 曹丕也没了曹操临终前的嘱托 司马懿是个天下奇才 你必须用它 但是你要记住 永远要放着它 随即曹丕鬼魅的一笑 用他离不开司马懿 司马懿不在他眼前 他曹丕浑身难受 这一不是理由的理由 对于这种扮演黄雀的事象 交给了他信得过的曹仁叔叔 没给司马懿拿到兵权的机会 虽然诸葛亮知道 又是一个坑 但嘴上还是夸赞起了刘善 而知天命的刘备 也听出了诸葛亮的话外音 奈何蜀汉王朝离不开诸葛亮 但刘备这次怡灵战败 就是很好的例子 于是刘备用过孤的语气 对诸葛亮说道 至于如此阿斗 你愿意辅佐就辅佐他 若是你觉得他不成大器 你可去而代之 刘备这话让诸葛亮胆战心惊 他深知弃主私利会遭天下人唾弃 随即诸葛亮表明了自己对刘氏的忠心 哪怕干脑涂地 天东地裂 这 没有任何非分之想 听到诸葛亮的满分回答后 刘备赶紧让刘善给诸葛亮磕头 即日起 孔明先生 便是你的雅夫 要是先生 如君如福 随着听话的刘善点头答应了 却在磕头被拦住了 此刻诸葛亮也不傻 知道这是刘备的套路 所以当场谢绝了 但却激发了刘备的语言天赋 你难道要拒绝一个将死之人的托福吗 就在诸葛亮思考如何拒绝死人时 感眼神的刘善 当即在诸葛亮面前 行了个三败九寇的大旅 让诸葛亮无奈地多了一个意思 可对刘备这个将死之人来说 倒是可以安心离开了 但令诸葛亮不知道的是 在昨夜 刘备还召见了蜀中贵族李延 刘备知道李延和诸葛亮是面和心不合 于是在夸奖完李延的才能贡献之后 拜李延为太子太府夹封义侯 在给刘善授课的同时也能牵制诸葛亮 让刘善不能成为诸葛亮的玩物 就这样 随着刘备为儿子刘善能坐稳皇位 安排妥当之后 坚信自己的儿子是大器晚成的刘备 在刘善没能背下高祖本计 懊悔自己太笨的时候 抚摸了一些刘善 胖乎乎的脸颊之后 带着未完成的使命 去找他的桃园吉义兄弟 关羽张肥群 至此 这个卖草鞋为生的大汉皇家后代刘备 忧伤成疾 病死在白地城 那么刘备在三国中 给大家留下了哪些印象呢 欢迎小伙伴在评论区 留下你对刘备的印象 东朗与你一直相伴 这个孩子的爹地并危在白地城 可他在出发前却想带点随身物品 我 我这两块蛆蛆是片刻不分离的 这一话让诸葛亮差点要扇他大嘴巴子 于是吓唬刘善说 要是他父亲看到这些玩物 当场不气死才怪呢 随即刘善本着能让刘备 多回几个时辰的原则 就没带这两块蛆蛆 不认之后 跟着诸葛亮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刘备 而刘备趁着自己还有一口气 跟着诸葛亮道歉了歉 二十年前 我从龙中请你出身 一切都对你言挺尽重 但此次都蒸发 我却故事几件 我拿你言 才找知 如此 惨 我 悔恨 无忌 看到将死之人 有了悔恨之意 诸葛亮于是宽慰刘备说 是他没有提前发现陆逊的伎俩 才让刘备遇难的 而此刻刘备可不糊涂 是他的过失 他不推脱 他主动承认自己 在成都称帝以后 开始了自我膨胀 忠言你耳的话 他是一句都听不进去 才导致遗灵的打败 我委屈你了 这句安慰宝宝的话 瞬间让诸葛亮老泪纵横 可正当气氛酝酿的差不多时 东吴的水师来饭的消息 不合适宜的禀报了上来 随即刘备军作而起 要是有诸葛亮在 他现在不怕东吴鼠辈 吓得诸葛亮赶紧把刘备按回了床上 安排赵云关闭城门 进入战斗状态 可赵云前脚刚走 马苏又来禀报说 东吴派诸葛锦前来求见 这让能耐很大的诸葛亮 也没弄明白孙权的词诀是何用意 于是本着直系亲属 避贤的原则 加上刚刚刘备有了回光返赵的迹象 提议让刘备亲自前去召见一下 这是蜀汉皇帝刘备主持的最后一次政务 在听到孙权让诸葛锦送还了夷林之战 被俘虏的士兵和缴获的兵器时 刘备对此还有些满意 那听到下面这段话 陛下 吴王的意思是希望陛下能消除前仇 与东吴再结盟好共聚操位 这话让刘备不再淡定 起身手指着诸葛锦 虽然话到嘴边但还是鲜血喷出 就这样一生要脸面的硫磺术 末了了还被东吴羞辱一番 直接晕倒在了胖儿子的怀中 这一觉就是到了半夜 刘备醒来后赶紧招呼自己的儿子刘善来到他的身边 就东吴要重结蒙好之事情 想考验一下刘善 尔臣尊奉父皇之义 你为什么就不能自己有个主意 别忘了你是太子了 就这样 独自的刘备只好把世界性难题给搬了出来 表示他要是不在了让刘善继承王位 能不能康复喊事 对此刘善张口就来 尔臣尔臣尊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情 尔臣只想 想什么 尔臣只想一辈子做尔臣 就在这时床头登记 可爱的刘善还对刘备说灯灭了 既然灯熄了 你该怎么办 尔臣尊奉父皇旨意 面对刘善这种大智若鱼的表现 让刘备一时也拿不准 该不该把王位继承给刘善 但对刘善这种百依百顺 没有主见的表现 却很是失望 天一亮就急忙叫来了局师诸葛亮 随即刘备对诸葛亮说 他现在不能接着奏乐接着舞了 遥想当年咱们的龙中计划 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刘氏集团能挂牌成立 全是依靠您诸葛亮的功劳 从今以后还得倚仗您 就这样 刘备让刘善把他扶起来后说道 听到刘备离世的消息 让孙权简直不敢相信 因为他的面前正是小妹孙上香的坟墓 巧合的是离世时间为四月二十五 相隔一天的时间不由的让孙权怀疑 是不是刘备的魂带走了他的妹妹 于是孙权喜极而泣 竟放声大笑了出来 随着魔性笑声的结束 孙权也道出了他高兴的原因 刘备死后 刘备死后 无忧了 昔日 曹 刘孙 三雄鼎立于世 如今 就只剩下孤一个人健在 哈哈哈 看到主子异常开心 诸葛锦正想拍上两具马屁 却被孙权给打住了 孙权立马切换成了他是天下熊主的姿态 给诸葛锦分析起来了三分天下的局势走向 此刻飘的都开始认为最终统一天下的人注定是他孙权的样子 但令孙权没有想到的是 篡汉自立的魏王曹丕已经开始行动了 曹丕带着一个好消息 亲自来到司马仪的府邸登门拜访请求赐教 但在进门后却发现靖叔妹妹面色苍白缺少阳气 随即对靖叔关心了起来 正当曹丕要深度交流时 司马仪带着儿子不合时宜的来到曹丕面前 吓得赶紧跪地拜见曹丕 就这样至存道远的曹丕 没忘了此行的真正目的 来到司马仪面前 就把这个好消息给说了出来 刘备定死在白地城 朕许心腹大患 好 真是西层天将 恭喜陛下 随即在靖叔的服务之下 曹丕对司马仪说 是时候该展现这曹丕真正实力了 朕想出兵法术 你看如何 此时老谋深算的司马仪 也觉得是正当时 瞬间就想好了法属策略 这让曹丕激动不已 惑不及待的就想听听 司马仪有什么好办法 能让他名声打造 建立空虚 于是司马仪建议曹丕 要出动五路大军 打鼠汉一个措手不及 难以应付 如此方能成功 拿五路大军 就这样司马仪把五路人马 和进攻路线 以及战略目标 详细的说给了曹丕 这让听得上瘾的曹丕随即一拍桌子 接着嘴角一阵抽搐 在引起他人注意的同时 也展现了一段炸裂演技 好风烈啊 好好好 抗 而此刻曹丕也发现了其中的一个小问题 在五路人马之中 前四路都有统兵将军 偏偏第五路统兵将军 司马仪却没有说 这话问得司马仪蠢蠢欲动了起来 随即站起身来 觉得此刻 自己定会得到曹丕的重用 跪地请求曹丕 让他执掌兵权 出任第五路统兵将军 征战沙场 但此刻曹丕脑海里 却浮现出了一幅画面 司马仪是个天下七彩 你必须用他 没有他辅助你 你不是诸葛亮的对手 但是你要记住 永远要放着他 在曹操的提醒之下 演技在线的曹丕业 又开始了影艺级别的表演 双手拍的司马夜 表现的高兴不已的样子 就这样 城府极深的司马夜 听从了曹丕的安排 这是刘备的儿子刘善 在继承蜀汉王位之后 遇到的一次危急 在听到曹丕派出五路大军 来灭蜀的消息后 刘善一脸懵懂地询问道 此时刘善虽有些慌张 但还是装模作样地 征求起了其他人的意见 于是诸葛亮的迷地马素 站起身来安慰刘善说 让他现在不要着急 有诸葛亮赛再多的兵马 他都能应对 那他不来上朝议政啊 以臣之余见 假如丞相称并不朝 恰恰证明丞相正在苦思 退敌之策 就这样脑子转过弯来的刘善 朝会也不开了 就火速来到诸葛亮湖底 看到诸葛亮还有心情关于 陶冶情操 于是刘善告诫诸葛亮 玩我会丧志的 禀陛下 臣并非在关于 乃是在关泛兵的动静 相父你不必再看他 朕告诉我 共有四路敌军来翻 看到刘善说的这么自信 诸葛亮还不相信 怎料已经当上皇帝的刘善 一改往日傻傻的印象 竟把曹丕使出的四路来卷 一股脑子都说了出来了 这让诸葛亮也不再小瞧刘善 于是请刘善来到了亭中 把早已想好的应提之策 和领军抵御的将领 淡定的给说了说了 这让青红级别的刘善 只有给亡者段位的诸葛亮 打辅助的份 不是拍竹筒就是扔古董 高兴的在那儿不知所措 最后还不忘拍上几句赞美的话 相父真乃天神也 轻描淡写间 就将四路敌军打发了 但此刻诸葛亮却满点忧愁 对于第五路来卷 现在他诸葛亮也拿不准 作为强头草的东吴 户外建立妄议 看似孙流联盟实则是为了自保 明白了这一点的流善 也开始担忧了起来 好在蛇战群儒 赢过东吴的诸葛亮 还有一个崇拜他的小秘密 于是推荐马素作为使者 前去出使东吴 面见孙权说明利弊 巩固孙流联盟 那么马素出使东吴会顺利吗 飘起来的孙十万又会怎么难为马素的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多多评论点赞 东吴会与你一指相伴 此次伐蜀 各路大军 皆是无功而返 图号前两 你们说 此意 败因何在 面对曹丕的朝堂问责 作为铁腿子的华蟹主动站了出来 大言不惭的分析了起来 张口就说东吴的孙权做事不地道 做人也不厚道 接受了他们的厚礼还是与蜀汉联盟 更可恨的是 孙权竟然敢碰杀我大魏之使 是可忍 孙不可忍 这话可谓是说到了曹丕的心态里 随即曹丕询问起了 对付东吴的战船筹备情况 再得知华西早已准备完成 而且曹丘还储备了150万蛋粮草后 曹丕急不可待的下达了讨伐东吴的指令 他又率领35万水陆大卷 欲驾亲征 于是在曹丕的带动之下 武将们纷纷站出来 请求与曹丕一块出战 争作先锋将军 建立功虚 对此曹丕甚为满意 可他却最想看到一个人能站出来助力他 却没有等到他 于是曹丕当场直接点了他的名字 中达 你为何不开言呢 老辣的司马仪看到曹丕还是没有放过他 于是无奈的站了出来 主动承认起了他出的五路大军伐蜀的计策导致无果的过错 虽然陛下没有降罪 臣心何安 朕说过 罚蜀无功 获在孙权 你不必自责 看到曹丕不降罪于他 司马仪的胆子也随之变大了 直言他接下来说的话也不能降罪于他 说说说说 说说说 就这样 司马仪在众人的异样眼光之下 说出了一大段傻风景话 臣请陛下不要兴兵伐吾 为何 既然伐蜀无功 此祸再孙权 如果我军伐吾 诸国亮就不会原吾了吗 那你要何建议 于是司马仪建议曹丕 可以学学他的父亲曹操 养兵屯田十年 等待岁流联盟出现裂痕时 再出兵南下 要么灭了东吾 要么可以灭了蜀汉 到那时就可以一鼓作气 势如破竹 统一天下 可曹丕听后 当即怒斥司马仪 没挨好戏 那曹丕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 再过十年就成老头子了 能熬到那时还很难说 你就别在那大言不惭了 曹丕这一反问 让司马仪顿感大事不好 而此时一心想伐吾的曹丕 也没打算处理司马仪 他知道司马仪是好心 于是让司马仪闭嘴 不要再说了 回家等候他曹丕 胜利凯旋的消息就行 朕 要一兵了 就这样 曹丕在司马仪的反对声中 动用了曹操半辈的兵力 开启了他的陌路人生 殊不知 正如司马仪所料 数火命的东吴水卷 用一场盛大的火锅盛宴 招待起了前来的法吴曹军 还是同样的底料 还是同样的火候 却让曹丕有些吃不消 面对着熟悉的火锅味道 曹丕在返回都城后 就急忙叫来了司马仪 进去后发现 曹丕吃的有些上火 竟出现了可血的不是反应 这让司马仪为之以惊 在来到曹丕面前后 鬼惊的司马仪察觉出 曹丕可不是一般的可血 肯定内有隐情 只等曹丕亲口承认 还在老板 这十三岁就换上了飞机 久之不遇 登记之后 越发严重了 这事陈一东也不知道 每当你不知道 连先帝都不知道 先帝要知道 我命不长久 您让我继承大位吗 同样曹丕也承认了 他为什么要急于发武 起源以后也是这个 而费汉资历的曹丕 虽然终极目标 是要统一天下 可惜自己命短 此生只能成为无为之君 于是知天命的曹丕 学起了他的老爹曹丕 这次他不吓唬儿子 吓唬起了司马仪 因为他曹丕知道 今后曹社的江山 需要司马仪的辅助 真想问你一句话 你长兵之后 有谁知名 这一话让司马仪明白了 自己为何不重用的原因 于是瞪着眼珠子 看着曹丕 感受到危险后 开口说道 曹丕看到司马仪这么诚恳 也深知司马仪是个能人 于是叫来华欣 宣布了加授司马仪 挑起大将军的职务 让他好生辅佐自己的儿子曹瑞 随着曹丕交代完后事 一脸不甘心的曹丕也终于安心的休息了 想念四十岁 那么执掌兵权的司马仪 在曹瑞手底下作冠 会得到重用吗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多多评论点赞 冬乐会与你一致相伴 孤平生最讨厌睡客 来人啊 在 将这狂徒扔入尤鼎扎了 诺 且慢 本使 不须耳等玷 待我 自己下顶祸 就这样 蜀汉使者马素 在东吴的朝堂之上 哈哈打笑了起来 嘲笑东吴鼠辈 竟然还惧怕他这个书生 说完叫去试试油温 但却被给孙权给叫住了 要知道孙权可是最受不了吉祥法的 现在一个书生在他面前都这么说 可孙十万还真不怕他 大王既然不惧马素 为何不敢听我一言 你无非是想替诸葛亮做睡口 却我 联署 聚位 看到孙权接了话茬 马素直接来了个大反转 直言他是来挽救东吴的 现在东吴已经是大祸临头 而你们却不知道 还在那做关火的斗 隔岸关火的 要是他们蜀汉灭亡了 你们东吴拿什么抵御曹卫政权 这话让嘴硬的孙权 只好丢掉自己设定的高姿态装逼形象 给了马素一个辩解的机会 就这样 林威受命的外交官马素 在诸葛亮的授权之下 一字不差的 把诸葛亮事先给他准备好的文稿 通过他的三寸舌头 用唇王齿寒这个词语的字面意思做解释 分析出了蜀汉与东吴的关系 那是字字制帝 句句有声 说的孙权无言以对 魏蜀吴三方 就好比这只顶的三族 短其一族 必然天下轻负 而吴蜀领国 就好比一个人的两只脚 缺了任何一只 此人必然难以立足 敢问殿下 你见过有谁 拿着刀剁自己的脚吗 马素这一形象的比喻 在道出三国之间微妙关系的同时 也让东吴的群臣哑口无言 至此 马素也懒得跟孙权再废话 打算要借用东吴的油锅 让自己更出名一些 而孙权却不给他这个出名的机会 面带笑容的站起身来 走到岸前 邀请马素到他的后堂 深度交流一下 而此时知道自己不用下油锅的马素 却觉得一顶的油浪费了实在是可惜 就这样 在狠人马素的逼迫之下 孙权只好把魏国使臣置入顶中 以表明连署抗位的决心 同时也成就了诸葛亮安居平定 曹丕五路大军的传说 在与司马依的首次对决之中 先拔头筹 面对赵云的死亡威胁 诸葛亮对此很是苦恼 只好把赵云任命为了先锋大将主 跟随诸葛亮一同北伐 很快万事俱备的诸葛亮 倾蜀汉全国之力 开启了他的第一次北伐之力 上兵伐谋 善者战 守攻其心 诸葛亮听说司马依被贬到了鞭城雍梁后 随即嘴一撇 微笑道 杀了他 派刺客 杀人何须用刺客 有时流言也能杀人 而且是杀人不见其 就这样 诸葛亮的雨膳 在暗台上轻轻一划 司马依私自募兵的消息 就张贴在了京城的城门之上 还添油加醋的说 司马依要自立为王 陛下 你听听你听听 司马依要造反了 面对曹修夸张的说法 曹瑞觉得 并不可信 想造反 哪有声张的 对此曹修有所准备 直言司马依私募兵马 可是事实情况 这下直接触及到了曹瑞的底线 要知道 没有他的允许 任何人是不能慕名的 这是灭族的事 他胆敢不报 要害就在这里 他为何不报 就这样 沉不住气的曹瑞 提领了两万虎奔军 要亲自前去 斗斗胆大的司马依 对此 司马依也有所准备 带着司马昭 父子俩人来到了曹瑞驻扎的营寨 大摇大摆的 见到了自己第三任主子曹瑞 而曹瑞也不废话 一上来就开口道 司马依 你募兵了吗 募了 多少 三万零二百 大胆 真准你募兵了吗 看曹瑞给了他解释的机会 司马依也把他的真实想法给说了出来 那就是他一直把诸葛亮作为假想仪 现在他把守的庸梁 兵少将威 区区八千的士兵 是无法与诸葛亮备之 与其父战败失守之罪 莫不如目兵相抗 臣恳请陛下降罪 对于司马依的狡辩 曹秀却不认同 当场指责司马依 都是在空想而已 如果诸葛亮不出川攻打他们 那该当治你何罪 看臣偷鲁 看到司马依不惧生死 也要守护大魏江山 曹瑞翻着白眼看了曹秀一眼后 于是给了司马依一个存活的机会 将他父子二人贬为了平民 让他回家待命 那么正如司马依所料的那样 失去司马依辅佐的曹瑞 是如何抵御诸葛亮北伐的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多多评论 点赞 东乐一直与你相伴 这个男人用他炸裂的演技 支撑起了三国后半段的剧情 只见他面对自己的儿子司马昭 询问他为何这么开心时 司马依是这么回答的 这可不好 我不该挂在脸上 不该挂在脸上 不该挂在脸上 那么是什么喜事 能让司马依如此的高兴呢 事情的起因是在曹皮病天之后 他长子曹瑞继承了大魏的皇位 于是两位大将军叔叔 特地前来给他道喜祝贺 就这样 两位大将军接着切换成了相声演员 在曹瑞的面前 开始了捧跟表演 陛下真乃天人呐 神采四溢 皇位惨烂 哎哟 照得臣眼睛都化了 臣刚进宫门 便感觉一股英气扑面而至 我大魏有如此的圣君 真是天赐之幸也 天赐之幸啊 对于两位长辈的褒奖 曹瑞却不在意 更在意的是 如何完成他爷爷曹操 和父亲曹丕 未完成的统一大义 随即曹真 抓住了表现的机会 直言自己 硬会笑全马之劳 助力曹瑞实现梦想 而曹修更是提出了 攘外避嫌安内的方针 表示 想要成就大业 必须替出宁臣才行 对此 曹真还说自己做了一个噩梦 梦见三匹马 红曹石草 顿感大事不好 自己对曹氏江山有些担惊受怕 陛下 三马 便是司马仪司马昭司马师 是曹 啊 是曹啊 这话让刚继位的曹瑞 一时也不知所措 只好征求起了两位亲属的意见 却掉入了二人的圈套里 就这样 在曹真的提议之下 曹瑞同意了三叔的建议 将司马仪赶出了清城 扁到了西北雍梁 让司马仪去驻守边疆 对此司马仪用了一句话做了个总结 这是司马仪梦寐以求的地方 在他来到西北边城后 就立马安排儿子司马昭 开始私自招募兵马 对此司马昭还是有所担心 如果此事一旦泄露 轻则找曹真贪口 重则会让天子生疑的 而司马仪却对此不以为然 用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这一说死 让自己的儿子 多多招募兵马 一辈不时之需 正如司马仪所料 这时长篇大作《初诗表》 在诸葛亮的笔墨之下 也同时诞生了 就是这篇 让你背不过的诗词 738个字 在道出诸葛亮心酸的同时 也明确了诸葛亮 要出兵北伐 兴富汉士的决心 陈举兵后 当先驻军在汉中 居高临下 虎视洛阳 待查明情形 便直取两斤 若不胜 臣甘受枉法 看到诸葛亮 但立军令撞 少主的刘善 当场就把最高指挥权 交给了诸葛亮 蜀汉的文武重臣 诸葛亮都可以任意调用 就这样 得到授权的诸葛亮 站在台阶上 把历史在侧的人物 一个没少的 都给安排了职务 可却偏偏 把赵云给拉下了 承祥为何不用我呀 面对赵云的质问 诸葛亮直接走上前去 说赵云已经步入晚年 加上五虎上将 现在只剩他自己 是蜀汉的重点保护对象 比穿输的熊猫都珍贵 看家护院最适合他 但却让征战沙场多年 一生无一战败的赵云 很是不服气 就这样 大魏皇帝曹瑞同意了王朗的建议 让他和大将军曹振前去见识一下 诸葛亮的厉害 而预感到自己要出名的王朗 在面对兵多将广的诸葛亮 叫阵交锋时 让曹振先不要急于开战 和王朗要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 打算叫人请诸葛亮出来 先打个嘴炮 骂诸葛亮一顿 措索他的锐气 再与诸葛亮对战 好 来人 叫阵 就这样 经典的对骂场面 正式拉开了许葛 只见诸葛亮坐了人力敞同车 很是自信的 出现在了王朗面前 两人相互寒暄了几句后 王朗率先发言 要为对骂做预设 说诸葛亮出师无名 会遭天下人唾弃 天术有变 神器更矣 有德之君 替换无德之人 自然治理也 我 太祖五皇帝 扫清六合 席卷八方 万民归星 四海仰慕 氏祖文帝 应天何人 笑法姚 善未于顺 成绩大统 这都是奉天行事 听到王朗有理有据的说词 诸葛亮开心的笑了起来 并直言王朗今天嘴唇发红 我的这个口红不太吉利 我有一眼三君静听 你 王朗 誓受大汉国恩 举孝连入世 要是含有半点良心 就该匡君辅国 除贼心汉 而你却贪图官位 助贼篡逆 好手匹夫 苍然老贼 你 你又何言面对大汉二十四先帝呀 老贼速退 杀你 我刀 诸葛亮的台词还没说完 王朗就干疼的掉在了地上 没等到那一卷经典台词的出现 我 从未见过有如此 厚颜无耻之人 随着心里素质极差的王朗 当场去面见两朝主子 诸葛亮还意犹未及 舌头刚刚开光 就这么谢幕了 那么面对诸葛亮来势汹汹的北拔 曹氏第三代继承人曹瑞 又是怎么化解这场危机的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多多评论 也在 东勒一直与你相伴 这是诸葛亮的第一次北拔 结果在选择禁军路线时 镇北将军魏延提出了一律 丞相 为何不走第三条道 出汉中 并无第三条道 徒上没有 徒外确实有啊 文禅合议 看到诸葛亮给了他禁言的机会 魏延 当即指出了第三条路 并且表示 只要给他五千士兵 他会率军穿越齐岭 从四五谷道直打长安城下 打曹君一个措手不齐 一举拿下长安城 而诸葛亮听后直摇头 对于魏延的齐谋很是不认同 直言 这都是韩信玩剩下的计谋了 驻守的曹君定会有所防范 这一计策行不通 非法乃兴旺大爷 万万不可行 就这样 魏延的子五谷齐谋 在诸葛亮的言语间 当场给否决了 而马素看到魏延 还在那不甘心的表示 天赐良计被诸葛亮断送时 作为诸葛亮迷地的马素 好心的提醒魏延 说他师父诸葛亮不喜欢冒险 没有实诚把握的事情 他师父从来不去做 而此时魏延却不苟通 还在那说兵法的精髓就在一个棋子 独冒险哪来得起 对于马素的好心提醒 也是一点面子没给 随即在得知诸葛亮 开始北伐 要攻打曹魏的鞭城后 曹操的孙子曹瑞 赶紧召开了战前动员大会 于是在这气派的大堂之上 他的三叔曹震 说出了一个闭门不出 以静制动的策略 亮上诸葛亮几天 再派一人前去迎战 这话一说 让曹瑞只好顺着他的话茬 对着满朝武将说了一句话 谁敢出战赵云 而与赵云有杀户之仇的夏红帽 大言不惭地表示 他可以打败赵云 为他的父亲夏红渊报仇 而谋使王朗听后 赶紧抬起屁股 张口就表示反对 为父复仇是个人私事 怎么能把国家大事搅合在一起 再说他也不是赵云的对手 给他个驸马做做就不错了 这送人头的事情 还得让脖子粗一些的曹镇 亲自挂甩出战才行 王朗 我自用身学涛律 你怎敢欺我年幼 莫非你暗通诸葛亮 欲为内应吗 仅凭这几句话 王朗就断定夏红帽 是屎康上马路 愣装小金鼠 随即建议刚坐皇位的曹瑞 还是派大将军曹真出战赵云 才能与之抗亏 而作为老油条的曹真 也不愿躺枪 开口就表示 夏红帽是名将之后 虎父无犬子 对付赵云 但是绰绰有余 硬会让赵云有来无回 而曹瑞看到曹真 这么欣赏夏红帽 于是就同意了自己姐夫 率军出战赵云 抵御诸葛亮的北伐 而夏红帽 刚到边境之城 还没见到赵云的身影 备战已久的诸葛亮 就使出了全部招式 轻松的把边防重城给攻破了 你们看看 你们看看 确信败报 夏红口口声声说 要生勤诸葛亮 结果如何 孙兵折马不说 连他自己也被赵云生勤了 看到自己的主子怒火攻心 作为三朝元老的王朗 又把他那套说辞给搬了出来 只有大将军曹真出面 才能与诸葛亮抗衡 而搞笑担当的曹真 对自己的实力很清楚 当场承认真枪实战 他还真不行 这下又引来了王朗的计讽 作为男人哪有说自己不行呢 实在不行 他王朗和他一块前去 逗逗那个诸葛亮 看到王朗都这么说了 曹真也硬起了一把 请求与王朗一块出争 随着事情都被他们二人敲定 曹瑞对于王朗还是不放心 76的王朗真的行吗 这让他曹瑞脑中满是问号 而王朗却认为自己 人虽老但质不老 丞相不知有何喜事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啊 李延竟然说服孟达反了 面对这样理应外合的事情 诸葛亮高兴的也未曾多想 倘而皇之的要修书一步 跟孟达商量一下 如何起兵谋反 攻打魏都城洛阳 就是诸葛亮这一高调形势 密谋的事情也不再是秘密 正在盘点自己兵马的司马依 迎来了一位相送大功的老友 随即司马依没了开会议事的兴趣 准备要和这个县人促膝长谈一下 兄台要送我何等大功 请讲我告诉你 孟达已烦你 听到孟达要生擒大魏皇帝曹瑞 献给诸葛亮的消息后 司马依不再淡定 站起身思考了起来 要是没有此人的告别 诸葛亮还真能理应外合 一鼓作气拿下大魏 到那时也没他司马依建功立业的机会了 于是司马依老谋深算了一下 不打算帅卷前去洛阳 保护天子曹瑞 反而要率领一队人马去见见孟达和他谈谈 可当司马依将要赶到孟达的城市时 自己的儿子司马依很不合时宜的抓来了 要给诸葛亮父亲的信誓 没脑子的司马依还当着众人 给仪子不辣的毒了出来 这下让司马依的如意算盘给落空了 他要联手孟达的想法也随之烂在了他的肚子里 就这样司马依只好带着孟达的人头去见自己的主子曹瑞 以此去邀功情赏 而曹瑞见到司马依也是甚为开心 当即不好意思的说你司马依带来了什么好礼物 叛将孟达手机 蒙在鼓里的曹瑞在司马依的详细解释和物证密细的证实之下 对司马依那是大加散伤 职业要是没有司马依相救自己的命就没了 你刚刚上任便见此其功 你是天朝的功臣呢 恭喜陛下贺喜陛下有忠答在 诸葛亮他是必败无疑啊 随着曹真把司马依高高捧起 曹瑞叫人拿来天子剑 还把大卫的全部兵马都交给了司马依 并赋予了他独断之权 可以先斩后奏 面对自己梦寐以求的权力 司马依只是说出了三个字 那么只是灵指没有谢恩的司马依 是如何击退诸葛亮的呢 有了兵权的司马依 曹瑞能否被他架空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赞 东勒会与你一直相伴 好手匹夫 苍然老贼 你 你有何言面对大汉二十四先帝啊 老贼速退 杀你 污我刀啊 随着国府第一喷子诸葛亮 没把那句经典台词重现 意犹未尽的诸葛亮 坐着人力四轮车离开后 吐血大帝王朗 在军医的把脉确认下 把一个不幸的消息禀报给了曹真 这让曹真大开眼界 于是一脸萌萌哒的说道 这诸葛亮真是个妖命啊 三寸肉舌头 把我的军事说死了 对此曹真还真询问手下 骂人之死该当何罪 而首先对这一罪责也是未曾听说 建议曹真还是做好防备诸葛亮的偷袭 才是最要紧的事情 而后曹真的大脑袋一机灵 当即想出了一个借王朗之死维尔 引诱诸葛亮前来攻打 他在安排买好伏兵 来个维尔兼致的计谋 可惜诸葛亮此时已经新天议员大将 姜维 姜伯约 突然上线的他 给诸葛亮带来了一个天下奇吻 末将刚才去敌前观阵 发现曹军都在沮丧 谁死 军师王死了 这我倒是没有想到 就在诸葛亮对自己没把握好火后 懊悔不已时 姜维却对这件事情产生了疑虑 说这应该是曹真的计谋 大张旗鼓的发丧 就是吸引他们前去攻打 随即杀人靠嘴的诸葛亮 想出了个将计就计的策略 在当地佬姜维的帮助下 要趁此机会击败曹真 就这样 曹真战败的消息 传到了大魏主子曹瑞的面前 而其中的一件事令他差点笑场 王朗竟然在阵前被活活的骂死了 面对兵败如山倒的状况 曹瑞仍不信邪 于是决定御驾亲征收复师弟 结果他的师父问了曹瑞这么一句话 你归为天子能有多少把握 战胜诸葛亮门 真不知兵怕不能 看到曹瑞还有四肢之明 师父不愧是师父 当即给曹瑞又上了一课 为天子者 龙玉中功 不必知兵 但许知人 尤其是知道用谁征战 用谁护国呀 用谁啊 施以至此 师父的话都说透了 可惜曹氏第三代的智商 还是跟不上 从不干涉正式的师父 只好冒着满门抄斩的罪过 保取了一位三朝元老 让他痛兵寡帅 诸葛亮也会畏惧三分 你是说 司马仪正是此人 面对这个雄才大略之人 虽然有曹操的临终提醒 但隔背的曹瑞也顾不了那么多 任何的皇帝宝座 他还想多做几年 随即狗腿子滑心 当起了快递小哥 拿着曹瑞签发的圣旨 来到了司马仪的草屋 宣布了司马仪就任标齐大将军的决定 前去对战诸葛亮 至此 司马仪的才华 终于得到了一次展现的机会 而此时 诸葛亮也收到一个快递 但看到后 先是眉头紧锁 步骤深沉 在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到他的身上时 接着开心的笑了起来 没有夸赞快递员 反倒是夸赞起了快递员的父亲 老实的王平看到马素飘了 于是提醒马素 还是要按照诸葛亮的吩咐行事才行 而第一次领兵当老大的马素 却偏偏不这么做 手指着远处的山头 说那是天赐之地 在山上驻军下寨 才是最优选的 这让酒精沙场的王平 那是大开眼界 一座孤山驻军的打法 他还真没有听说过 孙子兵法云平高势下 势如破竹 就这样 膨胀的马素开始夸夸而谈 纸上谈兵了起来 即使这样 还是没能说服王平 当即王平提出 敌军要是为而不恭 他们就会被活活困死 孙子兵法云 只知死地而后生 将军领兵征战多 你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的 看到马素张口闭口都是兵法 王平还想劝说一下马素 让他听从诸葛亮 奈何马素更是没把诸葛亮放在眼里 用诸葛亮遇事不决之时 都是他在背后出谋划策 对的王平只好胡从 这就对了 大军即可上山扎营 对于马素的指令 王平来了个折中的办法 让马素按照自己的计策实施 但王平还是按照诸葛亮的等 领军在山下主军下寨 到时还能相互有个照应 马素听后 对老师的王平 那是一脸的不屑 满心窃喜地带着大队兵马 跑到孤山上去了 而司马仪的先前部队 赶到阶庭后 发现阶庭已经被蜀军占领了 那聪明的司马赵 却从中看出了可以击破的命运 于是高兴地把这一消息 禀报给了司马仪 并建议道 大度的倾向 一旦断了他们的水源 他们能支撑解决 对于这种为而不打的战术 司马仪当即表示 要即刻整军出发 趁着蜀军立足慰稳之际 先把他们团团围住再说 而站在寨门上的马素 一区区十万敌军 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当年五岁丞相持币大战 曹操83万大军 还不是不堪一击 且让他们在山下鼓噪吧 在正午过后 敌军露出皮态 我军在一鼓作气冲下山去 胡泰山激凌 定叫敌军 片甲无悔 可惜马素所畅想的战术 到了中午 却是自己的军队露出了皮态 因为没有水盒 都无精打采地坐在地上 记得马素质问首相 山上怎么可能没有水 山有多高 水就有多高 那是在南方 北方本来少雨 此山又乱石居多 哪有水源啊 那么制止死地的马素 能后生吗 诸葛亮为何要兑现军队状 挥类斩马素的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长按点赞 冬乐会与你一直相伴 诸葛亮啊 平生谨慎 所以啊 他只有稳扎稳的 步步为营 不求速胜 只求百战不带耳 大多多我们该如何用兵啊 面对手下的质问 手握兵权的司马懿 对入境来犯的诸葛亮 已是研究许久 当即在地图上 点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地理位置 恶守汉中咽喉 是蜀军的梁道所在 只要我们能够抢占接听 就遏制住了蜀军的梁道 时日内蜀军必会撤兵 这一断棋梁道的大招 当场把五子梁将徐晃 彻底折服 对司马懿更是佩服不已 而老麦的张和 更是愿意做司马懿的先锋将军 前去习曲接听 看到老将都愿意支持他 司马懿随即也答应了 张和的主动请应 很快 司马懿掌管大卫兵权的消息 引爆到了诸葛亮的面前 同时也传来了梦达叛变未遂 和先锋大将军张和 已经率军西进的消息 对此 诸葛亮是耗子要见猫 当场荒了 司马懿奸诈多指 极善用逼 他才是我的大敌呀 面对司马懿这样的对手 让诸葛亮一时也没了主意 于是征求起了重将的意见 看到无人回应后 诸葛亮的脑子 开启了高速运转模式 瞬间脑海里 出现了接听这一地理妖地 他定会攻取接听 断火咽喉要刀 张家 你们谁能赢军 拒守接听啊 丞相 在下愿守接听 对于马素的主动请应 诸葛亮没有同意 委婉地对马素说 他是守不住接听的 而马素直接拔了个高度 马素愿力军令撞 如果接听失手 请斩我头 看到马素用性命担保 诸葛亮急忙上前 拷问马素 对于没有城池的接听 你会怎么把守 而马素当即表示 他从小保读兵书 还跟着你学了这么多年 把守个小小的接听 对他来说那是小事一桩 司马一只才不下于草草 张和又是天下名将 你恐怕不是他的对手 看到诸葛亮怀疑他的能力 马素直接来了个 就算曹操从坟墓里爬出来 他也要逗一逗 很是自信地恳求诸葛亮 把这个机会给他 眼见诸葛亮还是不同意 马素更是跪地相求诸葛亮 一定要给他这个阳明立万 光松耀祖的机会 就算马个果实 他也要让自己在历史上 留下光辉的流利 对此赵云站出来 替马素说了情 表示有本事的人 都是不惧生死的 自信满满 看在赵云的面子上 朱伟亮跟赵云 来了个确认的眼神后 一脸为难地 同意了马素的请求 并拨给了马素 精兵两万五千人 还安排上将王平 随马素一同前去 帮助马素守住戒艇 就这样 马素迈着四方步 狂拽乍天地 离开了军营 带着一队士兵 行驶在了三国 一条神奇的道路上 每走多远就看到了戒艇 于是马素大言不惭地表示 从这个马素不振来看 徒有虚名 诸葛亮敢用此人为将 岂有不败 看来诸葛亮半世英明 也要毁于此人了 正如司马仪所料 在诸葛亮看到马素把守的 接亭布防图后 那是眉头紧锁 当场气的直接开了桌子 并大骂马素无能 断送了他的大好局势 这下让刚刚投奔过来的姜维 那是战二和尚 当场蒙圈 于是在诸葛亮解释之下 姜维看到了表现的机会 请命要去替换马素 而此刻诸葛亮知道 已经来不及了 面对熟狗的司马叶 只要有点肉味 司马叶是不会放股 随即诸葛亮只能见招拆招 下令让关心和张包前去接应 上将魏妍负责给他们断后 可就在姜维要去传令时 诸葛亮却不放心 生怕姜维颠倒的顺序 在此不难看出 诸葛亮一直对魏妍有成见 好事都让别人去做 而魏妍只是给他们擦屁股的 任凭魏妍有能耐 可诸葛亮就是不用 伴随着马素 丧送了诸葛亮的行尸北伐 到了晚上 诸葛亮开始练起了琴 提前要为一场大戏的上演 做好充分的准备 这时前去传令的姜维 向一个犯了错的孩子 来到了诸葛亮面前说道 事情果然不出成相所谅 司马懿亲自带了15万人到达的接天 目前双方正在激战 胜负不明 听到这里 诸葛亮知道 大势已去 两道被司马懿切断 他们只有撤退的份 于是要身先士卒 提领两千士兵 去把守最后几生的粮草 而在诸葛亮组织士兵 准备转运粮草时 一名士兵传来了一个 让诸葛亮有所准备的事情 司马懿竟带着大队人马 朝着他们这个方向杀来 幸亏诸葛亮知己之彼 要在此地 给司马懿好好上一节思想道德课 就这样 诸葛亮长舒一口气后 面对司马懿的数万铁骑 诸葛亮在城门上 谈起了早就练好的琴曲 还摆出了一副淡定自若的姿态 迎接司马懿的到来 并且若无其事地沉浸在自己的琴曲之中 这让司马懿看到后 立马驻足聆听了起来 从诸葛亮的琴声中 司马懿听出了一些奥妙 那就是倘若他现在率军掩杀 也是兔死狗烹的结局 纵使把诸葛亮弄死 难免鸟尽工藏 于是二人的首次相遇 就有了惺惺相惜的感觉 那诸葛亮琴曲高朝过后 司马懿同样也很识趣 因为他知道 要是没有诸葛亮的存在 也就没有他的用武之地 曹氏的大魏江山 这不能容忍他司马懿日渐强大起来 变成仰虎为患 通过二人心灵之间的互换交流 即使司马昭识破了诸葛亮的计谋 司马懿还是下达了撤军的指令 两草都在城中 为何撤军啊 诸葛亮在城中射了埋伏 城中伏兵是不多 可城中之外的山上呢 随着司马懿这句 一语双关的话道出 司马懿吓唬士兵说 撤完了他们就都会死在这里 就这样 在成就诸葛亮空城计的同时 司马懿也选择收起羽翼 给自己留了一条谋取大魏江山的后路 这让诸葛亮对司马懿敬佩的同时 也感知到了后怕 随着脑子开了一会小差 诸葛亮竟把琴弦给弹断了 顿时不敢相信 世上竟有如此隐忍之人 于是老泪纵横说道 苍天佑我 城下 为何你轻弹一首琴曲 竟能下退司马懿十几万大军啊 诸葛亮的解释也很简单 直言司马懿不是二愣子 其中的内涵 只有王者才能洞察出来 这首琴曲就是为司马懿准备的 每一个音符都是量身定制 其中饱含深意 至此意味深长的空城戒也告一段落 不知道大家对冬乐的分析是否赞同 而司马懿却沉浸其中 若有所思 但不甘心的司马昭抓来一个百姓审问后 知道了城中只有少量士兵 随即质问起了司马懿 对此司马懿一点也不懊悔 面对错失的天赐良界 司马懿在自己的儿子面前 竟夸赞起了诸葛亮 诸葛亮神迹妙算 父亲不如他 这话让司马昭为之震惊 赶紧用天术这个词语 劝说司马懿不要难过 我难过的就是天术 苍天为何不助我 就在司马夫子促膝常谈时 诸葛亮便安全返回了大营 为阎建道后赶紧兴奋的汇报起了自己射杀五子梁将取晃的战绩 对此诸葛亮是一点也没有兴趣 文昌辛苦了 若不是你守住了阳平关 我大军何以能平安退回属中啊 那么首次北伐被马肃毁了 半世英明的诸葛亮会怎么恢复自己的名誉的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长按点赞 冬乐会与你一直相伴 这是赵云赵子龙的最后一次亮相 子龙你受伤了 我的身上都是卫军的血 丞相有所不知 子龙将军让我在前领军撤退 他自己断后 一连斩杀了卫军三元战将 才吓得追军不敢靠前 通过副将生情并茂的讲述 诸葛亮随即给赵云来了一个令他佩服的大礼 并要奖赏给赵云黄金五百两 筹断一万匹 这些弄得赵云有些汗颜 只言咱们北伐都失利了 他哪有脸面领赏 如丞相非要赏在下的话 那则是赏罚不明 就这样一身正气的赵云拒绝了诸葛亮的奖赏 提议把奖赏充功 算是给刘备的后代保留了一点家底 对此诸葛亮只好唱起了高调 先帝在世时常赞子龙忠勇 今日我看子龙不但忠勇 而且一波云天哪 诸葛亮刚刚夸赞完赵云 毁了他半世英明的马素在丢失阶亭后 也不知道谁给他的脸面跪在了大营帐前 但诸葛亮却不急于见他 而是把副将王平给叫了进来 想听听他的说辞 这下让马素看到了生机 拿根绳子来保护上 然而王平见到诸葛亮后 就把自己肚子里的苦水毫无遮掩地吐了出来 说这个985的研究生 张口闭口就是孙子云 那兵法说的是66的 一套有一套 我王平小学没毕业 嘴上功夫比不上马素 但我还是严格执行了您的战前部署 独自带着五千士兵 对抗曹魏十万多的士兵 现在能活着来见你 就是想讨要个说法 我王平可不是丢失皆亭的罪了 听到王平把自己撇得如此干净 本想甩锅给他的诸葛亮 只好上演了一场经典的名场面 找马素 只见马素把自己五花大绑地走了进来 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跪在了诸葛亮的面前 祈求诸葛亮能原谅他这次的过失 而诸葛亮面对这个毁了他英明的学生 随即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戒停乃我军根本之地 可你到了阵前 目空一切 厚大喜功 不听王平之见 失手戒停 几乎令我大军陷入万界 你自己说该当何罪啊 看到诸葛亮让他自己定罪良心 马素也知道军令状的幕后故事 说当初出发前 他自己说出去的话依旧记录 我立过军令状敢当军法 这时对军令状处理 有些惊艳的赵云开口了 一上来就把刘备搬了出来 说马素跟随刘备也有二十多年了 算是创业的元老 对于元老的处理 咱们可以参考关羽的范例 对马素也是同样的处理就得了 罪免其死 以后让他将功赎罪 丞相 马素不可轻饶 正当事情要从轻处理 王平开口就是补刀 义正言辞地说出了他自己的观点 如果立了军令状而不执行 那么今后还会有谁 严授军令 丞相 如果你宽重于他 军尾何在 看到王平出来捅刀子 魏爷赶紧强调起了接庭战士的真实情况 那就是敌军太多 二万的军队 对抗十万的大军 战败也情有可原 并非马素一人之过 随即仲将们都为马素求起了情 他就在诸葛亮左右为难之际 自知自己比不上关羽的马素 忍命了 他不想让诸葛亮为难 更不想因他自己 让诸葛亮的局位受损 对于他的过失 他马素愿意承担 请丞相执行军法 杀我示众 以民政典型 至此诸葛亮为了大局 稍显犹豫地拿起令牌 眼中落下一条泪痕后 伤心地下达了詹马素的决定 对于马素这个坑户 诸葛亮悔恨不已 恨马素丢失皆亭 导致北伐失利的同时 也恨自己高估了马素 更是悔恨自己 忘了刘备临终前的遗言 在马素行刑前 魏妍叫住了马素 他要送马素最后一程 于是拿来一碗壮行酒 让马素喝了这碗酒 在黄泉路上也没了忧愁 对于魏妍的暖心关怀 马素随即话里带话的 讽刺说 要是北伐能胜利 他就在地下给你们庆祝 弄得魏妍对他是无话可说 面对这个傲慢似大的马素 魏妍大喊了一声 在魏妍斩马素过后 诸葛亮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过失 对于首次北伐失利 做了个深刻总结 让刘善罢免自己降职三级 而刘善看到后 直接是当场慌了一批 急忙让人请个高手来 帮他出出主意 那么刘善是怎么处理诸葛亮的呢 而打了胜仗的司马依 会得到曹瑞的封赏重用吗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长按点赞 冬乐会与你一直相伴 臣有罪 请陛下罢免臣所有兵权 罢车臣所有知觉 臣为了爱惜你保护你 只能暂时解除你的兵权 你也好生休息休息 暂且不要长兵了 陛下不杀臣 一是天恩浩大 在对司马仪的敲打过后 曹瑞为了日后 还能让司马仪为他所用 赏给了司马仪一套宅院 让司马仪住在他的身边 可以随时召见他 于是被保护起来的司马仪 在家中练习起了 诸葛亮《空城记》中弹奏的曲子 在美人敬书的陪伴下 满心荡漾地沉寂其中 而他的儿子司马昭 却对曹瑞派兵保护他们 甚为不满大发雷霆 我们被软禁了 没想到陛下如此待你 诸葛亮兵半汉中 由善只是割了他的职 并没夺他的权 而是让他继续执掌军政 可你呢 打了圣仗回朝 却什么都没有了 还如处牢狱 对于司马仪的处境 司马昭这一点也不知晓 反而司马仪很感谢曹瑞 能给他这个狗活的机会 让司马昭不要抱怨 然而司马昭也是个演技派 曹真丧尸入国 廉痴败仗 照样当大将军 曹秋丢了龙锡三郡 死伤了十几万将士 却毫无处分 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主公 天子会佣 至此愣头青的司马昭 反而毫无收敛 更是一吐为快 让自己的父亲 不要再忍了 再忍下去 就成了曹氏看家护院的一条狗了 逆子 听着 再以一句悖逆之言 我就把你交给陛下处置 看到司马昭 还是忠心于大卫朝廷 路人接着的司马昭 在后抹竞书 要扶他起来时 瞬间爷们的起来 大手一会 把竞书打翻在地 对曹氏安排来的奸险 司马昭急忙过去 安抚了起来 生怕竞书把事情 添油加醋的禀报上去 随即司马昭变身暖男 把竞书搂如怀仲 假惺惺的表现出 对竞书有多么的疼爱 而竞书也很善解的意 公子你不知道吧 老爷已经三日没出门了 整日干坐着 今日才准奴婢来送一碗鸽 经过这么一闹 司马昭意识到自己太鲁莽了 也明白了自己的父亲 是在憋着打招 等着一疾病乾坤 于是司马昭意味深长的 送给了司马昭一句话 霍兮福所义 福兮霍所福 就这样 司马昭撇下司马昭后 搂着竞书叫去加班工作 给竞书来了个身体上的安慰 那么司马昭 是如何在跟诸葛亮相斗之后 窃取了曹氏江山的呢 这个会持续解说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长按点赞 多多指教 冬勒会与你一直相伴 我如果罢免了他的职权 国中有谁能够担当如此之重任 如果朕不罢免他 如何又能够民政典型 面对诸葛亮的北伐失利 少主的刘善甚为不满 如果不给诸葛亮行政处罚 让他也很难跟川属百姓有个交代 也彰显不出他刘善的权威 于是让师父李延给他出个主意 既能处罚诸葛亮的同时 还能让诸葛亮继续为他工作 而李延不愧是刘备给刘善任命的师父 开口就是主动承认 诸葛亮的能力在蜀卧无人可以替代 但想降罪于诸葛亮 树立主族的威望 说这事也不难办 许个折中的办法就行了 什么折中的法子 而李延的办法也很简单 那就是把诸葛亮降成副职 让他代理掌管兵权 这样处罚诸葛亮虽然不疼不痒 但是能让你继续安心的抖圈圈 听到这里 刘善高兴不已 直呼懂他心思的默顾于师父李延 而与刘善梅主见不同 继承大卫皇位的曹瑞 对于打了胜仗的司马懿 处理方式却老辣许多 拉着司马懿的小手就是一顿夸赞 太祖和先帝都曾说过 春春中不有爱卿罪之兵论 此次大劫足见先帝有识人之名啊 对于曹瑞挖的坑 司马懿也未察觉出来 还在那表示 这都多亏了你爷爷曹操的赏识 和你父亲曹丕的重用 他才有机会为曹氏效力 随即曹瑞拿起一样东西 让司马懿自己看看 而司马懿看后 脸上没有一丝的高兴 反而拒绝了曹瑞的封赏 至此曹瑞也不兜圈子 说他很想给司马懿进绝封赏 可是他也很为难 近日朝中一位大臣 把诸葛亮的空城戒详细的给他说了一下 给了一个令他不可置信的推测 你之所以放走诸葛亮 是为了养寇自重 因为没有诸葛亮为患 你司马懿也就不可能被大用了 看到自己的心思被说破 司马懿开启了他的炸裂表演 硬着头皮就是不承认 而曹瑞接着又把一件事情 摆在了明面上 说在诸葛亮联合孟达扫反时 有人劝司马懿坐视他曹瑞背擒 等着曹瑞灭亡后 你司马懿就可以顺势起兵 绝逐天下 对此司马懿直接不敢承认 于是司马懿提前表演起了 装疯卖傻的神操作 曹瑞知道他现在还需要司马懿的辅助 于是无奈的表示 为了能堵住朝中大臣们 对你司马懿的猜疑 他曹瑞现在 要不好给你司马懿什么奖赏 荆州在首 乏位如土狗 关于大义施荆州后 诸葛亮在首次北伐施力的总结画中 不难看出荆州对蜀看有多么的重要 要是荆州在我们手里的话 北伐大军便可车船并进 数日之间抵达许长 如今失了荆州 北伐大军每次出手 不得不经千里数到 约八百里青川 对于这个难于上青天的事 诸葛亮明知不可违 但也要违之 草草的结束了总结会议 就要再次上表 想开启第二次北伐曹魏之旅 于是著名的后出诗表 就这样流传于后世 可就在大家 为了不能熟悖这篇长篇诗词 被语文老师责罚时 写到深夜的诸葛亮 看到后起之秀 将围走了进来 还说出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子龙老将军过世 你做什么 当时之间 子龙老将军在他的府上过世 此处令小编吐槽的是 导演竟连赵云一个画面也没给 只是通过爱哭的亮亮 对赵云的一顿痛心 从侧面展现出了赵云的重要性 但后人有首诗词 对长盛将军赵云做了个恰当的总结 长山有虎将 智勇匹关章 汗水功勋在 当阳自行章 丹继扶幼竹 一面抱先皇 青史书中烈 英流百世方 先帝的乌虎上家 如今都亡故殆尽了 至此诸葛亮还算冷静 张口询问起了赵云的临终遗言 而作为一生功勋灼灼的赵云 临终前却没什么遗言 只是简简单单的留下了六个字 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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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北伐两字 诸葛亮心如刀绞 瘫坐在地 起初的创业元老都已离他而去 不容易没有了坑货 而唯一懂诸葛亮心思的赵云 也与他天各一方 于是诸葛亮起身看向刘备的牌位后 化悲愤为力量 提笔写完了后出事表 并急迫的呈给了少主子刘善 而认真起来的刘善 却向诸葛亮说出了自己的疑惑与不解 子龙老将军刚刚过世 国师一驻 君哲一帅 朕伤心之余 担心这是北伐的凶兆啊 对此 诸葛亮有所准备 直言这符合赵云的遗言 有赵云的护佑加持 还会让他们更加奋勇杀敌 看到诸葛亮还是一意孤行 刘善实在是憋不住了 就把自己一直未解的事情一股脑的问了出来 我们开国以来 魏军从来不敢犯我 倒是相父频频攻伐人家 如果相父不举兵的话 属魏无相安无事 这天下岂不太平啊 对于这种小儿科的事想 诸葛亮那是持之以鼻 看到刘善如此的好奇 随即问了刘善一个问题 陛下经年多大了 正时期了 面对青春年少的刘善 诸葛亮道出了他为何一直要北伐大魏的真实原因 那就是想要 趁着他仅剩了岁月 给刘善打下一个安稳的天下 不给日渐强大起来的曹魏 出兵攻打他们的机会 而大致明白过来的刘善 却又给诸葛亮提出了一个新问题 你在表上说 至于北伐成败立顿 非臣之所能逆读也 你这话岂不是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吗 这一问题让诸葛亮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就这样暂缓了北伐 而令诸葛亮没想到的是 他的暂缓却错过了二次北伐的最佳出击时间 此时大魏在伐吾的时候损失惨重 石亭之战战败后 曹瑞急忙招来了司马懿 帮他出谋策划一下 但张口却说 他要御驾亲征 攻打吴国 想听听司马懿的意见 在曹瑞上次的敲打过后 司马懿这次不再隐瞒 东吴陆逊不是大患 我朝大患仍是蜀汉诸葛亮 对于司马懿的肺腹之言 曹瑞也表示认同 当即让司马懿继续说说 该如何抵御诸葛亮 中原两千余里 要尽之处便是陈仓 因为他饿中原咽喉 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 随即司马懿给曹瑞说了一个成语 明修战道暗赌陈仓 曹瑞这才恍然大悟 也意识到了陈仓的重要性 提出让司马懿去驻守陈仓 而在美人敬书的陪伴之下 司马懿当即表演了起来 说自己身体虚弱 恐怕难以当此大任 这一让曹瑞甚为不满 说司马懿作为统兵大战的将军 哪能说自己不行呢 臣有生之年 掌军不足两年 前后父贤加在一起 他有二十多年 面对司马懿的自嘲 曹瑞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夸赞司马懿 有旷使之才 只要他司马懿挂帅 将士们就会一呼百应 奋勇杀敌 可谓是百战百胜 对此司马懿老辣得很 当即否认了曹瑞的说辞 说将士们都是为大卫而战 跟他挂不挂帅 没多大关系 再者臣也不是百战百胜 于是司马懿就把他中了 诸葛亮的空城计 作为他战败的案例 挂在了嘴边 话说的可谓是滴水不漏 逼得曹瑞拿司马懿 那是一点也没有办法 只好让司马懿推荐一位良将 为此找回面子的司马懿 也不好再拿捏下去 开口就说了上将军 赫昭可以当此大任 那么赫昭真的能抵挡诸葛亮吗 诸葛亮何等奸诈 若照葫芦画瓢 岂不是连滑口孩童都不要吗 大嘟嘟的意思 就这样 本着宋诸公的曹真 虽然长了一副大脑袋 奈何也没多少脑细胞 真的是那么天真 高兴的像个孩子一样说道 这回是上天让我见光了 于是曹真安排郭槐 让他去跟姜维商量一下 具体的战略部署 最后还不忘补充道 祝福姜维 定要生亲诸葛亮 在郭槐领命离去后 傻得有些可爱的曹真 也说出了他真正的想法 我倒要让朝廷看看 会打仗的 不只是司马懿啊 很快急于证明自己的曹真 带着一对人马奔向了诸葛亮的大营 在路上得到姜维已经按照部署 控制了诸葛亮的消息后 曹真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 就火速来到了诸葛亮所在的大营前 看到姜维的大旗飞扬 曹真随即叫人拿来了他的武器 并下达了擒拿诸葛亮的指令后 一马当先就冲了进去 而姜维却骑着战马前来迎接曹真 对此曹真慌了一批 也不再天真 我就是赎将姜维 你已经中了成像的技了 快点下马投降吧 姜维的话音刚落 埋伏好的士兵就纷纷涌了出来 此时曹真也不慌张 命令士兵一起同他 击杀无信之人姜维 就在两方人马打斗之时 力攻心气的魏妍 提刀就冲着曹真而去 此时姜维使得双边正进性 眼尖要打到曹真面前 魏妍抢先一步 干掉曹真的护卫 接着抡起大刀就向曹真砍去 结果把曹真的大刀给震飞了出去 随即魏妍一个横批 砍倒战马的同时 曹真也重重的摔落在地 此时一个有毒的声音随之传来 看到曹真不堪一击 手心的士兵却拼命抵抗 给了魏妍一个大杀四方的机会 曹真看到仅魏妍一人 就杀伤无数护卫 对此曹真感叹道 曹真自知难逃一死 八戒便要自问 这时真爽组合中的爽个 从后方出现 就在大将王爽与魏妍打得焦灼之际 曹真骑上战马 刘希一卷 你们保住 这才脱离险境 而稳坐钓鱼台的诸葛亮 也收到了魏军大败的消息 更是看到魏妍开心的领着一个包裹 来到他的面前炫耀 这是魏先锋上将 非妖的人头 我只差片刻 没能斩下曹真 然而诸葛亮却没仇不斩 说出了一个令赛场的人 都想不明白的事情 诸位将军 你们回本寨 好生休息一去 明天万事难归 那么大胜过后 诸葛亮为何要撤军呢 他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赞 评论 东乐会与你一直相伴 诸葛亮都疯了 亲自敲敲他的后路 接亭大败 接亭之战与你有何关系 那是人家司马仪的功劳 面对诸葛亮的二次北伐 大魏皇帝曹瑞 对自己的曹氏宗建 那是恨铁不称钢 气得直翻白仰 感叹历史名将曹真 却让编导给塑造成了草包 对此曹瑞要鞭策一下 这个常败将军 于是借着西北苦寒之地 派他过去会受苦之忧 当即要罢免曹真所有的职务 让司马仪来担任 此话一出曹真击眼了 曹操养子的他 还知道自己肩负的使命 看家护院的事情 还得让他来做 我哪怕不要这把老骨头 我也要大败淑军 为陛下建功 看到曹真的忠心后 曹瑞也顺势同意了 但却来了个马前炮 如果再败 就不要回来见朕了 臣领植 把你的儿子曹爽也带上 让他上阵杀敌 历练练吧 随着事情的尘埃落定 曹真曹爽 这对真爽父子组合 只好前去迎战诸葛亮 而此时诸葛亮 他拿下陈仓城 却让他犯了难 三十万大军 连攻数十天 愣是没能攻下 贺昭把守的城官 站在后方的诸葛亮 对贺昭牙痒痒的同时 也心中生起了敬佩 你们看 魏军都在迎战 只有他 甚如贤庭信部 片言不发 一令不下 而只要他 从守军身后走过 守军将士们 纷纷拼命接战 听到诸葛亮 在那掌敌军的事情 中军上将 魏冤的脸面 当场挂不住了 请命要亲自领军攻城 而诸葛亮 却不想给他这个机会 直言重任 还在后头 让魏冤沉住气 再等等 果然事情正如诸葛亮所料 一名士兵前来 就把曹真带领大军 前来阻击的消息 禁爆了上来 我还以为是司马仪呢 曹瑞真是个昏君 总是爱用曹氏情 看来司马仪还是被气了 面对前来送出宫的曹真 诸葛亮心生一计 随即叫姜维去施展诈祥祭 收拾一下这个天下文明的草包 对此姜维还有些顾虑 前边已经有了曹秀被陆续的诈祥祭 兵败身亡 曹真就是再草报 也不会那么容易上当的 而妙处就在这里 诸葛亮随即也没给姜维太多的解释 只是让姜维按照他说的 以计实施就行 很快办事效率极高的姜维 就派人把一封书信送到了曹真的面前 而曹真看到姜维 愿意投到他的部下 并想同他来的理应外合 一举琴下诸葛亮的内容后 曹真那是甚为满意 即使面对副将郭怀 好心的提醒他 诸葛亮这是学东吴的陆血 让姜维使出的炸祥祭 曹真听说都不以为然 打了胜仗的诸葛亮竟然拔营难归了 对此曹真一脸疑惑的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就在众人不明白诸葛亮出的什么幺蛾子时 曹真的脸色由哭丧瞬间切换成了开心 诸葛亮他断粮了 真的父亲何以知道 对于曹真的推测 副将郭怀表示认同 直言诸葛亮没能打通陈仓粮道 所用的粮草皆为随身携带 三十万大卷也就够吃几天 诸葛亮现在不退卷 留下只有和西北风的份 这一表面的含义到处后 曹爽抓住机会就表示 要去战场上爽一把 而曹真为了让他们这对真爽父子组合 彻底名声大噪 直接要拨给曹爽十五万士兵 让这个公子哥建立功虚 诸葛亮退兵避过骑山 曹爽你率本部人马 从北面追上至骑山下方指 王爽你率我剩下人马 约十万上下 从南面追上至杨平关方指 但是曹真对这样的安排 还是觉得不太够 随即命令王爽 在途经陈仓的时候 也一块把好招的士兵带上 要打就打个痛快 让自己的士兵一个都不留 对此王爽却提出了一个小小的问题 倘若好招不听命令放人 那该怎么办 对于这点小事 曹真那是持之以逼 当场让人拿出了他的兵符后 直接交到了王爽的手里 王爽啊 如此一来 你拥兵图下十五万 见大功的时候到了 看到曹真如此的重用自己 王爽马上火速来到了陈仓 殊不知 这正是诸葛亮真正退军的深层含义 而被全力冲昏的王爽很是膨胀 直接掏出兵符 放在了好招的面前 这是天子赐予大都督的兵符 见此符如见天子 你如不奉命 即使今天我杀不得你 日后曹真一样会杀了你 面对这种官大一击压死人的事情 作为司马懿派系列的好招 同样也是老辣的很 拨了一半的士兵给王爽 在照顾到曹真的面子同时 也没忘记朝廷给他的指令 并还撂下了一句狠话 就这样 王爽无奈的同意了拨他一半的士兵 而此时有一位愚笨之人 酒中驾驶着战马 嘴里还不断的对诸葛亮吐槽输出 吐槽诸葛亮谨小慎微 上次被罚 我就建议丞相给我精兵五千 从此无骨齐齐唱歌 还要是早点听了我的话 中原今天早就大定了 何至于今天 魏妍的怨言刚刚说完 一名士兵就追了过来 通知魏妍去诸葛亮那边一趟 对此魏妍喝完几剩的酒 一扔酒壶做了个心理准备后 独自一人来到诸葛亮的营柱 看到诸葛亮不搭理他 魏妍率先开口心理 怎料诸葛亮早已收到吐槽路易 好你个魏文长 胆子不行 一路上都在叨咕本相的故事 连上次北伐的事都翻出你 你熬到天上去了 看到诸葛亮都知道了 魏妍也不抵赖 主动承认自己罪过的同时 也要说说自己的冤屈 就是这次北伐 让他做先锋将军 结果陈仓城没打下来 他现在倒成了撤退将军 你不想走就别走 我赴你五万精兵留守此处 等着攻杀曹真的追兵 如追兵不来怎么办 我自讲三级 如果追兵来了你战不胜 怎么办 干扰军发了 对赌协议达成后 诸葛亮还想好心的提醒魏妍 怎么布阵迎敌 结果魏妍不领情 一拱手就转身离开了 剩下的只有诸葛亮叹气得很 而后诸葛亮命令姜维 带兵前去攻打陈仓 至此诸葛亮版的暗度陈仓 让姜维给他升了个急 他玩出了一个新的花样 蜀军穿着我军的衣服 打着你的将棋 已经撞开了城门 我军的衣服怎么到了蜀军的手里 将军 你忘了你已经 给了王双一半的兵马吗 随即一个王双被魏妍斩杀 兵马损失数十万 而且蜀军还掉头 向陈仓杀来的消息 并报了上来 好召愤怒的拔剑 想要迎战 但手下又说出 城市四面 已被蜀局攻破的现实后 好召只有把火器 撒在暗台上 一脸不甘的说了一句 就这样可惜了的好召 拿起宝剑 自吻的方式 维护了自己的敏捷 与此同时 初登战场的曹爽 跪在了他的父亲曹真面前 做了个战败总结 一代不如一代的曹氏 在曹真这里 直接搜到了兵点 我如何向陛下交代 蜀军两道已经打开 我军大势已去 我做了一辈子将帅 一直做到大肚子 可我打的败仗比谁动多 看到曹真还有四肢之明 又担心曹操 会从墓里气的爬出找他们 赴向郭怀 赶紧给曹真出了一个主意 那就是让朝廷派司马懿 前来迎战诸葛亮 对一次曹真是一万个不愿意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惦记这个 司马懿再见 他也是魏臣 诸葛亮一旦攻下中原 大魏就要亡国了 听到亡国两字 曹真一时也没了主意 那么司马懿重新上任后 又是怎么跟诸葛亮 斗智斗勇 守护大魏的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评论 东乐一直与你相伴 这个人是新三国中 被编剧黑的最惨的一位 作为曹操养子的他 顶着大魏皇叔的头鞋 结果在诸葛亮第二次北伐时 被诸葛亮版的暗度陈仓 打得是彻底没了信心 料到了 我全料到了 为此曹真不仅感慨 既生诸葛亮为何生过曹真 而后对自己做了一个深刻的评价 我做了一辈子将帅 一直做到大赌赌 可我打的败仗比谁都多 然而 面对料事如神的曹真 副将郭怀觉得 还是有活下去的希望 随即曹震瞪着圆圆的大眼睛 急忙请求郭怀为他支招 于是郭怀一拱手表示 上奏朝廷 让司马仪出去 迎战诸和亮 郭怀这一提议 曹真那是满脸的迟疑 急得郭怀 直接戳穿了曹真的心思 司马仪再见 他也是魏臣 诸和亮一旦攻下中原 大魏就要亡国了 听到亡国两字 曹真顿时也没了主意 他思考过后 还是担心自己 会成为第一个被斩的大都督 这事不解决 他心里没底 于是郭怀让曹真不要慌张 说在这场战役中 曹爽为了打败诸葛亮 都斩断了一条臂膀 让他保持原状 去替你不经请罪 曹瑞也会看在你们组合 奋勇作战的份上 不会轻易杀了你们 至此曹真也明白了 把感情牌这一招 可是他们最拿手的 你那总打败仗的爹 怎么不来受死 曹氏祖宗的颜面 都被他丢尽了 江山就要葬于他手 他还有什么颜面 活在这个世上 他为何还不自尽 对于曹瑞提出的问题 曹爽也是有所准备 直言他父亲曹真 想要自己好几次 都被将士们拦住了 不给他死去的机会 还劝曹真 打败诸葛亮后 到那时自己 理解天下 才不会丢失 曹氏宗族的颜面 说完曹爽 就做出晕倒的表演 这让曹瑞为之一惊 当太监扶起曹爽时 发现他的左臂 已经断裂 于是曹瑞 面对厚颜无耻的 这对真爽组合 随即也没有了办法 在看过曹真的奏章后 念在曹氏后代凋零的份上 给曹真来了个取宝后审 暂时性留住曹真的性命 派出狗腿子华信 传令给司马懿 拜他为大都督 前去迎战诸葛亮 而临危受命的司马懿 再次上任大都督 重掌兵权后 却嚣张至极 一上来就拿郭怀开刀 就逃兵的事下 来了个下马尾 司马懿这么一问 让郭怀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随后司马懿更是咄咄逼人 吓得郭怀直流冷汗 于是司马懿来到率案前 一本正经的说道 面对很辣的司马懿 众将急忙跪地 比郭怀求情 还愿用自己的性命作宝 说逃兵的事情 都怪曹真兵败导致的 不甘郭怀的事情 对此司马懿翻着白眼 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曹真在军中 真不受待见 手下全都是枪头草 看到演得差不多 司马懿这才祭出了 树立自己军威的大招 说要是再有逃跑的人 无论是使命 还是将军 他绝对不会心思手软 司马懿在敲山镇虎过后 这才开始正式的派兵布阵 胸有成竹地 发布了三道军令 本都第一道军令室 把这个甩案给我换了 立刻打造一座铜案 立在这里 本都第二道军令室 放假两日 把营中所有酒肉都搬出来 让将士们饱餐两日 打算一场 听到要放假休息 司马懿的儿子司马昭 对此是百思不得气劲 而司马懿的解释也很简单 那就是将士们吃饱喝醋 才有力气打仗 这话一出 瞬间收买了人心 接着司马懿 颁布了第三道军令 要奖赏英勇作战的将士 凡是斩杀过两个鼠军的 凡是斩杀过两个鼠军的 结生一击 赏钱五百 杀四个鼠军的 升两击 赏钱一千 依此类推 直指各位将军 司马懿的奖励机制 很快激励起了将士们的信心 也提高了军中的士气 不日之后 前来侦查的诸葛亮看到后 那是甚为之惊 大都督唤人了 陈仓已在我军手中 梁道已开 他司马懿来了又能如何 千万不要这么想 看到魏延没把司马懿放在眼里 诸葛亮给魏延 普及起了司马懿的厉害之处 他这个人 不善于功 却善于守 是天下第一守城大将 而我们呢 最讨厌魏军 身高高履 坚守不战 司马懿希望我们强攻 一座座城池 这样 五十年都攻不到洛阳 那么面对司马懿 祭出的战法 诸葛亮是怎么化解的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 评论 东勒一直与你相伴 明白了 我们不必追杀诸葛亮 而是要杀他个回马枪 直击蜀军大人 将近不愧为酒精沙场 一眼就看破要害 诸葛亮坐着四轮车 要亲自外出 开展抚民工作 结果被一名侦察兵 给轻松发现了 当侦察兵把这件事情 禀报给司马懿 想以此邀功使 结果司马懿的回复 却令他大吃一惊 把此人推下去 斟手 张都督 你为何要杀我呀 因为你谎报军情 对于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情 侦察兵哪还敢在 司马懿面前说谎 随即一五一十的 把所见所闻 详细地描绘了出来 这才让狐狸化身的司马懿 对他有了另眼相看 不错 你非但没有说谎 反而胆大信息 听着 本都升你为军前校尉 赏钱 三千 面对人生的大起大落 吓坏了的侦察兵 赶紧跪地赶谢后 就匆忙离开了 而此时 司马懿狐狸的一面 也随之表露了出来 当即表示 凭借他多年 对诸葛亮的深度研究 诸葛亮确实有 亲自抚民的习惯 嗯 不错 我也听说诸葛亮 势必共亲 大都督 这是擒杀诸葛亮的良机啊 有了副将郭怀抛出的诱饵 对于身处险境的诸葛亮 司马懿却不想去擒杀他 反而故作深沉的分析说 诸葛亮那是以身为耳 想诱使他们出兵 早就藏匿了数万大军 在大山之中 等着他们现在派兵出击呢 对此大将张和非常赞同 像这种小儿科的伎俩 他们不可能上当 诸葛亮如此淡大 真是令人佩服啊 看到铺垫的差不多了 司马懿这才恍然大悟 大手一拍说 要是咱们将计就计 来个反其道而行 诸葛亮的如意算盘 不就落空了 这一话差点把张和点醒 作为不太聪明的他 扬言要给诸葛亮 来一个回马枪 直击他的大营 对此司马懿的彩虹屁 拍的是一串一串的 说张和所想的 正是他司马懿想做的 来个避时就绪 掐住他们的命根 到那时 蜀军就会土崩瓦解 看到张和主动往坑里跳 司马懿开心的 差点笑了出来 但还是以本正经的表示 这是张和建功的好机会 他就在后方等着 张和凯旋而归的消息 于是被套住的张和 趁着夜色带着士兵 来到了蜀军的大北营 看到没有什么异常后 迫不及待的 就率先冲了进去 结果进去后 傻眼了 发现无意人出来迎战 顿感大事不好 正想撤退时 蜀军骑着战马 蜂拥而出 致使张和只好应战 而面对大杀四方的卫言 张和也明白了其中套路 随即要带着士兵逃跑 在杀出一条逃生通道后 却被诸葛亮带领的大军 给拦住了 于是张和老当一撞 手握大刀 所向提名 掀翻蜀军战马过后 却被赶来的张飞之子张包 从人群之中点了名 让他赶紧下马受降 蜀辈 连你爷爷张和都不认识吗 你爹张飞都是我的手下败家 张包听后 提枪就要跟张和理论一下 想问问他爹张飞 什么时候跟你干过家 他要代表老张家 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口出狂言 两人纠缠在了一起 首个回合互有来往 两人也不分上下 很快引起了山上诸葛亮的注意 那个和张包交战的位将是谁 张和 难怪 二十年前 他便是曹操的大将 今日之之有 还真不下于当年 诸葛亮的话音刚落 被压制住的张和率先变化招式 挑开杖八毛的同时 接着摔出大刀 反手一技横扫 顺势卯足了力气 来了一招泰山压定 而后调转武器 直击张包复古 当即打到来个横扫 把张包和战马掀翻在地 张和一连贯的操作 让张包当场口吐鲜血 也没了他爹 同你一万个透明窟窿的气眼 而张和看到敌军 不断地向他涌来 而司马懿也不来救援他们后 领着士兵就要冲出包围 诸葛亮教主将为 告诉他 前方便是剑格道 两面都是绝壁 他早已在那埋藏了弓弩手 要是张和进入伏击圈 斩他 就是分分钟钟的事 记住 绝不能让他活着出来 诺 就在江维前去指挥时 料事如神的朱格亮 很快看到张和带着士兵 钻进了剑得道 而久经杀场的张和 也意识到了死地的危险 奈何江维先行一步 带着弓弩手 在绝壁上出现了 张和 念你年老 我且问你一句 想是不想 看到后生都欺辱他 张和气得 直接扔出手中的大刀 表示他绝不投降的决心 这让江维对他只有两个字 放箭 很快失去武器的张和 也成了火把子 渐渐直插胸口 到死了也没看到 司马懿派出的援军 自此 曹操谨慎的爱将 也命丧皇权 死的真是有些可惜 那么除掉曹操谨 这个忠诚的司马懿 他的篡权阴谋 是怎么一步步实现的呢 这个我们持续解说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评论 东乐一直与你相伴 面对老将张和战死的消息 司马懿 那是一点愧疚的意思都没有 在看到没人发现 是他下套害死张和后 作贼心虚的司马懿 为着众人说道 张和将军虽然亡了 我军事情却复活了 知道吗 张和将军带去的两万精兵 没有一人临阵脱逃 这就是我军的胜利 军心如铁 何臭蜀军不败 司马懿转移完众人的注意力后 当起让自己的儿子司马昭 把他的作己杀了 拨下马蹄来 用马格裹尸的名唱面 要为五子梁将张和送行 并且还要亲自抬官 来个让后人 效仿他的经典网红神操作 就在司马懿努力掩盖 害死张和的事实真相时 他的死对头曹真 也收到了张和去世的消息 随即卧床半年的曹真 身上的宜兰杂症 竟彻底痊愈了 司马懿害死了张和 损失了两万多兵马 不解 歇 去 司马懿啊 中达 你不过也是一个 败君之将啊 对于司马懿的战败 曹真直言要抓住 这个绝佳的机会 让他的儿子曹爽 去天子面前打小报告 父亲是要弹劾司马懿 我不光要弹劾他 我要夺回大都督之权 于是心领神会的曹爽 见到大卫天子曹瑞后 就把司马懿 是如何中了诸葛亮的连环计 还把老将张和 害死的真实情况 添油加醋的说了出来 并且在曹瑞面前 脸不红 心不虚的说 抵御诸葛亮的北伐 还得看咱们曹氏同情 他父亲曹真 就愿意不计生死 惊重报国 又再败于诸葛亮呢 对于这个问题 曹爽直接给他父亲 封死了退路 当场撂下狠话说 若再败 他父亲绝不苟活 就这样 曹瑞做出了一个 不睿智的决定 把曹真再次任命 为了大都督 那司马懿 该如何处置 你有何建议 朝廷应该 明正典型啊 你父亲战败的时候 明正典型了吗 为了不伤司马懿的心 曹瑞把司马懿 降为了父子 希望司马懿 却辅佐曹真 一块抵御诸葛亮的北伐 怎料另有所图的司马懿 在接到这样的指令后 跪在地上 无奈地削了钱 削自己费尽心界 稳固了曹魏的江山 到头来 还是得不到 曹魏皇帝 对他的信任 对此 司马懿直接表示 这样的奇耻大弱 和司马家族 不能接受 曹真上任大都督 不找机会陷害你才怪呢 我已经给陷害了 还能怎么陷害 看到司马懿 又要选择隐人 这让司马昭站不住了 直言他们曹氏这么做 令他十分的心寒 不管他们司马家族怎么做 曹氏都会提防着他们 对此司马懿 也是感同身受 曹操对他的知语之恩 也随之荡然无存 带着司马昭 就要告老还乡 可在迎前 却看到了众多将士 劝说司马懿不要走 敌中一走两志 军心又散了 不管朝廷怎么对你 在我们心中 只有你是大都督 我们永远听你的军令 有了这些人 以他马首是瞻后 司马懿随即心中打定 决定留下来 在居中拉拢一下人心 创建属于自己的势力 不走咱们也得迎接曹真大都督啊 就这样 经过司马懿的苦心经营 曹魏新一代将领 在不知不觉中 就被司马懿收服了 于是选择隐忍的司马懿 带着众人站在门口 迎接起了新任大都督 曹真 而曹真在看到司马懿 毕恭毕敬的在迎接他时 开口就数落起了司马懿 这回怎么愿意屈居傅都督了 回大都督话 如不做傅都督 有人就会上奏朝廷 那司马懿脑袋就掉了 看到司马懿还很失实物 曹真听后甚为开心 于是警告司马懿 在他手下叫乖乖的 听从他的军令 要不然他司马懿的脑袋 随时有搬家的风险 在下必尊军令 一切都依从大都督 真的 千真万确 大都督日后便知 把司马懿收拾服帖后 曹真这才放心的 进入了军营之中 高调的坐在帅岸前 一本正经的 喊出了要在半月之内 打败诸葛亮的目标 很快这一消息 传到了蜀军的耳朵里 于是魏妍 急忙带着重将来请示诸葛亮 该如何派兵步阵 结果却看到卫兵 端着要汤 要匆忙离开时 当即交出询问道 得知这一消息后 魏妍内心的小九九 随即盘算了起来 脑中也出现了 恩种自己上位的情形 结果被姜维给打断了 叫他们都进去议事 怎料诸葛亮面色红润 魏妍知道 这又是诸葛亮使出的幺蛾子 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诸葛亮一张口 就是他现在病重 无法掌军 让魏妍替他执掌兵权 而后补充道 让各部回营收拾形状 做好归师的准备 三日之后 黎明启程 陆续撤回汉州 敢问程响 这次撤兵是诱敌 还是真撤 当然是真撤 对于自己执掌退军的兵权 魏妍心中 那是怨声载道 直接问候一别诸葛亮的祖宫 那么诸葛亮 真的是要撤军吗 他到底使出的是什么计谋 来应对口出狂言的曹真的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 评论 东乐会与你一直相伴 在得知城池将被攻破后 被导演给黑化的曹真 竟可笑地钻到了暗桌下 假装把自己藏了起来 幸好自己的儿子曹爽 有勇有谋 看到已经慌乱的父亲 让他换上士兵的衣服 趁乱逃出了城去 结果没跑多远的曹真 被蜀军赶进了诸葛亮的包围圈 吓得曹真 当场一翻白眼 从马上滚下来 随即曹爽急忙地来到他身边 好心地将他护了起来 没有意料常识的曹爽 这一好心的掺扶 直接把曹真的老药 当场给掰断了 而为了不给曹操丢人 曹真让曹爽给他意见 对此曹爽甚是不解 杀了我 父亲 你说什么 我是大死亡 大独独 你打白状 朝廷梦想 祖宗梦想 快 快 快把这杀了我 不行 不行 来生再见 快把这杀了我 就在曹爽为了父亲的脸面 由于该不该刺刺一箭时 司马仪解决完围剿的蜀军后 带着小谷部队及时地赶过来 就让曹震转忧为喜 自以为小明稳了 无聊阴险的司马仪 是来送他最后一程的 成心为之的司马仪 看出曹真身体有样后 接着使出话骨面掌 再次给了曹真一巴掌 这直接把曹真拍得喷血 随着脸部一抽 昏死过去 意识到司马仪的内功 如此深厚的曹爽 当场也尿性了 也不敢给父亲报仇了 于是司马仪给曹真 把了把脉搏 就这样亲手送走了 虽然曹真作为曹操的养子 但却被电视剧和小说 给彻底黑化和丑化 要知道在正史中 曹真算是一代名将 曾打败枪湖联军 还力挫诸葛亮 致使蜀军北伐 无功而返 可随着曹真窝囊的儿王 无人可用的曹魏王朝 只能重新启用司马仪 让这位仁者神归 迎战诸葛亮的北伐 那么两位王者级别的人物 是如何演绎的呢 这个我们持续更新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评论 东勒与你一直相伴 这个地方名叫陈仓 因为一个成语被人们熟知 也就是这个成语 让诸葛亮有了彻底占领他的办法 于是装成病危的样子 叫来手下大将魏严 命他为撤退大将军 同领军队撤退汉中 看到诸葛亮毕严说真话 不知道他又要使出 什么计谋的魏严 只好憋屈地领命而去 随即蜀军撤退的消息 传到了魏军的大营 这让浩大喜功的曹镇 那是无地自容 甚是羞愧 自以为下跑诸葛亮的曹真 当即做出了收复师弟的部署 次日就大摇大摆的来到了陈仓城前 迫不及待的要禀报天子 以此好邀功情赏 然而贬为傅都督的司马懿 抓住难得的表现机会 张口就拍起了彩虹屁 说曹震不费一兵一卒 就赶跑了诸葛亮 还为曹魏 收复了陈仓等十座城池 这话让曹真欢喜不已 于是把血奏章的任务 交给了司马懿 因为他觉得司马懿吹牛 更加有说服力 尊大都督命 在下血就是了 就这样 曹真唱着好日子 开开心心地进入了陈仓 然后曹真坐在帅岸上 做出了分兵助手 互为犄角的防守阵地后 开始飘飘燃了 竟过起了刘皇叔 接着奏乐接着武的生活 完全对近日的大禹 毫无警惕之心 这让上知天文的诸葛亮 抓住老天爷给他的机会 也不再装病猫了 说他早就看过天气预报 知道近期会有连日大禹 而陈仓各成地势低洼 雨水排不出去 势必导致武器装备浸泡腐烂 现在趁着卫军松陷 正是一举歼变 曹真大军的最佳时机 就这样 早就预谋好的诸葛亮 命令全部蜀军 借着大禹打掩护 向着陈仓各地进军 不料被曹真的儿子曹爽 发现了蜀军来袭的动向 当禀报给了父亲曹真后 结果让曹真瞪着眼珠子 直接当场吓傻了 听到诸葛亮要来后 曹真的雅兴也荡然无存 本能地安排士兵仓促上阵 准备迎敌 而毫无防备的曹真 急忙地来到城墙上后 面对来袭的蜀军 曹真拔出大宝剑 立即下令放箭 反观蜀军这边 弓强剑锋 把卫军压制得无法抬头 于是曹真比划了两下后 也是瞬间秒逢 在曹爽的掩护下 曹真选择坐镇后方指挥 幻想着有援兵来救援 可其他守卷却是见死不救 看到阵法让诸葛亮识破后 司马夜有些不服气 让诸葛亮也摆个阵法瞧瞧 于是诸葛亮起身后 排手宝扇霸起一挥 祭出了毕生所创的奇门八卦阵 此阵按照九宫八卦方位 和五行深刻的原理 中置点降台 士兵们按照规定的方位 熟练的完成了布阵 对于此阵法 司马懿竟是持之以鼻 得瑟地表示 阵法是如此的执着烈 他自己九岁就了解了 死言一出 直接把诸葛亮都笑了 随即反问司马懿 敢不敢率军前来破阵 并且承诺 如果能击破此阵 他就返回看中 再不北伐争讨 看到诸葛亮 在嘴上说不过他 就想动手干架 对此司马懿也不惧怕 为了跟诸葛亮一决雌雄 司马懿迫不及待的 骑着战马 回到居中后 胸有成竹的下令 让带领 张虎 月平三人 率兵前去破阵 并直言诸葛亮的八卦阵 看似凶险 实则华而不实 只要按照他说的 从正东的升门杀戮 接着转向西南方向的修门 之后迅速杀回北门 这样的八卦阵也就不攻自破了 于是三人也不知道听懂没听懂 直接钻进了八卦阵 然而诸葛亮的八卦阵 却没有那么简单 此阵是他经过改良的2.0版本 其中暗藏玄机 变化莫测 随着卫军在阵中 按不就班的走位 诸葛亮的八卦阵 也随之变了阵法 由八卦阵变成了两仪太极阵 把卫军困在了阵中央 士兵们技术勾连枪 杀了卫军 人一样麻烦 这让大后方的司马懿 看得也是一脸蒙圈 在司马懿混合时 诸葛亮把全部阵门关闭 既是卫军奋力拼杀 但对于蜀军来说 那是手到齐来手拿把枪 于是诸葛亮派人 赶着一辆马车 把礼物送到了司马懿的面前 没吃过黑猪的司马懿 看到被上色的三头猪 这让司马懿深感侮辱 当即怒火攻心 下达了经典的号令 就算司马昭急忙阻拦 说他不要中诸葛亮的激将法 但此刻司马懿要定了诸葛亮的四轮车 此时大脑缺氧的司马懿 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活着诸葛亮 躲下他的四轮车 可诸葛亮没给他梦想成真的机会 躲在小树林中 把四轮车藏了起来 还射向埋伏 打得魏军溃不成军 魏军战败了 司马懿的大刀 已经往东南方向逃走 见此情形 姜维还想追上司马懿 问问他还要不要四轮车了 此刻诸葛亮 却没了玩下去的心形 罢了 为何 一准司马懿已经走远了 二准 我净梁草已经 不宜长途追杀 美思北伐 皆被梁草拖累 偏偏打败司马懿 正要乘胜追击 一举灭掉司马懿时 让诸葛亮没了弹药 当真上天不亡司马懿 老天不住诸葛亮 那么两位最强王者 又会怎么攻防争斗的呢 这个我们持续更新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 评论 东勒与你一直相伴 对于诸葛亮的反问 脸皮极厚的司马懿 呵呵一笑 静止走到诸葛亮的四轮车前 悠闲地坐在地上后 开始打起了嘴炮 说诸葛亮就是个孙夫 不在家好好种地 仅凭读了几本书籍 就不知天高地后 竟厚颜无耻的 还幻想着荒腐汉事 如主阿斗愚蠢 莫非如比他更愚蠢 看到司马懿率先开喷 作为伯父第一喷子的诸葛亮 走下四轮车后 也是不甘示弱 张口就反喷司马懿 说他先祖皆为汉塵 九十大汉的俸禄 然而到了他这一带 竟甘愿做曹氏的走狗 日后必会遭到天前 对此 司马懿发出一阵灵魂的笑声后 说他修炼的是龟壳之书 你诸葛亮根本就不懂 空明啊 听我一言 你我如今都是五十岁的人了 听到司马懿的好言相劝 诸葛亮竟理解成了 司马懿想要服软 虽然司马懿做梦都想拥有一辆 这样的四轮车 但他却有远大报复 只好强忍心中的喜爱 张口表示 自己才不稀罕那辆四个轮车的跑车呢 现在魏国兵抢马装 他又凭实力躲过来 你诸葛亮就不要在那摇唇骨蛇 搔手动死了 对此诸葛亮很是时髦 诸葛亮 诸葛亮知道喷不死司马懿 嘴上没占便宜的他 倒是想看看司马懿 在带兵作战上有何本事 于是早就想跟诸葛亮硬刚一场的司马懿 随即大手一挥 斥意列阵 接着魏军的重甲铺兵 井然有序的开始列阵 战绩也暗不就位 转瞬间 大阵已经成行 正让诸葛亮看到后 心中固惊的感叹 司马懿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诸葛亮想要罢兵言和 这让刘善图怒反喜 因为他本就不赞成北伐 既然双方要修好 这也正合他的心意 准料理言非要抓着诸葛亮的小辫子不放 天忧加醋的说 诸葛亮目无国君 善作主张 如此大的国事 也不上报陛下 本就脑子不顾用的刘善 被李延这一反问 瞬间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 在思考片刻过后 接着对此事做出了推论 成功把刘善带到沟里后 李延随即建议刘善 让诸葛亮返回蜀中 要是他听命不返回 那就证实他要窜逆 而诸葛亮看到刘善 叫他回去喝茶的调令后 当场也就明白了其中的含义 就这样 在蜀军粮草充足 连战连结的时刻 诸葛亮没坐四轮车 坐着斗篷车返回了蜀中 可在他要见到刘善前 却听到了李延给他的诬陷 李延的比喻刚刚说完 诸葛亮拿着羽扬就走进来 指言他跟曹操都是丞相 但身为丞相也是不同的 看到诸葛亮后 刘善尴尬地挤出笑脸 在李延的提示下 把司马懿密谋诸葛亮的书信 没有底气地交给了诸葛亮 而诸葛亮在看完书信上的内容后 张口就直击要害 在李延说不出狗安的下落后 姜伟也告出了狗安被捕 落入司马懿手中的事实 还直言门外有两个逃出来的使兵 可以对此事做人证 在诸葛亮揭露真相后 该傻的刘善也明白了 这是李延的谗言 于是把锅甩给了李延 接着智商在线的他 安慰起了诸葛亮 并给他赔礼道歉 虽说这段虚构的剧情 在正史之中不存在 但可以看出 编导是想证明一件事情 那就是刘善没被摔杀 但关键时刻还是明示李延 那么诸葛亮在被队友挖坑陷害过后 又有一个人也给他挖了一个坑 那么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评论 东勒与你一直相伴 带我见丞相说话 见丞相 丢脸见丞相 你骗什么见丞相了 面对这种欠揍的请求 对于姜维来说 那可是不带手软的 在几个大嘴巴子过后 把他带到了诸葛亮的面前 也就是这么一位 不起眼的小人物 让诸葛亮在与司马懿 抢夺四轮车战役中 因为粮食短缺 只好不耐收兵 真是诸葛亮 错失了一次 灭掉司马懿的好机会 看到诸葛亮识报 他昨夜去KTV喝酒后 狗安直接搬出了 一位姓李延的大人物 说他是李延的侄子 恳求诸葛亮 网开一面 这让诸葛亮只好强忍愤怒 毕竟尚属李延 与他都是刘备的脱骨重臣 以律要杀了狗安 但诸葛亮担心 会引起李延的猜忌 同时也担心 无人敢为他运送粮草 于是在权衡利弊之后 只好留住狗安的性命 可是诸葛亮 还是赏了他巴士军棍 就是诸葛亮的从心发落 却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从狗安返回蜀中时 疼得他只好趴在板车上 嘴里还不忘诅咒诸葛亮 咒得娶个黄脸婆 咒得儿子倒插门 咒得后人当模特 就在狗安没死后 半路杀出了一对卫军 迅速就把他们包围了 成了俘虏的狗安 被拎到了司马懿的面前 而看到这位 其貌不扬的小人物 司马懿起初没太在意 可在听说 他是属军的运粮官 因为运粮误了期限 还被诸葛亮打烂屁股 想让司马懿帮忙报仇时 敏锐的司马懿 嗅到了机会 看到狗安选择了狗村 司马懿的离间计也是既从心来 他要借着狗安是李延侄子的背景 在他的身上做做文章 于是来到狗安的面前 威逼利诱了起来 狗安一听 狗安可以保住小命 还能升官发财 于是就按照司马懿的吩咐 坐着高铁返回成都 来到李延的面前复命 还谎称自己在归途中 截获了一封密信 唯唯缩缩的交给了李延 在李延看到密信上的内容后 顿时察觉出大事不妙 确认书信的真实信后 李延也没问狗安 长成他那样是怎么截获的 高兴的就要给狗安请公 于是在潜退狗安后 李延也迫不及待的 见到了自己的主子刘善 而刘善看完密信后 也是为之一惊 瞬间大脑空白 陛下 司马仪已经上奏魏帝曹瑞 说他与诸葛亮私定密约 两人各自退军 话将而至永不相反 诸葛亮他究竟想干什么 哎 阿贝啊 你听见了吧 司马仪只有五千兵了 而我有铁骑两万 对于正文抛出的诱饵 临时素老大的魏严 深知诸葛亮返回之际 便是他重当鳖三之时 面对一盏才华的机会 他可不想再次错过 收拾了司马仪 被全军阵 到那时 中原就可不战而定 看到魏严想改编历史 在那开怀大笑 作为诸葛亮心腹的马带 起身提醒魏严 不要忘记诸葛亮临走前 留下了三军坚守 不可擅自作战的言令 对此魏严更是嗤之以鼻 就算马带好心的说 孤军深入是用兵大计 一旦有事 必会全军覆没 这话让魏严 想起了他的紫乌骨奇谋 那也是顾军深入 要是诸葛亮听他的奇谋 早就突袭长安成功了 这次他想证明给诸葛亮看看 当即下令 让正文带路 三军 袭袭北渊 活捉司马懿 至此治不了魏严的马带 只好请命跟他们一同前去 此日魏严率军刚走 诸葛亮就抄小路 返回了骑山大营 看到迎接的人中 竟没有魏严的身影 于是留守看家的王平 把魏严齐袭北渊 活捉司马懿的行动 如实地告诉给了诸葛亮 诸葛亮听后 当场失态 大骂魏严 就是个莽夫 他把两万铁鸡都带去了吗 是 意识到情况不妙 诸葛亮在走进仗中前 也得知了正文来降的事情 随即诸葛亮就明白了 这是司马懿使出的诈响技 就算司马懿用人头来诈响 魏严也不该相信他 照不看 但正文归降是假 只怕你个情郎也是假的 哎呦我的天哪 若非城乡道破 我等都还在梦中 为了自己的家底 不被魏严损失殆尽 诸葛亮急令江维和王平 带着紧剩的铁鞋 裹速前去营救魏严 然而立功新切的魏严 此刻已经被详相正文 带到了司马懿的伏击圈 就算惊艳老道的魏严 吃过了这个伏击圈 但为时已晚 就在命令大部队掉头时 埋伏山上的魏军突现 朝着山下万箭齐发 片刻间 两万铁骑受伤无数 在马带被乱剑射穿左臂后 眼见大功告成的正文 连忙侧马开溜 于是被耍的魏严 眼含愤怒 瞄着移动的火把子 无用定位 就射穿正文心窝 随即听说过 洛凤波的魏严 不想跟庞统一样的结局 镇定自若的指挥着图围 也就恰在此时 江维和王平率军赶到 本是被围的局面 在双方兵马会合后 把魏军杀得溃不成军 成功地把魏严救了出来 那么在侥幸逃过一劫的魏严 诸葛亮会怎么处理他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评论 东乐 云以一致相伴 正文与其交战 两合就斩了秦郎 你们相信吗 司马仪会这么用人吗 之所以让诸葛亮如此生气 只因在他返回蜀中时 留守的魏严 要体验一把临时做老大的快乐 再看到前来投奔的魏国前军 正文后 魏严闭着眼睛就识破了 这是司马懿使出的诈详计 将此人推出去斩首 诺 求尚将军明察 在下是真真切切 前来投尚将军的呀 尚将军不准魏军投降 岂不逼我等死战啊 把魏严怼得哑口无言后 演技在线的正文 接着对魏严 说出了司马懿 要派他和秦朗 攻打魏严的军事行动 只因他自己 不是尚将军魏严的对手 所以为了不领盒犯 这才前来投奔的 就在魏严坚持要斩正文时 司马懿派出秦朗 也恰到时机的 来到城前叫阵 并叫嚣着 要斩杀正文这个叛徒 对此魏严狠和一笑 当即掌口表示 如果正文能反杀秦朗 那他就相信正文 是真心实意来投靠的 看到魏严愿意收留他后 正文单枪匹马的 便冲出城门迎战秦朗 随即二人见面也不废话 特马提枪直接开战 一上来 在气势上 正文就碾压秦朗 胡夏当年吕布之勇 招招直击秦朗要害 在祭出一记回马枪后 当场就截过了秦朗 让他送助攻的使命 两个回合就完成了 于是提着秦朗的人头 便交给魏严 看到正文反杀了秦朗 魏严高兴的直点头 对正文也不再怀疑 便把他纳住了麾下 至此正文的诈详记 才刚刚拉开序幕 在喝完结交酒后 魏严更是没把正文 当作外人看待 正文啊 既然你头脑的账相 今后咱们就是生死兄弟 我这个人没什么别的长处 就是中义气 喜欢忠勇之势 既然从魏军中来 就应该知道司马懿的虚实 他的龙溪大营 现有多少兵马啊 龙溪大营 共扎勇左 忠 右 三座大寨 共计兵马十三万 而且都是魏军的精锐 看到正文说的属实 魏严不得不感叹 司马懿是属王吧的 合应 提右后 正是正文早有预谋的 掏出了一个秘密情报 说司马懿不再龙溪大营 当即让魏严闻到了腥味 他在何处 他在北渊营中 为何 于是很会下钩的正文 也跟魏严交了实底 直言司马懿诡计多端 他料定诸葛亮在返回时 会经过龙中大盗 便亲自去了北渊社府 可他为了不暴露行踪 只带了五千的骑兵 听到这里的魏严上当了 在司马懿的如意算判打完后 他的儿子司马刀 却发现要落空了 此时姜维带着援军 正火速前来解救伟严 对此司马懿也有应对 就算司马懿杀红了盐 奈何蜀军作战勇猛 营救心切的他们 打得魏军难以招架 如果你也想体验这种 征战沙场攻城掠地 不妨上手玩玩这款 叫做正统三国的策略游戏 小程序无需下载 点击左下方箭头处 直接试玩体验 用你的谋略 驰骋在乱世三国之中 然而被营救出来的魏严 却让诸葛亮很生气 面对高高在上的诸葛亮 魏严也是甘愿领罪 随即马带直言 说司马懿用人头来诈降 一般人很难证别出来的 接着好兄弟王平 让诸葛亮看在魏严被围之时 还能杀敌尽万的份上 就算他是将功折罪 这话让诸葛亮很是伟难 对此新任参军洋仪 给诸葛亮找了个台阶 毕竟千军一德 一将难求 现在蜀汉吴大将 不能让廖化来当先锋吧 就这样 在众人求情之下 诸葛亮只好饶过了魏严 虽然诸葛亮暂时留下了魏严的小兵 但从姜维那里得知 司马懿又当起缩头无归 挥缩在大营之中拒不出战 当即诸葛亮派给了魏严和马带 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就是到魏军营前骂朕 让他们激怒司马懿来攻 虽然魏严接下了任务 但他心中很清楚 司马懿不跟周瑜似的 争强好胜易动怒 也不跟四孤王老似的 没骂两句就吐血 看到魏严识破了诸葛亮 想拿他开涮后 更值得马带找到杨仪后 让他去禀报给诸葛亮 然而诸葛亮知道骂朕 对司马懿来说 那是白费口舌 正好写了一封书信 让杨仪当一回快递小哥 上门交到司马懿的手中 并且还给司马懿 准备了一份精美的礼物 那么诸葛亮给司马懿 准备了什么礼物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评论 点赞 东乐 感谢您的支持 此物一道 司马懿必率军出战 看到诸葛亮胸有成竹 杨仪带着书信和礼物 做起了快递小哥 然而这位快递小哥 却不简单 只身来到卫军大营 即使面对英式狼固的司马懿 杨仪丝毫不拘地表示 他是受诸葛亮的委托 前来送一件快递的 需要司马懿签收一下 随即司马懿一拍桌案 吓唬他说 就不怕有来无回 怎料杨仪是下大毕业的 我家丞相说了 大都督大而勇 志而壮 立身微如泰山 皮厚菜过城墙 谁火不侵 喜怒无形 因此大都督你 断不会迁怒来使 知我者诸葛亮也 拿上来吧 脸皮比我还厚的司马懿 在签收完快递后 打开书信发现 是诸葛亮向他下的一份战书 字里行间都是在骂他 骂他是缩头乌龟 骂他跟个娘们一样胆小 不敢与他正面一战 在听完诸葛亮发来的语音后 司马懿放下主简 上手打开快递包裹 看到里面叠放着一件艳丽的女装 这竟然让司马懿没动怒 还开心的拿出这件女装 当着在场人的面 放出了一阵魔性的笑声 这样可忍 兵不可忍 气得孙力当场拔剑 就要斩了杨仪 但被司马懿给叫住了 满不在乎的拿着女装 让人拍个照片 他好发圈炫耀一下 结果杨仪提出了一个 更加过分的要求 杨仪的这个要求 让司马懿猝不及防 强忍心中的愤怒 丢下不值钱的脸面 把衣服交给杨仪 让他为自己穿上 这一下辣的中将眼睛 都不敢直视司马懿 就这样 早期女装大佬 闪亮登场 接着司马懿 满脸享受的夸赞诸葛亮 真懂他 知道他想要这样一件女装 可想要四轮车 都是他的愿望 即使女装加深 司马懿也没把这番侮辱 挂在脸上 竟主动提出 跟杨仪推背换展交个朋友 直接气得将领们 咬牙切齿 不堪耻辱的愤怒离去 司马懿本着 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你们的原则 能屈能伸的司马老贼 幼哉的走到杨仪面前 反调侃了起来 杨仪 你害羞了 我都不害羞 你害什么羞 在下 从来没有见过 如此 浩颜无耻之恩 你 看到杨仪绷不住后 司马懿示意杨仪 与他对异 在一杯酒下肚后 趁着杨仪放松了警惕 司马懿向他关心起了 诸葛亮的身体状况 询问是否吃饭香香 身体棒棒 然而不知道套路的杨仪 不过大脑的张口就说 现在诸葛亮功务缠身 哪有心思好好吃饭 睡眠更是少得可怜 当即司马懿回了一句 听不懂的后话 司马懿这段好心的话 其中的隐藏含义 就是要用时间熬死诸葛亮 还要借助这次 金国女服的耻辱 进化成忍者神规 那么司马懿拒不出战 诸葛亮又会遇上什么样的难题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评论 东乐感谢您的支持 之所以让诸葛亮如此的恼火 只因司马懿拒不出战 导致翻山越岭的他们 仅剩下五日的粮草 每当遇到粮草所困之时 诸葛亮都会想起荆州 直言要是官二爷不大意 荆州还在他们手中的话 他们可以选择水路并进 大大增加北伐胜算的同时 说不定还会改写地史 可惜遇上了桃园三坑 为了在龙中茅草坞 与刘备达成的战略目标 把他泪成怨复的同时 也让东乐心疼两秒钟 然而司马懿之所以不主动出兵 在中尉将士不堪受辱 纷纷劝劲请战时 司马懿终于说出了 他为何甘愿做个缩头乌龟的缘由 作为首方的司马懿 深知诸葛亮的命门 那就是蜀汉集团旗下的物流公司 会在关键时刻吊链子 本来蜀到齐驱难走 结果又出现了他方状况 没有应急对策的他们 只好采用监行人体的方式 历经千万万苦 才运来五千弹两食 为此还搭上了八名快递小哥的姓名 要知道诸葛亮此次用兵 那可是三十万大军 这五千弹两食对他们来说 也就是塞塞牙缝 对此诸葛亮说出了一句很无奈的话 看到诸葛亮心虑不及 参军洋仪建议他 退兵喊中 班师回朝 奈何诸葛亮不愿放弃 随即诸葛亮提出增加运输人员 可惜剑阁道狭窄 只有一尺多宽 人多并无用处 一向逆天改命的诸葛亮 想起了一个应对之策 迫不及待的找出了一张早期设计的图纸 吩咐洋仪打造三百家 这让没见过世面的洋仪 很是蒙圈圈 于是诸葛亮开心的说 此物是根据他妻子黄月英 在出驾时提出的条件 他受到启发所设计的 比他的四轮车还高级 还没来得及申请专利呢 很快 木牛流马就用在了蜀军运输上 既省力又提高了运粮效率 这让斯坦军情的卫军 发现诸葛亮的专利产品后 张口直呼神马东西 对于这种高科技产品 司马昭当即决定 要抢夺几辆回去 献给自己的爹地司马懿 说他老人家见到后 必定甚很喜欢 就这样 司马懿没抢到四轮车 到时候司马昭 把木牛流马 给司马懿抢到手了 那么司马懿看到 独轮车加装牛头的产物 会做出什么评价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评论 点赞 东勒感谢你的支持 看到司马懿玩得乐死不疲 司马昭赶忙纠正他说 或许此物的发明者另有其人 不信的话可以看看评论区 司马懿对发明人 到底是谁不在乎 他真正在乎的是 诸葛亮的四轮车 直言能抢个二手的回来 他都不要杀自行车 随即司马懿安排手下 对牧牛流马进行拆解 让木匠批量生产一些 以后好用来运粮 没曾想又掉进诸葛亮的套中套 就在蜀军的粮仓 马上就要见底时 诸葛亮叫来上将王平 交给了他一项任务 找一家大伙借些粮食 谁啊 司马懿 司马懿 跟对手借粮 差点让王平误以为 诸葛亮是在白日梦游 可诸葛亮没跟他开玩笑 因为他已经大探到曹瑞从长安大仓 给司马懿发运了三千代的粮食 并且使用木牛流马作为运输工具 当即诸葛亮给王平划拨了一千的士兵 结果王平不是个二愣子 直言用一千的士兵结粮 那不是去当炮灰吗 他又不是官二爷 仅需五百校导手就如所向披靡 于是诸葛亮走到王平的耳边 言语了几句后 就让王平的嘴角慢慢开始上扬 当明白其中的玄机后 王平双手一拱 欣然接受了诸葛亮的指令 然而王平能成蜀军上将 靠的不是他的颜值 而是他的聪明智慧 他先是换上卫军的铠甲 带着小谷部队 装作成司马懿派来的先遣部队 上来就要核查粮草的数量 是否对数有无缺失 查一查 你们是不是一词冲好 蒙骗大都督 你 接着让假扮的蜀军对着牧牛牛牛马 挨个上手抚摸 左右摇晃 在一番假正经过后 王平调转马头 带着士兵们就回去复命了 可是他们离开过后 之前好好的牧牛牛马 却怎么也推不动了 照葫芦画瓢的卫军 不知道牧牛牛马其中暗藏玄机 本就是抢来的物件 又没附带说明书 这下卫军愣在了原地 可就在这时早已埋伏好的蜀军纷纷在林中 摇旗大喊 上下篡动 虚张声势 却吓得卫军后勤部队 丢下粮草和车子 直接抱头蜀窜 而后王平带人返回 命令士兵松开手杀 就可以驾驶牧牛牛马 于是王平轻松的向司马懿借到了粮食 在经过隐蔽的小道 悄无声息的运送给了急需粮草的诸葛亮 当司马懿得知粮草丢失 诸葛亮连生招呼都没打 就毫不客气地向他借粮 火急火燎地赶到现场后 他终于明白了一切 诸葛亮又我出战不成 开始又我军粮了 他先故意送我们牧牛牛牛马 让我们用意运军粮 之后再结我们的军粮 几十万弹粮 如果落入诸葛亮之手 后果不堪设想了 赶紧追杀吧 咱们追 然而一向多疑的司马懿 生怕诸葛亮会射服兵 他也不敢上前追击 夺回他们的粮草 选择无奈地咽下了这口被戏耍的气 那么丢失军粮的司马懿 会得到什么处罚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评论 点赞 东乐 感谢您的支持 一向多疑的司马懿 生怕中了诸葛亮的埋伏 就算被劫走三十万弹军粮 他依旧选择了银刃 虽然心有不甘 但还是下令返回大营 默默地暗自发誓 一定要拆了诸葛亮的四轮车 一雪今日之耻 就这样 在诸葛亮第六次北伐 急需粮草的困境之时 利用暗藏玄机的牧牛刘马 成功地从司马懿手中 截到了保命的粮草 要知道 古代的一弹 相当于今天的一百二十斤左右 达三十万弹 约等于三千六百万斤 这下足以让诸葛亮 有了给司马懿继续挖坑的底气 在诸葛亮得到粮草 喜极而泣之时 丢失粮草的司马懿 却如坠冰枯 自己的主子曹瑞 收到密探的微信后 派了一名寿命长久的公公 下之霸司马懿 贬为了父职 让他戴罪立功 要不惜一切代价 从诸葛亮手中夺回来 请扪心自问 你对得起朕 对得起国中受苦受难的百姓们吗 就是曹瑞的灵魂反问 让司马懿突然觉醒 知道自己不能坐以待毙 否则百姓们都会骂他司马老贼 司马懿为了赎罪 也为了自己一世英明 这次不再隐忍 很快就在上方谷 亲自查探到了诸葛亮的藏粮之地 随即泪摊在地的他 紧急召开了夺粮会议 老谋深算的司马懿 计划给诸葛亮来个声东击西 因为他已探明 魏延和王平两名大将 率领了十万的蜀军精锐 此刻争助守着上方谷 那么诸葛亮的骑山大营 必定兵力缺失 实力大减 我若派十万精锐猛烈攻打 骑山大营 诸葛亮会怎么样 他必调兵增援 调何处援军 魏延王平 那上方五不就空虚了 我讲明白了 在自己的计谋讲明白后 司马懿也随之下达了作战指定 还特意提醒众将 把诸葛亮的四人车给他夺回来 结果诸葛亮若无其事地 竟在营中给姜维传授起了兵法 凡兵法套略 说套 不再是书 而再道 再与阴阳变化 息时其证 数十秒 道才是根本 就在姜维脑瓜子听得稀里糊涂 要查阅四点时 参军洋仪慌张地闯进来 禀报给了诸葛亮 十万卫军精锐 前来攻影的消息 对此诸葛亮叫他 不要慌张 一定要淡定 直言这都是他的套中套 他要借助这次机会 消灭司马懿这个障碍 趁着他命述未尽 实现北定中原 兴富汗师 还于救毒的责任 如我所料不错 此时此刻 司马懿必轻率大军前驱上方路 分我粮草 断我命迈 本就技高一筹的诸葛亮 纵使他看透了 司马懿声东机器的计谋 那么他是怎么下的套呢 他这次会成功吗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评论 点赞 东乐 感谢您的支持 司马懿打算夺回军梁 却不知又掉进诸葛亮的圈套里 然而为了夺回被诸葛亮 截走的军梁 司马懿也是谋划缜密 计划给诸葛亮 来个声东击西的计谋 随即派出孙女和郭怀 率领十万卫军精锐 扬装猛攻诸葛亮的大营 而他则担待一路 趁着蜀军回营救援之际 骑袭诸葛亮的存粮之地 上方谷 可纵使司马懿阴险狡诈 诸葛亮仍然坐在营中 淡定自若 大放厥词 我和司马懿较量多年 我已把此人捉摸透 如我所料不错 此时此刻 司马懿必轻率大军前去上方谷 焚我粮草 断我命迈 料失如神的诸葛亮 面对司马懿的神通机器 他采取了已经制动的策略 但为了假戏真做 司马懿不断的派兵 加大对诸葛亮的攻击力度 传令过怀 让他增兵 猛攻齐山大营 把所帅精锐 全部用上 这致使道行上前的姜维 误以为是司马懿要跟他们决一死战 我从来没有见过魏军这么猛烈的攻势啊 司马懿一定是亲自来督战了 司马懿一定在上方谷 不必多说了 去指挥推敌吧 就在将为沉不住气时 司马懿也收到了 助手上方谷的魏冤 领兵回营援救的战报 随即司马懿的眼睛放亮 很是自信的目视着前方 心想要给诸葛亮上一课 诸葛亮啊 昔日皆停 仅有重现了 在司马懿带兵 前往上方谷后 魏迎救援的魏炎 却要等到天亮了 才肯出兵 营救诸葛亮 他的这波操作 也不知道是何用意 但在魏炎的夹击下 魏军很快败下阵来 这才让诸葛亮的计谋 可以继续实施 你速去料化军营传令 让他摔本部兵马 前往上方谷 与王平和军 带司马懿进入上方谷 即封杀骨口 在一切安排妥当后 老太隆中的诸葛亮 还直言要去现场看看 我和司马懿缠斗多年 今天总算有个了断 岂能不去送送他 走吧 就这样 没坐四轮车的诸葛亮 拄着拐杖来到了 商方谷的后方 却发现司马懿 攻过迎债 但没着急的抢粮 不由的赞叹 司马懿真是只老狐狸 结果在诸葛亮的赞美后 司马懿随即拔出宝剑 大喊这次不抢四轮车 要抢回属于他们的粮草 当司马懿上钩后 诸葛亮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可令他忽略的是 司马懿竟然长了个狗鼻子 在检验粮食时 嗅到了一股煤油味 顿时发现掉入了圈套 但想要逃跑 已经为时已晚 此时蜀军射出的火箭 把全部粮仓点燃 致使司马懿被困在了 汹汹大火之中 那么精心准备的诸葛亮 这次能如他所愿 消灭司马懿吗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评论 点赞 东乐感谢您的支持 机关算尽的诸葛亮 本以为在上方股 可以给司马懿致命一击 让他入地无门 升天无路 奈何司马懿闯进商房谷 就察觉出了异常 随即走到一座粮仓前 拔剑豁出了一个口子 接着单手接住 转基因大米后 看着粒粒饱满 这才让他放下心来 诸葛亮啊诸葛亮 你费尽心思夺我军粮 现在又让我夺回来了 我就不信 没了军粮 如何退军 可就在司马懿下令 让人搬运粮草时 狗鼻子的司马懿 嗅到了一股味道 于是闺鼻深锈 连忙将大米扔进口中 经过他的专业咀嚼 随之脸色突变 毫不夸张地喷了出来 不好 算火烧粮草 司马懿当即大喊撤军 可惜为时一晚 一声爆炸响起后 接着火光四起 在爆米花的同时 也要火烤司马懿 然而埋伏山上的蜀军 还不断地添加燃料 一时间尸横遍延 哀嚎震天 即使卫军冲到谷口 迎接他们的 也是一排火箭化成了 一道火墙 这让后方观战的诸葛亮 直接大喜过望 主公 永远可以平定 中远可以平定啊 大汉 可以中心了 火海中的司马懿 在几番突围无果后 逃生无望的他 一时间心静如水 他深知诸葛亮 精于算计 不会让他们绝处逢生的 随即号召大家 放弃抵抗 准许他们主动投降 于是司马懿 拔出宝剑 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 想要以死迅国 当场让诸位将士折服 纷纷跪地表示 愿与司马懿一同赴死 在这苍凉悲壮的时刻 众人靠拢起来 高声歌唱 溢水歌 词曲慷慨极昂 荡气回肠 充斥在山谷间 也感动了苍天 这让诸葛亮听到后 对于司马懿甚至佩服 直言司马懿 不愧是当事豪杰 可惜的是遇上了他 等高歌一曲过后 看到时间差不多了 司马懿双手一拱 表示要与赏识他的先帝曹 批会合 端息抱歉 准备自闻 接着一声水衣之音 传进了司马懿的耳朵里 就是这一场大雨 支持诸葛亮 公败垂成 随之浇灭了他的北伐梦 那么诸葛亮 还有命与司马懿对峙吗 这个我们持续更新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评论点赞 东乐与你一直相伴 诸葛亮在上方谷 给司马懿准备了一个必杀之局 可惜诸葛亮上学时偏刻 唯独物理这门课程没有学好 致使苍天保佑的司马懿 在侥幸苟活下来后 说出了一句经典的话 这种人千年难遇啊 活着可恨 死了可惜啊 在两位最强王者的巅峰对决过后 五十多岁的诸葛亮 一夜之间变了八十岁的模样 这让他想起自己的师父 司马辉 在他走出沃龙岗时 曾经说过的一句预言 事实证明 水晶先生所预言的是完全对的 当时刘备三顾茅庐 拜诸葛亮为军师时 我们的刘光硕 已经是四十八岁的高龄 而诸葛亮却一起风发 诸葛亮虽然选择了一位贤明的主攻 但与打赢关渡之战 占据半壁江山的曹操相提并论的话 此时的刘备却是寄人篱下 毫无根基 即使诸葛亮运筹帷幄 可带着陶元三兄弟 在那乱世年代打排位赛 必定需要努力一搏 当诸葛亮费尽心机 积攒了一些家底后 陶元出品的三位坑货 竟然一个比一个坑 先是关羽大意丢失战略要地 荆轴 致使三愣子张飞 还没来得及报仇 就随二哥而去 这让作为老大的刘备 气急败坏 方寸大乱 直接翻脸 不跟诸葛亮玩了 在怼的诸葛亮哑口无言后 刘备亲帅清国之兵 在创业未办之时 被东吴的陆逊一把火 烧得丢掉性命的同时 丢下摔傻的刘善 让诸葛亮继续辅佐 幸好刘善比较听话 这才让诸葛亮 重新有了继续出师的动力 我不罚人 人必罚我 只求自保 断不能自民 唯有进去 方能成大乱 至此 鞠躬尽瘁的诸葛亮 开启了心存幻想的 北伐曹魏之旅 结果让他遇上了 忍者神规司马懿 陷入了拉锯战之中 本以为在上方谷 祭出终极绝杀 让司马懿丧身火海 结果成事在天 不可抢眼 被始料未及的一场大雨 浇了个吐心凉后 才明白师父的预言 本就积劳成疾的诸葛亮 并入高荒 一并不起 自知大县江之后 诸葛亮将毕生锁住的 二十四篇兵法 包括一箭十发的诸葛联弩 一并交给了可诉之才 姜维 兵主他继续北伐 完成他未经大业 在得到诸葛亮的真传后 姜维也修炼成了 蜀军最后一代战神 那么诸葛亮把军权 会交给谁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评论 点赞 东勒与你一直相伴 诸葛亮之所以料到 魏严必反 只因在把三军兵符 交给杨仪掌管时 心雄狭隘的杨仪 在诸葛亮的面前 打了一个小报告 魏严功勋宿助 威望甚高 又提领五万精锐 丞相如受兵符于我 只怕他不服 反身变乱 对于天生反骨的魏严 诸葛亮决定 试一试魏严的野心 再所决断 于是诸葛亮在营帐内 点燃命树玄学的七星灯 在挽回天命 求得续命的同时 也布了两局 一则想看看 谁会是那个冤大头 在他祈祷的关键时刻 硬闯进来 吹灭主灯 二则想迷惑司马懿 煎于司马懿夜观形象 推测出 他即将不久于人世 为此诸葛亮 顾了个一阵 好让司马懿 不敢情绪妄动 从而让蜀军撤回汉中 结果后脑反骨的魏严 火急火燎的 不顾劝阻 非要硬闯 面对蜀军中的二号人物 侍卫们也不敢阻拦 不料魏严掀开门帘 主灯也随风而灭 虽然诸葛亮没有动怒 但他的心中 已经有了杀心 此时不知闯祸的魏严 把司马懿增兵十万 这一重要的情报 禀报给了诸葛亮后 诸葛亮却直言 他早有应对之策 让魏严无必惊慌 看到诸葛亮说的冠冕堂皇 魏严只好祝愿诸葛亮 早日康复 便打算离开 结果被诸葛亮叫住 想跟他说说掏心窝子的话 对于诸葛亮的提问 不知道大家在评论区里 会推荐谁 但魏严给出的回复 可谓是满分答案 在下觉得三军兵府 绝不能教育蜀人 为何 随即魏严站在刘氏基业的出发点 直言他们都是外来人口 强行夺取西川尔立国 要是蜀人拿到军权后 可能威胁到少主刘善 再则就是蜀人 只想偏安一遇 与世无争 掌权后肯定会停止北伐 此外 掌军之将 就是魏严的这段话 让他的满分答案 直接变成了零分 也让诸葛亮 识破了魏严的小心思 大野心 接着顺着魏严的话茬 诸葛亮往下说道 在诸葛亮给出答案后 魏严虽然暗暗窃喜 却不敢表露明显 即使张猴表示拒绝 但哪能瞒过朱葛亮的眼睛 一张猴就把魏严推向了火坑 没听出朱葛亮说的是反话的魏严 当即拱手 答应了下来 可这一举动 更加坚定了诸葛亮 要除掉这个后患的决心 一是主灯被魏严熄灭 导致他的续命失败 二是魏严的野心太大 在他死后 无人能压制 那么诸葛亮 是如何设计 秦杀魏严的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评论点赞 东乐与你一纸相伴 兴汉被罢 乃是先帝的一纸 怎能因诸葛亮 一人之死而终止 从今日起 我便是三军之主 打带 罪 将气拿下 尊上将军令 诛杀叛贼 杀 尊丞相遗旨 斩杀魏严 为了除掉天生反骨的魏严 诸葛亮可谓是煞费苦心 在他点灯续命的时候 结果被魏严硬闯进来 不慎将主灯扑灭 导致续命失败后 诸葛亮担心 他暂时还能镇住魏严 可他去世之后 却无人能压制住 于是为了稳住魏严 诸葛亮张口 就给他下了一个套 论子里 军中中将 谁能与你相比 论战功 那更不用说了 执掌三军 舍你几谁啊 书汉的众人 就交给你了 看到梦寐以求的军权交给他后 魏严也毫不客气的 一口就应允了下来 并直言 自己不会忘记刘备的知遇之恩 更要坚定的完成 诸葛亮的北伐大业 随即诸葛亮表示 他会在近期召集中将 亲自受三军兵符给魏严 这才让野心膨胀的魏严 兴兴的离开 魏严为了拿到三军兵符 处心积虑 而我直接就在游戏里面做了大佬 如果你想宁客当大佬 不妨玩左下角的剑客下山 不仅不客金 还发福利 注册上线就能领999 升级还能拿到 1TB的苹果14 Pro Max 和8000的大包 更有加速的高爆链接 放在左下角 上线描写黑悟空 一元领648神装大力包 战力暴涨几百亿 一天直升400级 诸葛亮这次甘愿做个小人 随即在他的两个迷你面前 这样说道 亮衣 你说得对啊 魏严早就把三军 看成是他自己的了 丞相 你意义下如何呀 只有在他最不防备的时候 才最有把握拿下他 什么时候 就在 手兵扶给他的时候 决心已定的诸葛亮 接着让江维召唤 专制魏严的马带 毕竟此项工作 唯有马带可以胜任 在见到马带后 诸葛亮也不绕圈子 直言他这个卧底 到了唤醒的时刻 这项暗杀工作 必须由他来执行 你想让我除了魏严 是 马带领命 交代完此件事后 诸葛亮已经是游进登窟 在因他得名的武藏员 诸葛亮强提着最后一口气 给杨仪留下平生最后一个计谋 和给刘善一封书信后 带着他未完成的梦想 就去找他的桃园三位好兄弟了 就在诸葛亮病天之后 他的关门弟子江维 当场宣布 将三军兵符 要交给参军杨仪掌管 这下气的魏严 直接冲进营帐 一把将兵符夺了过来 在视为掌中之物的同时 也走向了被黑化之路 趁着魏严刚拿到兵符 就狂妄自大起来后 任武在身的马带 拔剑就斩杀了魏严 其实在正史之中 魏严并无反叹之意 他一心北伐 荒腹汗室 只是与杨仪不合 被诬陷成谋贼 那么随着魏严跟诸葛亮而去 又会有什么经典名场面吗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评论点赞 东乐与你一直相伴 不得不说 诸葛亮还真有两下子 即使自己已经去世 司马懿也不敢轻举妄动 好在他的儿子司马昭 没被诸葛亮吓破胆 随即司马昭请命出战 要带人前去一探究竟 接着郭怀分析说 诸葛亮在上方谷 焚烧了三十万蛋粮草 现在蜀军无粮可食 也只能选择退军 趁着敌帅我胜 正是最佳的追击时机 这才把司马懿 说的内心搔痒 有了出兵追击的信心 于是司马懿率军 来到蜀军的武藏园营地 看到大仗前 挖着诸葛亮的白帆后 即使确认诸葛亮已死 司马懿还是有些忌惮 当场犯起了疑心病 我深知诸葛亮 此人非常奸诈 而且会是六丁六甲妖法 这必是他的诈死之计 好诱我出军 趁势伏击 看到司马懿 一点要性都没有 让郭怀羞愉快悟 直言就算诸葛亮活着 也不能一辈子 当个忍者神龟 缩头不战 此言一出 终于让司马懿归壳出鞘 是啊 我司马懿怎么 变得如此优柔寡断了呢 看着诸葛亮的白帆 司马懿当即下定决心 让郭怀和他兵分两路 采取前后夹击的战术 要把诸葛亮留在武装园 可在司马懿追到一出道口时 却不曾想中了蜀军的埋伏 看到蜀军在那乱射 只喊口号不见人后 没被乱箭射中的司马懿 更加坚定了一件事 现在我相信 诸葛亮死了 区区扶军 你不足气 接着司马懿得意的解释说 诸葛亮平生谨慎 现在他们刚入道口 便急不可待的放箭 这说明不是诸葛亮所为 要是诸葛亮活着的话 他一定会在我们深入谷中之时 再一举击杀 可就在司马懿话音刚落 山谷的上方出现了 坐在四轮车的诸葛亮 就让司马懿始料未及 没给司马懿反应的时间 山上的蜀军大功拉剑 对着近视眼的司马懿 又是一顿乱箭射杀 这让心里还有阴影的司马懿 认定诸葛亮未死 不顾众人 掉头就跑 吓得大喊 我有头否 不管诸葛亮坐的是四轮车 还是三轮车 结果司马懿这一跑 让蜀军从容的撤回汗中 而死后留有一记的诸葛亮 正是运用了兵法中的虚实其正 让活着没斗过他的司马懿 在去世之后也没能赢了他 然而得知 看到的是诸葛亮的雕像后 司马懿直接来个夸张的演技 启齿大辱啊 一尊雕像惊得我却落荒而逃 真是欺齿大辱啊 哈哈哈哈 儿啊 你知道后人会怎么说吗 死诸葛经走了生中胆 这事恐怕会流传百年了 那么随着诸葛亮的谢幕 司马懿还会有用处吗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评论点赞 东乐与你一直相伴 你守住了国门 打败了蜀军 还把诸葛亮生生拖死了 管做第二个人 谁能有这本事 眼见司马懿拖死了诸葛亮 有所忌惮的曹瑞 直接以司马懿太能活之游 张口就免去了他的大都督之位 让司马懿回家 安心静养 好生休息 但实际上是要将他软禁起来 可曹瑞的一声咳嗽 让司马懿嗅到了事情的关键所在 杜尤德让他想起 曹丕临终前的情形 在熬死曹丕之后 现如今 曹瑞又是咳嗽不止 用汤药维持着生命 于是司马懿决定 也要把他熬死过去 随即回到家中后 司马懿提出 要迎娶静叔为妻 想在这生死攸关之际 用这位美艳的妻子 遮住他的狼顾之相 为了后期的偷塔行动 提前做好准备 就在静叔喜极而泣 打算给司马懿生个小宝宝之时 曹瑞的病情更加严重起来 急忙召来心腹大臣曹爽 商量怎么处理司马懿 看到曹爽出的下策 作为天子的曹瑞 不想给后世留下 乱杀功臣的骂名 更不想强行铲除 引起朝局的动荡 于是想出了一个 名正言顺除掉司马懿的理由 那就是让曹爽上奏朝廷 推荐司马懿做摄政大臣 虽说曹瑞也不简单 但帝王之术上前的他 要跟司马懿斗志 那简直是可笑之极 竟然还效仿刘备 要脱骨于司马懿 可司马懿却不是 诸葛亮那样的忠臣 当场推辞表示不受 眼见自己的试探 司马懿没有上钩 曹瑞接着说 要是他推脱拒绝 那就让曹爽来辅佐 你俩可是有深仇大恨的 曹爽必定痛下杀心 到那时你怎么自保 随即狡诈的司马懿 直接来了个脑筋急转弯 在曹瑞上了他的道后 司马懿说出了 可以自保的办法 那就是要把他一录到底 罢免全部的职权 再把自己的儿子 最好也贬为庶民 连同和他交好的52位将领 也要罢官免职 这样就算他是只老虎 没了獠牙也无法咬人 只能跟静叔在家 切磋诗词打打扑克 对于司马懿 只想沉浸在温柔乡中 差点让曹瑞激动的过去 可眼见司马懿胸无大志 于是曹瑞决定 棒过司马懿 让他回家安享晚年 接着曹爽从屏风后走了出来 目送着司马懿 逃脱了这个必杀之局 但曹瑞还是留有后手 就这样 自以为比高启祥还能一手遮天的曹瑞 忘了自己不是卖雨的出身 让司马懿这条大鱼 鱼入大海掀起波澜 那么在曹瑞去世之后 折服起来的司马懿 又是怎么发动高平陵之变的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评论 东勒 感谢您的支持 年近七十的司马懿 听到了一个令他不可思议的事情 得知这一喜讯后 让司马懿错不及防 直言自己宝刀未老 晚年出窍也能一击命中 随即心疼起了靖书 但眼中却有了异样 于是一脸不可思议的 等到了靖书分娩时刻 当司马懿在屋中 焦急等待的同时 屋外的司马昭 也是万分的紧张 要知道古代孕妇产子 就是游走在鬼门关 即使请来专业的接生婆 也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 就在司马昭担心之时 听到靖书的声声惨叫 让司马懿瞪着大眼珠子 都不敢回头 看靖书最后一眼 当靖书因失血过多 撒手人寰后 腹中的胎儿也是未见天日 听到这一噩耗降临 司马懿随之开启了 他的炸裂演技 亮亮腔腔的转身 继而一头栽倒栽地 吓得两个儿子 急忙赶了过来 问他是不是要喝手磨咖啡 但看到的 却是嘴外眼邪的司马懿 父亲中风啊 这影帝级别的演技 也很快传到了老太监的耳朵里 于是不敢怠慢的他 把司马懿中风之势 急迫地禀报给了 大权在握的曹爽 是真的吗 是真的 老臣听说呀 司马懿的府中 正在准备后事呢 稳着眼见为时的曹爽 随即让老太监 谦虚一探究竟 毕竟司马懿太会装了 可老太监来到司马懿的府上 见到昏迷的司马懿后 纵使他高声呼唤 也叫不醒一个装睡之人 接着马不停蹄地 将看到的真实情况 再次禀报给了曹爽 此时曹爽心中大喜 不再对司马懿设防 由于明日是清明节 没了司马懿的威胁 曹爽决定带着右帝曹芳 前往高平陵祭拜祖先 硬要把这一好消息 告诉曹氏三代皇帝 但就在曹爽大摇大摆的 带着朝中全部重臣 出发前往高平陵之后 司马懿直接不装了 坐在屋中身着甲胄 召集自己的心腹 要实施偷塔计划 随即起身 一声怒吼 正将听令 随我进入皇宫 不再隐忍的司马懿 趁着皇城空虚 迎来了此生的良机 一副人生赢嫁的姿态 暗中布局掌控皇宫 一路畅情无阻地 静止闯进后宫 此时郭太后看到司马懿 率兵前来 也是甚是惊讶 前日的一个病猫 今日竟成了老虎 然而司马懿直接不把他 放在眼里 一屁股在暗桌上 张口就让郭太后 签署一份 诛杀国贼曹爽的罪照 想要以此名正言顺地谋反 太后 设计这词 你就应了司马大人吧 深知司马懿敢逼宫 那必定是大事已定 郭太后只好任由司马懿 带着一指而去 那么偷塔成功的司马懿 是如何窃取曹氏江山的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评论 点赞 东勒 与你一直相伴 折服多年的司马懿 终于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他趁着辅政大臣曹爽 陪着曹魏第三代皇帝曹芳 前往高平陵祭祖时 虚谋已久的司马懿 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暗中调兵 掌控皇城 带着自己的一众亲信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登上常乐宫的台阶 逼迫护宫的郭太后 签署了一份诛杀国贼曹爽的罪照 随即名正言顺的 高调的发动了 影响历史走向的高平陵事变 此时起兵的司马懿 已然掌控了曹魏的朝政 于是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是对返回途中的 魏帝曹芳一行人 趁着他们还未赶到洛阳 先前一步传达了郭太后的意志 太后口谕 辞职要当众宣读 于是懵懂的右帝曹芳 在曹爽的陪同下 魏帝接受了意志 可曹爽听到 给他罗列的数条罪状时 曹爽当即察觉出 事情的严重性 但已经是为时甚晚 这时司马懿的大部队 踏着尘土而来 迅速地将他包围 至此曹爽不再心存侥幸 扔掉手中的宝剑 放弃了无谓的抵抗 而面对手下败将曹爽 司马懿却不慌不忙地 脱掉一只鞋子 接着赤脚走向自己的座驾 但在来到曹爽的面前时 摊牌布装的司马懿 想起了自己的主子 曾经跟他说过的话 你说这人的脚 为什么你脸和手都要埋呢 在下不知 因为他老藏着 其实曹操早就识破了 司马懿的狼固之相 奈何他的后代 一代比一代命短 都被司马懿硬生生地 熬死过去 现如今 弯道超车的司马懿 要用曹操的方式 踩在曹爽身上 以此彰显 篡位夺权成功 不得不说 司马懿才是 乱世三国中的最后影家 一生躲在暗处的他 到了晚年 终于活在了阳光之下 体验起了曹操玩剩下的 邪天子 以令诸侯的爽感 就这样 在司马懿的微操之下 司马家族 很快架空了 三国实力最强的 曹魏政权 当司马懿 于世长辞后 路人皆知的司马昭 灭掉蜀汉 昭祥流善 又经过自己的儿子司马炎 逼迫魏元帝善让后 才称帝为王 建立晋国 那么晋国 又是被谁灭的呢